高五世界,妖兽肆虐,五道成为这里的主旋律 江峰,穿越者,家境普通,资质平庸,金手指也迟迟没有觉醒 五道之路几乎无望,本以为潦草一生 直到高考前夕,丁 宿主时遭遇空间乱流,系统自动匹配,判定为异常玄幻世界 宿主,您的前方出现含有上股神移血脉的怪物 是魂蚁 危险 请速速做好应对 玄幻世界? 这里是高五世界啊 是魂蚁 眼前这只分明是普通的小蚂蚁 江峰无意的一脚 丁 宿主一脚踩死是魂蚁 手杀奖励,弃血丹 修为加一 江峰踩踩踩 修为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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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恭喜宿主近身无者 江峰 开局系统误判 那我岂不是可以踩蚂蚁成神了 第一章 孝花未婚妻 我踩死蚂蚁成神 同学们 我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夏宛宁同学 已经晋升五者四品 成为我们安宁第一中学学员第一人 你们也向夏宛宁同学看齐 安宁市一中高三 一 班 班主任周山 目光放在一名扎着马尾的青春少女身上 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 原本肃静的课堂 立刻传出不少学生的窃窃私语 真没想到 宛宁女神都已经晋升五者四品了 那冲击顶尖五道大学 胜圈在握了吧 夏校花已经五者四品了吗 我现在连个五者都不是 啊 江峰那小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月 竟然能让夏女神成为他的未婚妻 又是羡慕江峰的一天 同学们聊着聊着 有意无意地看向客室的角落 江峰就坐在那里 安静 班主任周山声音略微拔高 无形中所散发的气势 让台下一众学生哑然 明天就是埋试森林的副本试炼了 学校会对这一次试炼成绩排名靠前的同学 进行奖励 各位同学都做好准备 你们好好表现 班主任周山说着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 也在江峰的身上多停留一秒 教室角落里 江峰点了点头 心中苦笑 他早已经习惯 老师与同学们这样的复杂目光了 嘿 疯子 你家婉宁都成无者了 你岂不是要吃上热乎的软饭了 同桌间死挡张子诚侧过身 碰了碰江峰的胳膊 一脸坏笑 去去去 江峰笑骂一声 但还是忍不住瞥了眼下婉宁 眼底闪过一丝无奈 心中暗叹 这个明媚如羊 灿若下花的女孩 我怎么配得上 江峰 穿越者 今天是他穿越到高五世界的第十二个年头 本以为借着前世的经验 能够在这个世界大展拳脚 但现实却给自己狠狠上了一刻 这个世界 妖兽横行 人类修炼武道 抵御妖兽 然而 科技不新 武道至上 强者为尊 一切衡量的标准 都将武道推向了神坛 所有人都崇尚武道 以称为武者为荣 两世为人 江峰勤奋修炼武道 但很多东西 不是勤奋所能弥补的 比如修炼的资源 家境优渥者 有大量的资源供给 但江峰的家境并不富有 在没有修炼资源的辅助下 即使努力 也很难追得上 家境优渥的同学的修行速度 到现在 江峰还没有成为武者 而他的未婚妻夏婉宁 已经武者四平了 这也是众人如此关注他的原因 至于两人之间的婚约 江峰也是去年才知道 本来以为会上演经典 被退婚的戏码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去年高二 夏婉宁转校到安岭事件到班 他身穿蓝白的校服 扎着马尾 明媚且干脸 容貌绝美 一出场就自带光芒 吸引了全班人的眼球 更是成为众多男生的白月光 他在台上自我介绍 脸上挂着微笑 大大方方 大家好 我是夏婉宁 甜诺诺的声音 一下子让全班男生沸腾不已 但夏婉宁的下一句话 就让整个教室鸦雀无声 夏婉宁明亮的眸子 在教室里搜寻 视线锁定江峰 笑得格外绚烂 灿若下花 江峰同学 我是你的未婚妻 所有人都梦了 从那之后 江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江峰心想 自己作为穿越者 迟迟没有觉醒金手指 是不是就因为没有被退婚 如果退婚了 是不是就会盯的一声 金手指到账 从此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零零零 下课的铃声 将江峰的思绪拉回现实 放学了 江峰同学 教室后排角落 夏婉宁出现在江峰面前 他穿着淡蓝色的白褶裙校服 露出白皙如雪的大长腿 亭亭玉立 精致的脸上 带着甜甜的笑容 像是夏日晚风吹来 带着清宁的香味 飘入江峰的鼻尖 带来些许微醺 死党张子诚很来世 立刻给江峰腾出二人事件 疯子 我有事先走了 那什么 同学们 你们再不出教室 我就要锁门了 同学们都很识趣 一些将夏婉宁视为白月光的男生 也哀声叹气地走出教室 只留下夏婉宁和江峰两人 有事吗 夏婉宁同学 江峰脸上露出礼貌的微笑 夏婉宁将病脚垂下的一根发丝 捋到耳根 笑得很甜 明天高三去埋试森林试炼 副本的难度较大 我想跟你组队 这样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 江峰沉吟半声 却是摇了摇头 我的实力你也知道 连舞者都不是 进入副本也只会拉你下水 得不偿失的 那有什么关系 夏婉宁拧了名嘴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 我们本就该互相照应的 不是吗 江峰笑得很无奈 低头收拾着自己的物件 故作轻松说着 夏婉宁同学 咱们之间的婚约 只是上一辈的口头协议 别困在了一个 虚无缥缈的承诺上 她是舞蹈翘楚 是学校学员的第一人 而自己却连班级 整体的进度都很难跟上 今后的前程各不相同 即使续上 也只是增添遗憾罢了 两人的婚约 就当成是一个 美丽的误会吧 即便没有婚约 我也喜欢你啊 夏婉宁眨了眨眸子 跟夜空的星星一样耀眼 江峰心底一颤 忍不住抬头看向夏婉宁 她的秋水明眸中 萦绕着一层水雾 水雾后 江峰分明看到了 夏婉宁的坚定 唉 江峰定定地 看着夏婉宁很久很久 心底五味杂陈 咬了咬牙 转身向教室门口走去 江峰同学 那就说好了 明天我们组成小队 夏婉宁的声音 在风中散开 飘到江峰耳畔 持久不消 夕阳下 那是一个古朴少年的背影 随着斜阳拉长的影子 渐行渐远 江峰穿过喧闹的街市 走进老旧的城区 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如果自己有多一点的修炼资源 如果自己再能够变强一点 或许 就敢答应她了吧 嗨 江峰的心乱了 越想越糟 随即看着 脚边拦路的石子 像是发泄着心底无能的自卑 她毫不犹豫 将其踢飞了出去 叮 一道清脆的声音 突然在江峰脑海中回响 江峰皱了皱眉头 左右张望 什么声音 叮 检测到宿主穿越时 遭遇空间乱流 叮 系统自动匹配 判定为异常玄幻世界 叮 系统提示 危险 危险 叮 您的前方 出现含有上骨神 以血脉怪物 是魂蚁 危险 危险 是魂蚁出现 请宿主做好硬抵准备 系统 是魂蚁 含有上骨神 以血脉 江峰张了张眸子 还没来得及细想 立即警惕起来 连续移动身位 做好防御姿势 叮 恭喜宿主手杀式魂蚁 获得奖励 气血丹一枚 宿主一脚才死两只式魂蚁 修为加一 修为加一 江峰看着手上突然出现的 一颗红色气血丹 陷入了猛逼状态 含有上骨神以血脉的式魂蚁 被我一脚踩死了 江峰抬起脚 仔细看看鞋底 有两只蚂蚁粘在鞋底 但只是普通的蚂蚁而已 绝不是系统口中的 含有上骨神以血脉的式魂蚁 等一下 江峰忽然想起 系统将这个世界 判定为异常玄幻事件 这里是高五事件 也就是说 系统误判了事件 也误判了怪物 所以 他把一只普通蚂蚁 识别成玄幻世界中的式魂蚁 江峰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笑容 眸光见盛 看到地上还有三两只蚂蚁 一脚踩了下去 宿主一脚踩死三只式魂蚁 修为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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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有没有属性面板 江峰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话音刚落 江峰就看到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宿主 江峰 境界 准武者 五一百 江峰的眼睛明亮了起来 系统误判 我岂不是才踩蚂蚁 就能成神了 第二章 近身舞者 没落的老城区 城中村内的花坛处 周遭的行人络绎不绝 在夕阳余晖的落日下 他们看着一个少年 傻乎乎地踩着蚂蚁 眼神里的怪异不言而喻 江峰全然没有理会 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 专注在自己的踩蚂蚁大业当中 小蚂蚁们 对不住了 修为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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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峰笑呵呵地踩着蚂蚁 修为加五 这一脚 直接五沙喷他Q 踩着踩着 江峰就到了家门口 江峰的家住在老城区的旧花园里面 这片地方是整个安岭市较为没落的区域 除了经济条件不充裕以外 生活所需的物资也相当匮乏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导致老城区的住户 大多都搬到了别处 小峰 回来了 母亲王小丽走到玄关 她把扫帚放在一边 递给了江峰一双拖鞋 回来了 进屋的一瞬 一股菜香便飘入鼻腔 江峰换了双鞋 把书包放在沙发上 麻溜地洗个手 然后目光游走 四下搜寻 妈 上次你买的除章药有效果吗 江峰走到浴室 老旧的地板很干净 但家具的陈旧 难免会让人的观感变差 泛黄的瓷砖和墙壁 给人一种脏乱的反差错觉 唉 别提了 最近夏季蟑螂太多 根本灭不过来 母亲不自觉地抱怨起来 回过神的她不由狐疑 你问这个干什么 哦 没事 就突然想起来了 随口一问 江峰没有解释 因为下一瞬 系统的提示便抢先一步响起 爹 危险 危险 您的前方 出现还有上古怪物 十古虫后翼 请宿主快速做好应对 来活了 江峰眼前一亮 她目光扫过洗手台 最终在角落的位置发现目标 那是一只手指大小的蟑螂 两根触角在半空舞动 似乎是察觉到江峰的靠近 她转头便要逃跑 啪 精准打击 江峰用卫生纸注满水后 直接将其狠狠粘在了墙上 强大的冲击瞬间让其毙命 恭喜宿主手杀十古蟑螂 获得奖励 疗伤单一枚 修为加一 感觉口袋处有异物进入 多半是系统的奖励到账了 江峰在厨房里 又快速猎杀了几只蟑螂 修为加一 修为加一 当前境界修为值 已达到一百斜杠一百 修为突破至五者一片 一缕但金色光芒 从江峰体内溢出 江峰只感觉一股燥热传递全身 仿佛血液的流速都在变快 等等 我这是突破了 力量似乎增强了 江峰抬起不满水珠的手掌 表面并没有太大变化 她转头 看了眼门口的母亲 除了对方脸上的一脸疑惑和不解外 并没有看到其他异常 我成武者了 没有想到 自己如此轻易地突破到武者境界 自从妖兽肆虐 人类修炼武道抵御妖兽之后 武者的地位直线上升 成为武者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目标 也是江峰的目标 哥 吃饭了 妹妹江小可喊了一声 端着热腾腾的红烧肉 从厨房走出 她的脸上洋溢着光彩 那是垂涎手中美味的期待 江小可今年高二 也是安宁意中的学生 自小兄妹两人就一起长大 对于红烧肉 这丫头有着异于常人的执着 来了 江峰收回思绪 把蟑螂扔进垃圾桶 洗了个手后 便匆匆来到了餐桌 江福用手在围裙上蹭了蹭 将其换下挂在厨房的墙壁后 脸上也挂满了笑容 餐桌不大 一家四口 正好满满当当 小峰 听紫诚的小子说 你们明天就要复本考核了 江福没有动款 嗯 是组队考核 难度应该不大 江峰点点头 江福点了点头 他放下筷子 倾壳一阵 在上身内嵌的布料口袋里 一通摸索 最后拿出了一粒红色的丹药出来 这个拿着 明天的试炼正好能用上 对你的提升 也有很大帮助 江峰一愣 看着父亲粗糙的手上布满老茧 他的目光渐渐移到掌心的位置 气血丹 气血丹是舞者常用的 增强气血的丹药 但市面上的价格却相当昂贵 正常条件下 想购买一颗气血丹 需要两千块钱 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 爸 你去新城区了 对于老城区的条件 江峰自然知道 不可能弄得到 这种修炼丹药的 父亲没有说话 一旁的母亲解释道 这不是明天赴本考核吗 你爸亲自去的新城区 跟人家砍了好久的架 软磨硬泡下才买来的 咱就希望你们兄妹俩 在舞者的路上 能走得更远 这也是 你爸的一片心意 收下吧 看着面前略显沧桑的男人 父亲本来是一名 长城守卫军的舞者 在行动上出现意外 导致修为禁术作废 如今也就和普通人差不多了 咳嗽也是当年受伤后 留下的后遗症 母亲就更不用说 本就是普通人的她 在如今的舞蹈世界 属于下等身份 平日里都是帮其他居民 打扫打扫卫生 经济来源 也是凭着苦力活 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可以说 父亲手里的这一颗气血丹 起码需要他们家 花费半个月的收入才能换到 江峰觉得鼻子有些酸涩 却没有答应 而是婉拒了下来 还是给小可吧 她的天赋比我要高出很多 哥 我才高二 用不到呢 江小可放下碗筷 江峰伸出手 摸了摸江小可的脑袋 揉乱她的头发 高二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段期间基础很重要 妹妹是舞蹈般的天才 舞蹈的天赋造诣极高 对自己家来说 如此的积蓄 完全不足以支撑 两名修炼舞蹈孩子开销 所以 江峰平时的修炼资源 大多也都给了妹妹 因为在她看来 妹妹今后的成就 会比自己更高 然而妹妹坚定地摇头 起身拉开椅子 转身回房 拿出一包草药 放在江峰面前 哥 这是我在学校获得的奖励 用来药育的草药 配合这一枚气血丹 能让你的实力增长一截 肯定能在试炼中 取得个好成绩呢 第三章 电文拍战神 微黄暖光的照射下 妹妹的毛子清澈明亮 江峰看着妹妹 鼻尖微酸 然后把父亲手里的气血丹接过 连同草药 一起递还到了妹妹手上 笑得很自信 这些资源需要有更好的去处 这次的试炼你哥 还是能应付过来的 信不信 你哥 不仅能在试炼中取得好成绩 还能考上南山武道大学 看似在跟妹妹打赌 但从眼神里 能看出 他由内散发出来的自信 我多采几只蚂蚁就行了 这些还用不上 你少来 每次都这么说 江小可显然不吃这套 以前江峰就总用类似的说辞 把他的修炼资源给自己 时间久了 弊端也就显露了出来 在等自己知道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江峰快速吃完米饭 今晚的菜肴非常丰盛 四菜一汤 在别人的家庭里 或许只是小康的标准 但对自己家来说 却有着别样的意义 江府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看着江峰坚决不收 最后也把话咽了回去 千言万语 最后也只是 汇聚了一句话 这肉好吃 多吃点 平时一家人吃饭的时间很少 因为江府工作的原因 在工地上的时差非常不稳定 母亲也是三班岛 除了打扫卫生 还有其他的兼职 就算这样 也才勉强支撑这个家 所以今天能聚上一顿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略过这段话题 一家人彼此间又聊了很多 我最近找隔壁家里阿姨 接了个单子 昨天工地的陈叔找我 工地的项目 估计以后会交给我打理 爸 妈 哥 我的修为最近涨幅很快 我有预感 马上就要突破五折了 老旧的小区里 没落的城区下 一家四口在温馨灯光的笼罩下 畅谈着这些天的种种 他们聊了很久 江峰也听了很久 不过中途 他还是以修炼为由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 看着江峰的背影 江小可的目光略显游离 他攥紧拳头暗暗发誓 若是哥哥最后没能成为舞者 自己一定要撑起整个家 对于这个相互生活了十多年的亲人 江小可的夙愿也很简单 保护父母 保护哥哥 保护这个柬埔里温馨的小家 叮 宿主 前方出现拥有上股嗜血纹血脉的蚊子 江峰眼前一亮 眼疾手快 啪 一个笔斗从江峰房间传出 好在击打的声响并没有传到客厅 恭喜宿主手杀嗜血纹 获得奖励 毒账单一枚 修为加一 松开手掌 一只干瘪的蚊子粘在墙上 甚至连血都没吸到 就隐恨西北了 这不怪他 毕竟成为舞者后的江峰 反应速度快了许多 触步急防之下 被舞者打死 也实属正常 毒账单 使用可以自行汇聚一片毒气 毒性强烈 对妖兽有着显著作用 看着手里多出来的紫色药丸 他将今天获取的三颗丹药 一并拿了出来 气血单字不用说 补血氧气的入门及资源 他的目光反倒停在了 另外一颗白色丹药上面 疗伤单 字面意思 用于处理伤口 快速痊愈的丹药 也是当今舞蹈使用最为频繁 且供给需求最多的一类丹药 这些丹药 除了系统的介绍外 学校的理论知识也有普及 夏季的晚风 总是让人泛起良意 江峰关上窗户 躺在属于自己的床榻上面 翻动身子 带着床板发出一阵声响 这三种药丸我 暂时都用不到 而且 若是能凭借系统的 杀妖方式提升修为 那多余的资源留给妹妹 反而能做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他抬手一挥 一只飞蚊被半路拦截 死在了自己手上 修为加一 还有一只 修为加一 清理了房间的蚊子后 江峰则是沉下心来 两世为人 他的心性要比一般人成熟不少 记得晚饭闲谈的时候 他注意到父亲身上多出来的伤口 还有积蓄了几十年的后遗症 除此之外 母亲的兴衰 妹妹的修炼资源 这些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实在太多 而埋尸森林的历练 如果能取得好成绩的话 可以快速获得一笔资金补贴家用 埋尸森林 是安令一中 特地投资供给学生试炼的地方 每一次试炼 都是为了挑选猎强且有资质的舞者 校方还以此发布了奖励 击杀妖兽获得积分 积分最高者将获得高达十万的奖学金 二三名则是八万 五到十名则五万 甚至是第二十名都有着两万的奖金 这显然对目前的江峰 有着非常大的诱惑 若是能在这一次副本中 取得前二十名的成绩 拿到奖学金 这样家里的整体负担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聚集 埋尸森林 低等妖兽的聚集场所 舞者初期试炼的绝佳地方 也是我刷经验的绝佳场所 江峰注视着天花板 漆黑的房间里 他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不行 今晚还能再刷点妖兽 争取在明天的试炼能拿下好成绩 重新走出卧室 父亲已经不见 想来是临时接到了工地的通知 这会顶着晚风又出去干活去了 厨房里还亮着微光 江母还在做餐后清洁 而妹妹则已经回到了卧室 江峰走到客厅 正好被出来的江母碰上 妈 咱家的电文拍放哪了 电文拍 江母指着电视机下的抽屉 在那里面放着 现在晚上很凉快 蚊虫少得很 电文拍都用不上的 也没在意 江峰为什么要拿这东西 兴许是蚊虫会打扰修炼 反正这一块他也不懂 也就任由孩子捣过了 江峰在电视机前翻找了一回 最后拿出一根 类似打羽毛球用的拍子 电文拍 电文拍入手 江峰宛若战神 嘴角勾起笑意 喃喃自语 怎么够呢 检查一番电量 确保能在最大程度上使用后 江峰亲手轻脚地换好鞋 出了门 月明星熙 今天的月亮格外亮眼 微风拂过江峰脸颊 尽管有凉意经过 但过后还是会传来闷热 吱吱吱 寻找方向的功夫 电文拍已经电死了不少的绯闻 系统的提示也在不断响起 修为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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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电文拍和蚊子 必须有一方先倒下 第四章 我这是被巴扬吗 一夜奋战 江峰收获不小 上千只蚊子 被绞杀在电文拍之下 不过 江峰拍死第101只蚊子的时候 发现修为提升从加一 减到了加零点一 拍到一千零一只 修为提升削减到加零点零 看来 系统是为了保护小蚊子 不被自己灭绝 问题不大 除了小蚊子 小蚂蚁 还有其他小可爱呢 宿主 江峰 境界 五者一品 156500 啊 夏季的早晨真让人惬意 路上 妹妹伸了个懒腰 歪着头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威风 扎把了两下小嘴 似乎还在回味 今天丰盛的早餐 所谓丰盛 对她而言 便是昨晚的那些红烧肉了 似乎是看出了江小可的心思 江峰不由打趣 下次聚餐的时候 让咱爸多买点红烧肉 争取把你这小蚊猫喂饱了 那怎么行 一顿肉可得花不少钱 咱家条件 你又不是不知道 妹妹嘟囔着嘴 但也在幻想那一天的到来 一切都会有的 江峰也伸了个懒腰 不过在说完这番话后 她便做出了起跑式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也调整了很多 随着呼吸变得逐渐均匀 某种潜藏在身体里的基因 如同被唤醒 同样遵循着这种特有的呼吸方式 运作起来 这是当今五道联邦推出的最新呼吸法 主要适用于活血氧气 催动体内气血运转的一种辅助手段 这种呼吸法的普及面非常广泛 可以说是舞者修行所 必须掌握的技巧之一 妹妹也很快调整好状态 出门后的两人便开始小跑起来 这是两人这些年来的习惯 利用小跑带动起伏 来稳乱呼吸法的节奏 然后不断找回这种节奏 以此不断强化呼吸法的运作 这在近身搏斗的过程中 可以维持更好的状态 不过刚一出小区 两人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路边 夏婉宁 她穿着一身轻松休闲的运动装 还是那头高马尾 还是熟悉的微笑 夏婉宁朝江峰招手 江峰同学 小可妹妹 江峰略显意外地注视着对面的少女 她怎么来了 婉宁姐 江小可则眼前一亮 跑上去便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夏婉宁点了点江小可的额头 略显调皮地对其说道 说了多少次 要叫嫂子 是 嫂子 江小可毫不犹豫 几乎是脱口而出 这一幕不禁让江峰嘴角一抽 不由咳嗽一声 还没问过我的意见呢 嘿嘿 哥 你和嫂子先聊 我就先去学校了 为了给两人留下私人空间 江小可找了个借口后 便先行跑路了 江峰撇撇嘴 夏婉宁泽脸带羞涩 走到江峰面前 递出一柄长剑 散发着湛蓝色光芒 带着锐利的锋芒 今天的副本试炼 会有妖兽出现 我特地为你挑了这柄剑 能够增强你的战力 夏婉宁不经意的微笑 似乎让清风都温柔了几分 她微微歪着脑袋 除了少女的真挚 还有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剑的等级不低吧 嗯 终极 江峰眉毛一条 武器分为初级 终极 高级 终极武器 在市面上的价值不菲 据传最便宜的 也要两万起步 江峰看着夏婉宁 心想 我这是 被巴扬了吗 夏婉宁微明嘴唇 江峰同学 我希望你不要拒绝 拿着这把剑 可以在试炼中 多杀几头妖兽 对你也有好处的 江峰沉思许久 最终选择接过长剑 谢谢你 夏婉宁同学 不客气 江峰同学 夏婉宁眸子亮起微光 脸上隐满着当下的惊喜 这是江峰第一次 主动收下自己的东西 对了 有件事我觉得 还是得跟你说清楚 江峰似乎犹豫了两秒 但还是接着说道 这次的副本组 对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们组队的争议太大 对你的影响也不好 况且 我的状况你也知道 我不想影响 你在毕业前的考核数据 这很重要 江峰心想着自己进入副本后 首要的就是 去刷一些小动物 来增强实力 但夏婉宁 则可能是直接去猎杀一街妖兽 两人的路线截然不同 夏婉宁眸子微微暗淡 但还是笑颜如花 江峰同学 那你要注意安全 那个 咱们还是先去学校吧 时间不早了 由于江峰家在老城区的缘故 所以路上耗费的时间会非常久 每天的早起除了修炼以外 最主要的 还是赶上去新城区的时间 江峰点了点头 今天是试炼的关键时刻 班主任一定早早就守在了教室 没人敢去惹一位 武道宗师级别的强者 两人一边朝学校跑去 一边锻炼呼吸法 在这一段路上 夏婉宁也向江峰 讲述起了试炼点的一些情况 在埋尸森林中 视线会受到大范围的压缩 因为这属于远古树群的一类 所以 苍天的古树几乎遮蔽了苍穹 所以 间接性导致了树叶下的丛林 昏暗异常 在这片森林中 妖兽大多群居 并且喜爱吞噬人类 那些所留下的骨头 在森林里随处可见 所以才被正式命名为埋尸森林 江峰听着夏婉宁 对这次副本所讲述的一切 甚至是 有关这次副本的试炼机制 都有详细说明 试炼副本的排名标准 主要还是以击杀妖兽得分为主 根据妖兽等级来评定分数 埋尸森林中 多是一阶妖兽 击杀一只一阶妖兽计100分 而一阶之下 则分为A B C 第四个层级的妖兽 击杀得分分别为20 15 10 5 分数越高 排名越靠前 20名之前 在通关结束后 都将得到一笔丰厚的奖学金 这也是江峰所需要的 早上的太阳高高升起 头顶盘旋的千岁鹤掠过高楼 在地面划过一道市区的灰影 见到学院的校门口 三三两两的学生走入校门 但随着夏婉宁的到来 他们都不由扭头张望 或许是笑花的光芒过于耀眼 以至于觉得 一旁的江峰格外碍眼 诶 那不是婉宁女神吗 竟然在和江峰一起晨跑 该不会真给这小子开小灶了吧 嫉妒啊 笑花陪跑 我听说他们两人有婚约的 还是夏婉宁追求的江峰呢 你他们是信夏婉宁追江峰 还是信我是秦始皇 高三见到班的同学 大多已经到来 就连班主任周山 也早早在这里等候 这等关键时候 没人会知道 埋师森林的试炼 可是大多数同学 为数不多的实战锻炼机会 班主任周山 看着手腕上的表 很好 今天是你们进入 副本试炼考核的日子 也是检验大家修炼成果的 最好时刻 留给你们十分钟组队时间 确定队伍 然后按照小组排练 安静的教室 很快便向沸腾的沸水炸开了锅 毫无疑问 最热门的组队对象 就是夏婉宁 婉宁 这次埋师森林的副本 我能跟你一起组队吗 以我们目前在全校的五道资质 拿下第一并不是难事 第一个向夏婉宁发出邀请的 是班长林川 这一幕 立即引起了班上同学的注意 死党张子明神色紧张 碰了碰江峰的肩膀 嘿 你的情敌 第五章 我什么都没干 就装了一波笔 江峰看了看夏婉宁的方向 在他的面前 站着一个衣着得体 身材壮硕的高个子男生 他眼神带着锐利 即使是身上的装饰 也无法将那一身紧致的肌肉线条遮盖 林川 除了是班级里的班长外 这人更是舞者三品的精英 据说早早被学校 纳入了重点培养的对象 林川向夏婉宁发出组队邀请 班上的气氛 立即就微妙了起来 众所周知 林川对夏婉宁有意思 在大众眼里 甚至觉得夏婉宁和林川在一起 才是郎才女貌 但偏偏夏婉宁喜欢江峰 毕竟 舞蹈之下 强者才有说话的权力 和一个连舞者 都晋升不了的吊吹尾在一起 只会影响夏婉宁的前途 似乎是看见周围学生的目光 林川的眼里多了几分优越 放眼整个学校 他都是优等生的存在 有如此的心理也实属正常 他自认为 要比江峰优秀十倍 甚至百倍 疯子 看起来这次的火药威不小啊 张子诚看热闹不嫌是大 小声在江峰耳边低音 江峰反倒没有在意 林川的组队邀请 而是扶了扶夏婉宁 送给自己的终极武器 夏婉宁看了眼江峰 眨了眨眼 回头把视线 落在林川身上的时候 却露出了欠然之色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一期组队的队友了 林川眉头一皱 有些不服气 是江峰吗 夏婉宁撑着脑袋 腮帮子微微鼓起 摇了摇头 不是 我的队友是我的好朋友沈和 我昨天邀请过江峰同学和我组队 但是被拒绝了 林川 夏婉宁又说 和你组队的话 我家江峰会不高兴的 林川 众人 开什么玩笑 婉宁女神主动申请组队 竟然还被拒绝了 江峰这什么脑回路 难怪修炼进步提不上来 有人代还拒绝 仙女无语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婉宁女神 你考虑一下我吧 我不比江峰差 我真是酸死了 江峰上辈子 积了什么德啊 众人纷纷看向 夏婉宁口中的他家的江峰 神色复杂 江峰也梦了 我什么都没说啊 林川咬着牙默默离开 他比同班同学要沉稳许多 但看向江峰的时候 毛子里 还是闪过了一道锋芒 恨哪 他江峰凭什么能得到 夏婉宁如此清新 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厉害之处 这个时候 张子诚却感动得稀里哗啦 他说 疯子 你连夏大笑花都拒绝 一定是想跟我组队 对吧 我太感动了啊 江峰笑了笑 白了一眼张子诚 少来这套 张子诚黑黑笑着 一把搂过江峰的肩膀 几眉弄眼 得意洋洋 疯子 我跟你说 昨晚你成哥已经半步舞者境 现在斩杀一街妖兽 就跟玩似的 咱俩组一队 哥带你上九天揽月 下午羊捞扁 不说拿下多好的排名 至少不会让你丢脸 半步舞者境 你快升舞者了吗 江峰略感意外 对于这个死党 他还是非常了解的 家境条件比自己略好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全家的资源都向他倾斜 但天赋不怎么样 临门一脚 就那么点 张子诚掐了一截小拇指出来 所谓临门一脚 也就差不多和舞者没有区别了 江峰调侃起了这个死党 半步舞者的大佬 那我就等你带飞了 踏踏 外面的脚步忽然传来 随着上课铃声的嗡名 班主任也重新回到了教室 所有人半小时后 到安令市舞蹈联邦的野外试炼场集合 超过时间直接宣布考核不及格 班主任威严的声音传入众人耳畔 立刻让整个班级都沸腾起来 整个安令中学的高三学生 气势浩荡 奔赴试炼 安令市野外试炼场 埋尸森林 这是由舞蹈联邦与安令市各大中学 联合开设的副本区域 里面大大小小涵盖了不少子副本 里面妖兽盘踞 占地面积高达数百里 此刻 安令中学的学生聚集于此 等待考核的开始 同学们 虽然距离高考 还有最后的60天 但这一次的副本考核 却取决于你们今后的大致走向 表现优异者 我们学院会给予你们一笔丰厚的奖学金 这也将成为你们高考结束后 能够拿来炫耀的资本 首次考核的同学 一定注意安全 野外副本的妖兽等级最高是一阶 相当于人类舞者境界 若是遇上突发情况 立刻按响警报器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时间赶到 当然 也意味着你们的试炼结束 多的话 说了也没意义 下面 半小组进入副本 祝你们成功 班主任带领着众人 在五道联邦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一众人便步入了这片森林 只不过被特制铁网围住 高耸的铁网达到了数十米之高 甚至一定的距离后 还划分了界限 似乎是特意以此来分辨 每个副本与副本之间的差异 疯子别紧张 有哥在 要受什么的我一剑便能轻松斩下 老哥保护你 张子诚握着一柄略微生锈的铁剑 话音充满着自信 那你别贴我那么紧啊 江峰瞥了眼张子诚 调侃道 张子诚 我这不是在保护你吗 江峰笑了笑 你的剑都没你的嘴那么硬 埋尸森林里 阳光很少 只有一片阴暗的密林 温度明显比外界降低了许多 甚至空气当中 还会时不时飘来腐烂的湿臭 这味道令人作呕 其余的同学也在观望 阴森的氛围 让这些新兵弹子的神经 紧绷到了极致 和往常的试炼不同 这一次 搞不好是会受重伤 丢掉小命的 江峰心里没有太多的惶恐 他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埋尸森林的小动物上 这里的小昆虫 应该很多吧 也不知道 击杀级别稍高的妖兽 会有怎样的奖励 嘿嘿嘿 首杀奖励 休为止 我来了 第六章 婉宁 谢谢你 疯子 你说 这森林里面 常年不见阳光 阴暗的环境下 潜藏了多少妖兽 那可是媲美舞者级的怪物 单人击杀一只 就能达到五道大学的录取线了 大家都在埋尸森林的外围徘徊 全神贯注 张子诚也不例外 不过探索的过程中 他也不忘和江峰搭上话 嗯 江峰只是轻声应了一下 他的目光也停留在了一节树枝上 那里 停歇着一只人畜无害的飞虫 叮 宿主请注意 前方出现一只含有上股亡灵怪物血脉的飞虫 请做好应对准备 刷 下一瞬 闪烁荧光的长剑从腰间拔出 一剑落下 姿势很帅 叮 恭喜宿主首杀亡灵飞虫 获得奖励 解毒丹 修为加一 一枚青色圆润丹药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江峰的口袋里 解毒丹 咋了 有危险 张子诚一惊一诈 立即引起了周围同学的注意 江峰摇摇头 咧嘴笑了笑 没事 小飞虫以后也会变成妖兽 我提前消灭它们 张子诚亚然 见一只断成两截的飞虫正好落下 连忙提醒 疯子 咱们这次试炼不只是锻炼实战能力 还有积分排名的 积分排名直接决定今后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你杀的这些小飞虫 连D级都不算 可没有积分呀 还会消耗大量体力 学校规定 击杀一截妖兽获得100积分 A级20分 B级15分 C级10分 D级5分 我知道 江峰微微汗手 但又是凌厉的一件 D 恭喜宿主 斩杀亡灵飞虫 修为加一 学校组织的试炼 是实战课之外 学员为数不多的 能够提升实战技巧的途径 如果是加进好的学员 就有能力支付一笔高昂的费用 参加校外的武馆 进行实战锻炼 江峰这样的学员 没有参加校外武馆的机会 像班长林川 基本每天放学 都会泡在武馆进行锻炼 能力惊人 疯子 咱们快点行动起来 杀几只A级妖兽 甚至可以联手击杀 一只一接妖兽 我们还能拿得好成绩 张子诚眼睛盯着四周 搜寻着妖兽的行踪 我杀几只小飞虫 不妨爱击杀妖兽的 江峰手中常见闪烁荧光 接连舞动 修为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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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经验宝宝呀 实在太诱人了 张子诚有些不解 但他恍惚中有种感觉 眼前的江峰似乎变强了很多 叮 危险 危险 宿主前方出现 含有上股猪王血脉的毒蜘蛛 请做好应对准备 有只小蜘蛛 江峰脸色一洗 脚下生风 目光锁定一只 正在枯枝上 结枉的小蜘蛛 刷 剑光闪烁 气势凌厉 宛如一名真正的剑客 叮 恭喜宿主手杀隐秘毒枝 获得奖励 拔剑术 修为加一 拔剑术立即浮现在江峰的脑海里 江峰剑眉微挑 眸中闪过浓浓的喜色 系统奖励的拔剑术 要比平常练习的拔剑术 快上三倍不止 威力 也有着天壤之别 江峰手痒 瞄准了一只小飞虫 拔剑 刷 快到了肉眼 几乎跟不上拔剑的速度 而小飞虫已经殒命 修为加一 疯子 刚才有什么一闪而过 死党张子成 诧异地转过头 微张的嘴巴 有些茫然 没啥 就是试了试见 江峰笑了笑 只会杀一些小虫子 没出息 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飘到了江峰耳畔 江峰侧过头去 不远处 正站着两个 亭亭玉丽的青春美少女 夏婉宁 沈和 说话的是沈和 她眉头微皱 微醋穷敌 看向江峰 江峰有些不解 沈和同学 你这是何意 夏婉宁拉拉拉沈和 但沈和的语速 要快上许多 江峰 你来试炼 只会杀些小虫子 对得起婉宁吗 江峰还没明白 沈和的脑回路 这时 又有两道身影经过这里 其中一人 正是班长林川 班长 正好你路过 你说 我们来试炼的目的是什么 林川一身黑色净装 看了看两方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夏婉宁在场 自然是要表现一番 她先是轻咳了一声 又直了直腰板 嗨嗨 沈和同学 这你可问对人了 试炼的目的 主要就是提升同学们的实战能力 为以后抵御妖兽做准备 延续人族的火种 说着的时候 林川还瞟了眼夏婉宁 只可惜 夏婉宁的眼神 一直在江峰身上 沈和立即接过话 江峰 你听到了吗 提升实战能力 抵御妖兽 延续火种 这才是试炼的目点 我只是杀一些小虫子 应该也不犯法吧 江峰有些莫名其妙 可你用的那把剑 是婉宁跑遍了整个安令市 亲自挑选出来的终极武器 你却拿她杀虫子消遣 沈和一脸恨铁不成钢 颇有为夏婉宁鸣不平的意思 班长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林川连连点头 没错 嗯 沈和同学 你刚才说婉宁跑遍安令市 给江峰买剑 沈和 对啊 我陪婉宁去的 林川脸色一黑 看了看江峰手里那把剑 眼底闪过一抹极度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沈和 你别瞎说 夏婉宁又拉了拉沈和的手臂 看着江峰有些欠然 江峰同学 你想用她做什么都可以 无碍的 不要有心理负担 婉宁 沈和 我们该去试炼了 夏婉宁直接把沈和给拉走了 然后回过头来 对江峰露出俏皮的笑容 像是对江峰说 不用放在心上 我就说 这把剑你用起来怎么这么帅 原来是嫂子送的呀 张子诚流露出羡慕极度恨的神色 瞬间觉得自己 手里的破铜烂铁 顿时不香了 去去去 江峰紧了紧手中的长剑 看着夏婉宁消失的方向 婉宁同学 谢谢你 第七章 试炼 龙玉的太阳 无法穿过夜丛 巍峨的古树静谜无声 隐匿妖兽的埋尸森林里 一群学生经历着人生中 首次的副本试炼 婉宁 你这是看上江峰哪一点了 实力不强就算了 还没有多少上镜心 甚至还用你特意买的那把剑 去砍无用的虫子 森林的一角 审核一份填膺 还在为刚才的事情闷闷不乐 如果只是因为他强就喜欢他 那是崇拜强者 不是喜欢 下晚您观察四周 更正道 审核不解 那江峰有什么好的 值得你这么付出 也许 是因为他心底的不甘吧 下晚您眼前仿佛闪过一道的画面 那年白雪挨挨 少年衣衫单薄 少女问 这么冷的天 为什么要在外面修炼 少年说 因为不信 不信什么 女孩歪着脑袋 略显疑惑 不信命 白雪下 少年的睫毛点缀白痕 从他眼里 少女看到了不甘 那是对实力的渴望 对命运的不甘 审核不再说话 反倒是思考起了下晚您这句话的含义 定 宿主请注意 前方出现还有上股音乐狼腰血脉的怪物 请宿主做好准备 刷 刷 一柄长剑在空中划过两道弧线 将一头等人身高的银毛狼腰当场斩杀 江峰踩着狼腰尸体 在他周身 十数只类似的狼腰倒地不起 尸体凉了半截 他拔出长剑 全身投入进了自己的沙妖大叶上 听着脑海里不断响起的修为提升的语音 眼神里净显意犹未尽 定 恭喜宿主守杀银月狼腰 获得奖励 吐纳术 修为加二 江峰蹲下身 用他手腕上的腕表 靠近被自己击杀的妖兽 这是五道联邦制作出来的试连腕表 能够识别妖兽的实力与状态 从而为学员累积积分 这时 江峰的脑海里也出现了一篇新的法门 吐纳术 这是一种能够快速平缓气息 调整气血的呼吸法 江峰尝试运转一下吐纳术 一周天 两周天 江峰脸上浮现出浓浓的喜色 这吐纳术 恢复速度 要比安岭中学公布的五道呼吸法 快上十倍不止 也就是说 他的力量恢复速度 要比之前快上很多很多 江峰脚下生风 手中长剑接连斩落 叮 恭喜宿主守杀血月狼腰 获得奖励 鼓舞药育配方 修为加二 一头普通的狼腰 倒在了江峰的剑下 银月狼腰和血月狼腰 分别是D级 C级的妖兽 系统给的修为点 要比小动物们给的修为多了一点 疯子 可以啊 啥时候这么猛啊 比我这个半步舞者大佬还强啊 远处的张紫诚 擦拭完脸上血字 已经略微带着喘息 额头也溢出了痘大的汗珠 他一屁股摊坐在最近一头狼腰身上 短时间内 他已经接连杀死了好几只妖兽 这已经是自己目前的极限 可当张紫诚把目光 放在江峰身上的时候 却发现在这家伙脚边 已经躺满了狼腰尸体 甚至还在不停地拔剑 宛如一台不知疲倦的杀妖机器 好兄弟 太牛逼了 他什么时候只要牛了 江峰正要回应 一只体型大上一倍 赤眸凝齿的狼腰便迎面扑来 打断了他进攻的节奏 好在凭借刚才领悟到的土纳术 调整了回来 随后起手拔剑 拔剑朔 带着凌厉的静风呼啸而过 湛蓝色的光芒在张紫诚眸中闪烁 这只级别更高的狼腰 也被瞬间斩落在地 第一 恭喜宿主 首杀A级血月狼王 获得奖励 终极气血丹 修为加三 A级妖兽 看样子 还是这群狼腰的首领 看来剑术技巧在实战中 又提升了不守 连A级的妖兽 都能在起落间击杀 感受兜里多出来的异物 江峰略显惊喜 终极气血丹 市面上价值6000块的奢华修炼资源 没想到完成一次A级妖兽的首杀 竟然能获得如此贵重的奖励 看着系统不断给予的修为点数 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已经摸清了规律 针对C级和D级的妖兽 在击杀后会提升两点修为 而A级和B级的妖兽 则会增加三点修为 如此推算的话 相当于妖兽等级越高 所能得到的修为点数也会越高 他的拔剑术也越发熟练了 呼 好不容易找到的大点的狼妖群 结果这么快就结束了 爽到一半怎么行 张子诚提着铁剑来到江峰面前 大言不惭 要不咱们去找一阶妖兽试试 毕竟这些A级B级的妖兽 处理起来也没太大难度 你说是吧 他把铁剑扛在肩上 享受着重物落在肩膀的沉重 江峰看了眼修为面板 宿主 江峰 境界 五者一品 四二七五百 很快就可以晋升五者二品了 对于张子诚的提议 江峰沉音片刻 一阶妖兽相当于人类五者境界 这个埋尸森林试炼点 最强的妖兽 战力应该相当于人类的五者三品到四品的境界 目前自己的实力还是五者一品 和张子诚联手击杀普通一阶妖兽 应该不算太难 但击杀的过程 可能需要不少的时间 甚至可能出现负伤的情况 如果遇上强大的一阶妖兽 一旦负伤 在试炼中实力大减 后续的成绩也会因此而滑落 江峰紧了紧手中的终极武器 盘算着 A B的极妖兽 也就三两件的是 C D级的妖兽 更是直接秒杀 多杀几只低等级的妖兽 修为增长的速度应该更快 不急 一阶妖兽的实力 要远远大于A级妖兽 现在的时间还早 若是在处理一阶妖兽的过程中负伤 会直接影响 我们接下来击杀妖兽 获取积分的效率 咱们就速刷一阶以下的击妖兽 也应该能拿得好成绩 江峰自信 有快速秒杀技能拔剑术 还有快速恢复技能土纳术磅身 自己的击杀速度 不会比那些尖子生弱 修为加二 修为加三 修为加三 第八章 他的实力 到底如何 埋尸森林外 高三的一众班主任聚集于此 甚至连教导主任都在此观望 由此可见 这一次副本试炼的重要性 你们说 这一次整个高三的副本试炼 这群孩子中 谁拿第一名的可能性最大 一名身材胖硕 戴着知识眼镜的中年男人 双手复利 他就是年级的教导主任吴越 那当然是一般的夏婉宁了 五到四品 天纵奇才 三班班主任李军 看向了周珊 周老师 你说是吗 一班班主任周珊穿着衬衫 面容刚毅 笑了笑 李老师哪里的话 我听说三班的夜清周五到三品境界 但实战能力强横 比夏婉宁不遑多让呀 很有夺魁的潜力 李军脸上有光 但嘴里却说着 夜清周那孩子确实不错 但性格太孤僻 妖兽的击杀 大部分还需要组队协作 一个人单打独斗 是要吃大亏的 教导主任吴越点了点周珊和李军 笑骂 你们俩呀 都互相吹捧起来了 要我说啊 夏婉宁 夜清周都是不错的苗子 一班的林川 沈和 还有二班的宋一山 林林 都有真魁的潜力 三班班主任李军 露出羡慕的神色 周老师 你班可是有夏婉宁 林川 沈和三的好苗子 恐怕你们一班 要包揽前三了呀 李老师又在打去我了 你们班说不定 有鸡皮黑马杀出来呢 周珊笑道 众人也笑了起来 教导主任吴越发话了 我看你们就别争了 咱们去看看 实施积分排行 不就好了吗 对对对 李军咧嘴笑着 我看看 有哪些黑马杀出来 埋尸森林试炼点外的监控室 检测室的巨大银屏上 上千个名字不断跳动 上面分别标注着积分和排名 每隔一秒 上面的姓名都会有所变动 这是从每个班级学生 手腕上的检测器上导入的数据 只要击杀妖兽 就能被记录 一众教师在吴越的带领下 来到检测室进行观望 帮我们调出前二十的数据 教导主任吴越附着手 走进监控室 周珊 李军等人也紧随其后 是 工作人员立即切换画面 逐个调取前二十的积分实施数据 首先出来的第一名 积分实时排行 第一名 夏婉宁 高三一班 1260积分 果然不出所料 就是你们班的夏婉宁 李军笑着祝贺 班主任周珊由衷地笑了 眼角皱出了鱼尾文 这只是暂时的 说不定后面就被超越了 第二名应该就是叶青周了吧 夏婉宁是公认的安令市中学的首席学员 地位无人撼动 只是 周珊每每想到夏婉宁 就会想到他的身份 江峰的未婚妻 关键是 这还是夏婉宁自己强调的 周珊暗暗感叹 江峰这小子 一定是上辈子积了大德 这才有夏婉宁如此清新 婚约这事 周珊不好多说 可江峰这小子的境界 也太差了点吧 罢了罢了 等这次试炼结束 再提点一下江峰 看看 他能不能有所提升 不至于拖了夏婉宁的后腿 再不计 也考上个五道大学吧 收回思绪 周珊再度把目光聚焦到屏幕上 这时工作人员调取了第二名的积分 实时数据出来 周珊的眼睛一下子就眯了起来 眸中闪过惊讶之色 忍不住推了推鼻上的眼镜 周老师 江峰这个名字 我没有听说过 教导主任第一时间看向周珊 眼神写满了询问之意 屏幕上显示 第二名 江峰 高三一班 一千零六十积分 你们一班什么时候又出现一个天才了 三班班主任 李军脸上也是浓浓的惊讶 其余老师 也都看向周珊 周珊神色茫然 看了看吴岳 又看了看李军等人 我也很惊讶 以前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好学生 吴岳略显疑惑 周珊亚然 想了想 江峰的名字 你们可能没听说过 但说夏婉宁的未婚夫 你们一定知道 众人 啊 他就是夏婉宁的未婚夫 死 这么说我倒是有点印象了 他不是还没到五者境界吗 怎么这次试炼实力突飞猛进了 是啊 之前都传他 拖了夏婉宁后腿呢 这都第二名了 实力不差劲的啊 周老师 你可又捡到宝了呀 周珊心里也有很多疑惑 奇了怪 这几天 我又摸了一边班上学生的实力情况 江峰他的确是没达到五者境界 显然 众人对江峰都来了兴趣 吴岳立即吩咐 调取江峰的积分构成 是 工作人员立即操作 击杀A级妖兽八头 B级妖兽十七头 C级妖兽三十三头 D级妖兽六十三头 众人盯着屏幕 对于击杀妖兽的积分 他们也是了然于心 试炼中 击杀一阶妖兽获得一百积分 A级二十分 B级十五分 C级十分 D级五分 一头一阶妖兽都没杀 专门猎一阶以下的妖兽 班主任周珊 眉头半紧 三班班主任李军诧异 也就是说 他真的没有到舞者境界 不 教导主任的声音斩钉截铁 只见他眯了眯眼睛 他非但已经达到了舞者境界 而且还是舞者中的佼佼者 周珊 李军等人军事一正 教导主任吴月解释 我和校长专门探讨过积分的设计 在短期内 击杀一头一阶妖兽 所需耗费的力量 相当于耗费击杀二十头地级妖兽 所以 江峰能在短期内 击杀上百头妖兽 说明他的实力 已经是佼佼者了 监控室的众人 纷纷点头 的确如此 一个学员在短期内 能够击杀上百头妖兽 的确有着非凡的实力 众人看向周珊的眼神都变了 心里那个羡慕啊 一般不仅有夏婉宁 沈和 凌川 还多出了一匹强势的黑马 江峰 快 利用天眼 锁定江峰的位置 切换到江峰的实战画面 让我看看这小子的猎杀场景 吴月吩咐 其余的班主任 也都是眼前一亮 弱势杀出的黑马 所有人脸上的期待不言而喻 他的实力 到底如何 第九章 见到天才 试炼点中 到处都是天眼 可以清晰地看到 森林中的各处 结合学员佩戴的积分万表 工作人员很快就捕捉到了江峰的身影 江峰却全然不知 自己已经被公平直播 被教导主任和众多班主任为官 此时 他和张子诚 实践闯入了一片幽名虎的领地 张子诚衣衫脏乱 灰尘沾染着全身 脸上也多出了很多汉子 这是气血消耗过多的迹象 反倒是江峰 除了身上沾染的一些妖兽血迹外 整体状态都要好上许多 低沉的兽 因从洞穴深处传出 黑暗的环境下 视线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源头 但强大的杀意 却始终消磨不散 下一瞬 一道黑影快速掠过 张子诚提见欲要探路 结果却被江峰一把拉住 小心 话音未落 一只紫眸蛇眼 满嘴獠牙的巨型凶兽 迎面扑来 巨大的前卒呼啸而过 夹杂着破空声 带起一阵嗡鸣 是蛇眼邪兽 这种妖兽天资很高 虽然只是A级 但速度和力量 却几乎能剃美其他的准一阶妖兽了 这一击若是被击中 不死恐怕也得重伤倒地了 李军饶有兴趣地期待着 他不由看向一旁的周珊 周老师 你说这两个孩子能应付得过来吗 不好说 周珊摇摇头 换成之前 他会直接给江峰和张子诚下定论 败 毕竟在班级中 两个孩子的成长 他是知道的 但是现在 江峰好像成了变数 众人议论的功夫 江峰已然拔剑出鞘 就在黑影即将扑来的瞬间 他侧身横劈 剑刃流转下 直接落在了蛇眼邪兽的小腿上面 一道银针血痕 迅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这只妖兽身上撕开 电光火时间 蛇眼邪兽那硕大的前卒 便被一剑斩落 江峰脚底生风 借助灰剑所带动的力量 朝目标袭击而去 残存的剑光中 还隐隐流着气旋 此刻他整个人的气势骤变 神情淡漠 恍惚间 有种持剑游侠般的凌然之气 这一剑 落在蛇眼邪兽小腹 血花剑射 可惜 妖兽的反应并不弱 即使在失去前卒的情况下 借助强劲有力的尾巴一顿横扫 这才阻止了江峰 还要进攻的念头 在检测室观望的一众教师 看到这一幕 纷纷从位置上站起 眼睛闪烁出难以置信的光芒 特别是周珊 刚才江峰那一击 就算是标准舞者 都不一定打得出来 A级妖兽 一剑重创 这一剑的威力 没有经过正统的训练 很难办到 李军倒吸一口凉气 他转头看向沉默的周珊 眼里满是羡慕 绝对是舞者才有的实力 周老师 这可真是一匹大黑马啊 周珊心中同样震惊 他没有说话 而是始终盯着屏幕上转播的画面 江峰神色凛然 猛然拔剑 拔剑朔 这一剑 带着静风 展出了残影 快到了极致 隐隐有形成剑浪的趋势 一剑落下 已然绝杀 好快的拔剑朔 周珊由衷惊叹 教导主任吴月 眼前闪过一道明亮光芒 眸中满是炙热 剑气 竟然是剑气 剑出如虹 气凝成芒 众人猛的一惊 刚才江峰的拔剑 凝出了剑气 在场的老师 都是宗师之境 吴月更是大宗师的境界 五道共识 宗师境界 有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那就是 能够凝出气 可以是剑气 刀气 钢气 但江峰现在才什么境界 他只是舞者境界 却已经能够凝出剑气 在场所有的老师 都心中大振 这是怎样的天才 就连现在的首席学员夏婉宁 也未必能够发出剑气吧 教导主任吴月 作为一名大宗师 并且同样是剑修 毫无疑问 他的眼光极为毒辣 拔剑术 剑气 当真是剑到天才啊 吴月赞不绝口 心中生出了浓浓的爱才之意 叮 恭喜宿主首杀A级舍眼邪兽 获得奖励 疗伤单一枚 修为加三 熟悉的声音从脑海中响起 江峰收剑入鞘 将染在刃肩上的一抹鲜红灰落 踩过妖兽的尸体 感受口袋里多出的义务 战利品又多了一件 靠 疯子 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偷偷内卷了 那可是A级妖兽 你这两三剑下来说杀就杀了 张子诚全程在旁边观望 不是他不想出手 而是压根没有出手的机会 要知道 从这只妖兽出现到领盒犯 也才仅仅不到半分钟而已 叮 当前境界修为值已达到500斜档500 修为突破至五者二品 每等江峰回应 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 这一次 那隐约的金光再次浮现 江峰明显能够感受到血液的流速加快 某种不属于这个层次的气血 突破新的高度 甚至整个人的气势都变得磅礴起来 时隔一日 江峰再次突破 张子诚瞇了瞇眼睛 他自然也注意到了 江峰如此变化 于是便狐疑地走了过来 两个眼睛上下左右来回扫看 一边看 还一边围着江峰打转 似乎是察觉了什么 心底的那番猜测不断放大 他问道 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突破五者了 看着张子诚灼灼的目光 江峰自知 对方已经察觉到了异样 毕竟之前击杀的妖兽那么多 留个心眼的人都能反应过来 他笑了笑 还是坦然道 刚入五者二品 五者二品 张子诚的眼神里 明显充斥着猜疑 但很快 这种情绪就转变为了失望 疯子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算我张子诚看错你了 忽然 张子诚指向江峰 就连脚步都不禁后退了几步 江峰眉头微醋 不解 诚子 你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 张子诚指不 抬起手中铁剑指向江峰 你一直都是一名舞者 竟然对兄弟隐藏实力 欺骗感情 从今天起 咱俩的兄弟情谊 就止步于此吧 江峰 紫诚飘零半生 只恨未逢民主 公若不弃 承愿败为义父 义父在上 江峰 第十章 你的剑 很强 张子诚那先前挂在脸上的严肃和愤然 顷刻间化为乌有 反而黑黑发笑 去去去 江峰哭笑不得 咳嗽一声 随后便朝着森林另外一个方向走了过去 张子诚脚步一踏 麻溜地就凑到了江峰跟前 义父 是不是到时候试炼结束 你就要对灵大情敌 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看我斗气化马 说着 他还单手指添 一副不甘的样子 江峰扶我摇头 这死党什么都好 就是有时候太中二了 张子诚仿佛是打开了话匣子 一刻说个不停 江峰正打算制止 却被不远处的一道 巨响吸引 那是埋尸森林的深处 爹 危险 危险 宿主请注意 前方出现一条 含有上古通天巨蟒血脉的蛇腰 请宿主做好应对 视线之中 一条黑斑巨蟒 蒸目獠牙地穿梭在丛林间 强有力的身体疯狂扭动 像是在逃窜 又像是朝着两人的方向袭击而来的 是巨蟒蛇腰 张子诚立刻哑然 看着这足足数十米长的妖兽 手上的剑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仅仅只是远观 那种无形的压力便扑面而来 强度起码也是一阶妖兽级别的 江峰握紧腰间长剑 眼眸紧锁眼前妖兽 荧光剑韧 也在随着双方距离的拉近 而不断脱离剑翘 来了 正好来试试 无者二品的成效 一股无形气浪无风自动 盘旋在江峰四周 随着瞳孔中所呈现的景象不断放大 江峰整个人的气势再度发生变化 那原本的黑铜下 仿佛点缀着几缕微风 眼神也变得肃然起来 江峰迎风而行 朝对面巨蟒踏步 起手挥出一剑 下一瞬 风指 江峰与巨蟒蛇腰擦身而过 剑刃上的血液低落 他收剑入鞘 这一招 如果有名字 应该叫美式居合 扑通 众物落地的巨大声响 从身后传来 江峰回头看去 飘散的烟尘当中 一头巨蟒无力倒在地上 蛇身还在试图扭动 但一切都是徒劳 因为在这妖兽七寸的位置 一道手臂粗细的伤口撕裂开来 命脉几乎断掉 只剩下奄奄一息的无力挣扎 卧槽 这一剑 一副牛逼 张子诚一脸震惊 面对一阶妖兽 江峰起手的一记拔剑术 堪称绝妙 就连他在剑道课 学了这么久的剑术 也不及分厚 眼前的江峰 宛如一名真正的剑客 不过 没等他上前 第三道身影 便闯入了两人的领地 疯子 后面有人过来了 江峰提剑斩首蛇妖的剑戏 他已经感受到 一股危险来到身后 他立即侧身拔剑 利用剑尖指向身后那危险的源头 然而目光所及之处 却是一个高挑冷眼的少女 少女一身宽松打扮 手持卸阴长枪 白色干净的长衫 将身体曲线完美遮盖 但尽管这样 也无法隐藏那傲人的高峰 蓝白的长头卷发垂到腰间 和那如同冰霜般的毛子 衣着看清少女的身材 但那双长腿 却是十级的斩男神器 这 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 见少女没有出手的打算 江峰也果断将长剑收回 看着少女出神的目光 他发现 这人的视线 一直停留在自己身后 死去的那头巨蟒身上 他似乎隐隐有了猜测 两久 少女的眼神里 闪过一抹惊异 但很快就烟消云散 你截了我的猎物 不过 你的剑 很强 少女语气冰冷 念无神情 扫了一眼 转身 樱塌后撤 踩着古树的枝叶 淡然离去 看着逐渐消失的身影 江峰回过神来 他转身 走到巨蟒身边 果然 这只巨蟒蛇妖受了伤 那人刚才应该是想要追杀 这头一街妖兽 疯子 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吗 张子成却一脸震惊 望向少女离开的方向 先前因为巨蟒的恐惧 早就烟消云散 江峰 谁 玲玲啊 三班的跳级声 那可是天资卓越的舞者 按照正常水准 人家这个年纪也才高二 结果就已经是舞者三品的水准了 除此之外 张子成黑黑一笑 除此之外 她还是你灵大情敌的妹妹 灵川的妹妹吗 江峰眉头轻挑 不过吧 听说玲玲太过冰冷 连她哥哥灵川都不太搭理的 他们三班的人 就没跟她说过几句话 知道了 江峰应了一声 看了看天色 森林内的环境 已经越来越昏暗 距离试炼的时间 也已经临近结束 走吧 江峰指着手表上的时间 距离还剩最后的十分钟 她抬腿迈出 脚步轻盈 看了眼那头被斩杀的一阶妖兽 奖励提示已经出现 只不过刚才没时间查看 恭喜宿主首杀一阶巨蟒蛇妖 获得奖励 洗水单一枚 修为加五 据进阶舞者二品所需修为 五六百 一阶妖兽 足足加了五点修为值 首杀一阶妖兽给予的奖励 洗水单也让江峰眼前一亮 洗水单 脆骨炼体的绝佳丹药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五者改善气血 增强体魄 甚至在提升修为的时候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洗水单 只能针对五者这个阶段使用 但对现在的江峰来说 无疑不是绝佳的良药 要知道 市面上一颗洗水单 已经炒到了有价无货的地步 很多附加子弟重金求购 都没有结果 保存好这些贵重物品 两人很快便消失在了埋尸森林的深处 江峰查看了自己的积分 很是满意 这一次 应该能拿个好成绩吧 第十一章 试炼第二名是谁 天际下的纱布渐渐垂下 空旷的副本外围 一个个学生陆陆续续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有的人负伤 和组队的队友相互搀扶 有的人染满灰尘 看上去狼狈不堪 当然 也有人面带笑意 对这次的试炼很是满意 夏晚宁和审核 便是其中之一 两人挽着手来到集合点 环顾四周后 只有星星点点的 一些学生在场 大部分还都在返回的路上 不过 各个班级的班主任 却早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婉宁 这次你击杀了多少一阶妖兽呀 林川找上夏晚宁 兴致勃勃地 询问着夏晚宁的击杀情况 夏晚宁抿了名嘴 不愿多说 他身旁的审核 买了林川几分面子 婉宁他这次击杀了 八只一阶妖兽呢 那可是整整八百击分呀 想想就让人兴奋 班长 你的战绩如何 林川看向审核 六只一阶妖兽 六只一阶妖兽 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婉和赞了一声 林川绅士笑了笑 眼神看向夏晚宁 渴望得到女神的认可 然而 夏晚宁的目光 根本没有停留在这里 而是看着走出副本的人潮 找寻江峰的身影 江峰 夏晚宁朝一个持剑少年招了招手 带着久违的笑容 林川闻言也下意识看去 他不仅紧了紧拳头 不动声色地将目光转向夏晚宁 但眼神里却出现了少许暗淡 婉宁 江峰招手示意的同时 也走了过来 顺便给众人打了声招呼 这次试炼怎么样 应该没有受伤吧 夏晚宁第一时间跑了过来 关心地询问江峰的状态 张子诚敲咪咪退到一旁 眼里满是自己的羡慕 江峰看着夏晚宁跑来 轻轻一笑 回应夏晚宁一个放心的眼神 放心吧 没受伤 夏晚宁脸颊微微泛起涟漪 微红点缀在那张精致脸上 恍若微醺 犹如佳人 他抬头看着眼前的江峰 心里很多的话都没有了宣泄口 最终的一切汇聚起来 也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这种感觉 很微妙 凌川目睹着两人 这微妙的一幕 攥紧了拳头 好像江峰不再像以前一样 拒绝夏晚宁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 似乎进了一步 但凌川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对夏晚宁的追求 这个世界 强者为尊 江峰避其一生 也不过是在舞者的门槛中挣扎罢了 与夏晚宁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 相比于江峰 自己才配得上夏晚宁 配得上这个天之娇女 晚宁的心 迟早会像倾向自己 夏晚宁旁边的沈和 看了看江峰身上的衣着整齐 并没有那种经历过大战的样子 这家伙多半是砍了一天的虫子 沈和心底 又开始为夏晚宁不值 忍不住嘟囔了一嘴 杀几只小虫子而已 这还能受什么伤 张子诚一听 顿时就不干了 他一把搂住江峰脖子 把他拉近了几分 哪家好人考核的时候 砍一条虫子 你们是不知道 江峰在杀妖的时候有多猛 其余人相视一眼 气势都没有拆穿 但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江峰连舞者都没到 就算斩妖 杀几只臂级妖兽 就已经非常不得了了 倒是夏晚宁显得颇为好奇 真的假的 我家江峰这么厉害啊 那是 你们是没看到当时的场景 那叫一个赏兴悦目 而且江峰同学 可是已经成为了 张子诚还想继续说 却被江峰瞪了一眼 成为了什么 夏晚宁愿闻奇想 就像一个好奇宝宝 江峰咳嗽一声 无奈之下也只好解释 没什么成为一名舞者而已 他知道张子诚藏不住话 神妖事情都会拿出来炫耀一番 但对于自己来说 舞者只是敲门砖 更何况 面前的哪一个 不是舞者三瓶的尖子声 真的 夏晚宁眼前一亮 眸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江峰点了点头 夏晚宁由衷地笑了 千娇百妹 叮铃铃 夜幕将至 一阵港哨在埋尸森林外 为响起 这是集合的铃声 众人纷纷把目光聚焦到声音源头 那里 每个班级所带领的班主任 都在场 而中间 则是教导主任吴越 此刻的吴越 目光在一般停留许久 像是在寻找什么 两久后 他眼神一宁 看到了后排的江峰 诶 疯子 你看 教导主任是不是在看你啊 张子诚拉了拉江峰 用嘴挪了弩台上的方向 不清楚 说不定是在看你呢 江峰随口胡周 目光也短暂聚焦到了吴越的视线上 想啥呢 人家吴主任可是大宗师级别的强者 说不定是宛宁女神这次的成绩表现优异 再加上又是剑刀课的老师 爱才之下 想挖过来亲自培养 也说不定呢 旁边一个同学拍了拍张子诚肩膀 一脸打去 张子诚不说话 反倒是看着台上的方向 此刻的吴越 拿着一台投影装置 将成绩隐藏 看似要宣布这场试炼的最终结果了 各位同学 这次的埋尸森林考核 正式圆满结束 相信大家都对自己的成绩有所评估 下面 我会亲自公布 这次试炼的排名成绩 话音落下 全场寂静无声 每个人都在期待前二十名的出现 那可是能得到一笔丰厚奖学金补助的 可以说 排进前二十名 后续的修炼资源都有了保障 这一次的考核非常有趣 为了保持神秘 我会保留第一名的名次 从第二十名开始逐一揭晓 在人群中寻找着目标 他看向一般的方向 如此的举动 让所有人都断定了第一名的人选 除了四品舞者夏婉宁 他们想不出其他人了 第二十名 刘斌 积分875 第十九名 陈昊 积分890 一个个名字在投影上被解开 响彻在集合场地 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终于 排名念到了前五 第七名 沈和 积分1780 第六名 宋一山 积分1880 第五名 叶青州 积分1955 第四名 林川 积分2180 第三名 林林 积分2210 什么 林川 林林兄妹 竟然只能排到第三 四名 靠 我突然觉得 这次的试炼 没这么简单 不对啊 宋一山 叶青州 林氏兄妹都出现了 第一名铁定是夏婉宁了 那第二名是谁 卧槽 这是这次试炼的最大黑马 不少的学生 开始在私底下议论起来 第十二章 江峰的排名 对于如此的成绩 林川也十分疑惑 不说大言不惭 但放言整个高三年级 除了林林和夏婉宁 三品五者资质的学员里 几乎没有能和自己 与之相比的人 安静 吴岳大宗师的气势 施展而出 数千名学员 顿时安静了下来 各位 接下来公布试炼第一名 学员们一下子震住了 在渐渐暗淡的天色下 睁大了眼睛 不是还有个第二名 没有公布吗 越过第二名 直接公布第一名 不对 难道是 也许已经有同学猜到了 这次试炼 有两位学员并列第一 教导主任吴岳的声音 在试炼点外的集合处响起 激起了千层浪花 我去 谁跟婉宁女神并列第一啊 黑马 这绝对是最大的黑马 太吓人了 竟然有人能够 和夏大笑花并列 那岂不是说 又出了一位 舞者四评的首席学员 等等 我CPU烧了 能和婉宁女神比肩的舞者 整个高三真的有人吗 一轮声纷纷 吴岳倾咳了两声 第一名的积分是2520 他们分别是 夏婉宁 对于夏婉宁并列第一 大家只觉得理所当然 但有人能够 和夏婉宁并列 这不仅让所有人都屏息脸声 好奇这那人究竟是谁 吴岳的目光 再度扫视全场 最终 落在江峰的身上 另一个第一名 江峰 哗 全场寂静 所有人顿时哑然 宛如时间静止下的木偶 待着在原地久久没有动静 两久后 一个同学问道 江峰是谁 哪个班的 这种猜疑 立刻如同瘟疫般 蔓延至整个集合区 江峰啊 就是婉宁女神的未婚夫啊 我怎么听说他之前连舞者都不是啊 开什么玩笑 你是信他夺冠 还是信我是秦始皇 江峰是第一 这怎么做到的 一时间 几乎所有学生 都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 张子诚一脸兴奋 高呼 一副牛逼 审核眼神惊讶 威张着眸子 看向挺拔如松的江峰 愣是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下晚您此时就在江峰的身边 短暂的惊讶过后 立即浮现出浓浓的喜色 江峰同学 恭喜你获得试炼第一 谢谢你的剑 江峰会心一笑 我有疑问 一道声音 引起所有人注意 目光所及之处 是一个穿着黑色静装的少年 林川 你有什么问题 教导主任皱了皱眉 认出了林川 我想申请调看江峰的积分构成图数据 林川眼底的情绪复杂多样 羡慕 嫉妒 猜忌 最终化为深深的不解 吴越也没询问原因 根据周山对江峰的了解 他便能得知 整个一般估计都不清楚 江峰真正的潜力 他顺势把江峰击杀妖兽的构成图数据 公之于众 击杀 一阶妖兽一头 A级妖兽十八头 B级妖兽四十六头 C级妖兽七十五头 D级妖兽一百十四头 江峰真伤口啊 这妖兽都要被他杀成保护动物了 天哪 他只杀了一头一阶妖兽 我去 基本都杀的是一阶以下的妖兽呀 这会不会是利用了积分的漏洞啊 台下学生的议论风向便迅速形成了一致 所有人都在质疑江峰没有拿下第一名的实力 凌川看着投影上的积分构成 拳头握得更紧了 他不服 这样的江川凭什么能拿第一 就算他是一名舞者 构成图上所累计获得的积分 也已经达到了数百只妖兽 这已经不是普通舞者能够触及的范畴了 争议最大的点 就是江峰击杀的一阶妖兽 只有一头 没有办法服众 凌川心中冷笑 他的目的达到了 所有人都在质疑江峰的实力 不认可江峰能拿到试炼第一 夏婉宁站了出来 皱着眉头 凌川 你这样 煽动同学质疑江峰同学 是什么用意 凌川脸上浮现复杂的神色 婉宁 只不过是想查看他的积分构成 谁知道他的积分构成 全都来自一阶以下的妖兽 能在试炼的时间内 击杀足够多的低级妖兽 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 夏婉宁柳眉微醋 声音有些冰冷 凌川距离力争 可是 大家认可的第一名 都是能够击杀足够多的一阶妖兽的 江峰摸了摸鼻子 把夏婉宁拉回身旁 我在规则内刷分 并不违反学校的规定 如果你有意见 可以向教导主任提出 他有权取消 我的试炼第一 凌川愤愤然 正想着 如何跟教导主任吴越提出 忽然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冰冷的身影 走 别丢人了 凌川漠然 抬头看了看 说话者正是自己的妹妹 凌凌 妹妹 哥哪里丢人了 凌凌神色淡漠 瞥了一眼江峰 然后盯着凌川说 他的剑 很强 配得上试炼第一 凌川 等等 你是我妹妹 还是他妹妹 你怎么不站在我这边 反而替他说话了 附近的学员 看着一项沉默寡言的凌凌 开口替江峰说话 也失了神 CPU快被干烧了 凌川提出质疑 凌凌帮助辩解 怎么好人和坏人 都让你凌氏兄妹扮演了 走 凌凌冰冷的声音 传入凌川的耳里 凌川咬牙切齿 但谁让妹妹凌凌更有威严 只好跟着妹妹穿过人群 满是不甘地 看向回头看向江峰 一副牛啊 一剑就折服了凌凌 这下凌川这家伙 无话可说了 张子诚竖起了大拇指 但突然想到 夏婉宁就在旁边 连忙补充了一句 嫂子 你别误会啊 疯子和凌凌之间没什么的 江峰轻咳了两声 夏婉宁眼嘴偷笑 轻轻磨了挪位置 更靠近江峰一点 像是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台上 教导主任吴岳 也在向学员们解释 击杀这些妖兽所得的积分数值 都安排得科学合理 能够击杀足够多的低级妖兽 也是实力的体现 学员们对江峰取得试炼第一的质疑 也消灭了大半 但这一次试炼 江峰的大名 一瞬间就火爆了全校 第十三章 气重 月明星熙 夜色下的安岭高中 十分祥和 熙熙攘攘的人群 相互簇拥着回到学校 然后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 江峰 你跟我来一下 高三一班内 班主任周珊 敲了敲教师大门 环顾一周 在找到还未离去的江峰身影后 示意了一下 疯子 看样子 周主任是打算单独拉你开小灶啊 不过也是 毕竟咱是这次试炼里最大的黑马 张子诚黑黑一笑 随着埋尸森林的副本试炼正式结束 排名的公布 意味着每个学生都将面临一次洗牌 优越的晋级者也会得到校方重视 这是必然的结果 班级里其他的同学 也都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至少现在 整个高三没有一个不知道江峰的名声 那可是一件重创一阶妖兽的强者 江峰对周珊点头示意了一下 看了眼旁边调侃的死党 倒也没有反驳 离开的时候 他回头看了眼夏婉宁 发现夏婉宁趴在桌上 用手撑着脑袋注视自己 毛子里也多了些许期待 他知道 江峰的成绩会被单独交出去 并不只是发放奖学金这么简单 其中肯定还有一些别的目的 真没想到 江峰这会深藏不露 隐忍了这么久 结果这时候来个王炸 可不是 当时结果出来我都梦了 你还别说 分数计算总和的妖兽数量 达到近500只的时候 我头皮都在发麻 江峰离去后 一众学生便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张子诚瞬间化身奥斯卡影帝 手脚并用的讲述当时的细节 引得众人又是一阵惊呼 江峰 根据上个月的战力测试 你的综合数据 可和今天的表现不符啊 周珊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示意江峰坐下后 拿着手里的战力测试表单 简单询问 旁边还坐着教导主任吴岳 周老师 一个月的时间间隔那么久 中间出现变化 应该也实属正常吧 我记得 小部分舞者在即将晋升之前 都是有一段爆发期的 江峰摸了摸鼻子满口胡周 不过有一点他没说错 那便是舞者晋升期 这段时间 小部分人对修炼的领悟和成长 都会异常迅速 不过也是因人而异 毕竟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办到 周珊点了点头 倒也没深追 因为事实已经成为了最有力的佐证 这一次 他们安领一中 恐怕又将有一名天才诞生了 他定了定神 随后从抽屉里面 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江峰 这是你在这次试炼中 取得成绩的对应奖励 里面一共有12万奖学金补助 周珊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平日里一向严肃的他 很少在学生面前 展露现在的一面 但江峰却发现 周老师笑起来 倒也是个清和度拉满的祥和者 12万 听到奖学金的数额 江峰不解 不应该是10万吗 似乎是察觉到江峰的疑虑 周珊解释道 里面多余的2万 是我和吴主任 对你的私人资助 2万 已经是试炼考核 第20名的奖励金额 就单单放在市面上 也足以购买10颗低级气血单 进行修炼了 江峰不由将目光放在一旁沙发上的中年男人身上 对于教导主任 他自然是知道的 孩子 尽管收下吧 就当是我和周老师 对你试炼表现的赞赏 吴月伸手把银行卡推到江峰面前 眼里的欣赏不言而喻 江峰点了点头 到了声线 也没有客气 将银行卡收入囊中 眼下正好是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对于多余的2万 也算是意外中的小惊喜了 对此江峰更不会拒绝 言罢 话锋一转 吴月目光灼灼的的看向江峰腰间佩戴的长剑 对战的实时画面 我和周老师都有观摩 你对剑道的技巧掌握得非常熟练 甚至要比一些长期炮在剑道班的学生 还要精湛 他的眼神里闪过出一道金光 对江峰的赞赏毫不掩饰 对于视频里江峰拔剑的出手 别人或许只能看到表面 但他却知道 这孩子对战的每一次拔剑 都有明显的变化 这种变化 既是剑术的提升 也是天赋的体现 江峰略感诧异 对于来自大宗师级别的强者肯定 这是武力的象征 他并没有拒绝这种称赞 而是虚心接纳 静静看着吴主任眼眸里流转的赞许 江峰倒也平静了下来 以你现在的成绩 有没有想过专修一门课程 比如剑道 吴月整理好思绪 觉得江峰是剑术领域的好苗子 甚至是直接当面抛出了橄榄枝 周山心里暗喜 若是能得到剑术大宗师的青睐 江峰这小子以后的造诣 绝对不会差到哪去 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 吴主任指的是 让我参加剑道课 江峰有所预感 对于剑道课 虽说是学校的选修专业 但自己并没有参与 一个是家庭开销 不足以支撑买剑的开销 另一个则是 当时的自己 并不打算朝着这方面进展 但现在 未尝不是一个方向 没错 你的剑术天赋很高 稍加练习 今后的成就不会差到哪去 而且 我也是剑道课的选修老师 到时候 我会亲自带你 吴越注视着江峰 企图从对方的面部表情里 看出点什么 然而 江峰的脸色却非常平静 他在用土纳术 调整自身的气血和状态 这一点我需要考虑一下 毕竟多一门修炼 对应的开销就会变大 以我家目前的经济条件 很难支撑这么多的支出 江峰没有拒绝 但也同时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十二万 对他个人来说完全足够 但对一家人却远远不够 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 修炼的资源 我会亲自向学校申请 你现在的首要目标是 专心突破 我们安宁意中 不会埋没任何一位天才 吴越十分淡然 就像在述说着一件事实 当然 除此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把你培养 进入七大顶尖的武道大学里面 对学校来说 这也是一种荣誉 周山也在这时开口 对于七大顶尖的武道大学 是每个高中学院 所要触及的高峰 如果说武道大学 是武者们进修的门槛 那么顶尖武道大学 便是精英武者们的天堂 能进入里面的武者 个个无疑不是天资卓越的天才 除此之外 里面的修炼资源 课程解析 甚至是实战技巧等诸多方面 都有着得天独厚的经验 说从里面出来的武者造诣非凡 也丝毫不为过 江峰了解过这些东西 所以对其也是非常清楚 他没有犹豫 这何尝不是一种提升实力的机会 第十四章 礼物 办公室的交谈持续时间并不长 江峰很快就带着银行卡 返回了教室 刚一进门 原本嘈杂的教室便短暂安静了两秒 部分的议论也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江峰大致看了一眼 虽然到了放学时间 但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离开 疯子 老班都跟你说了啥 是不是对你另眼相看了 张子诚跨着铁键 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过来的时候 还把手里的书包递了过去 谢了 江峰接过书包答谢 同时拿出手里的银行卡晃了晃 一切静在不言中 众人也知道 这是校方给予试炼的奖学金补助 看到这一幕的其他同学眼里 早就流露出了浓浓的羡慕之情 那可是整整十万 光是弃学单就能买足足五十课 抵得上普通舞者 修炼一个学器的资源了 该谢的人是嫂子才对 这书包可是人家亲自帮你整理好的 张子诚露出一个你懂的眼神 不过随即好奇道 话说 你想好 怎么去用这些奖学金了吗 我打算先去市里买点东西家用 江峰说话的时候 夏晚宁和沈和走了过来 江峰同学 我陪你一起去吧 夏晚宁脸带羞涩 抿着嘴唇 看得出来 他说这话是付出了极大的勇气 沈和张了张嘴 不知道说些什么 但也看得出来 他还是有些不服气 江峰愣了愣 看向夏晚宁 心中一暖 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好 晚宁 那我先走了 沈和神色有些微妙 此时面对江峰则显得略显尴尬 他之前一直认为 江峰配不上夏晚宁 但江峰却突然间拿到了试炼第一 与夏晚宁并列 这让他的心情很复杂 也许是因为 觉得自己眼光没看准 也许是因为 仍然觉得 江峰配不上夏晚宁 在这一点上 张子诚则识去得多 麻溜地离开教室 留给江峰和夏晚宁充足的二人空间 江峰摸了摸后脑勺 笑笑 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说了句 谢谢你 夏晚宁看着江峰的模样 笑颜如花 称了一句 呆子 两人就这么肩并肩走着 走出教室 穿过长廊 走在华灯初上的夜色中 安岭市的城区 在夜间还是灯火璀璨 行人满满的 晚上的店铺也依然营业 其中就包括了不要店 气血糖 夏晚宁像是早就知道 该给江峰父母买什么礼物一样 拉着江峰在市区里兜兜转转 在各大商店里精心挑选 本来夏晚宁还抢着付款 但江峰说 这是自己第一次给父母买礼物 夏晚宁才放弃付款的念头 这一趟 江峰成功花销一万大洋 不买不知道 买完才知道 舞蹈的烧钱速度 简直肉眼可见 光是今天手上的这一批自补品 就起码要自己家 勤勤恳恳积攒好几个月才能换到 可想而知 那些普通家庭 想要培养舞者 所需要承担的压力 得有多大 这些补药 对叔叔的体魄有很大帮助 阿姨平时也可以服用 短期内活血养身 是非常有益的良方 老城去的花园门口 夏晚宁拎着礼品盒递给江峰 然后背过手 站在昏黄的灯光下 仰着笑脸 笑得很甜 江峰接过礼品盒 有些支舞 今天谢谢你 夏晚宁同学 你不带我上去 见见叔叔阿姨吗 夏晚宁眨了眨眼睛 抿着笑指了指 江峰身后的旧楼 啊 呆子 我回家了 夏晚宁扑斥一笑 转过身 步履轻盈 江峰摸了摸鼻子 定定地目送下 婉宁离开 这才转身上楼 回家 哥 你终于回来了 老旧的民房内 推门而入的江峰还未站稳 却不料被等候多时的妹妹 转个满怀 受宠若惊的江峰 赶忙放下手里的礼物 揉了揉小可的脑袋 今天的小可很开心呢 换上拖鞋 江峰发现 爸妈今天也都在家 平常这个点 应该都还在忙才对 那是 我哥拿下高三试炼考核的第一名 我们全家都开心呢 妹妹帮忙提着礼品 眼里都是期待的小惊喜 江峰却顿了顿 江小可歪着脑袋 哥你不知道啊 校园王早就传报了 五百多只杀妖记录 都破了历届校园赴本试炼的记录呢 是这样 江峰回想起审核当时说的话 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 自己的事情 就已经被被疯传了 倒也没有过多纠结 知道 是迟早的事情 只是时间快慢的问题罢了 小峰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买这些东西的 江母把毛巾放在茶几 擦了擦手上的水渍后 也帮忙提着物件 但是看到这些精致的礼盒 难免得不由有些心疼 光看包装样式 就知道是一些高档货 这些算上来 说不定得顶上全家一个月的收入 这些都是用学校资助的奖学金补贴买的 江峰述说着学校奖学金的事情 打消两老顾虑的同时 也顺便拆开了一盒礼品 老爸老妈 这是我在世上买的一些补药 还有婉宁给你们带的一些 养血撞骨的补原丹药 江峰把夏婉宁精心挑选的礼物打开 除此之外 他自己也买了一些疗伤的丹药 说话的功夫 他就冲泡了一杯内伤疗血散 对于父亲的内外伤 母亲的兴衰 这些他都针对性做了应对方案 江峰轻微咳嗽 脸上倍感欣慰 咱们小峰出息了 现在也能扛起家里面的重担了 咱们小峰一直很懂事 快来吃饭 咱们边吃边聊 母亲这时起身走向厨房 今晚的菜肴比昨天还要丰盛 而且热气腾腾 一看就是买回来刚做的 江峰喝完内伤丹药 浑身都暖和了许多 身上的经脉都仿佛扩张了几分 喉咙里面传来一阵温热 积淀数十年来的咳嗽 终于有了好转 一家人很快上桌 妹妹夹起一块红烧肉送到嘴边 看着江峰眼里充满着期待 哥 你给咱爸妈都买了礼物 不会真把你妹妹给忘了吧 第十五章 提升站立 那你怎么知道 我没给你买 江峰故意拉扯 看妹妹眼神里的期待更盛 带着神秘的笑意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闭眼 张嘴 啊 江小可一言照做像一只坐等头位的小猫 感觉嘴里有异物进入 类似一颗小球 她砸拔了两下小嘴 稍稍用力 便将小球咬成了两半 然而下一瞬 一缕清澈暖流 迅速填满口腔 在舌尖上萦绕 江小可双眼瞪得滚圆 她感觉全身的精神状态 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甚至是弹直可破的脸蛋都泛起红潮 充实的气血上冲 力量感也在不断提升 江小可将口中异物咽入腹中 红烧肉 她跑进浴室 想要搞清自身的状况 这种感觉非常微妙 甚至是一种享受 等再次出来的时候 江小可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 个子似乎长高了几分 全身也充斥着隐隐的力量感 哥 我生舞者了 江小可又给了江峰一个拥抱 脸上的激动难以言喻 但欣喜却是由衷的 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 倍感惊讶 特别是老爸老妈 面对兄妹两人都成为舞者这一事实 想必有能成为工地里 邻居家所侃侃而谈的骄傲资本了 你刚给我吃的是什么啊 一颗药丸 气血丹 但我记得气血丹没这么大 江小可好奇询问 但随即却又嘟囔了小嘴 哥你都快要高考了 这些好东西怎么不自己留着 没什么 是好东西就对了 江峰神秘一笑 普通的气血丹自然没有这么大 但他给的气血丹并不普通 那可是终极的气血丹药 市面上可是媲美普通气血丹 十倍的上等补品 捏着妹妹鼓起的脸蛋 学校说了让我专心备考 修炼资源的事情 他们会替我解决的 更何况 类似的丹药 我这里还有的 再加上学校的那些奖学金 不用担心你哥 那学校的奖学金能有多少 这些可都得好好留着买修炼资源 正好校方那边看中你 你可不能乱花 江富扒拉两口米饭 说话声音明显敞亮了许多 你爸说的对 这些钱你得留着自己用 家里这边我和你爸能应付得过来 江母满脸慈爱地看着江峰 话里话外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江峰会心一笑 也没有说出奖学金具体的金额 十万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 确实庞大了些 晚餐过后 小聚了一番 江峰便回到房间 开始消化起了这些天来的信息 每次击杀一只陌生妖兽 系统就会随即生成一种物品 可能是功法 也可能是修炼丹药 但有一点它可以肯定 那便是击杀妖兽的等级越高 所给予的奖励就会越好 图纳术 拔剑术 古武药育配方这些字不用说 无异不是击杀高阶妖兽后 所获得的奖励 除此之外 还得到了一些大量的新妖战利品 不过大多都是一些疗伤丹 解毒丹 气血散之类的辅助药物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这些物品加起来的价格也相当不菲 想到这里 它又从背包里 拿出一颗通体血白的晶体丹药出来 这是在击杀一阶 妖兽巨蟒蛇妖后获得的物品 洗髓丹 洗髓丹可以改善全身的经脉气血 堪比脆体炼骨 我现在正好在舞者阶段 使用必然有着奇效 将这颗晶体丹药放入口中 江峰气定神弦 盘腿而坐 随着一声脆响从嘴里迸发 某种银白色的光丽物质便营绕了全身 江峰闭上眼睛 结合土纳术的运作 一并感受着体内一切变化的走向 殊不知 此刻的房间已然刮起微风 某种气旋跟着节奏 随着自己每一次的呼吸 而富有韵律地跳动着 再次睁眼 那些浮现的微风又悄然消失不见 丹药的吸收需要时间 不过仅仅只是首次消化 就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江峰能够感受骨骼更加精炼 甚至是气血值也有了少许提升 这还只是暂时的表象 天之道等洗髓丹完全消化之后 将会得到怎样的成效 不过 光有境界可远远不够 在实战过程中 甚至是面对妖兽的情况下 基础没打好 空有一身修为也没任何作用 强大的战力 才是一切实质的体现 江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黄纸 瞄准纸张褶皱的内容 这是鼓舞药育的配方表单 在舞者修炼过程中 大部分富家子弟都会选择以药为瘾 粹体炼气 药育就是最好的一种体现 家境优越的人 甚至会每天用药育洗澡 吸收草药上面的精华 滋养全身 增强体质 故而得到修为上的提升 这种药育 便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修炼方法 除此之外 再就是服用丹药了 只不过 两者都有其弊端 充分的药育和丹药 能更好地辅助舞者修炼 但过度服用 却只会空胀一身修为 也就是俗称的药罐子 江峰自然不想成为后者 但高考临近 体质和修为必须同时进步 他需要尽快找到 契合自身的修炼方式 所以眼下 鼓舞药育的配方 成为了目前最优的选项 按照鼓舞药育配方上的描述 他可以极大提升 舞者的体质和资质 正好明天是休息日 到时候去药馆逛逛 搞点药育配方里的材料 尝试一下 能不能练出药育药剂 江峰气定神闲 重新躺在老旧的木板床上 随手拍死一只蚊子 修为加零点零腰 注视着窗外璀璨的星空 今晚的月亮很圆 睡意也如潮水一般上涌 不多时 拖着略显疲惫的身子 江峰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十六章 练药 清晨 药馆还没开门 江峰先提剑出去刷惊艳了 露水还未干涸 天色渐亮 一只灰毛老鼠 探着脑袋四处游荡 嗅着空气中的腐臭 忽然 一抹血腥飘入鼻腔 老鼠正欲寻着味道离去 结果一柄长剑却急速斩下 可怜的鼠鼠当场殉命 江峰踏着轻盈的步伐 也出来寻找目标了 一早上的战绩 可谓相当辉煌 正所谓早期的鸟儿有虫吃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江峰就是这只早上 出来觅食的好鸟 据进阶舞者三瓶所需修为 247600 伸了个懒腰 看着自身修为的经验数据 一早上的觅食 也才堪堪增加了100多点修为 像老鼠 蟑螂 蛆蛆 蜈蜈 蜈蚣 但凡是被江峰看到的 几乎都没能留下一个全尸 整个小区几乎都被他翻了个底朝天 就差堵人家门口灭九族了 但尽管如此 修为还是没有杀妖所提升的速度快 看着徐徐升起的太阳 光线洒落在老城区周围的绿植上 高耸的老树 透过枢密的枝叶 形成了一束束细小的光束 江峰借着清水 洗掉剑刃上的血迹 收剑入鞘 踏着轻盈的步伐 朝着市区的方向前进了过去 寄生阁 位于市区的繁华地带 是整个安岭最大的药房 药店一共三层 一楼的销售阁楼 里面陈列着大大小小的成品补药 以及诸多展示药品的玻璃橱柜 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 此刻正拿出钥匙 将药店推开 打了个哈欠后 静止坐在售卖的前台 然后趴着身子又睡了过去 然而没过多久 一到脚步来到镜前 随着来人手指 在木质纹里的桌面轻轻敲击 正好吵醒了处于补教的走吧人士 买补药 还是一些修炼单品 中年男人靠在椅子上 略微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 我们这品类很多 都是店长亲自练制 可以走走看看 有选好的 直接拿过来帮你结账就行 江峰看了眼男人眼脚下的黑眼圈 却是摇了摇头 我想租借你们这里的练药室 顺便抓点原材料 他没有丹药方面的需求 毫不夸张地说 自己手里的丹药 都够他开一个小摊了 租借练药室 男人轻浮近况 先前的睡意消失了大半 嗯 江峰点点头 冯老三定了定金 看着眼前的少年 也不过十八左右 想要炼药 有些意想天开了 毕竟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炼药师 除了需要掌握各项药物的种类和用途外 同时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调试药剂比例 没有天赋的人 哪怕调试一辈子 都不一定能够掌握 一门基础单药的配方 炼药的门槛可不低 失败率是很高的 冯老三提醒 冯老三虽然也不是什么兢兢业业的大人物 但就光是入行的这几年来看 他就没遇到过 有这个年纪的人 能调试出完美的配方 不过也有可能是想要凭借炼药师 专门的高考途径进入大学 毕竟只需要炼制一份低阶修炼单药 就能顺利升学 他们这家药铺的小主子江鹤 就是炼药师中的天才少女 最近好像是在苦心研制一种药育配方 能够提升舞者的资质 我知道 江峰点头 租借也不是不行 但有时间规定 一个小时五百 这个价位能接受吗 冯老三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倒也没有调侃江峰 而是像接待正常客户那样 述说着这里的详情 江峰微微汗手 好 我租一个小时 好 抓药师在二楼 到时候把配好的药物拿过来 给我清点 付了钱之后 就可以使用炼药师了 冯老三也爽快 配药的时长本身不会很慢 一个小时 也足够这年轻人 倒过个七回八回了 江峰一眼来到二层的阁楼 穿过木制 古朴的老式楼梯 每一间阁楼里面 都存在着些许原材料分类 整体划分了四个房间 药物也非常的齐全 在整个安岭 恐怕也找不到如此大的药铺 他拿着鼓舞药育的配方 找寻着对应的原材料 对于炼药 学校只教过理论知识 实践课很少 虽然高考涵盖了这项专业 但报考的人很少 再加上难度偏大 一般人都不会选择如此的方向 紫玉丧刃 铃耳舌根 芙蓉玲角 生姜 卧槽 生姜 江峰念到一半 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药育配方里面还有姜的吗 这才把整理好的药物拿到前台结清 一共八千八 你看是现金还是刷卡 冯老三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江峰衣着 从柜台下面拿出刷卡机器 开口询问 刷卡 江峰拿出一张银行卡 对准刷卡机轻轻划过 八千八就这样到了别人口袋 无道之路 经费在燃烧啊 炼药是在三楼 不过 你只能进二号炼药防炼药 一号是我们小主子的专用房间 一般都不会对外开放的 知道了 江峰摆了摆手 收回银行卡 便朝着三楼的方向走去 冯老三注视江峰的离开 两久后才把目光移到自己的刷卡机上面 没想到这小子还挺阔绰 看着少年离开的背影 他不由嘀咕了一句 江峰推开三楼的隔间 这里的陈设比较简约 只有两个房间 但却占据了整个三楼 他提着药物来到二号室内 推门而入 目光在房间内扫饰一番 十分满意地走了进去 换上炼药室内的白色大褂 江峰戴好口罩和橡胶手套 便开始了自己的实验 整个炼药室很大 药剂试管和实验器皿摆放的整齐有序 一尘不染 江峰也没磨蹭 他的时间不多 从药盒里面取出紫玉丧刃 将其捣碎后 添加了适量的挥发药剂 让其简单扩散药性 鼓舞药与这个配方的步骤并不算多 希望在这些药量用完之前 能够成功炼制出一些 将其他的药品接连捣碎 溶解 然后调试配比 整个过程并不算困难 但一些琐碎的步骤 却避免不了 最后 江峰把容器里面 混杂的一系列药物拾取出来 经过肺水扩散药性后 才将其导入烧瓶里面 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本平和的烧瓶 在被液体浇灌后 便开始膨胀 最后 整个汤色迅速被染黑 成为了一滩 散发着难闻液体的肺稿 很遗憾 第一次的炼药尝试失败了 不过江峰没有放弃 按照先前的比例 又重新调试了几遍 最终在第三次的时候 才找到失败的原因 原来 是生姜放多了一点 这才导致冷却后的药性整体聚变 看着药盒里面空荡荡的材料 江峰不禁自嘲 原材料把控的倒是挺准 将思绪放回器皿上 呈现出的淡红色汤药 江峰心里升起一阵得意 根据药量 估计也就只有两小瓶左右 但是否有效 还得亲自尝试了之后才知道 像这种药域 只能外敷发散 用于浸泡在水中挥发吸收 才能体现出来 不过他不想那么麻烦 所以直接用药池 弄了几滴落在手上 随着一阵清凉传遍手心 江峰感觉这一片区域的细胞分子 都在雀跃 这种感觉 甚至比伟哥还要强劲 直到一段时间的过去 类似的感觉才慢慢消退 这一刻 江峰知道 自己调试的鼓舞药育成功了 第十七章 江鹤 寄生阁一楼 冯老三趴在前台上刷着美女 见江峰出来时候 两手空空 也没过多询问 而是低下脑袋 继续玩着手机 或许 对他来说 上班摸鱼 才是最大的乐趣 江峰默默离开 早见的药铺依然空旷 这并不是日常所需 再加上价格昂贵 所以 平时也不会有人这么早过来 迈出寄生阁大门 感受夏季 微风拂过脸颊的清爽 江峰逆着人潮 很快就消失不见 不过在经过一个女人的时候 那身上隐隐飘荡的药箱 却不禁让她回头 看背影 是一个亚麻衣衫的短发少女 少女身材比例十分匀称 跨着个小包 嘴里哼着轻松欢快的小调 看上去心情非常愉悦 江峰也没有在意 当下更应该的是 回去尝试药育的功效 如果成功 那将会是一次不小的提升 少女蹦蹦跳跳地四处张望 似乎察觉有人注视 也下意识回头 但可惜一无所获 抬头停在一处 古色古韵的阁楼门下 少女大摇大摆地推开木门 大胯步走入其中 冯三说 我回来了 少女略带俏皮地探出个脑袋 看着前台有些失神的男人 打了个招呼 然后笑盈盈地来到了正堂 哎哟 小珠子 你怎么来了 冯老三被这道熟悉的声音吸引 原本唯米的毛子 一下子来了精神 他看着眼前少女 连忙站起身 带着恭敬的笑容走了过来 少女名叫江赫 是这家寄生阁的老板 父亲还是南山武道大学的首席炼药师 地位崇高 修为华静 这家三层阁楼 就是人家老爹亲自资助 供给学习和经营的产业 对此 江赫也是不失所望地 把店铺发展成了整个安令最大的药格 要知道 今年的江赫也才二十出头 当然是回来研究一下古籍上的药方 平时南山大学那边任务多 我也没时间打理这边 交给你我挺放心的 江赫被过手 轻盈地绕过一个个药品展示柜 沿着路线打量着熟悉而又久违的环境 古籍上的药方 是新的药种吗 冯老三心里的认可感 油然而生 不过思索一番 还是把问题转移到了前者身上 嗯 我老爹最近发现了一份残缺的古武药育配方 里面记载了一些药育的详细功效 能够洗水炼体 进化杂质 可以极大程度提升舞者的体质和资质 如果能够研制出来 这将会对整个舞道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江赫双手撑在玻璃橱柜上 看着里面摆放的药物 过了一会后 从上衣口袋里 拿出一张临时书写的纸条出来 即使知道 这种药育调试起来的准确率和成功性并不高 但他还是认为这值得一试 这个是古武药育的几种材料清单 等会可要辛苦三叔 帮我上二楼 收集这些原药了 江赫把纸条递出 还装模作样地 拍了拍冯老三的肩膀 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冯老三接过纸条看了一眼 总觉得上面记录的药品有点印象 但一时半会又记不起来 道也没在犹豫 趁现在店里没人 他便拿了个药盒上二楼采药去了 看到江赫 自己不禁联想到 不久前才刚离开的少年 但很快又暗自摇头 虽然两者的年纪相仿 但差距却已经相形见出了 或许 这就是炼药师和普通学徒的区别吧 将抓好的原材料 拿到三楼的一号炼药室 江赫已经在这里等候 辛苦三叔了 剩下的交给我来就好了 江赫接过一大盒炼制药育的原材料 换上白色大褂 一脸的兴致勃勃 可谓是对这次的炼制 有着十足的信心 张老三点了点头 也没在三楼多待 麻溜的就回到了一楼的销售区 销售和记账 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听着门外的脚步渐渐远去 江赫戴好橡胶手套 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次实验 紫玉丧韧的用料不会太多 媲美鼓舞药育配方的成分 在于适量的生姜 而且还需要加上一点点汤底药材 才能更好的 起到扩散挥发的作用 按照古籍上记载的大致步骤 江赫一步步将需要准备到的程序弄好 然后才开始药物的溶解 加热 以及合成 每一次的实验都和化学相似 看着室管理液体与液体之间的碰撞 江赫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他是炼药领域的爱好者 自小对各类药品 有着异于常人的执着和敏感 也似乎是老天爷赏饭 高一的他拿下炼药高中考试的最佳成绩 之后在高三修为突破五者三品 最后又以保送生的名额 被南山武道大学录取 顺利正式踏入了炼药之路的征程 但这些对他来说 却只是锦上添花 因为他自己知道 迄今所有的努力 只是为了在炼药的过程中 有一个完美的享受机会 能沉淀在这独属于自己的世界 碰 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的炼药难度较大 江赫一连尝试了几次 都以失败告终 每每达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一张复制东流的废稿 甚至有一次还直接炸锅了 搞得炼药是里面烟雾缭绕 部分实验器具也一同被牵连 岛地哪个地方出错了 是剂量使用太多的员工吗 还是说 材料在加热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整理实验器具的时候 江赫也在不停思考着实验漏洞 直至烟尘散去 呈现出自己那一身被染黑的白大褂 他才摘下口罩 灰头土脸地离开这间炼药室 带着剩余材料转战二号炼药室 扫了一眼陈列的炼药设备 他熟练地换上一身新白大褂 将口罩重新戴上后 便开启了进一步的实验 紫玉丧刃 一把 铃耳舌根 适量 芙蓉菱角 若干 生姜 少许 回想起配方上的调配成分 江赫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这种模棱两可的操作 很难想象是古人调制出来的优质良方 算了 重新慢慢把控用料吧 江赫搭拉着脑袋 明显对药物的计算单位深表失望 还是按照先前的步骤 依次捣碎用药 然后再用容器将药材和废水交融 他随手从实验器具上抽出一根试管当作容器 最后一步的冷却 他摒弃凝神 碰 毫无征兆 瓶口再次开裂 虽然没有第一次爆炸那么严重 但也让容器损坏 黑色难闻的液体洒落一地 江赫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根据所有药材的比例 他几乎添加到了一个非常精妙的地步 甚至按照专业的配药比例来分配 都无法让药剂真正成效 在接连几次的尝试无果后 他随手从试炼器具上拿出一个烧瓶 一心炼药的他根本没注意到 这是江峰用剩下后 赶时间清理后的实验器具 上面甚至还残留着一些 还未清理干净的残留药液 这点药液 与江赫炼制的药液有些不同 第十八章二号炼药室 炼了这么多次 不是炸锅 就是挥发凋零 残存下来的药液 竟然只有这么一点 看来是我低估了古药配方的难度 江赫把试管放在眼前端向 或许是太想研制一款新型药剂 面对手里仅剩的一点 失败品他也不想放过 反而是鬼使神差地凑过穷鼻嗅了嗅 等等 这是香味 江赫对药物的敏感程度很高 仅仅是通过气味辨别他也知道 这些黑色液体里所散发的药材结构 他试着提取出仅剩的几滴药液 甚至大胆地将其中一滴落在了自己的手臂 下一瞬 仿佛某种沉睡的细胞开始苏醒 以自身手臂为中心的区域开始变得燥热起来 其中隐隐还能观察到一些脏物 强制从体内排了出来 江赫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种感觉 这个效果我是炼制成功了吗 江赫的脸上迅速浮现一抹喜色 逐渐浓郁 连忙将最后剩下的几滴重新保管好 不曾想 竟然真的研制出了老爹古籍上面记载的 鼓舞药域的配方 就刚才的亲生体会 若是外服搭配药与使用 药效绝对要比终极气血丹还强上好几倍 江赫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把这件事告诉自己老爹了 咕噜咕噜 废水浇灌的声音从浴室响起 雾气渺渺的房间里 江峰吞去一身衣物 静静盘坐在水缸里面 在他身上 不断有蒸腾的热气弥漫 甚至全身上下的血液 都达到了高速运转的状态 黑色粘稠的液体 从他体内排出 漂浮在水缸表面的水渍上 随着胸腔的起伏 带动着水面波纹不断摇曳 很快就将纯净的底色渲染 江峰睁开双眼 仿佛有一道金光闪过 他的眼神似乎更加有深 全身的状态 也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这是气血增强 体态核心的提升 虽然不是修为进阶 但却比修为更加重要 一次药育 大概能持续半个小时 而且除了吸收药育上的精华外 刺激细胞确的同时 还能把体内的杂质排出体外 这简直就是炼体精华的绝佳药方 江峰感悟着这一次药育的体验 他一连把两瓶鼓舞药液都使用了 也正因为如此 花费一小时的功夫 让他整个人都恍若蜕变 试着握紧拳风 紧致的肌肉线条 饱满不失美感 虽然没有测量过 但他相信 若是现在让自己再次对上巨蟒蛇腰 这一件将不再是重伤 而是直接斩杀 力量的增幅 能带动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就是底蕴的象征 而不是那些 依靠大量药物堆积出来的空架子 而且除此之外 我似乎对武道的修炼更加精通了 这是资质的提升吗 江峰不清楚 但他的感受 无疑不是最直观的佐证 两瓶鼓舞药液根本不够使用 看来得再去一趟寄生堂才行 这一次 争取多炼制一些出来 江峰如此想到 重新用清水过了一遍身子 洗掉身上残留的脏物 换好衣服后 他便再次出门 这一次 他倒是没有先行前往寄生阁 而是在周遭的小型药馆 抓了点原材料带过去 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 江峰不想在同一家店 买下所有的药育原材料 这即是对药方隐私的一种保护 也是不想让有心人调查监控 来获取相对的信息 不过如此一来的弊端 也就凸显了出来 在价格参差不齐 自己又加大用量的情况下 这次整整消费了1.2万大洋 重新来到寄生阁 江峰提着一袋子药育原材料 看不出来的 甚至还以为 这货是特意跑来进货的 听到脚步声的冯老三 抬头望向声音来源 发现是江峰后 不由有些意外 是你 江峰笑了笑 脸上是独属于这个年纪的光芒 嗯 这次过来 还是想借用你们这的炼药室 冯老三把视线移到江峰手里 提着的药材上打亮几眼 也没细问 而是直接道 这次 还是租借一个小时吗 不 这次租两个小时 江峰看着时间 一个小时炼制的时间太少 他担心自己买的这些药 没办法全部炼完 所以干脆选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得花就是一千块 江峰点头示意 在正向的付出上面 这些钱的开销是值得的 重新进入三楼二号隔间 看着略显熟悉的摆件和用品 江峰立即开始了制作 这一次 他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就产出了足足食品鼓舞药育的药剂 江练药师收拾一番 带上这些配好的药剂 江峰一脸惬意地走了出来 有了先前的经验 时间上明显节省了不少 这个时间已是中午 寄生阁倒是来了一些客户 张老三也没法闲着 更管不到江峰 所以 连江峰什么时候出去的都不知道 正想着今晚如何吸收炼制的 鼓舞药育的药剂 江峰的鼻尖 又萦绕起了上午时候的香味 这一次更加浓烈 那不是少女的体香 而是在其中 还夹杂了一些草药的清澄和干糯 他顺着源头张望 正好一个少女和自己擦肩 熟悉的衣着 亚麻衬衫下紧致的身体曲线 以及那极具标志性的短发 江峰这时候 正捧着一堆实验用具 哼着小调 满心欢喜地 朝着三楼的方向走去 上午刚找到一些 残缺鼓舞药育配方的线索 下午也不能懈怠 一旦将这个药方研制出来 他们江峰绝对会比 现在的成就更高一步 推开一号药剂师大门 江峰把早就准备好的原材料 整齐排列 正要把炼好的药水放入容器 不料一声巨响传来 炼药石又炸了 这一次 药效更加浓烈 容器里面的液体 挥洒得几乎到处都是 瞬间就把江峰前几秒的余月 轰散得一干二净 看着遍地狼藉的炼药石 江峰握紧了拳头 似乎是因为屡次的炼制失败 让他一直以来的自信遭到打击 心底的不服不断上冲 很快就延续到了脸上 而且 一号是他上午 才刚刚补齐里面的器具 结果下午一来 又炸了 这次甚至还直接给房间 换了皮肤底色 我还就不信了 这个鼓舞药液的配方 当真就这么难配 把剩余的材料收拾起来 江峰拎着药盒 气冲冲地 就跑进了二号炼药石里面 好像 二号炼药石 是他的福地一样 第十九章 江峰的震惊 明明药剂的配比和之前一样 为什么爆炸程度差别这么大 思索之余 江峰也实行着日常的清点工作 这是确保炼药情况下 不存在缺少物品的保障 同时也是决定 炼药是否细致的一种体现 他的目光寻视着 最终在桌角的 一排气敏上停了下来 随着心里咯噔一下 他拾起一个残留着 淡红色药液的杯口 伴随微弱的清香 飘入鼻腔 江峰惊一发现 这药液的成分 竟然和自己上午炼制得到的 那一滴药液一模一样 是古药液的味道 等等 难不成 回想起上午的药液 他的脸上 闪过一抹异彩 这个房间 我在离开的时候就清理过 不可能还会留下药液才对 除非 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还有其他人来过这里 进行过炼药 而且 花去的时间 也相当有限 江峰紧盯着这些药液 他眼眸宛若翻涌的海浪 跌宕之下 又显得焦躁和急促 脸上的表情 也在一时间僵化 甚至连呼吸 都不禁加快了几分 天才之作 这是一个惊人的信号 这个年头 便很快生根发芽 仅仅只是单一 根据药物的成分配比 就能看出很多东西 这些药液 不是自己炼制的 而是另有其人 冯三说 江峰大喊一声 声音穿透二楼 直接钻入 刚刚结完账的冯老三身上 让其恍若触电般 浑身一震 小珠子 怎么 冯老三感觉 楼上应该是出了状况 心里不由联想到了 不久前租用炼药室的少年 该不会 是刚才租炼药室的那人 把一心弄坏了吧 见二号炼药室那般狼狈场景 冯老三感觉自己 心里的猜测好像是对的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辩解 毕竟人是自己亲自放进来的 冯三说 上一个在这间炼药室炼药的人在哪 你还记得吗 江峰来到冯老三面前 他眼里充斥着迫切的询问 就像行真破案的眼线 目光灼灼地 仿佛要看破一切 冯老三还是第一次见小主子 这副认真的模样 心想 事情可能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但自己又着实不了解炼药的人 于是只好问道 小主子 那人是不是把咱们店里面的炼药器具 拿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联系武道联邦的人 把这件事反映给他们 武道联邦属于官方的组织机构 所分支的领域非常广泛 但主要还是以长城守卫军 镇妖司和明基司为主体 明基司的作用 便是处理民用纷争的部门 里面有专门的舞者 处理类似事件 江赫文言倒是一愣 他解释道 三说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他指着指着桌上一个遗漏清理的杯子 刚才在我们这炼药的那人 绝对是炼药领域的大佬 他竟然已经研制出了 鼓舞药育的配方成品 炼药领域的大佬 冯老三看着泛红的杯子 张大的嘴巴 眼里只有满满的猛逼 反应过来后 他像是抓到了细节 心里却是狐疑 大佬炼药师 这怎么可能 我看他也才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 花音落下 他和江赫两人都猛地反应过来 等等 十八岁 成品丹药 开玩笑的吧 冯老三眼里满是不可思议 这哪是什么大佬 这简直就是天才啊 而且还是炼药师领域里的天才 张老三惊愕的同时 还不忘深吸口气 他虽然不懂炼药 但也知道成品药物的含金量 但凡能够炼制出成品药物的炼药师 都是今后五道重点培养的对象 知道这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吗 现在 对方应该还没有走远 咱们赶紧去找找 把仅剩的一点药液提取出来 江赫迫不及待地走出了房间 冯老三努力回想 但却连练摇头 那人就今天早上来了一次 还有刚不久也炼了一次 像名字和联系方式这些 他根本没有留下 至于其他时间段 我就更没遇到了 江赫眼前一亮 如此一来 自己的猜想果然是对的 早上的药物 说不定也是这位天才炼药师 炼制出来的 只不过听到后面 那种欣喜 很快又转变 为了失望 因为没有联系方式和姓名 就意味着不确定性 甚至是 失去一次拜访的机会 要知道 现在高级炼药师的稀少 就跟保护动物似的 像这种天赋异禀的年轻炼药师 就更加招人稀罕了 而且 像这种药方的珍贵程度 也丝毫不亚于洗水单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可不想就这么错失良机 江赫甚至都没收拾炼药师 带着冯老三 火急火燎的 就来到了一楼 然而可惜的是 他们在街上找了一圈 结果连个人影没找到 无奈之下 只好又折返了回去 小主子 这回人肯定是找不到了 不过那人今天来得这么频繁 以后肯定也还会再来咱们这炼药的 咱们在这等着就可以的 冯老三推了推近况 一圈跑下来 这小主子倒是一点没事 倒是把自己给累得够呛 江赫遗憾地又看了眼街道里的人潮 最后也是无奈叹了口气 那你可得盯紧点 这几天 这人要是过来了 立马通知我 捋了捋有些凌乱的短发 顶着炎炎烈日下的太阳 坐在一楼的休息一上 江赫看着远处升起的旗帜 对了 冯三叔 后天周一 我要去安令医中看我大伯 你这几天 记得帮忙挑选一些药材 到时候跟我一起去 说完 他起身又走出了店铺 我去买点炼药的器皿补充回来 一号炼药室 还得辛苦三叔打理一下了 冯老三点点头 目送小主子进入人潮的闹市 然后转身回到了店内 第二十章 顶尖五道大学 不是奢望 夕阳残余 江峰从药馆离开后 踩着落日下自己斜长的影子 迈入了老城区的旧楼 丝毫不知道 江峰和冯老三在满世界找他 哥 客厅 江小可甚至没来得及 清理头发上湿漉的水渍 就火急火燎地从浴室里跑了出来 怎么了 江峰眨了眨眼 这个药玉是怎么弄到的 市面上买的话应该很贵吧 他晃动着手里空荡荡的小瓶子 然后兴奋地看着沙发上的江峰 但语气里却显得有些十分震惊和疑惑 半小时前 江峰把自己在几生格研制的鼓舞药玉 递给了妹妹一瓶 起初江小可还不信 一脸狐疑地看着眼前淡红色的小药瓶 觉得这就是江峰从某个商店买来的气泡水 可真正当自己进行药育之后 他却惊奇地发现 这竟然真的是个货真价实的宝贝 有价无货的大宝贝 仅仅半小时的药育 江小可的身体仿佛得到淬炼 甚至连以往浸泡的草药药育 无法排除的杂质 在这小小一瓶药剂的作用下 全都溢出了体外 看到这一幕 他简直不敢想象地捂住了嘴巴 这药效简直堪比市面上 大多数的高级药育资源 江峰会心一笑 言语之中夹杂着自信 市面上可买不到这么好的药 这可是你哥自己练的 我猜不信 你肯定是用小金库买的 江小可撅着小嘴 虽然嘴上说不信 但心里却还是非常的好奇 面对江峰的话 他总有种天生的信任感 之前的打赌是这样 现在的药剂成效亦是这样 但转念一想 普通家境的舞者想成为炼药师 这种概率几乎为零 因为 除了需要耗费比舞者更多的资源外 同时还需要很强的药力知识和天赋 进行辅助 而且 炼药师在整个五道联邦 都是地位尊崇的代表 如果自己哥哥 真能炼制一种新药 那在五道联邦的炼药师里 都算得上是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了 小金库 江峰议会妹妹的意犹所指 这丫头多半是觉得自己 动用了奖学金里面的补贴 在外面高价买来的补药 不过说实话 这个形容词倒还蛮生动的 我可知道 你们后天有一场大型的剑道课 到时候连教导主任都会亲自参与 这一定很重视 说不定到时候 还会影响到整个高考成绩 这些补药 你可得都留着自己使用 江小可嘟那的小脸 她其实挺关心江峰的修炼进度 但每次都被其吓套 搞得自己心里都有些过意不去了 想什么呢 你哥能把多余的资源给你 那自己的修炼 肯定是绰绰有余的呀 江峰捏了捏妹妹 那略带一丝婴儿肥的脸蛋 灿烂地露出了一道微笑 小可长大了 还知道关心哥哥了 她没有做更多的解释 把妹妹递过来的药瓶收好后 便伸着懒腰 静止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江小可回头注视关闭的房间 若有所思地坐在了沙发上面 不知道怎么 心里本能地告诉自己 江峰这次真的没有撒谎 尽管是善意的谎言 一日清晨 周末的晨光升起 旭日的晨露 拉开一道光际线 掩盖了昨日的黑暗 新的一天 江峰提着剑迈出家门 驰骋在老旧的小区 叮 您的前方 出现含有上股血脉怪物 血族苍蝇 刷 恭喜宿主 首杀血族苍蝇 获得奖励 基础剑术精通 江峰看着脚下 被自己一剑分尸的苍蝇 随着奖励发放 修为的增长 让自己有一种满足感 甚至是对剑道的悟性 也提高了许多 所谓基础剑术精通 便是对涵盖剑术领域的任何技巧 有着得天独厚的理解 以及掌握力 其中 拔剑术的使用最为明显 日常的刷集 果然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 这种优良传统 必须继续保持下去 江峰看着凉了半截的苍蝇尸体 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脸上也不由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坏笑 沙虫大道从此燎原 正道之路即将兴旺 可爱的小虫子们 我来了 江峰持着长剑 躊躇满志 仿佛前方道路一片光明 殊不知 整个小区的害虫 几乎都被自己杀到了灭绝的地步 这时候 系统的声音再度传来 一只螳螂落在花丛中 看着江峰脚边的苍蝇尸体 欲有要将其裂捕的征兆 看到这一幕的江峰眼里 春心荡漾 仿佛遇见情人 笑意似起 甚至可以说 有些变态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今天他江峰就要做这只黄雀 正好试试剑术精通后的拔剑术 看看能有什么样的感悟 江峰面露期待地抬起长剑 这个时候 往往只需要轻飘飘的一剑 便能让小螳螂感受死亡 所带来的极致快感 顺便让自己感受剑术的变化 放心 一点都不疼 刷 江峰迅速拔剑 凌冽的剑气横扫 无形之中凝聚的剑刃 将螳螂瞬间斩断 速度快到来不及反应 这是剑气 江峰眼前一亮 眼角是抑制不住的欣喜 要知道 之前无法完整凝聚出来的剑气 这一次 竟然如此轻松地就掌握了 这仅仅只是在领悟剑术精通之后的成果 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恭喜宿主首杀连任螳螂 获得奖励 裴元丹一枚 修为加一 面对新物种的出现 江峰往往都会一见会友 看着手里浮现的金色丹药 作为螳螂最后的遗物 他会好好进行保管 拿着裴元丹打量了许久 这是培养精神的一类丹药 对资质的提升 有着相得益彰的作用 好货 江峰由衷地感叹一句 这一天的收获颇风 忙碌了一早上的江师傅 终于舍得收手 打算回家好好清点 今早缴获的战利品 看着背后老旧的城区 晨午的到来 让这片地方焕发生机 街上的行人络绎不绝 但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毕竟 年轻人几乎都搬进了新城区 也只有老人 会留念这片伴随了自己几十年的地方 老尘头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小区里的害虫少了好多 之前每次回来的时候 我都能看到垃圾桶围着的老鼠 这几天几乎都没了 别说老鼠了 最近家里的蟑螂 都跟搬家似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好人做的 两个老人提着大大小小的菜篮 拱着背步履盘跚地走入小区 看着犹如焕然一新的老地方 一边走还一边议论 述说着各自心里的猜测 随着关门的声响 回荡在走廊 一早回来 就浸泡在药玉里面的江峰 微微睁开了眼睛 白色的雾气四处挣腾 江峰的耳畔还在回荡 方才邻居的议论 他的听力 似乎比以前更加敏锐了 在鼓舞药玉的辅佐下 洗水单的药效吸收 几乎是加倍的状态 体质的提升并没有表现在表面上 自己的身材依然匀称饱满 并没有显得爆棚的趋势 但如果现在 让他和一名壮汉对轰一拳 他敢保证 这一拳能把壮汉的手骨 打到重度骨折 这就是药效吸收后 所得到的力量感 除此之外 综合气血 体力 速度 甚至是思维 都仿佛登上了另一个层次 江峰不禁感叹 如果按照目前的提升进度 顶尖舞道大学 不是奢望 第21章 舞者三品 第一 当前进阶修为值 已达到600斜缸600 修为突破至舞者三品 系统的声音 让文言的江峰眸中 闪过一道金光 他不由感到了些许意外 时隔几日 自己再度进阶了 洗水丹的药效 对舞者的作用果然显著 加倍吸收的情况下 竟然这么快就突破到了舞者三品 而且看情况 药效似乎并没有过去 想到之前服用的修炼丹药 江峰也不由对洗水丹的功效连连赞赏 就是可惜 只能在舞者境使用 否则整个舞道世界的层次 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唉 可惜了 若是多一些洗水丹 进阶舞者的速度 或许还会更快 江峰语气之中有些遗憾 他不禁又把矛头指向了可爱的虫子们 但脸上的笑容却慢慢逝去 杀虫的道路固然可行 但效率太慢 而且奖励随机化严重 想要弄到更多的洗水丹 这并不是出路 反倒是击杀妖兽更加容易一些 毕竟 常见的昆虫的种类限制太大 反而是妖兽更加的五花八门 杀妖正道的幼苗隐约扎入心底 江峰心里闪过激动和兴奋的情绪 但更强烈的还是所谓的危机感 记得自己在埋石森林里的那些经历 里面最高的也不过一阶妖兽 而更上面 却还存在着 媲美顶尖五道强者的王静妖兽 甚至是尊敬妖兽 江峰重新换好衣服 擦拭着镜面上的雾气 注视着镜中的面孔 干净帅气 双目见眉的脸上 除了熟悉的样貌外 反倒给人一种看不透的错觉 定定地看了许久 江峰发现 这是一种无形中所散发的气质 这种气质和自身境界 没有太大关系 反倒是和本身的实力 修炼技巧 以及修炼功法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在江峰看来 多半是源于基础的 剑术精通所带来的反馈 眼前的一幕如梦似幻 谁能想到 几天前的自己 还只是个连舞者门槛 都没摸到的差等声呢 如果以目前我每天 吸收两瓶鼓舞药剂的用量 剩下的存货 也就只能支撑几天而已 看来到时候 还得多研制一些了 不过 希望今天的提升 在明天的剑道课上 能有明显的效果吧 现在的江峰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拂面的那吕清风 似乎也能感受 他对未来的憧憬 周一 清晨 疯子 剑道课快开始了 这次可是吴主任亲自授课 再不快点就迟到了 高三一班内 张子诚拿着铁键催促 看着教学楼下面田径厂 越来越多汇聚的学生 脸上的一腔热血 也变成了急促 张子诚从小就对剑道 有着痴迷的兴趣 平时在家没事 也会根据热血漫里的角色 练习武剑 也正因为如此 才有了现在 这副中二的性子 我这屁股都没做热乎呢 江峰刚来到学校 就被硬生生地拉走了 听到吴主任的名字 他倒是记起来了 那天自己在办公室的一番交谈 我跟你说 吴主任可是大宗师 一品境界的剑道强者 一般的剑道课 可是看不见他的 张子诚搂着江峰脖子 毛子里那叫一个崇拜 见到大宗师 一镜化九品 若是能跟着大宗师 学习个一招办事 我张某人未来也算是剑中翘楚了 他一边说着 还一边用手做了个滑剑的动作 江峰连连幅额 似有种我跟这货不熟的记事感 不过听到前者 江峰还是略有所想 所谓一镜化九品 便是指每个五道境界里的戏份 一镜五者 二镜小宗 三镜大宗 四镜称王 五镜化尊 而吴越所处的 则是三镜大宗师里的首个品阶 放在整个安令市 虽然还有王靖强者坐镇 但大宗师已经算得上一方枭雄 实力自然毋庸置疑 江峰还听说 安令市的市长 便是王靖强者的拳法家 所顿悟的全市弃吞云雾 立把山河 哪怕是五街妖兽 都很难与之媲美 田径场上密密麻麻的一片 因为剑道的受众 这里聚集了大部分的高三学员 甚至是那些平时报名剑道课 但又没怎么参与的学生 现在也都如约而至地再次等候 此时班长林川就握着一柄上等剑鞘 眼里的自信满满 剑道是他的强项 这一点上他有着绝对的信心 他看着一旁扎着高马尾 满是青春气息的夏婉宁 这次的剑道课 正好是自己表现的机会 他望向夏婉宁 发现夏婉宁也在看着自己 甚至脸上还充满笑意地 朝自己这边走了过来 林川心生诧异 心跳都不由加快了几分 这还是夏婉宁 第一次对自己这么主动 他上前两步绅士地抬手打声招 然而 夏婉宁却和自己擦身 目光看向自己身后的方向 始终没有变过 江峰 这里 夏婉宁点起脚尖 朝远处而来的两人挥了挥手 声音很快也吸引了周围的其他人 然后激起一番一轮 那不是江峰吗 真是稀客 平时见到客他都是不参与的 我听说他拿了试炼第一 也不知道有几分实力 正好今天看看实力 夏大笑花 还是对江峰那么偏爱 什么时候晚你女神才会多看我两眼啊 江峰 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 自从江峰夺下试炼手榜后 江峰这两个字便被所有人眼熟 不过对此江峰却不怎么在意 凌川僵硬的手掌还悬在半空 有不少同学看到这一幕 发现凌川阴沉的眸子 也只能强忍住笑意回过头去 当作无事发生 剑道客属于大众客 所以没有分班一说 和大学里面的选修专业类似 江峰 上次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拿了积分排行第一 但这次见到客 可是吴主任货真价实的授客 你既然接受了婉宁的好意 就不要让他失望 审核挽着夏婉宁胳膊 美眸盯着江峰 指着江峰腰间那把夏婉宁挑选的合金长剑 他脸上虽然还有着不服气 但相比之前却少了很多反对情绪 夏婉宁拉了拉审核 示意不要说的同时 温柔地笑了笑 对江峰安慰道 没太在意那些 就当是一次修行就好 一旁的张子诚 见兄弟有难 倒是第一个跳出来 他向后捋了捋额头上仅有的寸头 看着沈和半开玩笑道 都还没开始授课呢 你怎么知道疯子不行 沈和撇撇嘴 婉宁是要冲击顶尖武道大学的 我不希望因为某些人拖了他的后腿 江峰耸了耸肩 没在意沈和的调侃 而是转过头看向夏婉宁 顶尖武道大学也是我的目标 夏婉宁甜甜一笑 也没完成了月牙 第二十二章 洛英剑法 这时 一道微胖的身影穿过人群 立即引来了众人的注意力 原本此起彼伏的嘈杂声 也在同时消散一空 只剩下了无声的安静 无悦覆手而来 黑色简装下 尽管有些肉坠感 但身上所散发的威严气势 却将其完美遮盖 脸上的肃然也异于言表 竟显大宗师气势 他环视眼前的一众学生 脸上的肃然异于言表 最终在人潮里看到江峰后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这次的剑道课 除了给学员讲课之外 他还想顺便考察一下 江峰在剑道方面的修行情况 大家好 我是吴悦 今天的剑道课 由我带大家 主要是看看 大家在剑道领域的悟性 以及实战技巧 吴悦在周围 一众学生的鼓掌声中 切入正题 所谓剑道 在初学者的领域 理解 其实并不困难 无有道 剑义有道 剑道之精髓 不在于剑法 更多是体现在基础方面 江峰认真听着吴悦 所讲解的剑道技巧 他发现 吴悦所讲的很多东西 都并不复杂 但在其他人耳中 却是另外一副样子 特别是把目光 放在张子诚身上的时候 这货先前的热血 早就荡然无存 反倒是一副听天书的样子 下面 我简单捂一道剑花 看看有没有同学 能从里面找到技巧 这时 吴悦弹指清点 剑任弹射出鞘 遇见连舞 气势凌厉 剑气纵横 其势连绵不绝 犹如缤纷的落音 如此的一幕 引得周围同学连连惊呼 张子诚更是一秒入戏 毛子里的热血再度复燃 江峰目光灼灼 紧盯着吴悦的剑法 吴悦的每一次挥剑 都有相对圆润的技法 所谓圆润 便是进退有方 变化万千 若是将其逐一拆解 就会发现 里面的每一道剑弓 都有着其完美的防守线路 这种剑招非常实用 退可攻 进可守 变化莫测的同时 还不失观赏性 可谓是一套不俗的上等剑法 遂止 随着剑人再度入窍 吴悦踏步回撤 潇洒之间已悄然落地 这就是我今天要教你们的剑法 剑法需要领悟 并且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是可以在和妖兽对抗中 做到力挽狂澜 绝处逢生的上乘剑法 不过在此之前 我想知道 各位对这个剑法的理解 他的目光看向众人 述说着事实 但话锋一转 反倒抛出了一个疑问 企图等待一个完美的答案 一众人纷纷沉默 同学们之间相互对视 但都没有作答 是剑行 吴老师的每次舞剑 都是剑行的一次转变 以行破万法 是剑技里面很实用的一环 说话的是凌川 他对自己的理解非常自信 因为相似的剑法 他早就看到过不止一种 理解得很不错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吴越点点头 夸赞一番后 目光又看向了其他人 周围同学默不作声 吴越的剑法技艺高超 想要从中悟到的概率很小 基本有了思路的学员 都觉得凌川说的八九不离十 也就没再作答 江峰私存片刻 觉得凌川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还差了一点变化 对于吴越的展示 自己觉得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所谓剑法的圆润 也是变化的一种 剑行只是表象 变化才是精髓 吴越咳嗽一声 持剑继续讲述剑法的剑诀思路 这道剑花的完整名字叫 落阴剑法 所谓落阴剑法 便要做到身法飘逸 变幻无方 形若四隐 剑势如鹰 有不理解的地方 可以随时问我 下面大家 按照我的剑法 开始自行演练 记住一切都要围绕着剑诀展开 这一点很重要 众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提着剑 找寻着各自的搭档 并按照自己的思路理解 开始训练起来 等待同学四处散去的功夫 夏婉宁步若春风般地走来 从背后拍了拍江峰的肩膀 然后歪着脑袋进行着询问 眼里有光 江峰 吴老师传授的剑法很是精湛 上次的组队 咱们没能一起 这次可不许拒绝了 一旁的张子成 还打算邀请江峰组队 但看到眼前一幕 也只能撇撇嘴 吹着口哨 走到了另外一边 义父 我为你的人生大事 牺牲太多了 江峰 看着眼前面露期待的夏婉宁 挠挠头 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可以 说吧 江峰后撤一步 同时拔剑指向对面少女 一副剑到宗师的模样 夏婉宁扑哧一声 喜笑颜开 她立刻会议 同时抬起手中 犯着风意的雪白长剑 指向江峰 那我可出手了哦 江峰轻轻点头 没有率先出手 夏婉宁踏步而来 脚底 升起一阵风浪 轻弱飘飘 但里面却藏匿着锋芒 吴月看了一眼 眸中带着欣慰 这是洛英剑诀里 身法飘逸 形弱四隐的应照 虽然剑诀只用于辅助 但能这么快参透其中的意思 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不愧是高三的领队 五者四品 实至名归啊 江峰手中剑刃向上挑动 似乎要正面扛下这一击重剑 然而就在双方剑刃即将交汇的时候 江峰手腕却突然翻动 原本上挑的动作迅速变化 身形躲避的同时转而侧身持剑横扫而去 他在改变剑法的攻势以及应对的措施 所有的变化只在瞬息之间就和阳弓类似 只不过速度很慢 被夏婉宁轻松化解 但吴月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惊 江峰这剑招虽然显得笨拙不堪 初剑的速度也略显迟缓 但是 吴月从江峰的剑招之中看到了变化的可能性 如此短的时间里 江峰这小子就摸到了洛英剑法的精髓 第二十三章 真正领悟到洛英剑法精髓的 只有一人 一番结论过后 他便转而看向其他人的练习 凌川剑势如虹 朝凌凌打出一道如影般的剑花 剑形凌厉 每一次攻击都夹杂着意料之外的行动轨迹 凌凌一边后撤 一边防守 偶尔也会穿插剑弓回击 可以说两人的攻势非常相近 但凌川却又显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周围练剑的学员看到如此一幕 手里的练习早就停下 纷纷看着这场挥汗如雨的战斗 往往悟到都需要在各种实战上感悟 眼下正好有如此的观赏机会 这些同学自然不会错过 这才练习多久 我怎么感觉 凌川的剑法 已经和吴老师有了七八分相似 是啊 该不会吴老师私底下给凌川专门陪练过吧 这谁能知道 最近我听说江峰剑倒不错 不知道和凌川比起来怎么样 哎 别提了 我刚刚从江峰那边过来 那剑术就跟战武扎似的 比起来凌川稳赢啊 真的假的 人家之前积分榜那么高 我怎么有点不幸的样子 一群学生 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津津有味 在旁边观战武道 如此的练习 持续了半天之久 大部分同学 已经是满头大汗 纷纷停下来休息 然后加入了成为了观众洗礼的一员 靠 江峰的剑技也太笨拙了吧 这时候 但凡对方来一记直刺加横切 就胜负一分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剑重创一劫妖兽的 这还用说 肯定是简陋的呗 哎 江峰的这种剑法 感觉像我刚练剑的时候 基本上全都是破绽 果然传言有误啊 确实 就是委屈了我们的婉宁女神当陪练 周围人空腹畅谈 指点江山 对江峰每一次的出招分析的头头是道 一时间静乐在其中 说话的间隙 夏婉宁又是一记上调 她的动作同样缓慢 像是在适应江峰的进攻节奏 如果这时有精湛剑术的人在场就能发现 两人的进攻 看似缓慢僵直 但在同频的情况下 江峰的每次回击都相得一张 巧妙地化解了对手的进攻 这个时候的江峰顾忌重施 剑形变换后再度侧身斩去 但可惜这次并未得手 因为夏婉宁也察觉到了一丝门道 两人相视一笑 各自默不作声 江峰在感悟剑法变换的过程 所以剑弓节奏缓慢 而夏婉宁虽然没能第一时间 参悟洛因剑法的奥妙 但在适应江峰出剑频率的同时 也感悟到了些许精髓 可以说江峰在领悟剑法 夏婉宁则是在领悟江峰所领悟的剑法 两者的终点一样 只是后者要更加复杂罢了 但这些在其余学员面前 却并非如此 大家都停下吧 吴月副手而来 语气中的沉稳 让所有人都停下了演练 根据一上午的演练 所有人的练剑过程 我都看了一遍 但很遗憾地告诉你们 真正领悟到洛因剑法精髓的 只有一人 只有一人 该不会是凌川吧 我看她的剑法 已经和吴老师很相似了 说不定是凌凌呢 毕竟两兄妹对练的不分上下 凌凌不是练枪的吗 她的剑道应该不强吧 我感觉是婉宁女神 人家毕竟是武者四品 肯定有着得天独厚的理解能力 众人众说纷纭 忽然 一道声音插了进来 其余人回头一看 发现张子诚这货 不知道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在最后补了一句 我觉得你们说得很对 但咱就是浅谈一下江峰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一众人文言更加鄙夷了 江峰的练剑过程 大家都有目共睹 几乎全部由开始的期待 转变为了失望 怎么可能是她 可别忘了 剑爵里面的身法飘逸四字 那种缓慢的行剑节奏 完全不可能 就是 她那剑法 我家七巡大爷 都比她舞得好 过分了 顶多六巡 其余人纷纷点头 像是阐述事实 凌川面露自傲 眯着眼打亮江峰 眼神里仿佛已经看到了成败 实力才是这个世界说话的基础 即便江峰成为舞者 和自己这种天之骄子相比 也是无法触及的一道天欠 江峰 还没明白吗 这就是差距 凌川在心里沉吟 甚至都不想多看江峰一眼 依我看 不如大家来场比试 每个人都用落音剑法切磋一番 谁能赢 那唯一的误导者 自然而然就水落石出了 一个学员立刻提议 这无疑不是最快筛选出来的办法 而且还能在实战切磋中 学习到一些窍门 吴越扫视着这些学员 他没有否决 而是默许了这种鄙视 他也想知道 这些学生的实力到底如何 同学们欢呼 纷纷推举心里认可的那个名字 可是当提及到夏婉宁的时候 夏婉宁却表示自己 不想参与这次切磋 而理由只是没有完全掌握 落音剑法的精髓 夏婉宁主动放弃了这次竞争 要知道 这次的剑道课 不仅仅是一次课程 更是教导主任 对优等学生的筛选 明眼人都能看出 教导主任有爱才之心 一旦被选中 后续成为潜力生 私人受教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结果这时候的夏婉宁 却主动放弃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玲玲这时候也走到一旁 她的冷漠已经告诉众人 自己对切磋 也没有任何兴趣 不是吧 最有潜力的两个名额 都主动放弃 那比试还有什么意思 我看唯一掌握落音剑法的 就是凌川了 急什么 不是还有审核吗 人家的剑道基础 想来就是强项 而且我发现 吴老师看他的眼神也有异样 说不定事情有反转呢 一时间 凌川和审核 倒是成为了众人一伦的对象 审核的剑技颇为精湛 在对练的过程中 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再加上本身的剑道基础 就非常强 因此才有了举剑的机会 你们说要不要让江峰试试 我觉得 试炼第一的实力 不应该是刚才看到的那副样子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次比试的是洛英剑法 江峰其他的剑术才厉害 这次的课程 都是最弱的一个 有同学立马否定 说话的时候 还不禁贴了眼不远处的江峰 然后接连摇头 第24章 江峰vs林川 对此 江峰不予理会 经过之前的一番对练 他觉得自己对洛英剑法 有了一些感悟 似乎是隐隐抓到了技巧 武剑的速度 应该也可以跟着提升了 我对洛英剑法 还有一些疑惑的地方 咱们要不要再去练一会儿 似乎是看出江峰的想法 下晚宁小声凑到江峰耳边道 江峰自然求之不得 两人很快撤出人群 悄悄到一旁练习去了 其余人并没有受到影响 纷纷都期待着 林川和沈和的对战 在一众人的推波助澜之下 周围也主动散开了一阵场地 沈和同学 你先出招吧 林川持剑站在原地 并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黑色镜装下的身姿挺拔 气势凛然 身上所散发的那副 胸有成竹的自信 不加掩饰 沈和美眸流转 抬起的剑刃 伴随清风 同样是三品舞者 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自傲 看剑 沈和出招果决 他没有客气 更没有谦让 而是起身持剑 踏着行云流水般的步伐 急行而来 速度之快 甚至隐隐带起了一阵浪尾 如此的一幕 让众人连连赞赏 对于沈和首次的攻击 不可谓不妙 然而林川却只是单手招架 剑刃流转下 很快就取得了主动权 有了优势便要乘胜追击 林川立刻打出几道剑花 速度快到肉眼都难以察觉 在自己长久以来的剑术训练下 沈和不可能赢下自己 这是必然的事实 两个三品舞者的战斗 应该是酣畅淋漓 有来有回的 可是在林川如此迅猛的攻击下 却让沈和一时间有些招架不住 连连后退数米 等再次准备进攻的时候 却发现一柄长剑 已经轻轻靠在了自己的脖梗上面 林川站立在场地中央 单手持剑 剑尖指向身后 那俯视的目光一晃即逝 仅仅只是一次短暂的切磋 实战技巧和剑法的掌握 已经拉开差距 沈和败了 而且是被全方面碾压 不过对此 沈和并不在意 他只是想在这次的切磋里 找到的不足 场下的同学连连欢呼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林川就是那个唯一掌握 落英剑法的人吧 林川果然是剑道的天才 享受着同学们的吹捧 林川身世扶起沈和 目光也在人群中 寻找着夏婉宁的身影 想要分享此时获胜的优越 只是这个时候的夏婉宁 却在和江峰对练 脸上还挂着怅然的微笑 夏婉宁看着陪练的人 满目春风 甚至连看一眼 林川这边的欲望都没有 林川的目光 落在江峰握着的 那柄合金长剑 出招的动作略有加快 但还是破绽百出 凭什么 见到技术这么差劲的家伙 也能得到夏婉宁的青睐 林川心有不服 一时间把周围人的欢呼 抛之脑后 也不知怎么的 他鬼使神差地 朝着江峰的方向 喊了这么一句 江峰 一个人在那边 对练有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进入 顶尖的舞蹈大学吗 这次的切磋 可是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你就打算这样错过 林川盯着江峰的身影 虽然没有十足的讽刺 但这番话 任谁都能听出 语气里的不满和嫉妒 其余同学文言 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隔着老远距离 都能感受到 即将铺开的火药味 于是纷纷开始起哄 是啊 江峰 和婉宁女神 练了这么久剑法 总得有成果呀 就是就是 怎么说也是在 婉宁女神的教导下 练习的落音剑法 多少也得展示展示 不然光自己知道有什么用 一部分和林川 要好的学员 跟着帮枪 他们都是羡慕 江峰如此的待遇 眼下正好有人带头 自己 当然也要参与一番 反正也不会追究到自己身上 正练得起劲的江峰 听到这些话 皱了皱眉 林川 你要是没有打过瘾 可以找其他人切磋 没必要盯着我一个人不放 现在我暂时只想练剑 他的拒绝果断而又迅捷 面对林川的刁难 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话音落下 引得一众人唏嘘 什么吗 练了这么久 结果连展示都做不到 不会是悟性太差 剑法太差 不想在女神面前丢人吧 这些人窃窃私语 审核这时候也在一旁说到 武道一图 勇自当先 学习剑法 不就是为了切磋 和实战的时候用的吗 空有理论可不行的 他倒没有嘲弄江峰的意思 只是觉得 练剑的目的就在于展现 像江峰这种空有理论 没有实战的经验 就算再精通 也没有任何作用 毕竟 正常的对练 是看不见一个人成长的 虽然对练的过程中 自己也观察过江峰 但得到的反馈 却不尽人意 所以 他觉得正好借助 这一次切磋的机会 可以让江峰明白 自己和夏婉宁 是两个世界的人 江峰若有所思 武道一图 勇自当先 正所谓 狭路相逢勇者胜 面对敌人时 切不可畏首畏尾 一旦胆怯 失去了争勇之心 便落了下沉 甚至 还有可能衍生心魔 或许 自己确实 不该这么畏首畏尾 江峰沉声说道 夏婉宁柔声说道 江峰同学 其实你可以不用理他们 江峰笑了笑 递给夏婉宁一个 放心的眼神 随后上前两步 脸上 也没有了往日的那副弱势 林川 我接受你的挑战 哗 所有学员纷纷一正 睁大了眼眸 本以为江峰不会应战 不曾想他真的敢于林川对决 开什么玩笑 真敢林川比剑法呀 江峰这是飘了呀 我也这么觉得 而且刚才的比试中 林川的剑法 已经有了橙色 江峰赢不了 他的剑法太笨拙了 只是一眼就全是漏洞 而且 人家林川家底英时 兄长还是南山武道大学的炼药师 修炼资源 不缺也就算了 平时还会聘请 见到高手当私教 根本没法比呀 唉 江峰还是太年轻了 一击就忍不住了 经过林川与沈和的对战 这些同学已经纷纷确信 洛英剑法的唯一掌握者 就是林川 勇气可嘉 但你未免也太自大了 林川目光里满是细血 就凭你一个刚入舞者的家伙 也想胜我 今天 我就是要让婉宁看看 谁才是那个更适合他的人 婉宁 江峰这次可能要输惨了 我刚刚和林川对战的时候 他的剑法确实很强 沈和来到夏婉宁面前 挽起他的胳膊 仿佛是已经看到胜利 宣判着失败的一方 江峰会赢 夏婉宁轻轻摇头 很笃定 第25章 剑气 什么 沈和十分诧异 邓大美眸看着夏婉宁 仿佛是在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 眼前的事实 几乎是摆在眼前的 为什么夏婉宁还会这么说 看着沈和投来不解的目光 夏婉宁淡然道 因为江峰才是那个 唯一领悟了洛英剑法精髓的人 话音至此 一场切磋 也随即拉开了序幕 周遭的同学 看着这场伴随火药味的鄙视 心里也有了各自的答案 张子成面露担忧地看着台上江峰 心里早就捏了一把冷汗 江峰一剑 斩妖固然不假 但这次比拼的是洛英剑法 招式上若是没有得天独厚的理解 基本上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尽管他很希望江峰赢下鄙视 但事实却让他左右为难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里反应 一道冰冷的声音 却在这时给予了自己答案 江峰要赢 张子成扭头看向声音来源 发现说话的正是玲玲 他此刻双手还胸 一脸淡漠 你也觉得江峰能赢 似乎是在确定 那番话 就是从眼前玲玲嘴里说的 于是不假思索地 又反问了一句 可惜玲玲却不再理会 甚至连瞥一眼张子成的意思都没有 张子成嘴角一抽 为了缓解尴尬 他自己回答道 我也这么觉得 可玄机 张子成越想越不对劲 平时这个玲玲 一般都不会开口说话的才对 可是每次碰到江峰 却都会打破这种迹象 他不禁狐疑地又看了眼玲玲 心里一个念头忽然升起 他双手一拍 猛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卧槽 这个玲玲 该不会是对我家疯子有意思吧 念头一起 便如潮水般涌现 想要一直都困难 似乎是不想看到张子成这副歪歪的表情 玲玲不动声色地换了一处地方 张子成更加来劲 觉得是自己猜中了答案 快看 要开始了 忽然 一道声音把张子成思绪拉回 他定睛看去 发现江峰已经持剑 走入切磋场地 站在了凌川的对面 江峰一身休闲打扮 白色衬衫下 虽然能看清隐约的肌肉轮廓 但面对高出一个脑袋的凌川 气势上还是略输一筹 疯子 助剑道之荣光 扬长久而兴旺 加油 我看好你啊 张子成举臂高呼 一腔热血 就算江峰打不赢凌川 他也要支持 至少 气势上不能输了 其余人鄙夷地看着张子成 他们都知道平时两人的关系 所以也早就不以为然 一旁观望许久的吴岳 也颇有兴趣 他不动声色地来到围观人群之中 也想要一睹真相 凌川俯视着江峰 没有退步 而是就地只见对准江峰 黑色镜装下的他 步伐稳健 眼神也变得凌厉万分 这一战 他要让江峰败得一塌涂地 江峰却只是抬了抬手 示意让凌川率先动手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凌川眸光见冷 掌心的剑柄不由握紧 持剑便踏步即行 速度快到几乎淡出残硬 一道剑花打出 夹杂着丝丝空气中的嗡鸣 朝着江峰面门而来 出手便是绝杀 丝毫不打算给江峰还手的机会 看得出来 凌川动了真格 江峰这时 也快速抬起长剑进行抵挡 他的动作虽然迟缓 但一朝一夕间 却又应对自如 没有丝毫慌乱的迹象 而且随着凌川的攻击频率加快 他的速度也在不断上升 到最后 已然没有了先前慢条思理 漏洞百出的破绽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眼前都是一亮 之前凌川对战审核的时候 便是用这一击 将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到了江峰这里 却被悠然地化解了下来 而且看样子 江峰还一副游刃有余的状态 靠 这江峰该不会真在扮猪吃虎吧 我看男说 凌川一直占据主动 江峰这种被动打法 舒适迟早的事情 凌川冷哼一声 他手中剑刃迅速急停 脚步轻点下 踏步悬在半空 紧接着挥出蓄力一击 看似简陋的一招 里面却已经暗藏胸肌 细心的学员已经看出 这道挥砍里 还带着一道剑花 速度迅捷万分 肉眼很难察觉 犹如身法飘逸 形弱似隐的缩影 这是以洛英剑爵所展现的剑法 这一击 所有人都仿佛看到了结果 江峰脚底在这时 却凝聚出一股气旋 微风摇曳着衣摆 他持剑回击 脚下升起的风浪 猛地膨胀一圈 带着凌厉的剑锋横扫而去 空气中 一缕缕剑芒逐渐成形 形成一道道 由剑气所凝聚的剑花 带着澎湃的威势 营绕在剑尖之上 凌川瞳孔微缩 一股凶险逼近 他下意识察觉不妙 正想要侧身闪躲 可惜还是太晚 直接硬抗了这一击的伤害 刷 凌川手中长剑脱手 随着剑气的碰撞 武器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卧槽 是剑气 江峰竟然用剑气 把凌川秒了 一名同学惊呼 脸上的表情十分夸张 甚至本能地 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靠 假的吧 而且是用剑气形成的剑花 其余众人看到这一幕 早就目瞪口呆 面对江峰的反攻 凌川竟然一招都支撑不住 就连张子诚都觉得不可思议 千言万语 最终化为了一具 简短有力的 卧槽 一副牛逼 场面再度寄见 江峰收剑入鞘 听着上空剑刃 落在地上的撞击声 如同宣告胜利的铁锤 狠狠判定了最终的结果 凌川正在原地 他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对面的江峰 脑海中还闪过江峰 一箭破功的画面 凝聚的剑气 更是让他如梦似幻 这可是剑气啊 宗师级别 才可能掌握的能力 自己败了 败得一塌涂地 审核花容失色地 看向夏婉宁 仿佛是印证了对方的猜测 又或者说是笃定 那个是剑气 难道江峰真的得到了 落英剑法的精髓 可是他用的 就不像是落英剑法呀 审核只觉得 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 只剩下深深的不解和怀疑 同样的疑惑 也在其余人心底生气 刚才那一击 又或者说江峰使用的剑气 根本就不是落英剑法 掌握落英剑法 已经够困难了 结果还带上剑气 这不扯淡吗 无奈之下 所有人纷纷把目光投向无悦 现在 这位执法者 这位传教者 却成为了所有人 解开迷惑的关键点 掌握落英剑法 并且使用剑气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江峰用了其他剑术 没有用落英剑法 那就是作弊 第26章 义父 你还有别的桃花啊 江峰 切磋之前就有过规定 需要使用落英剑法 你最后那一击是什么意思 凌川看向江峰 眸子里闪过金翼 还有猜疑 脸色十分复杂 金翼在于 江峰掌握了剑气 而猜疑则是 他隐约坚觉得 江峰的剑法 不像是落英剑法 只不过自己的自傲 很快将这个念头 打压了下来 他不认为 江峰这样资历的人 能够掌握落英剑法的精髓 我用的 当然是落英剑法 江峰只是淡然收起长剑 转身回到原来的位置 注视江峰转身的背影 凌川发现 周围的学生 纷纷将目光放在了自己身上 此时的自己 仿佛一个 哗众取宠的小丑 但他还是不服 剑气又怎么样 他用的不是落英剑法 凌川把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了一旁观望的吴岳身上 这场比试规定 使用落英剑法 只要江峰使用的 不是落英剑法 那么自己 就不算输 更何况 江峰这种作弊的做法 也会让他名声大败 吴岳这时候 拾起凌川掉落的配剑 将其递还之后 却是由衷地鼓起了手掌 这次的切磋很精彩 凌川同学的表现 也非常出色 落英剑法的技巧 已经很是熟练 听到这一幕的众人 仿佛松了口气 犹如情理之中的事情 甚至已经猜到了 吴岳下一句话的说辞 江峰用的不是落英剑法 凌川才是最终的胜者 我就说吧 江峰那一招 不可能是落英剑法 唉 江峰想要在女神面前表现一波 现在看来是眼砸了 围观的学生窃窃私语 打算看一场 即将上演的好戏 凌川原本忐忑的心脏 也平复下来 脸上也隐隐有了往日的自信 可吴岳的下一句话 却让他再度哑然 不过 江峰同学用的 也确实是落英剑法 话音落下 所有人只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疼 开玩笑的吧 所有人都投来询问 纷纷表示不解 江峰用的 竟然真的是落英剑法 吴岳副手扫视众人 他淡然道 凌川同学 只是抓住了落英剑法的刑 但江峰同学 却领悟到了剑法的神 剑众人不解 他又继续解释 所谓剑行 那只是一余表面的东西 你只需要熟练地掌握出招顺序 以及剑法规律 便能轻松做到 但是剑法的神 却并非如此 我说过 剑爵是辅佐你们 领悟剑法奥妙的一环 但你们只是 参透了表面的意思 所谓落英剑法 变换无方 剑势如鹰 其中奥妙 在于变换二字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江峰同学每一次的出招 都在应对之际 都做到了巧妙变换 以手为弓 弓中有度 收放自如 也便是所谓的 方寸不乱 尽善尽美 这 才是落英剑法的精髓所在 一众人哑然 回想江峰对练的场景 切磋的场景 所有人的眼神 都发生了变化 难道 江峰那么慢的剑技 只是为了熟悉剑法的过程 我服了 江峰这家伙 太特么能装了 或许 一剑杀妖兽 并不是吹嘘 甚至有人觉得 若是不用落英剑法切磋 凌川可能在江峰手里 撑不过一个回合 这样一来 凌川的剑法虽然快速 但只是笼统地复制剑法的一招一式 没有自己的感悟 只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 面对强敌的时候 反而很容易被打破规律 自乱阵脚 这已经不是西败了 而是惨败 赤裸裸的降维打击啊 凌川自己找人切磋 结果被一击暴杀 我觉得 第二天高三又要传风了 格局小了 听着同学口中的调侃 凌川早已经自残行贿 他握着手中剑柄银牙紧咬 抬头看去的时候 江峰已经消失在人群 而自己站在场地中央 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众矢之地 审核也被吴岳的这番讲解触动 然后恍然大悟 见江峰朝着这边的方向走来 眼神不由开始闪躲起来 吴岳咳嗽一声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落英剑法的领悟 需要你们每天练习 只有熟练技能 才能生出巧技 这是你们在实战中能起到奇效的见招 不要想着走捷径 所有人谨记于心 今天的剑道课不同以往 可以说实打实 教会了这些学生们使用的技巧和心得 只有凌川觉得 吴岳的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还要面子 趁着吴岳宣布下课结束的功夫 赶忙离开了这里 很快 一天的课程也便随着落日结束 其余剑道课的学员也都纷纷散去 各自返回了自己的教室 疯子 刚才那一招挑剑指敌简直帅呆了 没想到你这种苟着的打法这么有效 那凌川估计都猛逼了 张紫诚从后面走来 一把搂住江峰肩膀 眼里满是崇拜的小星星 去去去 少拿我开涮 江峰没好气地打发着 还想要凑上来的张紫诚 什么叫苟着打 这是什么话 张紫诚兴致来了 一阵马尾带鞭炮 夸发都不带重样的 看到斜阳下 一道少女的身影消失在操场 张紫诚用胳膊顶了顶江峰 一脸坏笑道 疯子 你的桃花可不浅 我跟你说 三班的铃铃 大概率对你有意思 什么 江峰以为自己听错了 连忙摆手撇清关系 造谣可是要进小黑屋的 你可别乱说啊 绝对有好吧 整个学校可没人家值得搭理的对象 就你独受欺怜呢 为了让自己的说法 更有立足依据 张紫诚还佐证道 你跟凌川比试那功夫 我可是听得真真切切 还没开打 人家就说你已经赢了 看我在旁边 还不好意思地走了 江峰一脸鄙夷 以自己对这货的了解 这话也就前半段能信 后面没准 就是这货歪歪的假象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还不信 张紫诚停下脚步 一脸心酸 哥哥你啊 现在已是桃花磅身之人 不像弟弟我 还是单身狗一枚 也不知道传授点经验过来 好让弟弟寻个好生人家 江峰嘴角一抽 看这笨货 上辈子怕不是个戏精 我哪有什么惊艳秘诀 张紫诚一脸不信 你绝对藏私了 如果不给我传授点经验 我就把玲玲的事情 告诉嫂子 然而话还没说完 一道绝美的身影 出现在两人面前 笑盈盈地看着江峰 连眼角都带着灿烂的笑意 江峰 你好 张紫诚睁大了眼睛 正在原地 疯子 哦不 义父 除了嫂子 玲玲 你还有别的桃花啊 第27章 巧合 将时间拉回到一个小时前 安令意中 晌午的太阳 透过窗台照射进教室的走廊 汇聚成了一片片 丁达尔效应的金色极光 少女小手轻推 踩着脚底的暖光曲片 一蹦一跳地 从校长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 脸上还洋溢着 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冯三说 这次筹备的药品 可把我大波高兴坏了 那些补原单安令室 应该没有吧 你都是上哪弄到的 江峰好奇地转过身 作为整个安令最大的药管 他自然清楚 大多数药品的出处 不过对于今天准备的药物 他还是有些意外的 毕竟 这可是上等的补原单 市面上的价格 可一点都不便宜 这次的药品 是我特意在五道联邦的 制药堂里面 精心挑选的补药 对江校长调养气血 滋养原神 有着捉襟见肘的效果 张老三弯腰紧随其后 一边走一边解释着 他手里还提着一个 四四方方的小盒子 盒子里面本来是装着补药的 但现在已经被送出去了 制药堂啊 怪不得能做出上等的补原单呢 江赫一副原来如此的模样 他双手背在身后 倒是没有感到意外 所谓制药堂 就是专门研制单药成品的地方 同时也是供给各大药管 原材料的源头厂家 里面的炼药师 基本都是从各大顶尖 武道学院挑选出来的 所以权威性很大 路过田径场 看着一群学生 并肩汇聚在一起 新生好奇的江赫 也在这个时候停了下来 他探着脑袋 打量着这些自行散开的学生 目光所及之处 一男一女两个学员 持剑站在了人群中央 剑光流转下 已经开始了交战 少年一身黑衣 横眉剑目 少女肤之弱水 柔姿凛然 双方的对峙 仿佛不分高低 周围的学生举剑欢呼 为各自心中支持的对象呐喊 江赫点着脚 站在人群后方观望 见到切磋 倒还蛮有趣的 自从自己上了南山舞蹈大学 类似的切磋 可谓是少得可怜 眼下正好一宝眼福 小主子 你觉得这次的切磋 哪边会赢 冯老三也是一时兴起 见江赫略有兴趣 不禁询问道 这还用说 黑衣少年赢了呗 江赫轻轻一笑 背着手脸上无比自信 两人的剑法一致 但熟练程度和基础不同 只是一眼便能得出结论 反倒是冯老三心生疑惑 然而等到真正答案 被公布的时候 他却是一眼惊异 随着一声剑名骤响 果不其然 黑衣少年踏前的一次袭击 已经副手剑指对手咽喉 胜负已然有了结果 江赫轻哼一声 像是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得意的昂首 无比满足地转身离去 自己虽然是炼药专修 但对剑术的掌握也丝毫不弱 冯老三推了推眼镜 崇拜已经写在了脸上 没想到 小主子对剑道方面 也有着非凡的造诣 思考之间 随着一阵唏嘘和嘈杂 新一轮的切磋鄙试 已经拉开了帷幕 对于舞者二品 雍鹿一声的冯老三来说 这种比赛 倒是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所以看了两眼后 便准备转身 跟着小主子一起离去 可是 当他把目光 从黑衣少年身上移开 放在新上台的 减称少年身上的时候 毛子里的平淡 却立刻荡起了波澜 小主子 我找到了 是他 是他 他连忙追上 还未走远的江赫 指着台上的少年 激动的语气 都不由结巴起来 谁啊 江赫歪着脑袋 顺着冯老三手指的方向看去 眼里也是满满的疑惑 也不知道冯三叔这是怎么了 激动成这个样子 就是他 上次在咱们要革炼药的小伙子 咱们要找的那个炼药师 冯老三平复激动的心情 指着简山少年持剑的身影 语气中仍然能听出喜悦 没想到 自己找寻了好几天的少年 竟然就藏匿在这锁高中校园里 什么 那个炼药的小天才 你确定没有看错吗 江赫眉眸同样惊异 打量着切磋少年 不曾想 清河海风 融融月色 所寻之人就在身侧 激动之下 自己甚至都打算 直接冲入人群找人了 但仔细一想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正好又是见到切磋 不妨看看 这位天才炼药师 在其他舞蹈上的天资 又当如何 冯老三噎了一下 江赫嘴里突然冒出的小天才 让他有点猝不及防 反应过来后 还是很快点了下头 不过 小主子 这小天才的剑刀技术 好像不是很强的样子 我看几个回合下来 一直都被对方压制 冯老三犹豫了片刻 看着远处切磋的两人说道 这次自己确信 自己看出了点门道 因为直观的视觉感太强 很容易就能分辨出 优劣的一方 不过江赫却摇了摇头 这只是表象而已 其实就和下棋一样 直气人每一步的落子 都有着他 自己想要步的局 剑法也是一样 似乎是想到了 另外一种可能 他又立刻补充道 当然 菜得另算 江赫用手脱塞 布局者 直剑人 表象的障眼法 才是最能迷惑人的 冯老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实际上却听得云里雾里 他不由哀叹一声 果然 这种高手之间的较量 终究不适合自己 这老年人观看 这个时候 一道微风迎面扑来 风速不大 但却带着一股力道 冯老三抬头观望 发现这位天才炼药师 手里的剑刃凝聚成形 化作一阵阵气浪 打飞了黑衣少年手里的剑刃 竟然是剑气 江鹤不由微微张嘴 眼里的精益无法磨灭 我没看错吧 这小天才竟然用出了剑气 而且 这批学员 应该也才只是舞者镜吧 没想到 这小天才 不仅炼药出色 舞蹈剑法也是卓越 震惊之余 胜负已然有了眉目 同学 台上那个白衣剑衫的少年 叫什么名字啊 江鹤这时 走到最近的一个学员身后 伸手拍了拍肩膀 一脸微笑地询问道 这个天才少年的名字 自己一定要知道 学员明显愣了愣 对于江鹤的询问 他反倒是老脸一红 眼前的少女太漂亮了 缓了一会后 他才指着剑山少年的背影回答 他呀 咱们高三副本考核的第一名 江峰 江峰 江鹤重复默念了几遍 原来你的名字叫江峰 他脚步不停 看了眼江峰离开的方向 也很快跟了上去 第28章 合作 江峰 你好呀 逆着剑刀课结束的人潮 江鹤站在两个少年的面前 主动打着招呼 你是 江峰满脑袋都是疑惑地问号 这人是谁 他找我干嘛 张子诚羡慕之情 溢于眼表 看着眼前又一个出现的角色少女 他很想掰开江峰脑袋看看 这都是从哪里学来的撩妹技巧 小伙子 一道声音传来 江峰发现一个熟悉的人从远处跑来 三十出头 戴着老式眼镜 倒是一副文质冰冰的样子 季生阁 冯老三 江峰心里一个咯噔 略微皱眉 不会是自己弄坏了他们炼药室里的东西 这会追学校来讨要赔偿款的吧 小伙子 我是季生阁的冯老三 冯老三满脸激动 然后指着旁边的女生介绍道 这位是季生阁的小老板江鹤 安令市的天才炼药师 也是南山舞蹈大学的学生 他的语气带着尊崇 面对江峰的时候 也没有了最初见面时的冷淡 反倒是一脸的热情 炼药师身份 在整个舞蹈地位崇高 而且人才稀少 这个年纪进入南山舞蹈大学 当真了得 江峰赞叹道 眼前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女 没想到 竟然已经是顶尖舞蹈大学的学生了 那是 炼药师的身份 放在整个舞蹈 都是凤毛铃脚般的存在 冯老三语气里透露着自信 就像有幸认识 一位炼药师 非常荣幸一般 张子诚这时 更是直接惊呼出声 卧槽 南山舞蹈大学 而且还是炼药专业 那可是我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现在整个高考 能进入顶尖舞蹈大学的 实在是太少了 估计我高中三年 也得和绝大多数人一样 进入一所普通的舞蹈大学混日子吧 张子诚眸子里 又闪过一丝失望 对于入选的苛刻 让一众学子望而生怯 发现周围人 都把目光聚焦到了自己身上 张子诚咳嗽一声 小声凑到江峰耳边 巧声询问 倒显得收敛了很多 疯子 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么个天才少女 你是怎么认识的 张子诚简直要羡慕死了 心中怒斥 天道不公 天道不公啊 江峰耸了耸肩 一脸都无辜 这不现在才认识吗 自己简直冤枉 天知道眼前这姑娘 找自己是干什么的 张子诚早就把笔一二次 写在了脸 我要是姓名 曹操也就不会给人乱戴帽子了 看着面前几眉弄眼的两人 江赫颇觉得好玩 再加上 江峰也是一名炼药师 而且还能以舞者之姿 打出剑气 这可是结交舞蹈强者 千载难逢的机会 江峰 我叫江赫 很高兴认识你 江赫伸出那双白皙修长的手掌 眼神灼热地期待对方的回应 如果说修为造诣 是舞蹈天才的冠名词 那眼前这位要舞双修的少年 绝对是天才中的翘楚 看着那弹直可破的手掌 张紫诚脸冒绿光 一脸嫉妒 没想到 他紫诚飘零半生 却连女生的手都没摸过 简直自残行贿 你好 我叫江峰 江峰这时 也从思绪中回到现实 伸出手掌礼貌一握 江赫 这个名字 自己并没有听过 但看对方谦和的外表下 气血却是非常浓厚 至少舞蹈修为也不容小觑 江赫定了定神 收起内心激动的心情继续说道 这次过来的目的 主要是想跟你谈一个合作 关于你在我们要隔离研制的 鼓舞药育配方 我觉得 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合作 药育配方 江峰平静的脸上 有了波澜 你们找我合作 他甚至觉得 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一名舞蹈学生 哪有合作的价值 似乎是想要确定 自己听到的内容 他不禁重复了一遍江赫的话 江赫十分肯定地点了下头 没错 就是合作了 就是 你在我们药店炼制的鼓舞药剂 我的想法 是将药方成品发行出去 让更多的舞者 有一个稳定的晋升空间 相信 这会让整个舞蹈 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上 留下时代锚点般的影响 当然 合作是双方的 除了冠名药商和分成之外 我个人还可以单独 给你一笔高额的赞助资金 他述说着自己内心的想法 同时也在期待江峰的答复 虽然和现实相比 显得有些遥远 但未必不能实现 对江赫来说 这既是一次试探 也是一次尝试性的沟通 我靠 不是吧 义父 你什么时候还会炼药了 张子诚不由远离了几步 狐一地打量起 这个有点不认识的江峰 嗨嗨 略懂一点 江峰咳嗽一声 张子诚撇撇嘴 怎么以前没有发现 自己的死党这么优秀 江峰转而看向了江赫 江赫穿着亚麻衣衫 穷比短发 一双桃花眼 唯美中 还带着些许俏俏皮 给人一种憨态可居的任性 你想怎么合作 江峰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顾虑 倒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对方 只是做出询问 江赫想了想 看了眼周围人流穿梭的学员 这里不太适合谈合作了 咱们去校长办公室吧 那个地方会比较安静 对于药育配方的交谈 这种公众场所 难免会让人觉得不妥 这是合乎常理的想法 为了打消江峰的顾虑 他又补充道 放心 江校长是我大伯 在那里不会有人打扰的 江峰若有所思的 看向了一旁 还在歪歪的张子诚 诚子 我去谈点生意 你先回教室吧 江峰笑了笑 张子诚也懂事 知道自己不适合这种交谈场所 也就没有继续留在这里 而是转头朝着教室的方向 走了回去 打发完张子诚后 江峰便向江赫示意 先不说合作能否成功 就光是高额赞助这一点 自己也想尝试一番 那他好了 事不宜迟 咱们快快出发吧 简约谈游戏 江赫脸上顿时喜笑颜开 恨不得现在就开始交流合作 他实在对鼓舞药剂太感兴趣了 好 江峰点点头 应允江赫的提议 两人很快融入人潮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江赫过于亮眼 导致经过的学员都不由被其吸引 老王 刚才路过的那美女是谁 你认识吗 哪个班的 我怎么知道 话说他旁边的人才是重点吧 那不是婉宁女神的男朋友吗 卧槽 还真是 没想到竟然采野花 说不定人家只是朋友 你们瞎猜什么呀 第二十九章 洽谈 江峰和江赫穿过教学楼 走进了教室办公区域 校长办公室门外 江赫敲了敲门 脸上扬起乖巧的笑容 大博 校长办公室里坐着一位两并斑白的中年人 他的下额留着一点点胡渣 但整个人看上去精神气却非常充足 这是气血带来的变化 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在整理文件 眉头也拧成了一个疙瘩 他是安令义中的校长 江庆舟 江庆舟抬眼看到江赫露出了笑容 怎么了 小赫 江庆舟抬头看了眼进来的三人 不过落在江赫身上的时候 倒不自觉地打量了一番旁边的江峰 没想到自己侄女还带来了个熟人 大博 我想在这里谈个合作 借你办公室 用用啊 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的 他跑到江庆舟进前 探着小脑袋 说出了自己过来的目的 小孩子之间能有什么合作谈的 江庆舟笑了笑 语气中似有调侃 那可是大事 江赫故作神秘 江庆舟看了眼手腕上的怀表 笑道 那行 正好大博要出去办点事 你们要谈合作的话 可别把我这些文件给弄乱了 很快的 不会给大博添麻烦的了 江赫帮忙把桌面上的文件 轻点在一起 步伐轻盈地绕到江庆舟身后 双手贴在后背 一边说着还一边催促 江庆舟无奈着摇头 对这个侄女的作风 他早就戏意为常 所以倒也没说什么 不过在临近离开的时候 他倒是把目光落在了江峰身上 这小子 就是自家侄女要合作的对象吗 对于埋士森林积分榜的第一名江峰 他这个校长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走到江峰近前 脸上并没有肃染 而是满目的谦和 江峰 上次埋士森林的考核成绩非常不错 高考在即 以后可得继续保持啊 江庆舟笑呵呵的语气 就像和日常的朋友聊天 显得无比亲和 好的 江校长 我会继续保持的 江峰有点受宠若惊 礼貌地回应了一句 江校长同样是大宗师级别的舞者 实力甚至还要在吴主任之上 能得到这样一位人物肯定 还是颇有成就感的 好了 大伯 你快去忙吧 江鹤笑得格外灿烂 好好好 大伯这就出去 不打扰你们两个小孩子合作 江庆舟也不再逗留 转身走出了校长室 来来来 先喝茶 冯老三主动倒好了两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江峰和江鹤面对面坐着 各自品了品茶 倒是有些合作协商的意味了 冯老三作为牵线人 再度向江峰介绍道 小伙子 其实对于这次的合作 你可以完全放心的 我们小主子也是一名炼药天才 寄生阁里很多的药物 都是小主子亲自炼制的 也正因为如此 早早就以保送的名义 进入了南山舞蹈大学 江峰文言 点了点头 果然 炼药师可以保送舞蹈大学 这的确也是一个机会 人类和妖兽 对抗这么多年 消耗巨大 众所周知 种族对抗 拼的是底蕴 拼的是后勤 炼药师作为后勤的关键保障 地位崇高自然不言而喻 像江峰这般的天才少女 定然是顶尖舞蹈大学的 重点培养对象 冯老三继续介绍 而且 小主子的父亲 就是南山舞蹈大学的 首席炼药师 光是这一点 合作方面绝对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江峰眉头一条 眼前这个天才少女的父亲 竟然是南山舞蹈大学的 首席炼药师 难怪如此年纪 就有高超的炼药水平 这个江峰 当真不简单 看得出来 在药力方面 江峰家的底蕴 还是相当雄厚的 这既是一种自信 也是一种合作必要的背景 以江小姐的履历 今后的舞蹈修行 造诣绝对不小 江峰的赞赏是实打实的 放眼舞蹈 这就是天才的代名词 然而 江峰只是摆了摆手 谦虚道 相对于江峰同学 能够独自练制出鼓舞药剂 我这点造诣 就显得不值一提了 江峰浅笑中带着谦虚 倒也没否认自己的事实 他接过话题 目光再次落在江峰身上 毛子里一踩绝伦 其实 炼药师的造诣无非两点 新时代的研发药品 以及炼药方面的精通程度 在后者的领域 我能做到独善其身 只是面对创新 倒显得有些乏力了 但你不同 说实话 以你目前的炼药水平 完全可以在舞蹈联邦认证炼药师 尤其是你以舞者镜 打出宗师剑气的这一点 药武双修 绝对是各大顶尖学院 抢着药的天才学员 这并不是吹嘘 而是由衷的感叹 和事实的依据 他有预感 江峰这个名字 注定不会平凡 甚至可能 响彻在整个舞蹈 过奖了 这个药方 我也只是机缘巧合做出来的 比起江小姐的成就 我这点炼药水平 也只是红毛一撇 江峰没有提及 有关鼓舞药育配方的来历 而是同样谦逊回应 对于这种客气的回应 商业互吹四个字 形容当下 无疑再适合不过 两人不由都笑了 江峰看着杯中漂浮的茶叶 神情又很快转为了认真 他的桃花眼下 点缀着心芒 倾起朱唇 鼓舞药剂属于五道星药 其中所蕴含的药效 异常显著 而且 我发现这种药剂 不光能作用到舞者身上 甚至是普通人 也有着不错的提升空间 换句话来说 就算是普通人 在这种条件下 也能成为舞者 江峰眼前一亮 这种猜测 自己之前也有想过 但一直没有付出实际行动 若是鼓舞药育 对普通人可行 也就意味着 爸妈也能一跃成为舞者 到那个时候 全家人的生活基础 就有了稳定的保障 这是舞蹈辉煌的映照 所以我很希望 咱们的鼓舞药育 能够大量研发 这对前线对抗妖兽的舞者 也未尝不是巨大的帮助 见江峰有些动容 江峰试探性询问道 闻着空气中弥漫的茶香 江峰抿了抿茶水 不说舞蹈兴旺这种 遥不可及的理念 就单单能让普通人 成为舞者这一点 他觉得自己 也有必要尝试一番 毕竟 普通人之所以 无法成为舞者 除了资源不足外 更多的是本身的体制 达不到舞者标准 所以这些人 才会成为舞蹈世界的底层者 大规模生产配方 我没意见 但药材 数量 规模 以及名誉这些方面 你们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吗 鼓舞药剂 可以注册在你名下 由你个人 授权给我们寄生阁 再有寄生阁独家代理 生产发售 产生的利润 五五分成 你看怎么样 第三十章 误会 五五分成吗 江峰心中私存 无疑 金钱作为五道一行的 必经之路 这一点尤为重要 这是一次机会 药剂的发行一旦成功 这些变现的资金 都能快速填充 自己目前的需求 毕竟对于爸妈身体 所需的治疗 是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除此之外 如果能生产 更多药剂资源 妹妹的修炼进度 也能继续更上一层 甚至在高二的时候 突破五指二品 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 日后与妖兽抗争中 武器资源也是一个难题 就拿夏晚宁 给自己的一柄 终极合金长剑来说 市面上就需要两万 这些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实在太多了 如果只凭借奖学金 剩下的那些积蓄 远远不够 对于这些条件 我没有问题 而且基生阁 作为安令最大的药管 销售这一点 我也非常放心 江峰面露微笑 几乎没怎么犹豫 就答应了下来 对于药剂的发行 以鼓舞药剂的药效 完全有可能占领市场 成为大众化的 民用药育资源 这是自己作为 首个实验者的自信 那真是太好了 这样的话 咱们合作的初稿 就这样愉快地达成了 江峰语气里带着激动 难掩内心的喜悦 这对自己 甚至是基生阁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种机遇 哦 对了 想要成功拿到鼓舞药剂的专利 你还需要去武道联邦 认证炼药师的身份才行 兴奋之余 江鹤倒是记起来了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不由提醒到 因为只有这样 鼓舞药剂 才会正式注册在你的名下 这样也能防止 其他炼药师 盗取你的成果 江峰点了点头 这是发行必要的途径 对此自己 倒没有任何意义 江鹤吟吟一笑 美眸里映照着江峰的轮廓 他喝了口茶水 提到 安令市这边的武道联邦 我比较熟悉 你看明天有没有时间 我可以带你 去进行炼药师的考核认证 文言 江峰自然是求之不得 如果有一位天才恋药师协同 能少去很多没必要的步骤 既然如此 那到时候 就麻烦江小姐了 江鹤脸上略显得意 他挥了挥小手 举手之劳嘛 话音落下 他颇为郑重地向江峰伸来右手 那可就这么说定了 提前祝咱们合作愉快了 合作愉快 江峰握手回应 感受对方手心炙热的温度 这股热情 倒是无形中感染了自己 两人再度闲聊了一会 潜谈了一番药剂的研发和功效 最后在一阵上课铃声中 愉快地结束了这次的交谈 此刻 高三一班 夏婉宁坐在江峰的位置上 撑着脑袋表情略显疑惑 诚子 你知道江峰去哪了吗 他怎么没和你一起 回教室啊 他对座位旁的张子诚 投来询问的目光 自己本来是想着 恭喜对方拿下优胜的喜悦 没想到比试结束后 江峰就不见了 呃 江 江峰啊 他 他 张子诚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直直呜了半天 也没能打上来 一边是嫂嫂 一边是兄弟 这可让自己好些犯难 唉 大意之下 嫂嫂 紫诚可是左右为奸 难以奉告啊 夏婉宁眉头轻皱 他歪着脑袋 张子诚多半知道江峰在哪 但却不清楚 对方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正打算继续追问 不料教室后门这时候 突然被人用力推开 一个少女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那精致小巧的鹅蛋脸上 一双美眸死死盯上了张子诚的方向 还能去哪里了 见到课结束后 江峰就跟着一个青春靓丽的美少女离开了 沈和美好气地看着张子诚 说话的时候 甚至格外强调了美少女这三个字 可不能乱说 不是这样的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江峰不是那样的人 张子诚嘴角一抽 盲不迭站起来进行解释 同时心里暗道不妙 疯子啊疯子啊 诚哥我这次怕是保不了你了啊 说完她还不禁看了眼夏婉宁的方向 但结果却让她情不自禁地 再次对江峰感到了默哀 夏婉宁脸上的笑容微微僵硬 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这能有什么误会的 田径厂商很多同学都看见了 沈和气不打一处来 插着小妖赤诉着江峰的罪行 自己好不容易在见到课上 对江峰升起的那么一点点好感 现在也早就烟消云散 甚至还大不如从前了 如果可以 她真想当面扯着江峰衣领质问 婉宁究竟哪里对不起她了 张子诚自知理亏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重新坐回位置一声不发 她眼神闪躲地看向窗外 不料眼前一幕 倒是让自己松了口气 被我说中了吧 沈和一脸愤愤 江峰她不是这样的人 夏婉宁拉了拉沈和 帮江峰解释 很多人都看到了 婉宁 你可别被她骗了 沈和苦口婆心地劝说 夏婉宁抿抿嘴 随后笑道 你想多了 她要是那样的人 她估计早就 早就接受我了 说完 夏婉宁脸上浮现一抹红郁 略显羞涩 哎呀呀 沈和双手抓着夏婉宁的外肩 轻摇了两下 你这是当局者迷 我作为你的好朋友 是绝对要给你 把一把关的 张子诚在一旁缩了缩脖子 看着夏婉宁 无条件相信江峰的样子 心中那个羡慕 义父 你前世记了什么德 竟然能得到 嫂子这样的女孩子青烂 第31章 我家江峰 咦 你们都在 江峰回来了 一进教室 她就看到 婉宁 沈和 还有张子诚三人凑在一块 有些诧异 张子诚正要上前解释一番情况 结果 沈和比她更快一步 她直接把江峰堵在了门口 小脸严肃 江峰 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婉宁 和另外一个美少女出去约会了 江峰明显愣了愣 美少女 是说江贺吗 江峰眼睛余光发现周围同学的异样 又瞥见还有张子诚几眉弄眼的表情 沈和这是误会了 误以为自己避开婉宁 和江峰去约会了 江峰看向夏婉宁 解释道 沈和同学 你误会了 见到课结束后 那个人想找我商谈合作的事情来着 商谈地点在校长办公室 沈和一脸不幸 皱着眉头看江峰 怎么可能会有人和舞者学生谈合作的 更何况还是在校长办公室 你这理由实在是太牵强了 就算合作是真的 校长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吧 越是这样想 沈和就越觉得江峰是在欲盖弥彰 校长可以给我作证的 江峰点点头 信誓旦旦地说 沈和嘴角一抽 校长给你作证 我哪敢找校长验证真伪啊 好了 我就说我家江峰不是那样的人 夏婉宁的声音甜诺诺的 又带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相信 江峰看向夏婉宁 见她的脸上带着清风秋水般的笑容 一脸真挚 江峰咧嘴一笑 重重点了点头 在回应对方的温柔和坚定 沈和人猛了 我家江峰 看了看夏婉宁含情默默的眼神 又瞥见江峰的眼神 回应夏婉宁 自己家在中间 就相当于 电灯泡 啊呀 婉宁 你不要上了她的当啊 零零零 上课了 沈和赶忙拉着夏婉宁回座位 像是放过了江峰 又好像是放过自己 毕竟 当电灯泡 的确很难受 张紫诚小声凑过身子 眼里流露出钦佩的神情 疯子 不得不说 这顿操作简直高啊 刚才我都以为你 这次要凉了 没想到你 还能起死回生 这话一点都不假 就江峰 那无力的解释 他自己都觉得悬 文言的江峰 简直想一脚 把这货踹飞 不是你脑袋里想的那样 真是谈合作的事情 见张紫诚还是不信 无奈的江峰 也只好给这笨货点了个赞 很快 一天的课程结束了 放学的旋律 响彻了校园 天空的火烧云 格外唯美 班级里的学生纷纷离开 在回家的路上 享受着晚霞的沐浴 江峰 江峰正打算 拥入回家的人潮 却不料身后的声音 让他驻足 今晚我想去武馆对战 锻炼一下实战能力 要不要陪我一起啊 下晚宁双手攥着手提袋 直直地站在江峰身后 他的毛子里闪过期待 但还是用最温柔的语气 进行着询问 江峰的心弦仿佛被波动 这一幕 不由让他回想起了 两人在老城区的时候 他沉默了一会 张了张口 像是在座决定 婉宁 他的脸上带着歉意 因为自己还有 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所以只能无奈拒绝 对于洛英剑法的使用 自己打算将其运用 在杀妖方面 不过前提是 找一些虫子练手 顺便提升修为 只是这种事情 没办法带着下晚宁 所以倒也觉得遗憾 下晚宁脸上似有失落 但这种神情 只是一闪而过 并没有被江峰捕捉到 嗯 那咱们改天再练 他点了点头 他试探着询问 嗯 改天再练 那可说好了哦 一定 江峰轻轻刮了刮 下晚宁的鼻尖 回应了一道歉意的微笑 下晚宁轻轻点头 看着江峰腰间的长剑 心底的失落到 很快也随着直见人的离开 而被带走 正要转身 不料林川却从身后走了过来 他委婉地进行着邀请 晚宁 我这里正好多出来一张 武馆练习票 等会要不要一起去 武馆练习 落英剑法的实战技巧 不用了 今晚我打算放松一下 下晚宁礼貌拒绝 然后提着手提袋 走到了沈河身边 闻着少女离开时残留的清香 林川看着江峰离开的背影 手里的拳头微微紧钻 心里暗自发誓 江峰 我一定要打败你 直到江峰的身影 从自己视线中消失 一道少女的倩影 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才堪堪回过神来 小林 我在一家武馆预定了队练场 等会咱们一起去吧 林川走到林林身边 拿出训练门票 平时自己一直都是 和妹妹队练 所以 如此地邀请她 早已习以为常 不去 林林却只是看了眼 林川手里的门票 想也没想 就拒绝了下来 她跨着小包 踢着长剑 蓝白的卷发 在夕阳的照射下 柔和又唯美 可是背影却给人一种 远眺冰山的济世感 林川伸出的手掌 飞风吹起她手里崭新的门票 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独自在风中凌乱 老城区 即将拆迁的烂尾楼下 江峰持剑 脚步如风 她一剑落下 伴随剑渐的活物渐冷 一道电子音从脑海中传递 恭喜宿主首杀石斧飞蝉 获得奖励 气血单一枚 修为加一 夏日的蝉鸣 总是让人过躁 吵得人不得安宁 可是江峰所在的这片区域 却已经成为了一处禁区 因为枯黄交错的杂草丛中 发飞荒凉的泥土地上 到处都有被她斩杀的重重尸体 今日份杀妖进度倒还不错 估计明天就能顺利突破到五者四平了 江峰五出一道剑花 打在一棵营养不良的老树上面 语音提示再度传来 宿主击杀强大妖兽石斧飞蝉 修为加一 洛英剑法变化万千 剑芒闪烁 修为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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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 洛英剑法是绝佳的刷经验剑法 连绵不绝 变化万千 如果此事无约在场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教的洛英剑法 竟然会被江峰用来杀这些无用的小虫子 江峰收起长剑 俯瞰满地的战绩 这一片区域 估计以后都会被纳入 缠缠协会的黑名单上 不过这些 已经不是江峰需要关心的事了 打开面板 江峰心道 宿主 江峰 境界 五者三平 据境界五者四平所需修为 四八九七百 很快就要冲上五者四平了 江峰心满意足 转身正要回家 忽然 一道身影 出现在江峰的视线中 江峰眉头微皱 她来干什么 第32章 挑战 玲玲 江峰眉头轻挑 她不明白 玲玲为什么会出现在老城区 更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玲玲握着腰间长剑走来 白色衬衫上一尘不染 前胸上还留着一个橘色小猫印花 看上去甚是可爱 只是 她拔出手中如雪的长剑 脸上一如既往的冷淡 不过正当江峰以为 对方要大放厥词 昂颜宣战的时候 玲玲却只是说了这么一句简短的话 我想挑战你 洛英剑法 简短的几个字 却让江峰挣了许久 但这对玲玲来说 可能是这些天 自己说过字数最多的话了 挑战我 用洛英剑法 回过神来的江峰 不由重复了一句 说不定是她看见自家哥哥 在台上出丑 想来报仇吧 倒也没有拒绝 正好检验一番 杀妖练习洛英剑法时的成果 火烧云下 少年拔出腰间长剑 剑刃的寒芒交汇 与少女手中的剑尖碰撞在了一起 犹如浪花打在海面 荡起了一阵涟漪 玲玲轻轻点头 率先出手 她的速度很快 卷起的封尘 并不像剑客的凛冽 反倒有种枪客的霸气 只是眨眼 玲玲便来到了江峰境前 她手中的剑刃横批 有种势如破竹的威势 江峰抬手格挡之际 竟然还被震退数米 她心中不由惊叹 好强势的剑法 玲玲脸上毫无波澜 趁着江峰下盘不稳 立刻乘胜追击 沿着江峰手中的剑刃 滑向对方剑柄 直接改变了进攻路线 转而侧展 朝着江峰面门而来 江峰踏步闪避 脚下也在这时 荡起一股气旋 趁着对方下一次袭击位置 只是如此的一番进攻 无形中却带动了周围的杂草 让其不禁剧烈翻涌起来 玲玲打出剑花进行回应 身体闪避的同时 也不由向后倒退 这种视如破竹般的进攻 只在一瞬 就被江峰巧妙地给化解掉了 玲玲再度发起猛攻 她踩着晚霞的落叶 踏前一击 凶猛的力道撕裂空气 让剑鸣炸响 江峰同样回击 以变换之势 在防守中寻找进攻破绽 合今常见的刃肩上 江峰的剑气挥斩而出 威力相当不俗 这是当时击败凌川的招式 然而玲玲却只是单手持剑 并不慌乱 她侧手抽出腰间剑鞘 以鞘为剑相互交叉着 进行格挡 凌猎的剑气 肆意绞杀着周围的落叶 玲玲横步侧身 削减威势的一剑 将这阵剑气打散 席卷的狂风将那头卷发吹散 颇有种阴撒之势 好剑法 江峰不由夸赞 同时眸子里的精益 异于眼表 眼前的少女 不仅擅长剑法 而且还是一名双剑客 枪剑精通 武者兵法占据两样 这个人的实力 绝对超过了武者三品 玲玲并未收回剑鞘 而是利用剑鞘和长剑的双重攻势 把江峰短暂压制了一轮 江峰眼中终于露出凝重之色 她迅速以剑格挡迎面来的袭击 踩着微风凌云的步伐 来到玲玲侧身 手中剑身迅速下压 以一种微妙的方式 将剑身刺入了对方的剑鞘之中 最后随着利的带动 直接让剑鞘 从玲玲手中脱离了出来 玲玲察觉不妙 但为时已晚 江峰左手直鞘 直接将其打入来了对方剑尖之上 剑鞘与剑刃完美漆黑 入鞘之际 江峰持剑横扫 剑刃直指对手咽喉 这一瞬 落叶飘零 下铲指明 两者的画面犹如被定格 结果已经奋出了胜负 你说了 但很厉害 江峰收剑入鞘 答案虽然以剑分小 但他的语气却带着钦佩 那把枪法与剑法进行结合 并且融入到落叶剑法之中 然后形成自己的打法 这十分难得 玲玲没有说话 他看着手里 被对方强行收剑入鞘的武器 倒是有些出神 对方迅捷的一次反攻 竟然让自己 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 两久后 他才如梦初醒 仿佛从中悟到了特别之处 原来 这才是落叶剑法中的变化 他轻声呢喃一句 看向江峰的时候 眼眸闪烁着光芒 那是毛色顿开的喜悦 可惜这种喜悦 只是一闪而过 很难让人察觉 你的剑法果然很强 受教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江峰的错觉 总感觉玲玲的语气 似乎没有往常那般冰冷了 两人的交流渗手 目送玲玲离开后 江峰这才重新提见回家 晚间 手机银屏上 散发冷光的文字 打在江峰脸上 他很快在周老师的聊天窗口 发送了一行请假信息 对于明天武道联邦的炼药试考核 自己需要腾出时间 怎么了 江峰同学 是身体不舒服吗 不舒服的话 就在家好好休息 明天我把讲到的知识点 单独发给你 周老师很快回复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关切 好的 谢谢周老师 江峰浅笑 武道修行 知识理论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周老师能做到这一点 倒不是因为 江峰最近的表现亮眼 其实早在之前的时候 周山就一直对江峰有过关照 不论是自己的成绩拖后腿 还是授课的讲解 这位内容歪当的主任 对江峰可谓是无微不至 退出聊天窗口 江峰看着窗外月色 转而又找到了夏婉宁的联系方式 江峰 婉宁 明天我请一天假 出去办点事情 夏婉宁 是不是叔叔的病又复发了 需不需要我陪你起 尽管文字略显冰冷 但江峰还是心头一暖 有黑的毛子里 仿佛映照着一个 扎着高马尾的青春女孩 我爸的救急 目前还算稳定 明天请假 主要是去武道联邦 认证炼药师的身份 江峰没有对夏婉宁隐瞒 就像夏婉宁 会无条件相信自己一样 啊 炼药师吗 你已经能炼制出丹药了呀 夏婉宁十分惊讶 就连发送文字的末端 都带着几个震惊的表情包 不过听说认证药者身份 很困难哦 我也懂一些药理方面的知识 明天可以陪你一起 放心 我在武道联邦认识熟人 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微笑点GPG 嗯 等你 早点休息 明天好好上课 你也是 晚安 晚安 第三十三章 认证炼药师 师父 去安领武道联邦 清晨的江峰 随手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麻溜地钻了进去 小伙子 等我把这根烟抽完 抽完就走 司机是一个年过四十的大叔 看家烟的手势 就知道 应该是个老烟名了 江峰应了一声 坐在后座看着风景 武道兴旺的城市下 各项交通设施 倒是非常齐全 便利性也很强 小伙子 看你这年纪 武道联邦是有熟人吗 司机大叔 把最后一截烟屁股 扔进垃圾桶 看了眼后视镜的江峰 倒是找了个话题 活跃气氛 嗯 算是 江峰也通过后视镜 看了眼司机 他没有解释 反倒是笑着点了点头 如果自己说是去联邦 认证炼药师身份 恐怕对方多半会觉得 自己在了个精神病 认证武者好啊 不像我们家那傻小子 整天吃了睡 睡了吃 高三的时候武者二品 现在大三了 还是武者二品 前半段司机大叔 还颇为赞赏 说到后面 倒是情不自禁 开始数落自家孩子了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等今年大四读完 那小子武者修为 要是再没点精进 我就把他送场里去了 江峰嘴角一抽 没想到 武道镜头除了变强以外 还有打罗斯这一条路可以走 倒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索性干脆就点头应付 现在的自己 只想快点抵达目的地 然而司机却一直在喋喋不休 他打了个方向盘 又继续找江峰搭话 小伙子 你今年应该高三了吧 高三这个年纪 可得好好加把劲啊 我小儿子也上高三 听说他们班 今年都出了一个四品武者 而且还是个丫头 你看人家天资多强 江峰满头黑线 心里不禁吐槽 话劳太诛心 聊天虚谨慎啊 不过小伙子 这年头奇迹多的是 我小儿子 他们前几天赴本考核 说班里 就有一个刚入舞者的小伙子 拿了全校积分第一呢 也不知道 人家天天吃的什么资源饲料 江峰没有说话 但总觉得 这话里面的主角 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 好在武道联邦的车程很近 一路上跟着司机唠嗑 简直不要太累 最后在车辆 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他麻溜就钻了出去 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江峰感觉心情都畅通了很多 司机大叔又点上一根香烟 看着江峰离开的方向 武道联邦四个大字格外亮眼 复古样式的威额建筑下 金碧辉煌的大唐 简约又不失气派 整体净显威严 只是看着江峰的背影 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哎 这小伙子 多半是去武道联邦考核的 不过这个年纪 想要认证练药师 估计很玄啊 司机大叔谈了谭烟辉 江峰很快就会出来 到时候自己说不定还能赚一笔回头费 不过这个时候的江峰却浑然不知 自己早就成为了别人的韭菜 他推门走入武道联邦的大厅 尽管来得很早 但还是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 毕竟整个安令市的炼药学徒 想要认证炼药师身份 就必须前往这个地方进行考核测试 一个市的人口 足以让联邦的工作人员 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江峰环视一圈 找到炼药部门后 很快推门走了进去 此时 里面坐着不少打算认证炼药师身份的舞者 他们都在唯一的窗口排队 其他地方的休息以上也坐着人 他们手里拿着号牌 应该是已经做了登记 等待考核认证的人 江峰也涌入排队的人群 只不过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 倒是有些怪异 这种感觉说不上来 就像遇到异类了一样 正好奇着 很快又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那是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 他看见前面排队的江峰 毛子里的惊讶 和周围的这些人无异 小兄弟 你是不是走错了 这里可是炼药师考核的地方 申请舞者资金补贴在对面呢 江峰身后的背心男人不由调侃一句 倒显得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这句话就仿佛导火索一样 把其余人心底的疑惑全部点燃 纷纷朝江峰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是啊 你这个年纪 学校应该也没怎么教过炼药的课程吧 一定是走错了 没走错 我就是来认证炼药师身份的 江峰眉头轻挑 炼药师的认证和年纪 应该没有关系吧 不过看这些人的岁数 又联想到炼药师的携手 他倒也理解了 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诧异 格子大叔倒显得难以置信 嘿 小兄弟 炼药师可和舞者认证不一样 制药的调配 控温控火的娴熟 甚至是药材用量的精准程度 都有讲究的 咱们这些人 炼了大半辈子都没参透 你小子真有这么厉害 看得出来 这位大叔还是个直肠子 属于那种有什么就说什么 丝毫不避讳的性子 炼药真有这么困难吗 江峰有点不敢相信 如果真是半辈子 几十年的时间都在炼药 结果大多数人 都还是以失败结尾的话 那炼药师的难度和成本 确实太大了一些 那当然 不过你小子倒也是勇气可嘉 年纪轻轻就来炼药 舞者修炼不炼了呀 格子大叔呵呵一笑 语气中并不觉得 江峰能完成认证 就连排在江峰前面的 瘦高男人也不禁转身 确实 你这个年纪更多的 应该是把时间放在修炼舞蹈上 炼药这一横 没点时间抵运 还真不行 不过来都来了 试试导也没什么问题 但你可得做好 面临失败的准备 其余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认同二字 早就写在了脸上 对此 江峰只是摸了摸鼻子 炼药好像没这么困难吧 聊天的功夫 登记的队伍 已经排到了自己前面的 瘦高男人这里 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 手里拿着表单 像是在进行收集 考核人员的信息 叫什么名字 李斌 叫李斌的瘦高男人 一脸恭敬 这里的人都知道 炼药区的工作人员 少说也是一名一品的炼药师 所谓炼药师品级 一共八品 品级越高 制药水平也就越高 县南山武道大学的首席炼药师 就是一位高达五品资历的首席炼药师 有炼药方面的职业经历吗 工作人员继续问道 现在是炼药学徒 嗯 炼药多久了 五年 五年 这次准备炼什么药 气血丹 工作人员书写的笔风微微停顿 看了男人一眼 心里不由暗自摇头 五年学徒生涯 结果只能炼制最为低级的修炼丹药 这等天赋实在过于辣眼 不过秉着职业素养 他脸上倒没有任何波澜 而是很快吩咐下一位的道场 叫什么名字 江峰 有炼药方面的经历吗 没有 现在是学生 嗯 学生 工作人员不由把头抬了起来 看着窗口外面清澈爽朗的少年 眼里不由闪过一抹诧异 第34章 小伙子 你也是来是失手的吧 还真是学生 学校里连练药课程都没几节课 就跑过来认证练药师身份 未免实在有些异想天开了 工作人员扎了扎舌 内心付匪的同时 还是继续收集着资料 嘿嘿 那你练药多久了 四天 江峰想了想 又补充道 加上今天 正好四天 工作人员嘴角一抽 这一刻 自己仿佛受到了侮辱 练了四天药的学生 就敢跑来认证练药师 真把自己当成绝世天才了吗 其余人听到这个时间 更是忍不住哄堂大笑 小伙子 有梦想是好事 但做白日梦 就是你的不对了 是啊 我练了两年 都不敢保证练药考核能通过 这小子四天就来了 勇气可加 勇气可加啊 工作人员咳嗽一声 他没有劝说 只是觉得 这小伙子过于急功近利 并不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人罢了 自己好歹也是个一品练药师 就这样 还是用了足足一年的时间才达成 真不知道这小伙子是怎么想的 秉着职业素养 他微笑汗手 反倒是继续登记着记录 这次练药 有自己选好的丹药品类吗 有 不过不是丹药 我要练制鼓舞药剂 鼓舞药剂 那是什么 工作人员一正 干了这么久练药工作 这还是自己第一次听说这种药剂 鼓舞药剂 应该是一种新药 江峰淡然一笑 察觉到工作人员和周围人唏嘘的目光 只是耸了耸肩 解释了一句 新药 工作人员一阵鄙夷 一言不发 他已经彻底放弃了 眼前这小伙子一看 就不是诚心认证炼药师身份的人 江峰也不再多言 这年头 怎么说 实话都没人相信呢 身后的格子大叔 忍不住拍了拍江峰肩膀 小兄弟 听书一句劝 这个年纪好好修炼舞蹈 考一所好的舞蹈大学 之后想要炼药 可以在大学里面沉淀 你这炼了四天 不可能成功呢 他的语气倒是颇为认真 他们这一批来认证考核的炼药师 都不一定能完全过关 就更别提这出出茅庐的小子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总要试试才知道 不是吗 我是你个大头鬼啊 四天就想挑战最难的药剂师认证 你把在场的这些考核学员 当人看吗 工作人员下意识就在心里吐槽 如果不是自信的凡尔赛 那一定是这货的脑袋有问题 好了 这是你的考核号 先去休息区等待叫号吧 登记完江峰信息的工作人员 终于被解放 递出来一张号码牌后 赶忙进行了下一个人员的登记 江峰拿着号码牌 是18号 倒是个挺吉利的数字 正要离开 这时候 一名穿着黑色短袖 身材挺拔的男人 却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年纪 应该也和这些人一样 三十来岁的样子 然而工作人员 在看到这男人的时候 却明显恭敬了许多 韩先生 你来了 嗯 今天约了朋友 顺便过来看看考核情况 韩明点了点头 目光却落在了 对方手里的统计报表上 今天这一批 是最早的考核人员吗 是的 这是今天的第一批 主要是等待花了一些时间 韩明点头回应 看了眼休息区 等待的一众考核人员 不由问到 这一批考核的资历怎么样 嗯 基本都是学徒和弟子 不过 还有一个学生 嗯 学生 韩明眼前一亮 属实感到了意外 学生考核自己 不是没有见过 只是过于稀少 而且大多连药理知识都不熟悉 工作人员犹豫一番 他看了眼江峰 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说 最终 他还是指了指江峰 韩先生 这位小伙子 就是认证炼药师的学生 韩明上下打量眼前的少年 眉宇间似有一色 小伙子 今年多大了 他看着俊朗少年 问出了内心的疑惑 刚满18岁 江峰回答得很自然 甚至看着这位领导 也是如此 高中学生 年轻就是好啊 药剂师是个 很有前景的职业 好好加油 韩明脸色的变化并不明显 他拍了拍江峰肩膀 虽说是鼓励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位领导并不看好 或者说 根本不抱有任何的希望 江峰倒是非常释然 这种眼神 从自己进入这间休息室 就没断过 毕竟 质疑才是人性的本质 所以他能理解这些人的想法 等待的功夫 他找了个位置休息 期间 排在自己身后的那个大叔 也顺利取到了号牌 而且就坐在自己旁边 两人闲谈了一番 江峰倒也知道了这人的名字 大叔叫陈涛 是一名炼药师家的弟子 这次过来 是认证二品炼药师的 其实这里大多数的人 都是炼药师家的学徒 像我这样的一品炼药师 可是很少的 小弟弟 你这学生的身份 确实很扎眼啊 陈涛坐在江峰旁边 四氧八叉的作者 言行举止 总觉得和炼药师的身份 有那么点相悲的违和 这里认证炼药师的学生 很少吗 江峰这时也来了兴趣 早知在登记资料的时候 自己就很想问了 不是很少 而是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江峰略感意外 如果说稀少的话 也不至于没有的程度吧 陈涛身体后靠 饶有兴趣地看着江峰 除非是天才药者 否则炼药师的普遍年龄 基本都在25以上 因为庞大的药理知识 是一名合格炼药师的基本技能 除此之外 对于火候的把控 甚至是取药的精准程度 也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去沉淀 一般悟性高的 也得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参透个一支半解 江峰点点头 因为炼药师的门槛 需要时间的成本 还需要大量的药草释手 所以 大部分舞者都望而却步 这倒也是炼药师稀少的真正原因 毕竟没人愿意耗费 这么多心神在炼药方面 有这个时间 若是能让自己的舞者修为更进一步 反倒是更优的选择 小伙子 你也是来是尸首的吧 陈涛凑过来 满脸笑意 江峰沉音片刻 点点头 嗯 就当是尸首 第35章 考核 等待了一会功夫 排队的人 这才全部取完号码牌 休息区这时候 也差不多被填满 工作人员从窗口处走了出来 宣布着炼药师的考核正式开始 1号 谭生平 一品炼药师身份考核 很快 一个肥胖男人从江峰前面的座位站了起来 然后吭哧吭哧地走到了前面 工作人员点点头 将其带进了一间炼药室 炼药室的上面挂着一个显示屏 上面投影着里面的情况 也算是预防作弊的一种手段 不过还是有工作人员在里面陪同 其目的也是如此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江峰倒也想看看 其他人是如何炼药的 男人很快拿出一个小炉子 将一些草药揉搓碾碎 打成粉末后揉成丹药的形状 将其放在炼药炉里面加工 接下来便是控温 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男人把火关掉 带着防温手套揭开了炉顶 一阵黑烟从里面弥漫出 在摄像头的高清照射下 炉子里面正躺着三颗黑漆漆的泥丸 谈生平 一品炼药室考核不合格 工作人员迅速做好记录 看着炼药炉里面的三颗泥丸 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奇怪 火候和师父把控的没多大问题啊 怎么会烤糊呢 胖男人一脸失落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头也不抬的就离开了休息区 其余人看到炉子里面的三颗泥丸 嘴角都笑抽了 能把药丸烤糊 这在联邦考核中也是独一档了 工作人员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不过他没有第一时间呼叫下一个学员 而是让人清理着里面的器具 等待的功夫 他也在做着记录报表 江峰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江峰回头看去的时候 却见一个短发少女来到身后 正满目笑意地看着自己 是江鹤 哎呀 药阁里面出了点事 所以赶来的路上延期了一下下 不好意思了 江鹤拿出一瓶可乐 递到江峰面前 哦 不知道你喝什么 就给你买了瓶饮料 谢谢 江峰接过饮料 其实自己也才刚到没多久 好了 我先带你去见一个人 对接顺利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 江峰笑盈盈的 今天的心情相当不错 自己早就迫不及待 想要见证鼓舞药剂的炼制过程了 江峰点了点头 两人很快就从座位上离开 一旁的陈涛看到这一幕连连感叹 年少有为 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真是好福气啊 也得亏前面两人没有听到 江鹤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看着周围这些人异样的目光 全然没有在意 韩叔 今天忙不忙呀 推开一间办公室大门 江鹤带着江峰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哟 小鹤怎么有空过来五道联邦了 不会是已经突破三品炼药师 赶上我这炼药水平了吧 韩明从座位上站起 连忙走了上去 客气了一番 两人这熟络的对话 一看就是有过相识 甚至到了很熟的地步 哪有那么快了 我这次过来 可是给你带来了一位天才炼药师呢 天才炼药师 韩明眼里闪过一道金光 连忙问道 这位天才炼药师在哪 说话的同时 他下意识看了眼江鹤身后的少年 但却觉得非常的眼熟 小鹤 你说的天才炼药师 是这位少年 韩明不由狐疑 他可是听工作人员说 这个少年还只是个学生 不过转念一想 似乎江小姐成为炼药师的时候 也是一名学生 莫非 这小子 也有着庞大的炼药师家的背景 想到这里 他脸上不由正色起来 江鹤点头回应 眉宇间还有几分得意 这位是江峰 安令义中的高三学生 这次过来 是想通过新研发的修炼药剂 来认证炼药师的身份 不过等待太麻烦了 所以想请韩淑帮帮忙 江鹤一边介绍江峰 一边述说着 这次过来的目的 果然是学生啊 韩明不由私存 江鹤是南山舞道大学 首席炼药师的女儿 能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天赋 也不足为奇 可以说当今舞道 没有几个能和江鹤的资历对比了 想到这里 他也不由把江峰的身份 往着这一层面靠拢 等等 你说研发新的修炼药剂 是普通的新药 还是指那种作用到高阶舞者的修炼药剂 回过神来的韩明 立刻抓住了问题核心 这根本不是天才的问题了 如果研发新药一旦成功 效果显著的话 这是能颠覆武道的存在 只是看了眼身前的少年 他立刻断然了这种念想 别闹啊 18岁的学生 怎么可能炼制出高阶修炼的药剂 也得亏是江鹤这么说 要换做别人 自己早就开骂了 然而江鹤却用力点了下头 我估计 药剂的效果 起码能作用宗师镜的舞者 宗师镜的舞者 韩明已经开始觉得荒谬了 小鹤 作用到宗师镜的药物 起码也需要二品炼药师才能做到 要知道 当今炼药师的评定 就是根据炼药师所炼制的药物影响程度 而做的等级规划 能炼制出对宗师起到作用的药物 你确定没有估错吗 二品炼药师的水平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更何况 眼前还只是一个没正统学过炼药的学生 不幸的话 等到时候炼药出来了 你暂且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江鹤却是笃定 见对方不幸 自己索性直接卖了个关子 韩明不禁笑了 他没有反驳 而是觉得 这位首席炼药师的女儿 可能是被眼前这少年忽悠了 对于这种聊天 江峰一向没什么话语权的 所以 他也只是静静在旁边观望 韩叔 快点吧 帮帮忙啦 江鹤走到近前 小女生的性子 让韩明立刻动摇 对于这位天才少女的面子 自己肯定是要给的 正好自己也想见识下 这个叫江峰的炼药水平 到底如何 那我们现在就去考核吧 第36章 试药 韩明推开房门 带着两人 便朝着炼药室的方向走去 这个时候 工作人员才刚刚清理完 第二个考核结束的学员成果 打算呼叫第三位考核人员的名字 阿伙 你过来一下 韩明朝那名工作人员招了招手 很快把江峰的名字单独调了出来 诶 那间炼药室不是不对外开放吗 这是什么情况 一名等待考核的炼药师 面露疑惑 联邦一般都会有多余的炼药室 只不过第二间炼药室 是给那些前来认证的高阶权威 炼药师专门考核的地方 难不成今天有大人物过来 那个小伙子 该不会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吧 看到这一幕 众人顿时议论了起来 韩明很快带着江峰几人来到这间新的炼药室 全然没有理会外面人的交谈 与考核的炼药室不同 这个房间的器皿用具都是非常专业的 对药物的精准度相当之高 江同学 炼药的步骤和方法你都知道吗 推开炼药室的房间 韩明看着江峰不由询问道 他真担心 这小子连制药器具都不会使用 会的 江峰点头回应 鼓舞药与配方上标记得很清楚 上手的话难度不算很高 会用就好 咱们这里考核的规则不太拘谨 规定实现内 炼制好 你需要考核的药物就算通过 考核时间半小时 韩明简单概述了一遍考核的内容 然后便站在一旁观望起来 江赫也没有离去 叫阿火的工作人员更是不敢 如此一来 一次考核 三名检察官观望 倒也成为了今年特有的先例 休息区的一众炼药学徒 纷纷看着迎评 他们也想知道 考核药剂师的那小子 到底能炼出个什么东西 考核开始后 江峰便开始了行动 他先是在药物备用区 找到对应的原材料 然后按照之前炼制的步骤 开始操作 江同学的炼制手法 并不是很娴熟呀 而且看样子 并没有接触过正统的炼药手法 步骤上的瑕疵太多了 韩明在一旁观望 仅视一眼 便看出了问题所在 江赫美眸也在注视 不过他的看法却略有不同 江峰的炼药手法 虽然有所差距 但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这种炼药方式 丝毫不弱于传统的炼药手法 看着江峰把刚刚打磨好的药液 倒入试管 本应该用单炉辅助 加热的步骤被他省去 反而是直接用烈火 只烤着试管底部 等待药物翻腾 出现扩散挥发的迹象后 才再度倒入单炉中 二次加热 韩明仔细一看 发现的确如此 倒也没再纠结这一点 话说小赫 你口中说的鼓舞药剂 这成品的功效是什么 韩明找过一个话题 不由询问着 哎呀 等这个药剂研制出来后 韩叔你自然就知道了 不过我用过这个药剂的半成品 效果可是相当显著的 江赫目不转睛 继续神秘地没有透露 对鼓舞药液的配方 自己了解得非常充分了 但可惜还是一直失败 这一次有正统教学的机会 自己是不会错过的 小赫也研究过这个配方 韩明颇感意外 嗯 我老爹古迹上 有记载这类药的残方 只不过对药量和火候的把控 不是很精准 所以没能成功 江赫倒是有些惋惜 自己研究了这么久 都没能参透 鼓舞药剂 药育型修炼资源 鼓积的残方吗 韩明重复了一遍 他看向一旁的工作人员 阿火 江同学的考核 就是新研发的鼓舞药剂吗 呃 是的 这小伙子上面的药灵 记录的是多少 四 四天 似乎是觉得韩明不相信 他又把江峰的表单 主动对了出来 四天 韩明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看表单上面填写的信息 就差两眼一翻晕过去了 四天的炼药学者 想要炼制一门 影响宗师舞者的新药 这和见鬼有什么区别 场外的一众学者 也是感到了荒谬 开什么玩笑 四天来炼药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哎 难得有领导陪考 这可是证明的好机会 可惜这小伙子没把握住啊 我看未必 人家虽然炼药步骤不怎么熟练 但说不定真能成功吗 再看看吧 这小伙子快要炼完了 我感觉有信 聊天室外 看热闹的人众说纷纭 有好有坏 不过此刻 处在炼药室的江峰 却并不知情 完成了 随着淡红色的液体 从烧杯里面提取出来 江峰把炼好的药剂 放在审核席上 等待考核的结果 有了之前的经历 这一次的制药 可谓是如鱼得水 甚至还觉得 这次的药剂效果 比之前的都要好上一些 嗯 这就完成了 韩明看了眼时间 这才十分钟的样子 竟然就炼制好了一瓶药剂 江峰也是无比诧异 自己在炼药室倒固 就算失败 也得耗费半个小时左右 江峰这速度 简直不要太快 看看结果吧 韩明抱着疑惑走到镜前 把这瓶还残留着余温的药瓶 放在鼻尖嗅了嗅 像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分别药剂的成分 但红色的 鼓舞药液的成品果然不是黑色 江峰眼里有光 看着出来的成品 已经露出了兴奋的模样 江同学 这个鼓舞药剂的药效 主要体现在哪 韩明打量了一番手上的药瓶 除了药液特殊之外 并察觉不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似乎就和市面上销售的葡萄味 达芬果气一样 药效主要体现在修为提升 和脆骨炼体方面 不过这个是药液外泡吸收的 如果只是外敷 可能效果没那么好 江峰如实回答 这两种方式自己都使用过 但作为药语 还是外泡吸收 才能体现出这瓶药的优点 韩明将信将疑地收回思绪 他看了眼江贺 似乎在寻求对方的回应 然而江贺脸上早就写满了期待 巴不得自己亲自使用这种药语 眼见如此 拿不定注意的韩明 只好找来旁边的工作人员 把这个瓶子递到了阿火手上 阿火 这个药剂你外付试一试 如果有效果的话 后续对药语的评定 可以再深入一下 韩明沈耀多年 对于这种新研发的药物 其实也有很多人研究过 但一般不是副作用太大 就是完全没有效果 甚至是直接带来负面影响的 所以越到后面 研制新药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直至现在出现的断层现象 他倒是蛮希望 这次的新人 能带给自己点不一样的成果 只是 这个药灵实在不敢恭维 第37章 二品量师 阿火接过药剂 在众人的期待下 打开瓶盖 作为沈耀的工作人员 这是自己日常工作的一环 鉴定 尝试学员药剂 早就成为了家常便饭 喂 老张 你说那小伙子的药剂药效怎么样 我怎么感觉这么悬呢 你觉得悬 悬就对了 那玩意 我见都没见过 新药哪有那么好练的 我也觉得悬 不过你还别说 人家能练出来 就已经比我们这些人强很多了 嘿 瞧你这话说的 行了 结果如何 人家使用了 不就知道了吗 反正我觉得 四天药零练不出什么宝来 场外的人 早就伸长脖子观望 甚至是一旁 练单考核的实况 都懒得理会了 专心猜疑药剂这方面的情况 阿火把药品里面的液体 倒在掌心 同样不抱有任何希望的他 感受着这瓶 所谓新药的成效 然而 只是药液触碰的瞬间 自己整个人都如同触电一般 这一瞬 只感觉手掌仿佛脱胎换骨 那种苏麻犹如极致的高潮 让自己都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 发现一众人的目光 都放在自己身上 阿火极力克制着 自己心里的冲动 但还是忍不住 又倒上了一些在手上 怎么样 有效果吗 韩明发现工作人员的异常 下意识便做出询问 看阿火这样子 就和嗑药了似的 怎么一副被催情似的模样 阿火整个手掌都在颤抖 这一幕看得众人心里 拔凉拔凉的 搞得江峰都有点不自信了 不会真是要急出了什么问题吧 追过神来的阿火 终于给予了所有人答复 他一字一顿道 爽 这要太爽了 这要简直让人无法自拔 众人 韩明不由看向江鹤 两人对视一眼 但明显江鹤脸上洋溢的是 得意的满足 江峰也在这时松了口气 还以为是药剂出了问题 搞了半天 是这工作人员过于浮夸 韩明不由开始重新审视一旁的江峰 对于阿火的反馈 这肯定是不容拒绝的事实 毕竟 阿火可是一名舞者酒品 即将进入宗师的舞者 能让一名半步入宗师的人 做出这样的评价 这个药剂绝对有着他独特的魅力 我靠 假的吧 这要这么离谱吗 我来联邦这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看见工作人员 露出这种表情的 简直太夸张了 真见鬼 那小伙子才四天要灵啊 而且还练得星药 看到这一幕的场外 已经炸开了锅 有几个甚至激动地 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这简直荒谬得不像话了 真有这么神奇吗 我试试 考核室内的韩明 这时也不由拿过 阿火手里剩余的药剂 滴了两滴在手上 以自己目前宗师五品的境界 只要能有一点点作用 他都能算证明 将同学考核通过 但红色的液体 很快接触到皮肤表面 便如同清泛泥土的水渍一般 渗透了进去 只是一瞬 韩明立刻感觉到了身体上的变化 那是药液附在表皮 萦绕在皮肤内壁起到的影响 但由于药效没有入水 无法得到发散吸收 导致了大量药液成分不能顺利分解 但尽管如此 韩明还是能感觉到整条手臂的苏麻 甚至是细胞分子的雀跃 这种感觉甚至堪比淬炼 仅仅两滴药液就做到了如此地步 很难想象 阿火外敷了那么多药液 究竟爽到了什么程度 感受手心的燥热和气血的回声扩充 韩明的脸色也在不停变化着 江峰静静等待着对方的反馈 哦 终于 韩明浊气长书像是极力忍受的东西得到缓解 让他松了口气一般 这完全无法用新药来衡量 这简直就是武道神药 感受手掌的那股苏爽逐渐散去 自己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 如果不是基于这么多人都在观望 恐怕自己也早就像阿火那样叫出声来了 他尽力克制着内心的冲动 两久后 这才走到江峰境前 是自己有眼不识英雄 如果不是小赫一再强调 恐怕这一次 真的会失去与一名天才炼药师结石的机会 他双手握住江峰右手 眼里的激动丝毫不弱于江河 小兄弟 你这药剂有没有考虑过发行上市 韩明的语气谦和了很多 甚至是带着恭敬 他微微俯手弯腰 甚至不惜丢下高贵的三品炼药师的身份 也要给眼前的少年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这一幕更是堪称史前真相 让场外的一众观众哑然 这可是三品炼药师啊 竟然对一个炼了四天药的学生俯手客气 世道变了吗 我已经和江小姐达成合作 其实这次过来的目的就是如此 感受韩明态度的转变 有些始料不及的江峰只能如实回答 对了 韩叔 这样还是需要亲自使用后才能最为直观的感受 我说的没错吧 江河昂着小脑袋 一副巧技得逞的模样 甚至语气中还带着自豪 仿佛能找到江峰合作 是自己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 小兄弟确实是得天独厚的炼药天才 是炼药奇才 韩先生过奖了 能研制出这种药剂 也是运气使然 江峰客气了一番 自己虽然对鼓舞药剂 有一个大概的衡量认知 但还是没想到 三品的炼药师都能给出如此高的评价 这一点还是非常出乎意外的 这样吧 我叫你小峰 你和小鹤一样 称呼我韩叔就好了 咱们之间不用那么见外 韩明哈哈一笑 一改先前的态度 哎呀 韩叔 你看考核也结束了 药剂也服用了 该宣布考核结果了吧 咱还等着拿药剂试证证的徽章呢 江鹤这时候 倒是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他可是对研发鼓舞药剂的事情 一直念念不忘 江峰也把目光放在韩明身上 这一刻 才是检验最终成绩的时候 韩明大手一挥 别说一品炼药师认证 就小峰的这瓶药剂药效 起码是二品炼药师的水准 没等众人回答 他正色道 我现在以安令五道联邦炼药区负责人的身份 正式通知 江峰同学 即刻获得五到二品炼药师认证资格 寄进 阿火梦了 外面的人梦了 就连江峰自己也梦了 开什么玩笑 这就是所谓的一招炼心药 即刻入二品吗 第38章 震惊顶尖五到大学招生负责人 二品炼药师这个身份 不仅是身份的象征 更是实力的体现 韩明心情大好 除了药剂带来的惊喜外 他有预感 自己体内的气血 已经达到了某个峰值 这是即将突破的迹象 作为大宗师五品 这种提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越到后面 提升难度也就越大 韩说 那我们就快去进行认证身份吧 江鹤大不留心 信冲冲的 就打算带着江峰离开炼药师 直接授予两个品级 这是在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刚推开门 整个休息室的人都看了过来 众人无意不是张大嘴巴 目光瞬间聚焦到江峰身上 学生 仅接触炼药四天 二品炼药师 这三个标签 直接贴在了江峰身上 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 不断冲刷着他们的认知 其中一人 陈涛 陈涛这时候 早就收起了 那副四仰八叉的模样 脸上满是惊讶 自己怎么也没想到 十几分钟前 还被调侃的学生 竟然能够直接 跃升二品炼药师 恐怖如斯 江峰摸了摸鼻子 看向了身旁的韩明 韩明会议 立即倾咳几声 嗨嗨 你们都准备自己的考核去吧 阿火 帮忙将小兄弟 录入个人信息 登记二品炼药师的身份 阿火咽了口唾沫 是 炼药师的工作人员继续工作 开启考核 阿火则动作娴熟地 录好江峰的个人信息 在电脑上做好大数据备案后 江峰的炼药师身份 便正式登记到了 五道联邦的名下 这时候 韩明郑重拿出了一块黑色菱形 印着炼药师身份图案的徽章 递给江峰 徽章用部分稀有材料加工过 上面还点缀着两颗金色芒芯 这是联邦授予的二品炼药师的标志 江小兄弟 恭喜你正式成为尊贵的二品炼药师 江峰接过徽章 同样鞠躬以表致谢 多谢 恭喜啊 有了二品炼药师这层身份 发行药剂的权威就更有力度了 江鹤由衷感到高兴 二品炼药师的身份地位 已经很高了吗 江峰思量了一番 参考当今炼药师身份 获取困难的因素 因为稀少 所以导致炼药师地位的上升 自然无庸置疑 但这应该不是主要的导向 那当然 作为能够影响宗师修为的二品药师 地位至少高于宗师 一旦成为二品炼药师 就算你在当今武道开办药店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甚至每个月都还能拿到 五万块的独立津贴补助呢 江河一边说 一边朝着联邦外面走去 自己作为同样的二品炼药师 在这方面 还是非常有知情权的 独立的津贴 也就是说 这和武者的那一份补助不冲突了 没错 这也是炼药师优待的一点 毕竟一品炼药师 就能拿到足足两万块的补贴 否则考核认证的人 也不会钻研好几年都不放弃了 江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看了下时间 这一趟算下来 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 效率还是非常快的 小鹤 小风 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在联邦处理 就只能先送你们到这了 韩明送到联邦门口 这一趟辛苦韩叔了 韩叔再见 江峰表示理解 江鹤也挥手道别 两人很快就在韩明的目送下 离开了五道联邦 招来一辆出租车 江峰一看司机 老熟人 正是来时的那位出租车司机 哟 小伙子 挺巧的呀 咱们又碰面了 司机笑盈盈地看着江峰 这大叔竟然还没走 在这里候场呢 呵呵 是挺巧的 江峰笑了笑 这司机心地挺好 就是有点话楼 小伙子 上车吧 司机大叔看着两人呵呵一笑 大叔 你和江峰认识啊 上了车 江峰好奇地问了一句 是啊 这小伙子来的时候 坐的就是我的车 你们应该是去五道联邦 考核炼药师的吧 司机大叔打了方向盘 笑道 嗯嗯 早点去早点回来吗 江峰点点头 两人倒是聊了起来 嗨 这年头 没个几年炼药基础 炼药师哪有那么好考 我可跟你们说 我们村一个学了十年炼药的药徒 现在都没成为炼药师呢 你们这个年纪 失败几次倒也正常 慢慢来嘛 当的副业发展也挺不错的 司机大叔又开始喋喋不休 安宁市五道联邦 在车窗外不断后退 练了十年啊 江峰喝了口可乐 继续补充道 那确实久了点 要是有点天赋的话 花几个星期就能考过的 几个星期 司机大叔笑着 一脸的不幸 小姑娘 炼药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哪有几个星期就能炼成的 我就是两个星期考过的呀 确实没那么难的 我朋友四天就拿到了 江峰美眸流转 倒是对司机大叔 露出了一道人寻味的微笑 司机大叔 不由多看了眼后视镜的江峰 明显被对方的话噎住了 两个星期就算了 四天 这是真把自己当白吃了吧 小姑娘 炼药师可是有徽章认证的 你可别骗说 见对方浑身上下就一瓶可乐 也没有徽章 自己也只是笑笑 叔虽然不是炼药师 但叔这么多年的出租 可不是白跑的 想骗说 还远着呢 江峰用可乐瓶盖撑着脑袋 那东西带在身上太麻烦了 我一般都是 把徽章放家里的 司机大叔再次被噎住 没想到这小姑娘 倒还来劲了 江峰美眸转了转 倒是又补充道 不过我朋友带了 今天刚拿到的呢 文言 司机大叔目光 看向一直没说话的江峰 倒也没再接过话茬 也是 自己跟两个孩子叫什么劲 见司机大叔一脸不幸 江峰看了江峰一眼 江峰心领神会 知道江峰心里打的算盘 想也没想 就把徽章递了出去 你看 二品炼药师徽章 我没骗你吧 司机大叔瞥了眼江鹤 手上的黑色徽章 然后又把视线 放在了前面的道路上 嗯 在反射弧的作用下 他又把头猛地撇了回去 卧槽 真的是炼药师徽章 而且是二品 司机大叔激动的一脚油门 就踩了下去 好在前面没车 不然指不定就追尾了 嗨嗨 司机大叔 你慢点开 江峰收回徽章 感受后背传来的推背感 不由提醒着 江鹤捂着小嘴 吭哧吭哧地笑着 他似乎很乐意 看这些人震惊的模样 另外一边 韩明目送江峰两人离开后 返回办公室 他看着手里的鼓舞药剂 他迅速掏出手机 打开了一则群聊 然后快速发送了一行文字 at全体成员 问你们一件事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有一个高三学生 只接触炼药四天 就直接认证为 二品炼药师身份 各位做何感想 这个群聊 除了韩明外 其余七人分别是 七所顶尖武道大学的招生负责人 消息发出后 仅两秒钟 这个群聊 就彻底炸开锅了 第39章 江鹤上门 顶尖武道大学的群聊当中 韩明手指敲击着键盘 在群里发送了一条炸裂性的言论 方伯峰 at韩明 四天二品炼药师 你确定不是在看手机里的爽文 赵清禾 at韩明 少做点白日梦 我们北庸武道大学的天才炼药师 都做不到如此 韩明不仅是真的 而且对方还是个高中学生 炼制的新型武道药剂 刚刚才在联邦这里 认证炼药师身份 韩明打出这段话的时候 嘴角已经止不住地上扬了 这可是武道联邦有史以来的奇迹 这帮家伙 就等着主动找我抢人吧 信息一出 整个群聊立刻炸开了锅 甚至连那些平日里潜水了 也忍不住冒了个泡泡 苏灵月 at韩明 武道这么些年 真有这样的天才吗 张月泽 at韩明 这已经不能算是天才了 你是怪物 王渝川 哪有那么夸张 我看也就那样 二品炼药师 最多也就对宗师起到点作用 苏灵月 at王渝川 王主任酸了 张月泽 at王渝川 王主任酸了 赵清禾 at王渝川 王主任酸了 方伯峰 如果真是高中学生 这种炼药资质 我们东方武道大学 就先出手了 赵清禾 新东方厨师学院就算了 在我们北庸 才是最好的选择 张月泽 你们就继续争吧 估计人家王主任早就冲了 方伯峰 at王渝川 赵清禾 at王渝川 苏灵月 我刚刚打了韩明的电话 结果被占线了 众人 韩明这时候 西沉学院 帅仙来 不过这个王教授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倒是最诚实的一个 你好 王教授 你们学院那边 今年的新生情况怎么样 哎 炼药系招进来的没几个 也都是一品炼药师 这不明年就要筹备 制药联赛了吗 我这里要是 没点压轴的拿出来 岂不要被 其他几所大学给笑话了 所以这不过来问问 你在群里说的那个孩子 炼药资历 真有那么厉害吗 韩明点点头 那时间确实不早了 七大顶尖武道学院 举办的联赛 权威性还是相当高的 也算是复兴要道了 话锋一转 那个孩子的情况千真万确 如果不是江家女儿 联系我 说不定 今天还真就错过了 这么一个天才 这番话完全发自肺腑 并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 江庆川的女儿 蓝山武道大学的炼药天才吗 王渝川话音明显停顿 像是在思考 如此一来 蓝山武道大学那边 岂不是占据天然的优势 不行 这种人才一定要抢先一步 花多少代价都行 这可是要到的幼苗 能够点燃黑暗的火炬 韩先生 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江峰 江峰 没错 现在安令上高中 不过快要高考了 我觉得是难得一遇的天才 不然也不会今天 在群里发这些东西 韩明拿起桌上的鼓舞药剂 在光线的照射下 淡红色的液体 晶莹剔透 堪比鲜露 江峰确实是难得一遇的天才 作为西城舞蹈学院的炼药系教授 如此的肯定蕴含着 相当大的造诣和欣赏 两人又交谈了一会 挂断才将其挂断 然而只是一瞬 新一串号码 便直接打了过来 喂 韩先生 我是北庸舞蹈大学的赵清禾 喂 韩先生 我是东方舞蹈大学的方伯峰 整整一个早上 韩明都在和这些顶尖舞蹈大学的 教授主任交谈 但尽管话题一样 他还是乐此不疲 其中 南山舞蹈大学的招生负责人 也亲自打电话联系了一番 可以说 短短几个小时的功夫 江峰这个名字 就传入了七大顶尖学院的教师耳中 收徒 老爹你怎么知道的 哎呀 放心 今晚就帮你搞定了 晚间的寄生阁 江鹤刚挂断电话 便来到了前台处 寻找冯老三 冯三说 快帮我准备一些补药 等会我要出去一趟 小主子 是什么事情呀 需不需要我陪你一起 啊 不用不用 刚到我老爹 说他老人家想收徒 所以 我得去找江峰 那个小天才 冯老三手上的工作不由停顿 没想到当时那个来练药的小伙子 竟然一跃即将成为南山首席练药师的徒弟了 这人生跟做火箭似的 直上苍穹 妈 这些盘子放在水槽就好了 我等会就来写 油字积久了会不好清理的 还是我来吧 没事 很快的 你和老爸一起在沙发上看看电视 不耽误时间的 咱们小峰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老城区的楼盘里 江峰穿着围裙 正清理着餐桌上的污渍 哥 那就辛苦你了 妹妹咽下最后一块红烧肉 拍着鼓囊囊的小肚子 给江峰竖了个大拇指后 然后也吭哧吭哧地跑到了沙发上面 一家四口温馨的日常并不需要太多渲染 晚间的茶余饭后 倒是江峰觉得最让人放松的时刻 咚 咚咚 正准备清理水槽里面的餐盘 这时候 客厅却传来了一阵清脆的敲门声 门锁转动 房门轻推 江峰把还染在水渍的手 在围裙上蹭了蹭 正想着开门 结果一道熟悉的声音 便已经闯入了客厅 叔叔阿姨好 江小可正好走了过来 眨着美眸看着江峰 哥 外面有个姐姐找你 说是谈合作的 第四十章 保送 合作 倒也没过多犹豫 把围裙脱下后 江峰很快走了出去 此时的大厅正坐着三个人 而且都是熟悉的人 爸妈正坐在客厅沙发上 旁边还有一个清新唯美的短发少女 少女旁边放着一堆大包小包的东西 和自己当初买的补药包装差不多 但看上去还要更高级一些 果然是江峰 看样子 爸妈已经把客人带了进来 小峰 这位江小姐是继生阁的老板 说是找你续谈合作的事情 江副述说这事情原委 江峰点点头 看来江峰已经做了自我介绍 江小姐 这次过来是交谈药剂生产的事情吗 江峰找了的位置坐下 妹妹也没有闲下 跑去接了四杯热腾腾的茶水 谢谢 江鹤露出一道微笑 接过江峰的话题 他点头道 有部分是因为这个 不过还有其他的事情了 其他的事情 江鹤点点头 拿出了一个合同样式的表单 将合同递给江峰 他又继续说道 这是有关鼓舞药剂的生产方案 里面涵盖了药剂供给的明细 以及认证授权等多方面的事宜 不过我都简单化了 你简单看看就可以的 江峰接过合同 确实看到了月供产量 以及单方面鼓舞药剂的授权样本 现在鼓舞药剂是正式注册在自己名下的 如果需要生产 自己就需要单方面授权 没问题 不过 我想先确认一下药剂发行的时间 还有生产地点 江峰认真翻看了一遍合同 因为很多地方都精简过 所以也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周节假日怎么样 生产地点可以就在寄生阁 三楼的炼药室 可以专门为你提供空间 后续产量上来的话 继续扩充也都是没问题的 按照每天时评的量 每周来一天绰绰有余的 江峰思考了一番 考虑到江峰还只是高中学生 工作日需要上学 所以才如此排期 江峰点点头 倒也没说什么 很快便在授权事宜上 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鼓舞药剂的发行 正是洛明寄生阁独家代理 那合作方面 咱就顺利走完了 先预祝咱们旗开得上 销量爆炸 江峰站起身来 伸出精致修长的手掌 笑颜如花 预祝咱们合作愉快 江峰身世一握 对于发行上市的信心 他还是非常足够的 而且这样一来 家里修炼资源的问题 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小峰 你还会炼药 江富和江母对视一眼 江富不由问了一句 平时自己对两个孩子的武道修炼 并没有追根问底 但也知道个大概 只是自己并没听过 小峰会炼药 哥 原来你真会炼药啊 旁边的江小可 这时候也一脸不可思议 眼睛早就睁得大大的了 他可是知道 自己这哥哥 几天前还给了自己 一瓶淡红色药玉来着 没想到 那种修炼资源 竟然真的是他炼出来的 江峰脸色倒是比较平静 他刮了刮妹妹鼻子 笑着道 你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炼药师好啊 炼药师好啊 这可是多少人 都梦想成为的职业 江富眼里有光 那是意外中点缀的惊喜 两人的合作交谈 江富江母一直没有插嘴 现在在看江峰 好像真的变了不少 那是成熟中的稳重 甚至是独当一面的欣慰 江小可更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上门 找自己哥哥谈合作 如此的一幕 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江赫画风一转 合作的事情只是插曲了 接下来就是有关 南山舞蹈大学的事情了 南山舞蹈大学 江富流露出思思惊讶 这可是顶尖的舞蹈大学 是的 江赫点点头 我父亲是南山舞蹈大学的 首席炼药师 今天过来 主要也是谈谈炼药师的事情 江峰眼皮跳动 本能联想到了一些事情 江富江母没有插话 只是听到南山舞蹈大学 这六个字的时候 他们也更加重视了 这次的谈话 搞不好自家儿子 真的就飞黄腾达了 江赫继续补充 因为江峰同学 在炼药方面的惊人造诣 所以我父亲 才想让我转述 他想收图的目的 收图 还是找小峰 一家子的表情各不相同 其中的江峰 更是一头雾水 妹妹撑着小脑袋 她看着这个 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哥 眼里的星光 在客厅摇曳灯火的照耀下 忽闪忽闪 残留的惊讶 也很快转变 为了崇拜 她有种感觉 自己似乎快变成 江峰的头号小迷妹了 毕竟 能得到首席炼药师的青睐 这可是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事情 更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就单单首席这两个字 分量之重 就可以作为整个 南山省的炼药标杆了 这是实力的象征 所以我也想问问江峰同学 如果对炼药方面感兴趣的话 南山武道大学 愿意直接让你 以保送的名义进入学习 直接跨过高考 提前保送 江赫递出一张名片 上面是自己老爹 江庆川的联系方式 看着旁边 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江父江母 他倒是把问题主动抛了过去 叔叔阿姨 你们觉得呢 这种诱惑是非常大的 提前保送不说 还能以首席炼药师徒弟的身份进修 前程可以说一片光明 甚至没有任何坎坷 反应过来的江父 稍稍缓和了一下 这种突然的事情 难免让他一时间无法镇定 我们还是觉得 得听一下孩子的想法 如果孩子真的喜欢 我们肯定是全力支持的 他没有第一时间 替江峰做主 因为从小到大 家庭灌输的理念便是如此 抉择往往留给需要抉择的人 才能体现出他真正的价值 江峰接过江河递来的名片 似乎是在思考 眼前是一次重金难求的机遇 若是能提前进入南山舞蹈大学 可以说 后半辈子已经能稳操胜券 即使一事无成 也能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了 几人都在等待着江峰的答复 第41章 谈话 江峰看了看江河一脸期盼的模样 又看着父母 妹妹的神情 心思沉了下来 这是一次抉择 以炼药师的身份 进入顶尖舞蹈大学 还是以舞者的身份进入 沉思许久 江峰决定继续走舞蹈这条路 毕竟 炼药对自己来说 只是自己在舞者道路上的辅助职业 尽管炼药师的地位尊崇 但这似乎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如果只是一心炼药 小时候的露天白雪 自己也不会勤恳修炼舞蹈变强了 妖兽的侵蚀一直在持续 自己并不像在今后受潮席卷的时候 只能当作无力的后勤保障 甚至到最后 连想保护的亲人都做不到 虽然这一切还非常遥远 但江峰明白 炼药师并不是自己主观追求的方向 江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作为舞蹈学员 我还是更想在舞者这条路上前行 沉思两久后 江峰还是选择了婉拒 长路慢慢 自己还是想以舞蹈作伴 江鹤玩耳一笑 倒是没想到 江峰会真的会拒绝这么一次机会 虽说有点意料之外 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没关系 南山舞蹈大学的大门 始终都会为你敞开 我们会随时欢迎的 江鹤倒也没有强求 现在高考在即 也就没再多劝 既然这样 天色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这些礼品是特意带来给叔叔阿姨的 里面还有一些修炼资源 临走的时候 江鹤拍了拍自己递来的这些补药 特意补充了一句 哎呀 你说来就来嘛 还带这么多东西 这多不好意思 江副连忙摆手 合作还收这么多东西 确实挺不好意思的 就当是帮江峰同学 顺利认证二品炼药师了 这可是大新闻 估计所有顶尖的舞蹈大学都知道了呢 江鹤无嘴一笑 老爹早就把这事告诉了自己 听说几个学校的教授 还因此吵了起来 天哪 所有顶尖大学都知道 那咱们小峰岂不是出名了 江母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自己虽然不是舞者 但对于舞者的事情 也时常会在耳边听到 像所谓的顶尖舞蹈大学这样的称呼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 他没想到 自己儿子不但能收到保送的名额 更是能在所有顶尖大学里面 名声大噪 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简直和做梦一模一样 老妈 哪有那么厉害 江峰苦笑着摇了摇头 如果说当时响彻了整个联邦 他还是蛮相信的 这还不厉害 好了 小峰 你去送送江小姐 厨房里的碗筷还没洗呢 上面的油子 这回估计都干了 江母笑盈盈地催促着 也不打算让江峰回来刷碗了 他自己穿着围裙 就走进了厨房 江峰正想说 回来自己洗 但最后化到嗓子 却又咽了回去 这是老妈独特的宠溺方式 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江富也穿上鞋子 陪同了一小段路 这才折返回去 倒是妹妹江小可 捧着恒温的茶水 还在回味江鹤所说的那一番话 自己哥哥 竟然被七所顶尖舞道大学的教授 争着抢 这简直把他惊呆了 原来我哥这要牛逼 回到家的江峰刚踏入玄关 江富江母还有妹妹 早就坐在沙发上等待了 今天江富很闲 平时这个点吃完饭 应该早早就去工地才对 结果今天听到这样的消息 他临时就推掉了当晚的工作 江小可也不修炼了 拍了拍旁边空置的沙发 就示意江峰过来 哥 快过来 老爸有话跟你说呢 看见一家人整整齐齐排在一起 江峰也很快加入了其中 小峰 你和爸说说 今后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又或者说 想要触及的东西 江富看着江峰 这番话 似乎也是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的 特别想做的事 和特别想触及的东西吗 江峰似乎在认真思存 对自己目前的规划 他倒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不过今后倒还真说不准 想了一阵 他回答道 如果是远大志向 或许在今后 更想解决受潮的侵蚀 至于想要触及的东西 或许是变强吧 不可否认 变强是每个舞者心里的底层目标 但至于变得多强 永远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不过江峰觉得 在有系统的帮助下 自己倒可以大胆尝试一番 江大勇点了点头 他轻微咳嗽着 轻了轻嗓音 眼里非常的欣慰 其实你把我之前 在做长城守卫军的时候 和你的想法一样 我上过战场 知道受潮的恐怖 所以才会迫切地想要变强 但是 我的变强理念不同 因为长城守卫军 实行军攻制 一些底层没有人脉的舞者 想要爬向更高的地方 这是为数不多的手段 所以我才想要变强 不断往上走 当时和你夏清风叔叔 一起加入的长城守卫军 不过后来 因为任务负伤 导致武道修为禁费 也就如此退出了军营 江峰叹了口气 述说着当年的经历 江峰听着 这一直是父亲的心坎 平时父亲很少提及 今天说了这么多 倒是格外感到意外 现在还说那些做什么 咱们过好现在的小家 不也是一样很好 江母不由插了一嘴 她最能理解丈夫的心酸 当时如果能完成 上面指派的任务 军功累计 是能直接爬到管理层的 江父把冷掉的茶水喝完 却是摇了摇头 不一样的 如果今天江小姐 没有过来的话 我倒觉得无所谓 不过咱们小峰 现在可是药物方面 都有着不菲的造诣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才对 江大勇重新把目光 放在江峰身上 脸上逐渐变得刚毅起来 就连眼神也仿佛 回到了年轻时候的神采 不再那么的暗淡了 两久后 她坚定道 咱们家小峰未来的路 绝对不能这么频繁地走下去 江峰嘴唇清奇 但一时间 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她总感觉 老爸心里还藏着什么事情 第42章 概念及身法 江母也看向了江峰 毫无疑问 江大勇说的是对的 江峰静静听着 许久没有袒露肺腑的父亲 讲述当年的事情 江小可也乖巧地抱着枕头 就像听故事那样 早在18年前 我还在长城守卫军的时候 就和你夏叔叔认识了 他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我们两个可谓是相见恨晚 如同兄弟 那次受朝的事情过后 如果不是他 我也不能活下来了 不过 后面他虽然立了军功 走上了更高的地位 但始终没有忘记咱们家 只不过 因为守卫军职务繁重 又脱不开身 也很少回来安岭 所以 咱们两家的交往 这才逐渐默逆了 你和婉宁的婚约 其实也是那个时候 跟你夏叔叔 在长城守卫军的军营里约定的 说到这里 江大勇没有继续再说了 而是停顿着 像是在回忆 又像是在组织语言 江峰脑海中 只有一个高大男人的模糊轮廓 父亲口中的夏清风夏叔叔 也就是夏婉宁的父亲 两人作为生死战友 羁绊是必然的 只是在自己的印象中 这位叔叔 却并不是那么的清晰 而且今天自己才知道 上一辈约定的婚约 原来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 夏叔叔常年不在安岭 一直在长城守卫军 和妖兽厮杀吗 江峰主动接过话题 对于长城守卫军 他倒是有着些许兴趣 不管是为了击杀妖兽 获得修为 还是让自己走向更高的方向 这似乎都是一条必经的路线 嗯 他现在应该已经是 长城前线某条防线的管理者了 江大勇点点头 18年 如果自己武力还在 或许也是一条防线的总指挥了吧 他的眸子里闪过些许遗憾 他搂着江峰肩膀 眼里闪过一色 没等自己开口 江峰却是主动问道 要怎么才能加入长城守卫军 江大勇一正 倒是没想到 江峰会主动询问 他回答道 每个市都会有独立的长城守卫军军营 军营每年都会在大学内 挑选舞者进行集训营的培训 培训也就是考核 只要能通过 就能顺利加入长城守卫军 成为长城的议员 集训营吗 江峰若有所思 五道一图 最终还是逃不过筛选的基调 不过这对自己目前来说还算遥远 毕竟还要经历大学这一层身份 只不过江峰觉得 在杀妖正道的途中 这将是自己 目前提升最快的一个途径 再者 对抗妖兽这种种族矛盾 本就是自己需要去做的 也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因为事实是残酷的 你不杀他们 他们就会杀你 甚至是杀死你的亲人 朋友 所以我才会问你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亦或者想要接触的东西 你爸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再次进入长城守卫军 虽然这已经是过去事了 江大勇靠在沙发上 倒是已经逐渐释怀 江峰也从思绪中收回 看着徒留遗憾的老爸 他半开玩笑道 那就让我来弥补你的遗憾吧 他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江大勇回味着江峰所说的话 最后倒是由衷露出了一道微笑 臭小子还跟你爹玩这套 江峰不由看向旁边的江小可 谁知道这家伙已经歪着脑袋睡着了 怀里还抱着小小的枕头 果然 男人之间的交谈吸引同性是有原因的 江峰倒也没有把他叫醒 他只是拿过一个毛毯 将其轻轻披在了妹妹身上 爸妈 我出去再修炼一会 晚点回来 江峰觉得现在不是松懈的时候 时间尚且充裕 又怎能虚度光阴 说吧便提剑走了出去 江大勇和王小丽对视一眼 倒也没说什么 孩子努力是好事 但还是觉得这样太刻苦了 江峰又看了眼沙发上的江小可 等江峰走后 还是把躺在沙发上的女儿给叫了起来 小可 在沙发上睡会着凉的 快回房间睡 江小可迷迷呼呼睁开眼睛 哼记两声 早就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咦 我哥呢 他揭开盖在身上的毛毯 下意识问道 你哥出去修炼去了 估计得晚点才回来 江峰回答道 啊 这个点出去修炼 这也太卷了吧 江小可一脸夸张 没想到自己这哥哥 能卷到这种程度 皎洁月色下的苍穹 点缀着些许星光 夜幕垂掉晚间 一道身影掠过 带起了周遭树叶的摇曳 锋利的剑芒凝聚成形 沿着灌木丛 滑入丛林深处 随着鲜血溅在枯叶之上 惊起了一群觅食的飞行 郊区森林的外围 江峰踩在老树梢上 享受着脑海中 独有的电子和弦 恭喜宿主手杀残影兔 获得奖励 遮影不攻法 修为加一 修为加一 遮影不攻法 江峰眼前一亮 不曾想今晚的狩猎 还有运气加深 难道这就是 卷王应有的待遇吗 江峰脚步青彩 很自然地落在地上 然而仅仅只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小动作 却让自己感受到了 某种惊人的变化 速度变快了 这是目前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这种速度很微妙 堪比残影 有种不真实的错觉 毫无疑问 系统爆出来的遮影布 已经起到了作用 而且这种身法 似乎和武道世界的身法 并不相同 反而更像是 玄幻里的东西 糟了 好像有什么脏东西混进来了 江峰心中一喜 立刻询问道 系统 有遮影不详情解析吗 遮影布 闪避泪上乘身法 熟练成形 可闪避万物 如影随形 卧槽 闪避万物 概念及身法 江峰感觉自己 真的捡到了宝贝 系统这次爆的装备 实在太给力了 第43章 顶尖五道大学来抢人 嗯 有妖兽 江峰眉间一条 察觉到丛林深处 有一栋传来 这种感觉 和当时遇到妖兽很像 人类郊区的生活中 已经有妖兽混进来了吗 这是个相当不好的预兆 因为一旦有妖兽 就意味着部分的人类管辖区域 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 这种感觉 随着时间推移 变得越发强烈起来 一阵尖锐鸣叫传来 江峰瞳孔猛地收缩 本能的侧身进行闪躲 只见一只成人大小的黑色蝙蝠 迅速飞入丛林 再度隐秘 进了黑暗当中 检测到宿主附近 存在一阶妖兽嗜血浮妖 危险 危险 一阶妖兽 这丛林 可能真的存在着某些潜在问题 江峰全身精神开始紧绷 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 没想到 第二次面对一阶妖兽 竟然是以这种方式 只 身后凶险袭来 黑暗中 一双赤红色的毛子 由远而近 嗜血浮妖再次朝着江峰的方向 袭击了过来 江峰迅速拔剑 洛因剑法立刻变换 画手围攻地 打出了一道由剑气形成的剑花 速度相当之快 而黑暗中 自己也清楚地看见了 这只妖兽的具体模样 鼠身人面 尖嘴獠牙 嘴里还残留着令人作呕的腐臭 巨大的黑色翘翅 身长近乎两米 能将一个成年人死死包裹进去 除此之外 四肢上的黑色利爪更是锋利 上面甚至还残留着鲜红的血迹 似乎不久前还猎杀过活物 嗜血浮妖被剑花击退 锐利的剑芒 甚至割破了他的翘翅 再厉的作用下倒飞了出去 这只一阶妖兽 似乎并不是很强 应该是不久前才进阶的 一次交手 江峰心里已经有了大概 嗜血浮妖并没有什么灵质 即使受伤也不惜一切 想要杀死眼前的猎物 这是妖兽狩猎的天性 不过眼前一幕正合江峰意愿 尖锐刺耳的音波 从浮妖口中发出 分辈的冲击 静一时让江峰有些恍惚 只是一瞬 这只妖兽便张开獠牙 打算咬碎江峰的脑袋 江峰也迅速挥出一道剑气 借助力的惯性向侧身闪躲 同时脚底踩着怪异的步伐 优雅地宛如一个舞者 遮影步首次拍上了用场 在步伐的鬼魅变换下 江峰能够明显感受到 速度变快地不止一星半点 眼前妖兽的袭击 更是直接落空 这种闪避快到了 连残影都捕捉不到 眼见袭击落空 嗜血浮妖便打算继续下一次伏击 可江峰并不打算 给这东西准备的机会 他踩着遮影步 只是眨眼的功夫 便来到了嗜血浮妖境前 在剑术精通的加持下 洛因剑法的运用达到了极致 随着遮影步将距离拉近 江峰一剑划斩 带着凌厉的锋芒 将其削手斩断 扑通 众物应声落地 署面人身的妖兽 当场与命于此 恭喜宿主手杀嗜血浮妖 获得奖励 洗髓丹 修为加武 江峰收回长剑 利用土纳术调适着气血 看着身旁毫无动静的死尸 眼里并没有半点波澜 修为值已达到最大上限 修为突破至五者四瓶 突破了 江峰感受着体内气血的上涌 状态明显比五者三瓶的时候 更加充沛 综合能力也得到了一定幅度的上升 而且 击杀一阶妖兽的奖励 还报到了一颗洗髓丹 这可是重金难求的好东西 当时自己也是击杀完一阶段巨蟒蛇腰 才得到的一颗 如此的情况下 难不成 一阶妖兽对洗髓丹的暴率有加持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许我可以继续在郊区外围的丛林逛一逛 说不定还能有其他的意外收获 江峰已经不自觉地 把这片地方当做了自己的摇钱树 今晚这一趟当真没有白来 说吧 他收好新脚后的洗髓丹药 上一颗的药效还没用完 所以 这一颗倒是可以先留着 以免不时之需 将一切准备妥当后 纱布垂下的夜色里 江峰踩着遮影布 持剑再度游荡在了丛林当中 第二天清晨 清风徐来 暖光初开 江峰和妹妹吃过早餐 便早早从家里面出发 两人一边御用呼吸法进行修炼 一边小跑地来到了学校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 江峰这一次身上多了一柄配件 以及气质上发生了一些改变 昨晚的杀怪让自己修为之暴涨 情不自禁就沉醉在了里面 只不过略显遗憾的是 自己几乎游荡了整个外围丛林 结果都没有找到其他妖兽的痕迹 似乎昨晚的嗜血浮妖 就是一个个例 无奈之下 自己也只是杀了一碗的虫子 遮影布确实是不错的绝佳功法 运用起来简直让人受益良多 校长办公室 江庆舟今天穿着一身西装 打扮得颇为正式 他坐在沙发上面 对面还坐着四男一女的外校人员 看年纪似乎都只有三十来岁的样子 各位教授不远千里 来咱们安宁一中劳累了 江庆舟给眼前的五位教授 针满茶水一脸的客气 江校长太客气了 我们这次过来 也是代表各方学院来提前收纳学员的 这不想来看看一中有没有合适的苗子 说话的是一个并角斑白的男人 他一身白衣 干净整洁 整个人非常的清爽 方教授比校不才 现在高考在即 学员们都在勤奋修炼舞蹈 对于好苗子的出现 怕是无法一一满足呀 江庆舟有些受宠若惊 他相视一笑 这些都是顶尖舞蹈学员的教授 现在竟然齐聚一堂地过来选人 历届可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江校长还跟我们有什么好客气的 这不听说你们学校出了个天才炼药师 我们这帮人才过来看看 你也知道 近些年武道昌盛 而要盗却一年不如一年 衰弱之余 这些作为抗寿的后勤 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想损失这个机会 说话的是另外一个身宽体阔 满面刚毅 甚至浑身透露出一股军人气质的男人 没错 我们这次过来 主要就是想约谈一个叫江峰的孩子 他在药力上的天赋造诣极高 是个难能可贵的天才 另外一个高挑美女 也在这时开口 毫无疑问 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 而所谓的挑选好苗子 也只不过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说辞 他们真正要选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江峰 第44章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江青州沉思片刻 脑海中已经联想到了这个少年的模样 江峰吗 这个人自己当然熟悉 前些天争夺全校高三副本首榜 后接连在剑道课上完美领悟剑道 之后又被侄女江河看中 商谈制药合作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横空出世的江峰 所独有的特殊之处 以及能力的卓越 甚至当昨天小赫亲自告诉自己 江峰成为了二品炼药师的时候 他简直无法相信 这竟然是真的 而且 整个安令五道联邦 近乎在一夜之间就炸开了锅 稍等一下 我这就联系江峰的班主任 江青州没怎么犹豫 这是他们安令义中的荣誉 江峰所代表的是 整个学校的形象 而且还是 被这些顶尖大学主动邀请 如此难得的机会 自己自然不会放过 随着一通电话 打进周山手机 周山很快就离开了办公室 放下电话后 他整个人的脸上 有种说不出来的一色 那是兴奋 震惊 还有猜疑 江峰 你跟我来一下 校长找你有事 一般教室门口 周山敲了敲客室大门 随着慰言的声音传入教室 让里面的一众学生 当场安静 江峰这个时候 也才刚刚来教室没多久 结果屁股还没坐热 就被叫了出去 在全班一众人疑惑的目光下 周山带着江峰 很快离开了教室 原本安静的教室 也很快再度变得吵闹起来 夏婉宁看着江峰离开的背影 朱唇轻轻勾起一道弧线 他知道 江峰已经成为了一名 二品炼药师 这一次校方突然谈话 估计多半就是因为这个 他也曾经惊讶过 怀疑过 怀疑江峰是给自己开的玩笑 但是这种怀疑 又很快被独有的坚定取代 这种坚定 甚至不需要江峰 发给自己所谓的 二品炼药师徽章 小峰 你来了 先坐吧 江庆周脸上挂着微笑 江峰的到来 无疑吸引了这里 在座的一众人的目光 虽然这些人 对江峰来说 都非常陌生 而且听江庆周的称呼 似乎也显得十分亲切 并不像师生关系 那样陌生 周山扶了扶近矿 他打量着眼前 坐在沙发上的五位教授 若是换座之前 自己怎么也想不到 江峰会成为 他们主要点名邀请的对象 江校长 江峰礼貌打着招呼 同时也看向了 办公室里的其他人 心里不由犯着疑惑 目的是然 连江校长都需要客气的人 多半拥有着不低的身份 江庆周展颜一笑 倒也看出了江峰脸上的疑惑 所以也没有拐弯抹角 当众做起了介绍 其实相比于江峰 倒是不需要过多介绍 反倒是前来的五位教授 这些人分别代表着 无所顶尖的武道大学 也是每一所大学的形象 对了 风花大学的吴教授和清销大学的陈教授 应该还在赶来路上 这个应该不影响吧 江庆周看了下手表 这次本应该是七所五道大学 一同商谈来着 只不过这两所大学 因为距离较远 所以迟迟没有到场 不影响 行程上没安排妥当 这可怪不得咱们抢先一步了 方伯峰抿了口茶水 回答的间隙 倒是对江峰微笑着点头示意 既然这样 那小峰 各位教授 你们就先商榷一下 制药方面的事宜 我跟周老师就不打扰了 江庆周自然懂得察言观色 这种重大事宜 难免会牵扯到五道大学的名誉 而且 接下来的话 并不适合自己去听 所以很自然地 把地方疼了出来 随着办公室大门被关上 偌大的房间 也就只剩下了江峰六人 小峰 我叫赵清禾 北庸五道大学的教授 这是我的名片 赵清禾这时反应最快 率先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 递给了沙发上的江峰 这是示好和拉近人际关系的一种体现 当然 必要的时候 一根滑紫的力度或许更大 不过这对一个学士而言 显然运用不到 其余人见状 也纷纷掏出名片 前扑后继地递了过去 江峰接过这些名片 眼前一幕总给自己一种 我是大老板 这五位教授 是各方公司的销售 正在竭尽全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一样 江校长的介绍中 自己已经知道了 这些教授过来的目的 其实和江鹤 昨晚说的类似 想要拉拢自己 进入五道大学进行深造 小峰 对于昨晚你在安岭联邦认证的二品炼药师身份 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 觉得你在制药方面有着相当高的潜力 现在高考在即 我们东方五道大学 愿意以保送的名誉 直接让你入校试训 你看怎么样 方伯峰义正言辞 平常对于高校入选 保送这两个字 可是难如登天的代名词 可是如今 却被这人说得如此轻巧 方教授 你这就不厚道了 以小峰的资质 难道只是一个保送名额吗 旁边的赵清禾摇了摇头 这种天才 可不是一个保送名额 就能弄到手的 更何况 就你们学校有保送名额吗 他转头看向江峰 然后伸出了两根手指 两个 我们北庸武道大学 给你两个保送名额 你可以选择一个陪同升入校 提前试训 甚至是资源设备 我们全方面都可以攻击 赵清禾语气非常坚定 甚至是一种自信 这种待遇 就算是自己学校的天才炼药师 都不一定能够享有 说实话 你们两所大学 格局拉得太小了 小峰需要的是一个机遇 但这个机遇 并不是某所大学的保送和修炼资源 而是更庞大的炼丹经验 以及一个顶尖实力的炼药师 我们凌空武道大学 作为炼药专修学院 不仅要到出色 武道也是独一档 如果江峰同学能来我们学校 我能保证 让我们凌空的首席炼药师 亲自带你 甚至是直接保送毕业 说话的是那个唯一的女人 她叫苏灵月 黑色长靴下 两条穿着丝袜的长腿 格外诱人 小峰同学 他们能给的 我们西城武道大学给双倍 王渝川也抛出了 自己这边的橄榄枝 一时间倒只剩下了 最后一位教授 没有开出条件 张月泽面带微笑 他作为南山武道大学的 药理教授 本应该有着相征的资本 但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只是静静地观望 仿佛在说 你们争得越起劲 我就越兴奋 反倒是江峰 被这些教授开出的条件 给震惊到了 保送代人也就算了 修炼资源免费投位 首席炼药师 亲手调教 甚至还保送毕业 这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 但不得不说 这些条件都相当具备诱惑力 甚至任何一方给予的东西 都无法让现在的任何学员拒绝 在座所有的人 都目光灼灼地盯着江峰 所有人都等着江峰的回复 第45章 江峰的答复 嗨嗨 看着众人期待的目光 江峰倾咳了一声 不好意思 各位教授 对于提前进修武道大学的想法 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炼药只想作为我的辅助专业 我个人还是偏向于武道方面 所以暂时还不想做这方面的抉择 委婉的一次拒绝 出乎众人预料之外的回答 但这却是江峰 昨天就已经深思熟虑的答案 距离高考的时间 已经所剩不多了 因为如果提前进入大学进修的话 自己反而会丧失更多的刷怪时间 这些大学的教授 纷纷面面相去 等等 剧本是不是不对 来自顶尖武道大学的邀请 竟然全部回绝了 这可是保送啊 而且还是明师明校 教授们猛逼的同时 还不忘感叹 如此大好的机会都不要 这个江峰的定力 未免也太强了吧 张悦泽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 这个时候 反倒没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 因为早在路上的时候 自己就得知了 南山首席练药师之女的江鹤 邀请过江峰 而对于结果而言 他已经不需要今天再去尝试一次拉拢了 否则结果不会比现在这四所武道大学 强到哪去 所以他不但没有邀请 反而还坐山观虎 小峰 选择哪所武道大学 由你自己决定 现在时间还长 不要着急 最出色的武道大学 不一定是最好的 最好的 也不一定是最适合的 我们南山武道大学 就不主动邀约了 不过小峰 要是后续你有要五方面的问题 或者需求 可以尽管找我 这可以是南山武道大学的事情 也可以是咱们之间的私人事情 张悦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笑脸相迎地朝江峰伸出了右手 这是单方面的嗜好 更是熟络关系的一环 其余教授文言 自然听出了话里话外的一番意思 无非江峰生在安岭 南山是距离安岭最近 且最便捷的一个选择 尽管没有表达邀请 但却已经无形中 对比了其余的所有武道大学 这张鼻子 真够阴的 赵清禾恨不得在心里 把这货骂上个百八十遍 辛苦张教授观照 看着悬在半空的手掌 江峰也站了起身 同样礼貌相握 对于这个南山武道大学的 张悦泽张教授 他虽然没有见过 但却听说过 这可是一位大宗师级别的舞者 在整个大学的声誉 都相当之好 听说 沈和的表姐沈樱英 就是这人一手带出来的 不论是在要道 还是武道的造诣 都可以说 有可圈可点之处 小峰 我最近要在安岭举办一场 线下练药师大赛 如果有时间的话 记得来捧场 张悦泽全然不理会 其余教授的目光 而是继续尝试性 进行着邀请 练药师大赛 江峰似乎没有听说过 这种赛事 倒是不免感到了好奇 张悦泽解释道 没错 炼药师大赛 是针对炼药师举办的赛事 在赛事上 如果能够拿下考前的名次 除了丰富的奖励外 还会受到省级炼药师协会的关注 甚至是邀请入会 也不是没有可能 江峰点点头 其实这种比赛 和学校开设的副本试炼 大同小异 只不过 对象变成了炼药师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我一定会去参观 张教授的炼药师大赛的 之所以 是参观而不是参加 江峰并不想太快 承诺一些东西 而且 炼药师的赛事 对自己的吸引力并不算大 自己倒觉得 现在把重心放在修炼武道上 更稳妥一些 文言 张悦泽倒是更加高兴了 也没有说类似等你之类的话 这种事情不能抢球和绑定 需要慢慢寻找机会 其余教授 见此早就无言以对 玩新街 你就玩吧 谁能玩得过你啊 晌午的太阳照射进窗台 也不知道聊了多久 江峰走出校长室的时候 已经快到了中午 张悦泽挥手道别 脸上早就乐开了话 张教授 你这可就不厚道了 方伯峰苦笑着摇头 他看向其余三位教授 你们说是不是 其余教授纷纷响应 甚至还想加一句 你是真的狗啊 字字不提招生入校 话里话外全是心机 可不能这么说 各位教授的条件不受用 我这另辟蹊径的办法 也没有点名招生 一切不都还有变数吗 张悦泽呵呵一笑 这句话倒说的是事实 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江峰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对了 张教授 你这恋药师大赛 是怎么回事 之前怎么没听说你要举办啊 苏林月这时候想起来一件事 倒是不由询问起来 这个啊 这是我临时起义的 张悦泽想也没想就回答道 临时起义 苏林月满头黑线 其余教授更是一脸无语 不过张悦泽很快又解释道 其实这些天正好也有这个想法 如果小枫真想参与的话 倒也可以顺便观察一下 他的制药水平 王渝川点了点头 申表赞同 虽然这孩子炼制出了新药 但观察一下 总归不是坏事 其余教授没有说话 但却已经拿出了手机 并且在聊天窗口上 疯狂敲击着 疯子 快来快来 正好有事问你 回到教室 张子诚信冲冲就凑了上来 在他旁边 夏婉宁 审核几个人都在 三人似乎在谋划着什么 江峰好奇地走了上去 什么事情 这个呀 正想问问你晚上有没有时间 为了庆祝咱们考核的圆满 今晚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顺便一起修炼指导 冲击高考吗 张子诚几眉弄眼地 对江峰解释着 是啊 诚子对你的落音剑法 可是情有独钟吗 今晚就指望你辅导他剑术了 夏婉宁也在一旁 倒是直接说出了张子诚的想法 江峰点了点头 对此并没有拒绝 张子诚喜出望外 一把搂住江峰胳膊 就差当面叫声易复了 对了 疯子 早上校长找你干啥去了 一个上午都没看见你 第46章 沈和的震惊 话风一转 张子诚又一脸疑惑地看向江峰 想打打听打听 这新鲜的八卦 夏婉宁和沈和也投来好奇的目光 不过沈和却是一直没有说话 似乎还在为夏婉宁愤愤不平 对此 江峰很想当面说一句 你戏太多了 他咳嗽一声 倒是反问道 你想知道 想啊 真想假想 肯定真想啊 到底什么事啊 我怕你现在知道了 会直接跳起来 还是等晚上聚餐的时候 再告诉你吧 江峰故意吊着张子诚胃口 不过倒也确实担心 这家伙听到了会控制不住 我说疯子 怎么感觉你最近变得比我还狗了 你就不怕我吃饭的时候跳起来吗 张子诚一脸鄙夷 要不是打不过 自己现在恨不得扒开江峰脑子 看看他今天早上的记忆里 到底有一些什么 夏婉宁似乎已经猜到 不过也没有说出来 审核更是对江峰的是没多大兴趣 找美少女除外 一整天 张子诚都浑浑噩噩 感觉跟磕了要似的 好不容易熬到晚间放学 这才打起了一点精神 终于解放了 疯子 快走快走 咱们去干饭 餐厅都订好了 张子诚如释重负 老早就收拾好书包 恨不得拽着江峰 就往校门口跑 作为剑谜 有什么事情 能比自己感悟剑斗 更有冲击力的 如果有 那一定是江峰的八卦 岂肯德 张子诚一只手端着 全家筒和薯条 另一只手端着 可乐宅家筒套餐 美滋滋地走了过来 把这些东西 放在长条桌上 天知道这家伙一个人 是怎么把这些东西 一次性拿过来的 江峰三人 早早坐在了位置上等待 今天疯狂星期四 没想到排队的人这么多 张子诚感叹一句 进来的时候 窗口早就排满了人 等了好久才排上自己 江峰撑着脑袋 看向窗外 可能是因为 到了下班的时间 晚间的行人 倒是非常的多 诶 疯子 现在总归可以告诉我 校长找你干嘛去了吧 张子诚拿起一根鸡腿 咬下一块后 不由询问道 江峰点点头 然后抽出一根薯条 放到了嘴里 其实准确来说 不是校长找我 而是大学的教授找我 大学教授找你 张子诚一愣 等等 你吃薯条都不蘸酱的吗 江峰 吃薯条不蘸酱 才有灵魂好吧 重新拉回正题 江峰接着说道 他们说 想以保送的名义 让我提前进入大学试训 然后给予我一些 修炼上的资源供给 真的假的 大学保送 这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你答应了吗 听到这话 张子诚确实有点坐不住了 这已经超出了 自己的预想范围 还以为校长找江峰 只是为了点名表扬 和给予一些奖励 没想到 竟然直接保送了 审核也有些不敢相信 江峰竟然成为了 高三第一个 拥有保送资格的学生 就算是达到五者四品的夏婉宁 都还没正式被邀请过 难不成是普通大学的邀请 审核倒是觉得 这个可能性很大 江峰继续道 我拒绝了 这番话很平淡 似乎已经说过了很多次 张子诚满脑袋问号 连鸡腿也不肯了 疯子 大好前程啊 你这是为何 江峰无奈一笑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提前进入武道大学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江峰同学 保送对大部分武道学员 来说都是一次机遇 即使是普通的大学 那也是诸多武者中的翘楚了 我倒是觉得挺可惜的 审核喝着可乐 他承认 江峰的剑术天赋造诣很高 但相比顶尖武道的门槛 还是差了一些的 所以 本能就以为 江峰只是被普通大学邀约了保送 这样一来 反倒是更加合理一些 夏婉宁并没有说话 而是同样喝着可乐 期待着江峰继续述说 就和听故事一样 是啊 你诚哥现在都在发愁 现在高考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 我才刚刚进入武者的行列 都不知道能不能猎杀的了一阶妖兽 张子诚羡慕之情 早已写在脸上 自己要是没能考上大学 那人生可就凉了大半 自己的剑道之路 估计也就止不于此了 话说 都是哪些大学教授找你啊 回头你教我几招 我也去练练 说不定也能被看中嘛 想到这里 张子诚又燃起希望 不得不说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方式 想啥呢 这和剑术可没多大关系 不过提升实力斩杀妖兽 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江峰回忆了一番 没记错的话 这次过来的应该是 东方 北庸 西晨 凌空 和南山这五所五道大学 听校长说 还有两所大学的教授 好像还没到 沉默 张子诚听到前面两所 只觉得眼熟 听到最后一所的时候 整个人直接梦了 审核更是咬着吸管不放 天啊 这可是目前顶尖的 五所五道大学啊 而且还有两所大学 还在赶来的路上 不会是剩余的 风花大学和清宵大学吧 这 这怎么可能 卧槽 义父 我就知道 不会这么简单 张子诚反射糊回来 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把周围还在 吃鸡啃得的人 吓了一哆嗦 对面桌 正啃着汉堡的小女孩 动作也停了下来 一家四口 整整齐齐地 看着张子诚 啊 那个啥 激动 太激动了 张子诚善善一笑 麻溜地 又坐回了位置上面 江峰摇了摇头 他就知道 这家伙会跳起来 江峰同学 这可是顶尖的 无所五道大学 你确定 没有听错吗 沈和还是十分狐疑 以江峰的履历 怎么可能会被 无所顶尖大学给保送呢 江峰道 我和常规的那些 保送形式不太一样的 不过都拒绝了 倒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真是狠人 张子诚给江峰 竖了根大拇指 这要是换成自己 估计早跟人家 大学教授跑了 不是常规形式的保送 那是哪种方式 该不会是炼药吧 沈和又问道 对啊 我们小峰昨天 认证的炼药师身份 一般五道大学 对炼药师 才会非常重视 夏婉宁 倒是接过话题 抢先回答了 对于认证的考核结果 江峰早就告诉了自己 沈和心情复杂 江峰什么时候 成为的炼药师 学校展开的炼药课程 总共都没几节才对啊 你们看 那不是林川吗 这时候 张子诚指着大厅的一处方向 对其余人说道 林川 江峰沿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还真看见了一个 穿着休闲装的少年 端着刚买的套餐 寻找着座位 不过在他旁边 还跟着一个文质彬彬 戴着眼镜的青年 青年长相倒是和林川 有着七八分相似 众人看去的同时 林川正好也看向了这边 五道目光相互对视 发现夏婉宁也在其中 林川毫不犹豫地 就走了过去 好巧 你们也在这里 正好附近没有位置了 不介意我坐在这里吧 第47章 保送顶尖五道大学 你都拒绝 你咋不上天 林川和众人打着招呼 不过他的目光 却率先放在了夏婉宁身上 要不是江峰坐在旁边 估计他早就坐了过去 夏婉宁只是微笑着回应了一番 然后便吃起了一旁的薯条 他也没有蘸酱 坐吧 不用客气 沈和还沉浸在惊讶中 无法自拔 反倒是江峰第一个出来回复 林川点点头 把套餐放在长桌上 然后坐在了夏婉宁对面 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哥 林沐 咱们南山大学的学长 也是一名制药专修的二品炼药师 众人点点头 听到二品炼药师的身份 众人难免还是感到了诧异 年纪轻轻 就达到了二品 这可是相当之高的成就 学弟学妹们好 林沐谦虚地点头示意 但语气中那种无形的自信 却不加掩饰 江峰 张子成用胳膊碰了碰江峰 似乎是在说 峰子 你不去露两手 对于江峰成为炼药师 自己可谓是最先执道的 只不过炼药师的层级不同 能被顶尖五道大学保送的话 治药水平应该很高才对 然而 江峰却是摇了摇头 自己只会炼制一门新药而已 没必要挑起不必要的争端 反倒是林川 看江峰的眼神有些异样 但很快就消失了 炼药师身份何其尊贵 没有专人指导的情况下 想入门都难 江峰多半没这个可能 林学长也是炼药专修啊 我表姐也是 不知道和学长 是不是同一个教授呢 沈和回过神来 联想到炼药师的门槛之高 倒也有些怀疑江峰的真实性 甚至是顶尖五道大学的邀请 现在想来更是不太可能了 这个江峰 感觉就是纯粹的在忽悠 林木看向沈和 何善道 目前我在张教授名下学习 前些天才刚认证的二品炼药师身份 不知道学妹表姐叫什么名字 沈音音 沈和回答道 她也是张月泽教授的学生 沈音音 原来她是你表姐 前些天我还和她一起聚餐探讨过 药理学术方面的研究方案 林木倒是颇感意外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沈音音的表妹 沈和似乎常对这方面的话题很感兴趣 问了很多有关炼药方面的问题 对此 林木也是来者不拒 这不禁让沈和对江峰炼药师的身份 更加怀疑了 我哥在炼药方面深造了很久 因为炼药师的品级考核相当困难 当今整个南山武道大学 拥有如此自力的炼药师可是很少了 这次我也打算让我哥带我学习一下药理方面的技巧 林川这时候开口 丝毫没有避讳林木是二品炼药师的身份 反倒有种十足的骄傲 咱们疯子也是炼药师呢 张子诚用薯条蘸着番茄酱 一边吃一边夸着江峰 丝毫不落下风 江峰同学也是炼药师 林川还是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同时不禁暗自冷笑 高中三年 以自己对江峰的了解 别说制药 就连买药的经济都非常窘迫 拿什么成为炼药师 退一万步 就算江峰天赋异禀 自己清歌 可是能影响到宗师舞者的二品炼药师 江峰只是点了点头 自签到会一点点 学弟年纪轻轻 就已经成为炼药师了 这种天赋 应该已经被大学保送了吧 林木服了服眼镜 毕竟普通大学只要求熟弱药理 会炼制简单的补药 就能被保送 如果学弟已经认证一品炼药师 保送进入南山武道大学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番话并不是调侃 而是事实 只不过以自己目前的履历 倒还没见过多少人 能够满足后者的条件 别说一品了 就是前者简单炼制的补药 都可能得花费好几年的时间 江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她很想说实话 但这年头说实话 还真没人相信 无奈之下 也就默认是回复了 林川嘴角一抽 还真是给你一个台阶你就走啊 你怎么这么能装 她看向一旁的夏婉宁 企图从这位儒雅清新的少女身上 找到答案 然而夏婉宁并没有搭话的意思 仿佛也默认了江峰的默认 甚至看向林川的时候 还露出了一个肯定的微笑 靠 恋爱脑真该死啊 林川酸了 彻底的酸了 这种荒谬的话 竟然也有人相信 江峰同学 你真的是炼药师吗 炼药师考核结束后 可都会颁发专属的认证徽章的 林川想要刨根问底 如果江峰只是在吹牛 那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打压一波 然后在婉宁面前好好表现 江峰把薯条吃完 递给张子诚 一包完好无损的番茄酱 继续说道 徽章放在家了 没有随身携带 好好好 这么装饰吧 林川差点给气笑了 张子诚则搭上话 班长 咱们疯子可以被保送到顶尖武道大学的 林川满脸疑惑 看向张子诚 张子诚同学 你要不要看看 你说了什么 江峰他们能被保送到顶尖武道大学 你看我信吗 江峰笑了笑 诚子别瞎说 我都拒绝了 林川 不是你俩唱双黄是吧 一个说保送 一个说拒绝 他们的 保送顶尖大学 你都拒绝 你咋不上天 林川正满脸不幸的时候 咚咚咚 这时候 玻璃外面却走来了两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 两人隔着窗户 看着吉肯德里面的六人 似乎在端向着什么 老欧 你确定没有看错 那孩子就是韩先生口中的江峰 怎么会错呢 我这刚从安令义中将校长那里弄到的照片 一模一样好不好 那还等什么 赶紧去啊 说着 两人很快也走进了吉德肯里面 正吃着套餐得六人面面相去 因为隔音的问题 也不知道外面的两人在聊些什么 疯子 那两个人刚刚好像看着你说些什么 好像是来找你的 张子诚撕开番茄酱包装 话还没说完 外面的两个中年男人就已经走了过来 满脸笑意 看着江峰 请问 你是江峰同学吧 第四十八章 四天要灵 是什么怪物 你们是 江峰不由询问着 记忆之中 自己并不认识眼前的两人 其余人亦是如此 只不过 他们更好奇 这两人找江峰的目的 江峰同学 我是风花大学的吴恒教授 这位是清销大学的陈华生教授 率先走在前面的中年男人 整理了一番领带 然后郑重介绍着 说完之后 各自还拿出一张名片 递给江峰 风花和清销 我靠 这不是顶尖七大的其中两所大学吗 沈和率先反应过来 因为之前江峰叙说五所大学保送的时候 自己特意留意过 没想到 剩余的两所大学教授 还真的找过来了 两位教授好 我就是江峰 江峰接过名片 并朝两人握手是好 听沈和这么一说 自然不会有错了 如此一来的话 顶尖的七所大学的教授名片 还真被自己给集齐了 其实本应该和其他五位教授一起过来的 但是路途过于遥远 所以 路上花费的时间就长了一些 现在见到本人 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二品炼药师 还真是年少有为啊 吴恒咳嗽一声 倒有点自罚三杯的意思 只不过话里话外 都是对江峰的赞赏 林川和林木 两人对视一眼 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二品炼药师 江峰竟然是二品炼药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江峰何德何能 能让两位顶尖大学的教授 这般谦虚 一定是自己听错了 两位教授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江峰现在才刚满18岁 怎么可能成为二品炼药师的 林川下意识就询问了出来 他的这番话 无疑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惑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江峰成为炼药师 也绝对不可能是二品炼药师 毕竟自己哥哥成为炼药师有多困难 他是最清楚的 江峰能是二品炼药师 打死他都不信 我已经和江校长确认沟通过了 甚至在武道联邦 也进行过核查 不会有错的 吴恒则是笃定 这并不是什么隐晦的信息 如此透明化的资料 只需要简单查询就能得到 林川心里一个咯噔 这竟然是真的 怎么会呢 江峰明明没有炼药前身的经历 水平还是很一般的 江峰倒是客气起来 同时心里也大概知道了 这两位教授所来的目的 下晚宁那如夜星空般的美眸 眨巴了两下 眼里倒也露出了些许惊讶 倒不是惊讶二品炼药师的身份 而是对于七所武道大学的邀约 而感到不可思议 吴恒没有理会旁人的目光 而是直接表明了目的 这次过来 就是想代表风花和清销两所武道大学 正式向江峰同学提出邀请 希望能以保送的名义 进入两校进行试训 这次协商并不是强硬地提出条件 而且语气能明显看出 对方的邀约姿态放得很低 这并不是顶尖武道大学该有的作风 旁边的陈华生还补充道 路上我和吴教授做过沟通 愿意以两所大学的资源 共同进行培养 甚至在毕业的时候 还能冠名两所大学的名誉 除此之外 无论是制药方面 还是武道方面 我们两所学校 都会让专门的首席导师 进行收徒式指导 以及修炼资源的无条件倾斜 你看怎么样 沈和武了武嘴 听到首席导师收徒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世界 都变得不真实了 所有人都知道 武道大学之间 都存在竞争关系 不可能会有 联校共享招生的先例 可是眼下 这却成为了事实 而且 两所大学 共享一名学生也就算了 还共享首席导师的 培训资源 这简直史无前例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天才 也不至于开出这种条件吧 所有人早就说不出话来 他们纷纷注视着江峰 似乎已经想到了 对方会欣然接受的画面 林木感觉 就差怀疑人生了 他不理解 自己也是二品炼药师 难道只是因为 年纪差异的问题吗 这种待遇 很难不让人心生嫉妒 吴教授 我想问一下 你们看中的是 江峰的二品炼药师身份还是 林川这时候 又问出了心中的不解 他想要知道答案 甚至是本能接受了江峰 成为二品炼药师的身份 吴教授多看了眼林川 但并没有在意 而是反问道 如果有人只用四天药灵 就能研制出一款 足以影响宗师 乃至大宗师的药剂 你要还是不要 什么 四天药灵 林木直接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又默默做了回去 四天 究竟什么样的怪物 才能做到四天成药 他看向江峰 依然没有了那种 俯瞰学弟的样子 审核更是捂着嘴巴 看江峰的眼神 已经彻底变了 四天 自己表姐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成为了一品炼药师 江峰四天 就成为了二品 吴恒表情倒是平淡很多 因为自己刚开始 听到这事情的时候 也像眼前的这些人一样 他把目光重新放在江峰身上 渴望这个少年口中的答案 如果不是得知 其他五所大学 都以失败告终 他们也不会想到 通过这种邀约方案 来拉拢眼前这位天才 江峰若有所思 对比之前的五家大学 眼前大学的教授 所开出来的条件 无疑是最诱惑人的 毕竟 哪个正常人 会拒绝如此的条件呢 第49章 义父 教我 不好意思 两位教授 我对炼药师方面的兴趣 并不算大 所以对于贵校的邀请 我还不能接受 江峰了表歉意 但并不觉得可惜 因为自己已经对未来 有了一条规划的路线 这一瞬 空气仿佛凝聚到让人窒息 这种安静 足足持续了十几秒 江峰同学 能告诉我真正的原因吗 吴恒明显察觉到 江峰并没有述说事实 倒是不由询问起来 江峰点点头 五道一图 我不想做一名 处在后勤的炼药师 妖兽需要强大的武者抵御 我无法接受在今后 我的亲人朋友 被妖兽肆虐厮杀的时候 自己只能无力地观望 很决绝的一段话 已经表明了 江峰此时的立场 医学治愈不了现在的大环境 唯有成为武者 直面问题的源头 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 我明白了 吴恒意会 江峰的志向并非炼药 而是武道 对此 他没有再劝说的权利 没关系 人各有志 希望江峰同学 今后在武道之路上 能有更为出色的成绩 当然 宝宋的名额 不论是制药还是武道 都依然有效 只要你愿意 风花和清宵大学的校门 始终都会为你敞开 这番话无疑是王诈 在对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 还抛出如此的条件 可以说 诚意相当之高了 这个一定 如果有想法 我会主动联系你们的 江峰收好名片 同时也给予了承诺 只不过众人都知道 这样的承诺 也只是形式上的示好罢了 那行 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走了 能够结识江峰同学这样的人才 倒也不枉走这一趟 吴恒倒没有显得过于失落 三人相互道别后 他们便离开了这里 江峰重新坐回位置上 结果旁边的人 纷纷看着江峰 眼里的那种复杂 异于言表 卧槽 疯子 这可是顶尖武道大学啊 你说句就句了 江子诚已经佩服的五体投递 就那两位教授提出来的条件 放眼整个武道 绝对不会有人 傻到拒绝如此的邀约 凌川更是一言不发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江峰吗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沈和默默看着江峰 小嘴微张 想要说些什么 但又没能表达出来 江峰倒是很自然地点了点头 武道至上嘛 这下 所有人都相信 这货真的拒绝了 七所顶尖的武道大学 疯了 简直疯了 凌川摇摇头 觉得不值得同时 心里已经百般羡慕 他临川什么时候 能有这般成就 隐约间 自己和江峰之间的差距 似乎越来越大了 对了 说起武道 你们听说了吗 下个星期 学校会组织一场 武者选拔赛 为了冲击顶尖武道大学 会特意挑选出 资质最好的十名学员 来和整个南山省的天交 一同进行训练 这时候 夏晚宁主动接过话题 倒也没让江峰 继续成为义论的对象 咱们疯子肯定是 不用担心名额问题的 有炼药师的这层身份在 七所顶尖大学 岂不是随便选 张子诚不由打趣起来 只不过话说一半 他就萎靡下去了 江峰拍了拍张子诚肩膀 看出死党的失落之处 饶有兴趣地问道 想不想参加 竞选武者的选拔赛 想不想参加 南山省的学员是训 想啊 怎么不想 但我这一品武者的资质 多半连选拔赛 都进不去吧 张子诚哭丧着脸 进入南山武道大学 最后一次触及梦想的机会 自己怎么可能不想呢 你不是一直想找我练剑吗 今晚单独给你视讯怎么样 让你下个星期 顺利进入选拔赛的名单上 江峰语气带着坚定 这是对自己的信心 张子诚一正 义父 此话当真 那还有假 江峰心想 今晚就让你体验男人的快乐 张子诚狐疑 毕竟品节摆放在这里 一个星期 还是有点不切实际的样子 但如果说出这番话的人是江峰的话 那就没事了 一味的练剑效果 应该不大吧 不如明天下午五道自修的时候 咱们去试炼场 锻炼一下实战技巧 夏晚宁这时候提议 试炼场 那是什么地方 我好像都没听说过 张子诚满脑袋疑惑 似乎话题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 夏晚宁解释道 试炼场是 专门针对舞者实战特训而开设的地方 里面7G的妖兽数量相当庞大 虽然有专门的阶段隔离措施 但也相当凶险 当然 每一次的提升也是相当巨大的 甚至有人曾经还在里面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江峰眼前一亮 妖兽数量相当庞大 那岂不是刷怪的绝佳场所 那地方在哪 他下意识问道 这种试炼场 一般都是官方开设的 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 妖兽数量也足够 五道联邦的特职区域 就有这么一处地方 不过不是免费的 江峰点点头 钱并不是问题 只要能够刷怪提升 收益成正笔的情况下 那就是值得的 听说那种地方 有很高的生命危险 之前还有舞者死在里面过呢 审核也知道这么一处地方 但是同时 也想到了弊端所在 对此不免有些担心 这事情我知道 不过当时是因为那个舞者 隐瞒了自身境界 选择了高于自己的试炼场 所以才被高阶妖兽杀死的 我们不去那种高阶试炼场 只是低阶场所的话 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我之前去过 夏晚宁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升地点 如果想要得到是训名额 这无疑是当下最优的地方 他把目光放在江峰身上 似乎想知道对方的想法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场所 相比于常规的训练 既可以增加实战技巧 又能促动修为的进一步增加 一举两得 江峰自然求之不得 老城区的小虫子 自己早就刷腻了 也是该换一换新鲜的地方了 见江峰没有意见 张子诚也点了点头 先说好啊 我要是去的话 你们可得保护好我 我很脆的 张子诚倒是提前给众人做了个提醒 他可不想年纪轻轻 就隐恨西北 小河 林川同学 你们呢 夏晚宁看向其余两人 组队的人越多 安全系数自然也就越大 沈和犹豫了一番 但还是同意了下来 不过林川却摇了摇头 我就不去了 我得跟我哥一起进行炼药方面的学习 他脸上有些惋惜 其实自己挺想去的 这毕竟是婉宁女神的主动邀请 可是提前答应了兄长的事情 现在拒绝肯定是不行的 只能说鸡不逢时 疯子 咱们今晚什么时候特训 我已经热血沸腾了 张子诚把最后一个汉堡吃完 看着外面渐暗的天色 作为贱迷的他 早就幻想自己一键开天门的壮举了 江峰也吃完薯条 发现其他人也已经结束用餐 便说道 现在就去 第五十章 血泼下的死人 晚间 从德基肯出来的众人 很快就纷纷道别 林川更是早早和林沐一起开车回去了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这一次 林川竟然用他们家的商用兵力 载了江峰几人一城 估计多半也是因为 有夏婉宁在的原因 江峰 那我也先回去了 你和程子别连太晚哦 城区的交叉路口 夏婉宁停下脚步 没有再送江峰和张子诚两人 好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早点休息 江峰也在这时止步 看着路灯下的夏婉宁 进行着道别 你就没什么想后说的吗 夏婉宁双手后背 似乎在等待着一个答复 啊 江峰没反应过来 愣了几秒 你呀 真是个呆子 郊区丛林 夏婉宁和沈和 在陪同了一路后 也各自回到了自己家中 江峰则是带着张子诚 来到了之前刷怪的地方 因为除了给张子诚培训外 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作为眷王 自己必须卷起来 疯子 这地方是城郊了吧 咱们练剑需要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吗 张子诚拿着铁剑瑟瑟发抖 倒有种森林副本的记事感 野外训练才有感觉 说不定碰到妖兽 还能检验一番成果 不是吗 江峰停下脚步 在一处空旷的草坪处停了下来 似乎这里就是两人今晚培训的场地 疯子 那你这次教我的事 吴主任教的落音剑法吗 张子诚倒也没有过多在意 有江峰在 就算是遇到妖兽 也没什么好怕的 他拿着铁剑 在夜空中比划了一番 只不过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章法 不是 这次教你的 不是剑法 是身法 江峰摇头否定 身法 张子诚眼前一亮 什么身法 江峰没有回答 而是指着对方手中的铁剑道 用你的武器 使出浑身解数砍我 砍的时候留心观察 你会知道的 砍你 这样不好吧 张子诚拔出铁剑 有些犹犹豫豫 但联想到江峰会使用身法后 又有点跃跃欲试的冲动 怕什么 是兄弟就来砍我 放心 死不了的 江峰露出一道神秘微笑 他退后一步 特意拉出了一段距离 以张子诚目前舞者一品的实力 想要袭击道 自己还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可要来了 张子诚双手持剑 把眼前江峰 看成平时练剑的对象 踏前一步 横批了过来 江峰步伐轻盈 在剑刃即将命中自己的瞬间 遮影步瞬间释放 很优雅的 就规避了这次的袭击 然而这一幕在张子诚看来 却非常的模糊 卧槽 刚刚不是砍中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张子诚一脸惊异地 看向一米不到的江峰 以铁剑的长度 这一剑是必定命中的 可却偏偏被对方躲闪了 张子诚觉得 可能是自己大意了 于是快速开启了反攻 竖斩 重劈 青刺 上挑 剑花 所学的剑招 几乎被自己用了个遍 可是在江峰这行云流水般的步伐下 却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甚至还被反打了几次 最主要的还是 每次的袭击明明已经命中 可就是没有生效 仿佛眼前的江峰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一般 见鬼了 疯子 你这到底什么神法 学校的武道课 好像没有教过啊 一番进攻下来 张子诚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是遮影不神法 江峰回答道 遮影不 张子诚重复一遍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江峰淡淡一笑 这可是系统爆出来的玄幻功法 当然牛逼了 义父 快快教我 张子诚瞬间燃起兴趣 遮影不 光听名字就很厉害的好吧 江峰来到张子诚进前 先跟着我的步伐多练几遍 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后 你再自己尝试一下试试 对于遮影不的使用 其实江峰也不能确定 这种玄幻功法 能否传授在高五世界中 这对自己来说 倒也算是一种尝试了 张子诚打着十二分精神 江峰每一次行动的画面 都仿佛刻在了自己的脑海 他敢保证 哪怕是上班主任的课 自己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月色下 江峰一步前踏 脚底的虚影宛如活过来一般 但又像是被江峰取代 给人一种模糊且不真实的错觉 而经过数个小时的练习 张子诚似乎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那是和江峰如出一辙的步伐 以及那模糊且不真实的济实感 义父 我误到了 张子诚提见 兴奋地看着江峰 他感觉现在的自己 都能和南山天骄们过上两招 江峰略表欣慰 其实张子诚的天赋并不算差 只是缺少训练的资源药物进行辅助 否则达到审核 甚至临川这种地步也并不是难事 而且 这一次的训练 让他得到了自己心中想要的结果 玄幻的功法 确实可以在高五世界中修炼 沙沙沙 周围的灌木丛传来一声躁动 江峰看见 不知什么时候 张子诚身后的草丛里 竟然闪烁起了一双双星红的眼睛 这地方果然还有妖兽吗 江峰眼睛微眯 正打算拔剑看看情况 不料灌木丛里的东西 率先一步冲了出来 那是一只只鼠面人身的巨大蝙蝠 检测到宿主附近 存在一街妖兽嗜血扶妖 危险 危险 这些闯入私人领地的妖兽 果然还有 江峰联想到昨晚击杀的嗜血扶妖 本想着今晚碰碰运气 没想到 还真让自己撞上了 嗜血扶妖朝张子诚的方向 快速袭击而去 一共五只 甚至其中一只手里 还抱着一块尸骨 那是从人类骨架上 拆解下来的残肢 张子诚察觉到危险 踩着刚刚练习的遮影布 完美进行了规避 在江峰眼中 嗜血扶妖的攻击 明明已经击中 但却偏偏没有作效 这种概念级的闪避攻法 确实厉害 虽然张子诚的遮影布 仍有瑕疵 但这并不没有太大影响 看见 张子诚侧身一跃 凌空挥出一道剑花 正好打在最后一只 嗜血扶妖身上 直接将那双巨大翘翅 给撕开了一条缺口 嗜血扶妖失重倒在地上 看上去受伤不小 江峰也不甘示弱 送上门来的经验 不要白不要 他弹出腰间长剑 身形模糊间 一记美视居合 瞬间把其中一只 嗜血扶妖斩首 修为家武 原本伏技的对象 瞬间调转 江峰和张子诚反倒成为了狩猎者 灵力的剑锋下 张子诚能够看见 江峰手中长剑 依然凝聚出剑气 而且非常磅礴 甚至比之前剑道刻上的还要浓郁 江峰的剑术技巧又增强了 嗖嗖 两道剑气快速展出 迎面袭击而来的嗜血扶妖 来不及闪躲 瞬间与命当场 卧槽 一击秒杀 张子诚惊呼 这可是一阶妖兽 一剑竟然就这么凉了 江峰踩着遮影布 游裂在树丛之中 不一会 就将剩余的两只嗜血扶妖 全部击杀 整整二十点修为 虽然张子诚杀了一只 但却无伤大雅 一副牛逼啊 剑气能教我吗 张子诚眼睛里满是崇拜 他就是江峰的头号迷地 要是能学会剑气 一剑开天门的壮举 未尝不可一世 然而江峰却摇了摇头 剑气需要等你修为 在提升之后才行 现在的 你还没办法用出剑气 他如实回答着 一边说着 还一边朝嗜血扶妖 最先出来的灌木丛走去 还没走到近前 一股淡淡的血腥气 就飘散了过来 灌木丛中 一滩滩粘稠的红色血迹流淌 血迹一直延伸进入深处 似乎在那里 藏着一切问题的源头 江峰快步上前 通过那根人类骨架的残肢 他知道 这片区域 绝对有人被妖兽袭击了 而且数量很多 终于 在穿过第三片灌木丛的时候 他发现了三具残缺不堪的尸骨 没有皮肉 只剩下一滩血淋淋的血迹 以及染满鲜红的血色服饰 是附近的村民被杀了 第五十一章 特训 卧 卧槽 张子成退后两步 瞳孔微缩 郊区丛林的外围 竟然有人死了 这 这什么情况 是刚才出来的几只妖兽做的吗 张子成 看向一旁的江峰 这是他第一次直面死人 虽然没有具体的尸骨 但仅仅是残肢碎步 给人的视觉冲击就足够强烈了 江峰脸色同样不太好看 但要比张子成镇定一些 应该是的 他上前两步 三件染着血迹的衣服 已经被撕碎 但在布料的外观上 还是看清了服饰的硬化 四 单独的一个字 没有任何伪坠 甚至连这个字 都被血迹浸泡的 快要看不清了 是某个宗门 亦或者家族的服饰吗 江峰下意识私存 但根本找不到任何头绪 时间不早了 今天就先练到这吧 不打算继续在这停留 江峰转身离去 城区死人绝对会被上报 相信用不了几天 这里就会被官方封锁 好不容易找到的 一块刷怪地方 估计怕是没法再用了 啊 哦 哦 张子成反应过来 提着铁剑也跟了上去 不过临走时 还是忍不住回头 看了眼 咽了咽口水 后背早就汗毛站立 如果今晚是自己 独自一人过来 恐怕也和这些碎步一样了吧 疯 疯子 那些妖兽 张子成正想开口 却被江峰扔了一颗 不知名的东西进嘴里 颗粒状和气血丹类似 不过口感要更加滑腻 而且自带一种炙热感 江峰接上张子成的话 城区的部分区域 可能不安全了 我感觉 兽巢已经在侵蚀 人类活动的领地了 他深吸口气 这是自己主观上的猜测 毕竟 人类圈养的妖兽 基本都会被限制在特定区域 目前还没有逃脱的先例 而野生在外的妖兽 就不一定了 疯子 你朝我嘴里扔了个什么 张子成本打算将其吐出来 没想到这东西入口即化 很快就进入了嗓子深处 同时还能感受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充沛和满足 这个呀 丹药而已 对你的修炼有提升的 江峰拍了拍张子成后背 嘴角轻轻上挑 是啊 洗水丹而已 可便宜你小子了 江峰暗自感叹 本打算自己用掉这颗洗水丹的 但看张子成现在的修炼进度 再加上系统今后 还能继续爆装备 倒也没怎么犹豫 更何况 洗水丹只能针对舞者进 后面屯再多也没用 张子成狐疑地打量了一番江峰 全身的变化 自己是能明显感受到的 这绝对不可能是 普通的修炼丹药这么简单 月明星熙 似乎能明白江峰的用意 张子成微张的嘴巴 在黑暗下又渐渐和尚了 一日 教室里的学员正惊危坐 每个人都竖着耳朵 听着讲台上班主任讲述信息 今天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宣布 这关乎到 你们在一个月后的高考情况 周山拿起粉笔 一边说 一边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 训练营 台下的学生先是一愣 然后窃窃私语地讨论起来 训练营 考前集训那种吗 我听说训练结束后 对舞者的提升可是非常大的 听学长说 这种集训不是和本校训练 而是联校举办的 好了 安静一下 周山轻轻敲击着桌面 台下立刻哑然 相信部分同学 已经提前知道了 训练营的内容和目的 这对你们会是一次 弯道超车的机遇 但能否把握得住 还得看你们这些天来的表现 在集训之前 我们会在本校挑选出 十名出色的舞者学员 进行联校的集训 所谓联校 就是省级校区联合归纳的集训地点 凡是从集训营出来的舞者 每个都有可能成为顶尖舞道大学 所招生的对象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努力 不要辜负了这三年来的修炼 周山语气停顿 打量着台下的所有学生 省级的集训 也就是说 整个南山省的高中学校 都会统一进行挑选 那岂不是说 这是为那些天才舞者 专门准备的集训 有同学文言表情灰暗 原本提起来的兴趣 早就消失了大半 他们知道 入选的机会渺茫 所以不抱有太大希望 婉宁 你说 其他市的天骄们 实力会高到什么程度 审核侧着身子看向夏婉宁 眼神里倒显得好奇起来 然而夏婉宁却也不太清楚 反倒是后方的凌川搭上话来 听我哥说 南山市已经有舞者突破了五品 而且 今年这一批的天骄 似乎还不止这些 五品 开玩笑的吧 咱们婉宁女神也才四品 不会是刻要刻出来的吧 张子诚听到前面的讨论 倒是颇为夸张地 看向了一旁的江峰 五品 足足五品啊 你知道 这对一个刚入舞者一品的人来说 有多大的冲击力吗 江峰倒是没那么多精益 若是放在之前 自己肯定也会像张子诚这样 但自从自己接触到炼药 接触到洗水丹这种上乘药效后 却逐渐发现 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情 不要以为 五品是目前最高的记录 这一届的高三学员 可有不少这样的舞者 甚至有人已经走到了六品的领域 班主任咳嗽一声 也不怕打击眼前的这些学生 什么 六品 是我太废物 还是别人天生就在罗马 哎 我时常因为自己不够怪物 而和这些人格格不入 苦恼 苦恼啊 话音落下 绝大多数学生开始感叹 他们都是刚入二品 甚至还在一品徘徊的舞者 完全无法理解 六品的高度该如何触及 这可是同龄段 江峰神情稍微有些变化 如果说五品是怪物的话 六品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是通过服用大量药物所导致的结果吗 还是另有其他的方法 第52章 沙漠失恋场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这个世界本就是不断的竞争 市与市之间 省与省之间 甚至是人与兽之间 都存在着竞争 南山市本就属于优质资源的城市 省级资源能够点对点的下放 相比之下 咱们校普遍舞者的阶段 能达到现在的二品水准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周山并没有因此感到沮丧 作为安领的学子 他们都应该有发光的机会 下星期一 全校首次的擂台赛选拔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 凡是能进入联校集训营的学员 学校都会给予一笔丰厚的修炼资源补助 至少能让你在短期的一个月 提升一个小阶段 提升一个小阶段 众人眼前一亮 一个品阶所花费的修炼资源少说 也得十万出头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奖励无疑具备着充足的诱惑性 而且 如果选拔赛的奖励都如此丰厚的话 那联赛集训的奖励该有多夸张 周山像是知道这些学员内心的想法 他淡淡说到 联赛集训的奖励 起码是选拔赛的十倍 听说 奖励中有一把通过王级妖兽铸造的物品 可能是饰品 也可能是武器 王级妖兽 这起码四阶段的妖兽了吧 听说高阶妖兽 都蕴藏着独特的特殊力量 这些用妖兽铸造的物品 绝大多数都蕴含着类似的能力 这次省级的联赛 可真是下了血本啊 武道自习 江峰四人早早离开了学校 在夏婉宁的带领下 进入了武道联邦管辖的一处室内场所 场地面积横跨半个安岭 可以说 城区几乎一半的面积都被其涵盖 很难想象 如此庞大的面积 竟然还是室内 安岭联邦试炼场 入口处 七字牌匾庞大而又精炼 下方则是巨大的圆形广场 广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周遭有很多商贩 甚至还有下注开盘的小摊 来来来 21号海洋场 武者VS妖兽 数量500只 压大小 买定离手 诚信经商 开盘了吗 我买小于500只 我也来 感觉这一批的武者 质量还不错 我买大吧 路过的江峰一行人 看到这一幕 不由多看了一眼 婉宁女神 她们这是在做什么 张子诚好奇地打量 周围聚集的人还蛮多 这是试炼场的一大特色 下注 下婉宁说道 她们会根据 每次试炼场里面的武者 来规划一个斩妖区间值 区间值上下 都会有人压宝 算是一种观众式的娱乐方式 那她们怎么知道 试炼的武者 杀了多少只妖兽 这个简单 每个进入试炼场的武者 都会佩戴一个腕表 就和咱们学校考核的类似 她们还能看到 每个舞者的战斗画面 个别出色的舞者 还会被单独吓住 这样子啊 难怪占地面积会这么大 张子诚若有所思 四人很快走入售票场所 金碧辉煌的装饰 让人眼花缭乱 甚至连售票厅都格外气派 四位好 请问是参加试炼 还是购买观众席位呢 前台美女服务员 面带微笑地打着招呼 十分礼貌 看着眼前的四位学生 她并没有露出惊讶 因为这里无论是试炼 参加试炼场 江峰上前一步回答道 看着头顶实时投放的景象 那是某个舞者 在试炼场战斗的画面 好的 四位请先到这边 进行修为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 我们会选择 合适阶级的试炼场 供您体验 美女服务员 来到一处测量仪器前 这是专门针对舞者 修为评测的机器 把手掌对准卡槽就可以的 下晚您轻车熟路地走上前去 作为这里的熟客 他第一个进行着修为测量 舞者四品 很快 仪器上边显示出了 大致的修为品阶 这么神奇 张子诚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等下晚您走下来后 他便凑了过去 舞者二品 审核和下晚您有些意外 张子诚竟然突破了 张子诚一脸得意 早在昨晚回家的时候 他就突破了二品 江峰笑笑没有说话 他知道 这多半是洗水单的功谋 审核也很快走上前去 看见舞者三品的数字后 也非常满意 美女服务员也感到意外 除了那个寸头小伙 两个女生的修为 都可以称得上是天才了 他不由把目光 放在最后一个男生身上 疯子 快去测一下 我还不知道 你现在什么修为呢 张子诚在一旁催促 自从副本考核后 江峰的修为 就一直是个谜 审核也投来好奇的目光 江峰的修为 应该有舞者二品吧 毕竟几个星期前 他可是连舞者都没达到的 在众人的目光中 江峰很快也走上了一气 按照服务员的指示 他把手掌放在卡槽上面 感受着机器内壁的间隙收缩 一股热流 很快覆盖了掌尖 爹 舞者四品 剑卡槽间隙逐渐放松 江峰收回手掌走了下来 然而一旁的张子诚和沈和 早就目瞪口呆 就连下碗您都愣了片刻 疯子 你竟然已经舞者四品了 张子诚一脸夸张 这才两个星期不到 江峰修为增长得这么离谱吗 沈和小脸早就僵硬 他咽了咽口水 似乎理解了 为什么顶尖舞道大学 会开出如此丰厚的条件 只是 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 从一个连舞者都不是的普通人 跨越到四品的阶段 这也太要受了吧 最近才突破的 江峰笑了笑 反倒是看向了一旁发呆的服务员 呃 试炼场的阶段 对于舞者境界 四位属于舞者境 舞品为一个划分 我这就给你们办理 舞品以下的舞者境试炼场 反应过来的服务员 连忙回到电脑跟前 不一会 就拿出了四张印刷好的入场门票 你们的试炼场 续号为25号 舞者沙漠场 一共消费4万 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 刷卡 江峰拿出银行卡 很快付了钱 难得来一次 这次我请客好了 江峰挥了挥手上的入场券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很快朝着特殊通道走了过去 其余人都知道 江峰有一笔奖学金 不过这毫不犹豫的刷卡 倒还真有那么点阔气少爷的感觉 小峰 你这鸡血 夏婉宁走到江峰身边 想要说些什么 却没把话说完 她看着江峰 除了对江峰修为的震惊外 还有一丝丝担心 毕竟江峰的家境 自己是知道的 江峰捋过少女耳边一道发丝 安慰道 放心 没事的 峰子 你和婉宁女神这狗粮投味的 让我有些猝不及防啊 张子诚跟了上来 不由打去了一番 沈和跟在三人身后 看着江峰的背影 心里却早已掀起波澜 四品舞者 二品炼药师 这等身份 不是天才是什么 难道自己之前 真的误会她了吗 婉宁 或许你是对的 第53章 备战 进入观众席 25号试炼场 暂时还未开发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行 众人佩戴好特制手环后 倒是率先来到了观众席上 这里的观众席 划分得也太多了吧 就光是这个25区 就找了半个小时 张子诚抱怨了一句 一屁股坐在软啪啪的椅子上 眼前的场景就和电影院差不多 只不过场地要打上几十倍不止 前面的剧情迎评亦是如此 整个安岭 一共30个区域 相比省级可小了太多 夏婉宁呵呵一笑 此时的画面中 一位青年飞驰在沙漠边缘 似乎和一只蛇类妖兽 缠斗了许久 徐其安 三品舞者 击杀一阶妖兽 十只 舞者实时数据上 显示着这个人的成绩 三品舞者 十只妖一阶兽 天哪 那些压舞者 能杀500只以上妖兽的 是人魔鬼吗 张子诚想到了之前的 在场外吓住的那些人 感到了荒谬 其实很正常的 每个试炼场的阶段不同 有些宗师场 大宗师场 经常能突破到这个数字 夏婉宁 坐在江峰旁边 给众人做着科普 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又补充道 对了 试炼场没有字母级别的妖兽 全部都是阶段性妖兽 而且数量非常庞大 一般每个试炼场的人数范围是多少 妖兽有具体的数量吗 江峰已经有些跃跃欲试 这些可都是美味的经验宝宝 夏婉宁想了想 场地舞者数量 一般在10到20个左右 妖兽就不清楚了 因为每个月 都会有很多新的妖兽 补齐击杀的数量 江峰点点头 舞者和妖兽的比例 果然悬殊很大 不过这样也好 不如今天就定个小目标 杀到舞者无凭怎么样 咔嚓 正想着 投影幕部的画面跳转 刚才还在周旋的青年舞者 被一条兽尾击飞 在手环声音传感的装置下 甚至连骨头断裂的声音 都传递到了观众席上 言尘四起 一个亮腔的身影 跌跌撞撞地倒在了地上 他还想起身 可惜却已经失去了 任何挣扎的余力 而对面的妖兽这个时候 则已经冲了过来 是一只沙漠蛇怪 卧槽 这人该不会要被妖兽杀死了吧 应该不会吧 我记得试炼场改革过 每个场地都会有专门的场外 进行安保措施的 场上观众纷纷精神紧绷 似乎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舞者的那种绝望和无力 聊天的间隙 妖兽的巨尾已经横扫了过来 仿佛要把眼前人类拍成激粉 然而下一瞬 受到剑气横扫而来 直接将这只沙漠蛇怪当场斩杀 大宗师 这是师救人员 我说的没错吧 现在的试炼场很安全呢 唉 可惜了 我押的妖兽总斩杀数量没到 这次亏大发了 有人庆幸着试炼人员的安慰 但有人却在意着自己押下的钱 江峰下意识看向不远处 开盘下注的投影 这是官方的 并不是私人开设的局 也就是说 就连联邦也在以这种方式赚钱 和增加活跃用户 压住屏幕上 215比300 并没有超过300的界限 25号舞者进 沙漠试炼场 准备人员请在等待区域集合 随着音频熄灭下去 整个观众席闪烁起灯光 广播的提示音回响在25区 也示意着这一次试炼 提前宣告了结束 到我们了 张子成火急火燎地跳下椅子 他早就想再尝试一番遮影步地成效了 在广播响起后 恨不得第一个冲进去 江峰三人也离开座位 朝着备战休息区的方向走去 而在众人离开的几分钟后 音频上再次亮起了微光 25号沙漠试炼场 十名舞者VS妖兽 300界限 十分钟进猜时间 这次才十名舞者 刚才我是不是看见几个学生 走去备战区了 看来这次不能压大了 压大 傻子才压大 我全部压小 这次不赢 我直播吃屎 话可别说太死 学生怎么了 学生也有天才的好吗 那你压大呀 你压大我笑你一辈子 操 备战区 江峰四人 很快借着特殊通道 来到了休息区等待 场内还有其余的六名舞者 不过看年纪 似乎都挺大的了 其中一个刀疤脸的男人 看了四人一眼 哼了一声 坐在了另外一边 眼神天然带着一股蔑视 装什么啊 自己要是牛逼 能跟我们在一个场吗 张子诚不屑地嘀咕一句 这话倒是说出了 其余三人的心声 刀疤脸不予理会 握着手中大刀 不停擦拭着 工作人员见所有人来骑 于是便开始讲解起了注意事项 长达十分钟的交涉后 这才领着十人 走入另外一边的通道 在尽头的位置 一张铁门牢牢锁死 外面还布置着很多铁网 似乎是某种保险装置 虽说是室内的 但却和外部的环境 没什么两样 周围则是满地的细沙 真有种荒漠的济世感 25号沙漠试炼场正式开启 预祝各位试炼者圆满成功 工作人员打开铁门 在一阵鞠躬下 目送着十位试炼者远去 而在观众席的投影幕布上 他们的画面也再次呈现了出来 第54章 滑水 这小子明明很猛啊 竟然是一比一复刻的外界地形 联邦构造的试炼场 还真是下了血本 张子诚四处张望 踩着脚下的细沙 似乎下一瞬脚底 就会坍塌一样 是啊 很难想象 那些省级的试炼场 该是怎样的壮观呢 沈和握着腰间细腱 自己也是头一次在这种地方训练 难免不会惊异 四人跟在其余六名舞者身后 很快穿过铁网 抵达了场地区域 整个训练场地存在界限 也算是一个区域 高低起伏的沙丘 一望无际 似乎面积足有两个足球场大小 注意脚下的动静 沙漠地形的妖兽 最擅长伏击 所以一定要警惕 下晚您提醒着众人 那刀疤脸男人冷哼一声 小屁孩 一阶无品以下的妖兽 有什么好怕的 老子一刀一个 他扛着大刀 走在人群最前面 后视的肌肉 似乎真让人觉得 他并不是花架子 一刀一个吗 江峰呢喃了一句 合金长剑也很快入手 只不过踩在脚下杀力上的时候 却感觉到了一股震动 不好 是刘莎 一位青年舞者率先反应 大喊一声 随后赶忙后撤 远离了众人 其余人纷纷警示地远离 其中一位舞者忍不住大骂 只会添乱的家伙 老子差点就出局了 出去的时候 老子要是没赚到积分 你们都别想好过 这人拿着两柄短刀 身材瘦靴 嘴唇上方还留着一道八字弧 一脸的奸商相 小枫 你没事吧 下晚宁侧身看向江峰 不禁询问起来 没事 江峰摇了摇头 这些细沙很容易坍塌 而且细沙底下 似乎有什么巨型生物游动 大家都注意一下 他眯着眼 四人也在一瞬间撤离 原先的地方已经坍塌 甚至露出了里面的一些尸骨 众人交谈的功夫 那名刀疤脸 似乎锁定了猎物 一个月击下斩 正巧打在了一只 破杀伏击的妖兽身上 那是一只灰褐色的 歇类妖兽 赵汉彪 无者无品 击沙一接妖兽 一只 观众银屏上 试炼者信息发生变化 首次的击沙落下帷幕 咱们也得加快进度了 多弄点积分 给这些人狠狠地打脸 张子诚也冲了上去 察觉到脚下细沙鼓起 数十条触手冲天而来 做事便打算 将踩入陷阱的猎物 牢牢所死 然而 触手还未降至 张子诚就踏着遮影步功法 抽离了出去 离开的时候 还挥出一剑 斩下了数条触手 奇怪 那小子刚才不是被袭击了吗 怎么还被逃离了出来 有无者也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但又觉得是自己眼花 一时间也没有在意那么多 很快 沙漠试炼场的表面 因为打斗 躁动声越来越大 最后竟然让整一个地形 都摇曳起来 哗啦啦 不少沙丘下 潜藏的妖兽浮出水面 统一朝着众人的方向 袭击了过来 数量足足不下二十余只 卧槽 这么快就小规模兽巢了 这些舞者 恐怕要遭殃了 观众席上惊呼声一片 像这种兽巢一般 都只会在即将临近结束的时候 才有小概率可能出现 这群试炼者的运气 简直没谁了 一只巨蟒冲天起 巨大的蛇尾 朝着沈河的方向横扫而来 强大的威力 几乎撕破了空气 发出一阵阵嗡鸣 沈河纵身跃起 对准蛇身七寸的位置 捂出一阵剑花 落阴剑法出鞘 在细剑的柔和下 反倒展示出了一种独特的美 树刀血痕在巨蟒身上撕开 妖兽吃痛想要撤退 但沈河却脚步轻点 一个闪身跟上 迎面一剑直入销售 巨蟒当场被斩杀 夏婉宁这边也涌来两只妖兽 是两只巨型蜘蛛 每根腿脚上的道刺数不胜数 而且行动速度极快 稍有差池 甚至还会被他们尾部射出的猪往缠上 枪 金鼠碰击声响起 夏婉宁一剑上挑 剑刃主动脱手 随即画掌围拳 一拳打在了其中一只妖兽腿部 骨头断裂声响起 巨大的力道 甚至让脚下的细杀 都倒退了数名 这是拳法 武道附属体术的一种 我去 婉宁女神竟然还会拳法 女武神啊 张子诚一剑斩杀缠绕自己的触手妖兽 连连赞叹 然而此时 观众迎屏上的视角 却投放在了江峰身上 这人刚才是不是一直在看戏 怎么一点行动都没啊 江峰 一只妖兽没杀 这人是跟其他朋友来体验的吧 观众席上的人开始议论 但视角却始终没有 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场内数百名观众 看着少年站在沙地上不为所动 几个脾气暴躁的老哥 当场就骂了起来 只不过这一幕 江峰全然不知 他观察着地形趋势 以及这些妖兽的大体实力 似乎在寻找效率最快的方式 斩杀妖兽 这些妖兽虽然都是一阶 但最高却连三品都不到 好杀 江峰笑了 手中常见紧握 盯紧最近的一只妖兽 急速掠去 也不知道 两个足球场大小的试炼场 能潜伏多少只妖兽呢 快看 那小子终于行动了 卧槽 怎么感觉这货速度有点快啊 五者四品 这家伙竟然五者四品 观众席上一阵哗然 又很快安静下来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结果 江峰踩在一只蝎类妖兽的身上 手中合金长剑拔出 踩着遮影布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而地上 只剩下了一具庞大的妖兽尸体 恭喜宿主 首杀一阶妖兽荒漠毒蝎 获得奖励 红蝎丹 修为加武 耳畔的电子旋律还未结束 江峰已经来到了第二只妖兽境前 美式聚合 拔刀斩 江峰如影随形 眼前的蛇妖被一箭斩首 恭喜宿主 首杀一阶妖兽 隐秘蛇妖 获得奖励 基础刀法精通 修为加武 爽 太爽了 江峰嘴角笑意不减 平坦的沙丘上 他犹如一道残影 肆虐在人与兽的对抗之中 而每次的停滞 都会带起一阵妖兽的血花和尸体 妖兽的对异中 短短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江峰已经斩杀了五只妖兽 试炼者排行上面 原本垫底的名字 也瞬间拉到了最高位 妈的 这小子有点猛啊 赵汉彪和队友合力解决完一只妖兽 看着排在第二的自己 不由多看了眼人群中肆虐的少年 彪哥 刘莎又来了 那个八字胡的男人提醒一句 话音未落 脚底下的细纱 便迅速坍塌了起来 这一次 面积更加庞大 江峰正要提见斩杀眼前的 一只虫类妖兽 结果流沙四起 瞬间掉了下去 这种现象 在其余舞者身上 也同时出现 下晚宁和沈和 想要起身离开 不料流沙面积太大 触步急防之下 也被卷了进去 张子诚更不用说 早就掉在地下没了踪影 第55章 流沙裂缝 画面短暂在沙丘上停滞片刻 短短半分钟的时间 所有舞者全部陷入了流沙当中 只不过相对于正常流沙 这种突发的现象 却又有所不同 因为这更像是流沙导致的地形变化 蜿蜒起伏的沙丘 被分割成了很多场地 无数道沟区裂缝 呈现在观众眼中 裂缝足足数十米深 而且每一道裂缝底下 都是一片新的沙丘 无穷无尽 或许 唯一不同的就是 这片地形是在沙漠试炼场的地下 而且隔绝了其他人的视线 婉宁 怎么办 好像上不去了 审核紧靠着夏婉宁 精致的发丝染着沙粒 望着头顶数十米高的沙墙 有些束手无策起来 这是流沙裂缝 沙漠场独特的地形变化 如果没有足够的跳跃力 是上不去的 夏婉宁绝美的容颜下 已经充满警惕 而看着旁边的沙墙 她又补充道 尽量不要去碰这些强体 否则很容易造成坍塌的 沙和点点头 看着远处裂缝深处走来的人影 她手里的剑稍稍松弛了几分 张子诚 张子诚拿着铁剑飞帮来 似乎后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撵着自己 卧槽 赶紧跑 后面有个恐怖的大家伙 张子诚使出吃奶的净狂奔 一边跑一边提醒着前面的两人 夏婉宁和沙和都是一愣 随即便看到张子诚身后追来的东西了 那是一只巨型的赤足无功 就和眼镜蛇匍匐进攻一样 弯起前身 弓被追击着前面的张子诚 然而就是这样如此庞大的生物 移动起来竟然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甚至速度出奇的快 不好 这只妖兽的修为 起码达到一阶无品了 夏婉宁美眸微微收缩 在张子诚会合时 三人都没有选择进攻 反倒是朝着裂缝更深的方向逃离了 张子诚 你怎么惹伤了这么个怪物 沙和投来幽怨的目光 似乎是在抱怨 这 这我哪知道 当时掉下来的时候 就砸到这祸脑袋上了 我以为是什么砸碎 一箭就捅了上去 哪知道这东西皮那么厚 我铁剑都断了 张子诚不停比划着 拿出断了半截的铁剑 一脸的肉疼 江峰呢 你和他没在一起吗 夏婉宁观察了一番周围的环境 发现张子诚只是一个人后 下意识就询问起来 疯子 我跟他不在一起啊 他不是一直都和你们在一起吗 张子诚一愣 这下糟了 试炼场一旦落单 面对多面妖兽的袭击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咱们先去和江峰会合 下晚宁宁重起来 他可不希望 看见江峰出现什么闪失 另外一边 江峰落在一处 由沙利形成的洞穴位置 自己沿着裂缝 已经行走了一段时间 他的合金剑下 几乎已经被鲜血浸染 路上妖兽的尸体接连不断 更诡异的是 江峰本人 却并没有过多的疲倦 甚至还非常精神 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就连转播室的工作人员 看到这一幕 都目瞪口呆 迟迟没有播放 其他舞者的战斗画面 一时间 观众迎评 似乎成为了江峰的 专属直播间 席位上的观众 看着击杀数据心跳的飞快 开什么玩笑 这货短短时间 已经杀了37只一阶妖兽了 卧槽 我感觉我压错了 这才刚开始啊 比分就到了57比300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 这家伙才舞者四品 却在十分钟内 杀了37只一阶妖兽 喂 是老张吗 25号常有爆料 赶紧过来观看 什么 你那边快结束了 赶紧过来 我敢保证 绝对没我这边精彩 来来来 压住江峰 单人能否斩杀150只妖兽 买定离手啊 观众席闹作一团 甚至有人单独 又开了一个江峰单独的盘来精彩 原本百余人的观众席 瞬间翻了一倍 一些人 甚至还在其他场观看比赛 听说25号沙漠场 出来了的怪物 纷纷好奇地走了进来 毕竟 测量仪器不可能是假的 所有人都知道 正常情况下 四品舞者能杀十多只妖兽 已经是极限 但江峰却在短短十分钟翻了一倍 奇迹 奇迹啊 就这小子 一见一只妖兽的禁毒 破舞者进试炼场的禁毒 是迟早的事 有人十分笃定 甚至还给江峰冠名了奇迹行者的称号 快看 是兽巢 又出现了 议论的观众闻声目光已经锁死 在江峰的画面里 他已经只身闯入了洞穴深处 透彻的寒风从裂缝口到灌 静谧的洞穴 除了江峰的脚步 就只剩下了呼啸而来的冷风 碰 下一瞬 脚下沙利猛的四起 一只巨型肉虫破纱而出 刺耳的肩鸣 仿佛能刮破耳膜 让人感到无比烦躁 江峰眯着眼 趁这只肉虫还未袭击 他已经利用落音剑法 快速打出了一道 由剑花形成的器人 肉虫腹部被当场撕开 一个照面 这只妖兽当场隐恨西北 不过这阵巨响 却惊动了洞穴里的其他妖兽 数十双新红的眼珠 窥视着闯入者 随后各个以鬼魅的速度 逼近着眼前的猎物 江峰察觉到凶险靠近 踏着遮影步迅速后撤 就在落地的瞬间 自己原本的地方就坍塌而下 一张巨型口气的嘴巴 从沙地里生了起来 是一朵类似神花样式的怪物 喉咙里 还在不断传来咕噜咕噜的嘀吼 很快 其他妖兽也纷纷呈现而出 四面八方地朝着江峰围剿了过来 第五十六章 刺死剑气 来得正好 也省得我一个个到处去找了 江峰手中剑法变化 流光中 一道道剑芒以自身为原星 挥砍了出去 一接妖兽的进攻非常迅速 两只肉虫模样的妖兽 张开散发湿臭的口气 尖锐的利齿 宛如能破开任何物体 做事就要将眼前人类吃掉 江峰侧身抵挡 合金剑刃被利齿撞击的嗡鸣作响 而危险还未结束 身后的方向 三只荒漠蜘蛛吐着猪网 利用宛如刀刃般的尖腿 朝着江峰脑袋横扫过来 江峰脚步掠过残影 鬼魅地变换着身形 遮影部的闪躲下 蜘蛛腿犹如走马灯一般 从自己眼前擦过 打在了自己划开的残影上面 下一瞬 江峰弹翘入手 以翘为剑 一击横扫 蓬勃的剑气迅速切割 将飞驰而来的猪网 尽数斩落 卧槽 真探娘的帅 观众席直呼过瘾 江峰乘胜追击 EV时的局势 瞬间被自己撕开一条缺口 他脚底生风 在兽巢正舞起了落鹰剑法 恭喜宿主手杀一接 妖兽吃甲流沙虫 获得奖励 赐死剑气 修为加武 修为加武 修为面板中 五十点经验直接到账 江峰回想起 再次爆出的奖励名称 赐死剑气 光听名字 就和玄幻类的东西一样 死亡的妖兽倒在地上 把细沙都震得凹陷了下来 这时候 两刀飞驰的脚步传了过来 江峰还没来得及体验 新爆出来的奖励 就被这道急促声响吸引 他抬头看向源头 赵汉彪和那个八字胡奸商 一脸惊慌 身后还有一只高大的黑影 看起来像是一只巨蟒 小子 还不快跑 后面那东西 不是这个阶段的妖兽 修为起码在六瓶网上 赵汉彪握着大刀 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血字 而身后的八字胡 更是亮亮呛呛 一脸的虚弱 六瓶网上吗 江峰一边看着跑来的两人 一边私存起来 自己还没对付过高阶妖兽 浅示一下 应该没多大问题 老子说话你没听见吗 跑啊 赵汉彪气不打一处来 憋红着脸咆哮着 你们解决不了 可不代表别人解决不了 江峰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脚步却没动分好 他敲击着手中剑翘 随着双方的距离不断拉近 他也看到了两人后面的 那只巨型妖兽 蛇腰通体心红 甚至蛇皮 都有演化成鳞片的征兆 两颗毒牙如同锁命弯钩 三角形的脑袋上 蛇眼闪烁着冷血动物 独有的幽光 草 真是个不怕死的家伙 赵汉彪达到挥舞 一个转身却也停了下来 他看见了数据面板上的比分 能够明白江峰的实力 所以 这才没有离开 不得不说 刀疤脸赵汉彪虽然狂妄 但却有一些自知之明 反倒是一旁跟着的八字胡 有点为难起来 他只是一个三品舞者 蛇腰一个逼兜 自己多半就得开袭 进退两难下 他一咬牙也停了下来 检测到宿主附近 存在一阶妖兽 地蟒 江峰眯着眼 实践对峙着 地蟒吐着蛇性 迅猛地潜扑而来 两颗獠牙渗透出毒液 行动非常果断 江峰周身卷起一阵气浪 很快气浪化作锋芒 迎面撞击了上去 哄 巨大的暴鸣声 在裂缝四处回响 声音传达到了更深的地方 飞速狂奔的三人听到声响 下意识 看向源头的位置 有武者被妖兽袭击了 会不会是疯子 张子成率先开口 长时间地奔跑 他们早就甩开了 后面追踪的巨型蜀 过去看看 夏婉宁果断做出决策 他转身踏入了一处洞口深处 杀墙构造的内壁比较松软 所以隔音效果并不强烈 幽暗的洞口 三人的身影很快被阴影遮盖 好 好强 八字胡拿着双手刀 看着持剑少年的进攻 目瞪口呆 学生 说好的学生呢 这货比专业的试炼者还要专业啊 赵汉彪脸色也有些变化 他几次抽刀想要上去 结果都被地猛狠狠打了回来 根本进不了身 反倒是江峰 那鬼魅般的身法 连肉眼都无法捕捉的情况下 有来有回 江峰踩在之前被自己击杀的妖兽尸体上 看着地上建设出来的黑色液体 心中不由一惊 地猛獠牙下的毒液 竟然连细杀都腐蚀了 而且面积相当庞大 如果被染上一滴 恐怕整条手臂都得被截肢 德猛怒吼一声 獠牙对准江峰的位置喷射毒液 身体则一阵扭动 打在了周围的沙墙上面 巨大的沙墙摇摇晃晃 无数沙力轻落 似乎有坍塌的迹象 这东西在破坏地形 打算把眼前的人类埋葬在地表下面 江峰后跳进行闪避 同时身上也凝聚出了一道道鲜红气浪 这东西和鞋碎的气息很像 星红一片 格外的浓郁 彪哥 这家伙在做什么 八字胡小声问道 老子怎么知道 赵汉彪眼睛微眯 本能告诉他 江峰身边的红色气息非常危险 这时候 地盲扭动着身形袭来 将天空上落下的沙块 快速抽飞 剑射的沙力 犹如子弹一般四处剑射 威力相当不俗 江峰呼出一口浊气 他没有躲闪 而是抬起了剑刃 整个剑刃在红色气息下 变得妖艳起来 仿佛成为了一把凶器 江峰这时候的瞳孔 也变得星红一片 整个人的气质 都仿若发生了蜕变 就连狂妄的赵汉彪 都不敢于其对视 下一瞬 江峰动了 他手臂轻挥 周身的血雾 立刻凝聚成形 化作一道道新红的剑气 如流星般划过 将袭击而来的杀力 尽数化解 就连腐蚀性极高的毒液 也没能抵消剑气的冲击 每道剑气都视如破竹 暗红中透露着杀戮的凶残 似乎只要轻轻触碰 就能让人当场暴毙 德蒙似乎察觉到危险 他立刻抬起尾巴进行抵挡 想要通过坚硬的皮肤 来抗住这次的袭击 江峰注视着所有袭击 刺死剑气 在划过地蟒的时候 没有发生碰撞 反而是直接切割了过去 直到撞击在沙墙上 将整个墙体震的粉碎后 这才止住这种威势 而地蟒则已经被肢解成了碎片 面对如此的袭击 这只妖兽 甚至连一点抵抗的余地都没有 第57章 玉气术 草 红色的剑气 这他娘是什么功法 观众席上 一个头发斑白的老者 目光灼灼 看到江峰挥出红色气刃的时候 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自己堂堂八品宗师 这些年来 竟然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剑气 江峰 莫非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他回头看向 站在身旁的直视年轻 似有询问之意 吴老 后台登记的信息显示 这是安令义中的学生 年轻人公邀解释 吴老摆了摆手 学生吗 我看没这么简单 如果是个好苗子 倒是可以看看郑妖司那边的反应 您的意思是想 直视青年话没说完 便主动收了回去 吴老也没再说话 打算继续观察观察 场内 除去之前进入的观众 陆陆续续闻声而来的观众 已经达到了四百多名 整个观战席 几乎快要坐满 工作人员怎么也想不到 25号场今天的收益 竟然会这么爆炸 剑气分尸 这 这是舞者竟能达到的高度吗 八字胡咽了咽口水 除了震惊外 脸上更是难以置信的荒谬 恭喜宿主 首杀一阶妖兽的蟒 获得奖励 空气数 修为家舞 江峰收剑入窍 在电子和弦的描述下 那双赤红的毛子 也渐渐归于了平静 呼 长鼠口气 看着被自己斩成碎尸的地猛 威力果然很强 刺死剑气 果然和功法名字一样凶利 而且在使用剑招的时候 我身上的戾气加重了 有种生人无尽的感觉 感受着刺死剑气所带来的变化 江峰又看了眼领悟到的新功法 根据描述 似乎是能操控气体 就和玉器一样 试试成效 江峰凝聚出一道剑气 正要急射而出 体内却在这时候 本能产生了感应 有点类似共鸣 他随手轻挥 气刃便自行轰击了出去 甚至在路途中 还能自由进行变换 江峰眼前一亮 古时修仙之道上 就曾有过玉剑术法 以修为养剑 以灵气养剑 所养之剑便能听令于剑修 如此看来的话 玉器似乎和玉剑是一个路子 江峰兄弟 头顶的沙墙要坍塌了 赵汉彪的声音传来 他指着头顶的裂缝杀墙 语气有些急促 嗯 江峰回过头 也没在意赵汉彪突然的语气变化 因为无数细杀已经掉落了下来 想必是因为之前和地蟒的打斗 所造成的影响 先离开这里 江峰快速后撤 朝着身后的裂缝深处急行 掌握玉器术后 自己似乎连奔跑途中的气流都能影响 又是一种概念级的奖励 赵汉彪和八字胡点点头 跟着江峰一起逃离了这个地方 就在三人离开后的不久 一块块巨型砂块轰然砸在地上 原本裂开的缝隙上 细砂倾泻着坍塌而下 数十秒的时间就把这块地方掩埋了 外面出什么事情了 怎么这么大动静 张子成驻足在洞穴尽头 那原本的光亮消失 转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 让自己所处的地方变得一片昏暗 应该是地形坍塌了 这种流沙裂缝的沙墙 因为密度和突然形成的缘故 很容易损坏 夏婉宁走到洞口径前 她伸手推了推砂块堵住的位置 没有空间 全部都是凝聚的沙力 这地方被堵住了 夏婉宁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只能另想一个通道了 沈和用细剑拨动了两下 除了因为抽动溢出的细砂外 再无其他 无奈之下 三人只能掉头 只不过 当他们回头的时候 却发现 黑暗下的洞穴深处 凭空多出了无数双星红诡异的眼睛 数量非常的多 似乎潜藏在这个地方 已经很久了 糟了 这里是浮尸兽的巢穴 咱们好像有麻烦了 张子诚握着残缺不堪的铁键 四周环视了一圈 完全不知道 这些东西 是什么时候潜藏在这里的 此案 一声寿鸣响起 浮尸兽仿佛得到号令 纷纷朝着三人的方向 袭击了过来 黑暗中 这些浮尸兽的影子并不庞大 但每一个都有成年人的大小 浑身上下长满了恶心的触手 不好 这三名舞者有危险了 导播室后台 一名工作人员迅速站起身子 手上的闸串都来不及吃 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岗位 什么 三名舞者闯入了一街浮尸兽的巢穴 数量起码半百 开什么玩笑 赶紧通知场外救援的宗室介入 别出了问题 明白 这事情不会公放在观众区 另外 其余的四名舞者体力也快达到了极限 这次连同那几个人也一起带出来吧 重新回到导播室 工作人员这才松了口气 如果出现意外导致舞者死亡 自己责任可就大了 他把目光死死盯在被伏击三人的画面上 殊不知 江峰的实况画面上 早就让观众区的观众惊掉了下巴 卧槽 这小子怎么直接飞起来了 真探娘邪门 我严重怀疑 这会根本不是四品的舞者 观众的议论长久不断 甚至连压住江峰的比分 也已经突破了一个极其夸张的数字 论江峰能否斩杀满150只妖兽 能 437 人 15.9万 元 否 63 人 3.6万 元 仅仅只是江峰一人的压住 金额就达到了近20万 如此的流水 几乎能媲美一个独立的试炼场了 注视数据面板上的比分排名 江峰首当其冲 一人便斩获了足足50多只妖兽 这个进度还在上涨 咔嚓 一道鼓猎声响起 江峰踩着空气 划出一道红色气刃 把一只迎面袭来的巨型肉虫分尸 江峰 五者四品 一阶妖兽击杀术 59只 赵汉彪 五者五品 一阶妖兽击杀术 25只 真他娘是个怪物 赵汉彪看着面板信息 心里 确实狠狠吐槽了一番 前面的江峰却是不为所动 他急性在裂缝中 并不是前往出口的方向 反而钻入了更深的区域 彪哥 这路径不对劲啊 咱们好像越走越深了 八字胡察觉到不妙 奔跑途中 不免疑惑地询问起来 赵汉彪神色凝重 看着前面踏空漂浮的江峰 最终脚步还是停了下来 察觉到身后两人不动 江峰倒也止住了脚步 他踩在空气形成的气刃上 通过预气术 控制着剑气悬停在脚边 深层的妖兽会非常多 我们没必要深入 赵汉彪拖着大刀提醒道 我知道 江峰点点头 也没有抢球的意思 我承认你很强 但很层次的裂缝 极有可能孕育了二阶段的妖兽 这并不是个明智的决定 赵汉彪还想提醒 然而江峰这个时候 却猛地朝自己这边的方向 袭击了过来 他手里的剑刃红光四起 毛子也在下一瞬 变成了血色 第58章 出局的三人 哄 一声巨响传来 赵汉彪脸颊被一道血痕划过 而身后 江峰漠然地合上了长剑 砰的一声 某只巨物轰然倒在了地上 恭喜宿主手杀一阶 妖兽逆施兽 获得奖励 脆体单 修为家武 呼啸的寒风肆意在两人身后 赵汉彪猛地回头 一只近乎透明的妖兽 现出圆形 四肢近断地倒在了地上 什么时候 赵汉彪瞳孔收缩 刚才的凶险 自己竟然一点都没察觉 八字胡更是惊出一身冷汗 脚步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但脚步踩空 哗啦一下掉进了流沙下面 一根尖锐的触手 从地下急射而出 目标直逼八字胡的心脏位置 小心 赵汉彪提到正要行动 江峰却踩着遮影布 率先动手 借你的刀一用 话音未落 赵汉彪只觉得 手中刀柄迅速脱离 被江峰拿在了手上 几秒钟的功夫 赵汉彪就被缴械了 你会用刀吗 赵汉彪画到嘴边 眼瞳映照的景象 却让他当场哑然 不仅是他 场外观众亦是如此 只见江峰一手持剑 一手握刀 在触手的袭击还未抵达 竖刀剑气便挥斩而出 收剑入鞘的瞬间 江峰握着大刀 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 数百种刀法的基础技巧 一击下砸 大刀刀口便渗透出了一股气流 气流很快凝聚成形 然后由白色转化为了星红 刺死剑气被强制运作在了刀刃上面 不 严格来说 这并不是剑气 而是刀气 因为凝聚成气是所有五刀分支通用的技巧 持剑为剑气 掌枪为枪气 握刀便是所谓的刀气 甚至是夏婉宁的拳法 也能形成气了 基于这一点 江峰只不过是把刺死剑气 附在了刀气之上 做了变通 星红的刀刃沿着触手砍下 将其一分为二 顺带沿着触手圆头一起砍成了两半 草 这货竟然还精通刀法 不仅会刀法 还会刀气 这可是宗师才能掌握的东西 严查 必须严查 观众席沸沸扬扬 不知道什么时候 画风一致成为了打假江峰的言论 吴老静坐在席位上 斑驳的眼眶盯着迎平 两久后才回过神来 看来 我得亲自去真妖四一趟了 替我留意一下这个江峰 试炼结束之前 一定要弄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说完 吴老便站起身来 火急火燎地走了出去 年轻只是点了点头 并没有跟上 而是继续观看着画面中的场景 你的刀 还你 江峰把八字胡带到地面 顺便把刀还给了赵汉彪 没有太多的言辞 提醒一句后 他便踩着剑气离开了 刷怪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既然浅层没有那么多怪 为何不去深层刷 浮尸兽巢穴 夏婉宁一拳打飞一只 袭击而来的浮尸兽 威力的鱼波 震翻了其余进攻而来的兽巢 这一拳落下 他的呼吸已经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旁边的审核更是大口喘气 反倒是张子诚 凭借遮影部的闪避 倒显得没那么法力 如果他的修为能更高一些 解决完这些浮尸兽 也不是没有可能 然而随着两个少女的 进攻节奏变得缓慢 张子诚的压力骤然上升 不一会就被一只浮尸兽给打飞 撞在了沙墙上面 该死 这些浮尸兽 还真是没完没了了 张子诚的铁剑已经报废 看着遍地的妖兽尸体 和源源不断袭击而来的妖兽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 不会真要死在这里吧 张子诚四处张望着 似乎想找到监控的装置 忽然 一只浮尸兽诡异地从他脚下钻了出来 扭曲的触手 勒住张子诚的脚踝 想要将其拖进细杀之中 所有人皆是一惊 糟了 张子诚只感觉身体一轻 本能地就向下陷了进去 下晚宁和沈和想要救援 但浮尸兽实在太多 他们根本抽不开身 这种局势只需要几秒 张子诚必死无疑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间 一道枪风破开沙墙 直接撕开了一条通道 黑暗的巢穴内 一个穿着白衣的中年老者 踏步而来 手中长枪横扫 直接清理掉了大半的浮尸兽 他闪身来到张子诚身边 挥枪斩下 潜藏在沙历地下的浮尸兽 当场殒命 跟着我走 我带你们出去 中年老者简术一番 然后带着三人 很快离开了这里 张子诚能看见 在老者手腕上 同样戴着一个手环 不难看出 他是场外的救援人员 其余舞者现在怎么样了 下晚宁跟在老者身后 立刻开口询问 本来是想直接问江峰 但怕老者并不知道 试炼者姓名 这才换了个角度 老者淡然道 加上你们 这次试炼的舞者 已经出来了七个 剩下三个也很安全 七个 下晚宁私存 他只希望另外的四人中 江峰也在里面 不过 既然全都安全 应该没什么大碍 似乎是看出下晚宁的担心 老者笑了笑 你们这一批中 可出了个怪物 待会出去 在备战戏好好瞧着吧 审核下意识 就联想到了江峰 会是他吗 没办法 这个人实在带来了 太多不正常的先例 不主动联想都难 穿过阴暗的巢穴 四人很快来到流沙间隙外围 抬头仰望高耸的沙墙 老者带着三人纵身跃起 直接来到了原本的蜿蜒沙丘上 远处通道的铁门 这个时候已经打开 四人毫不犹豫地折返回去 很快抵达了备战席的位置 第59章 刷入无品 喂 江峰的盘开得怎么样了 我感觉这货有望进入擂台试炼场啊 擂台试炼场 那可都是宗师级别的家伙 人家武者四平 差距太大了一点吧 大 你去25号场看看 那家伙在试炼场 一见一只妖兽 杀怪跟玩似的 属于他的下注盘都压爆了 大厅 下晚宁三人沿着备战席 走入25号的试炼场内 沿途所听到的 全是有关江峰的话题 他抬头看了眼 头顶悬空的综合试炼场面板 25号沙墨场的榜一 江峰这个如此熟悉的名字 始终常亮 疯子猛啊 竟然还没有出局 张子诚眼神里满是期待 这可是难得无负担地 观看江峰战斗的机会 说不定还能偷学点技巧 我们快进去吧 他走到前面 催促着后面的两个少女 下晚宁应了一声 也很快入场 刚推开观众席大门 却发现 整个席位几乎坐满了人 找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才发现 几张连排空位 张子诚一屁股坐下 目光便死死锁定在了 幕布的银屏上面 画面中 江峰独行在沙漠间隙的深渊 由于深度的问题 导致整个裂缝的亮度 并不是很高 只不过 这些并不是所有人在意的地方 因为在江峰身后 几乎全部是妖兽死亡后的尸体 深渊裂缝里的妖兽确实很多 不过等级阶段 似乎也没太大差距 难道是试炼场定期清理的原因吗 江峰目视前方 深邃的裂缝边缘 是由沙墙形成的悬崖峭壁 一旦遭遇流沙 整个人就会瞬间被卷入其中 直至掉入最底层 之所以这样想 是因为试炼场有过等级衡量的前身 毕竟试炼场若是存在高阶妖兽 那这一环岂不是多此一举了 想到这里 他脚步一顿 在前方一处洞口停了下来 洞口里面十分寂静 但经过微风的传感 他察觉到了 里面潜藏着非常多的妖兽 是时候该干票大的了 江峰嘴角一歪 提着剑大摇大摆的就走了进去 这巢穴的规模怎么这么言熟 张子成脱腮思考 随即恍然 卧槽 这不是浮尸兽的巢穴吗 这道声音不可谓不大 直接惊动了周围的观众 这些人脸上先是表现得不满 随后反应过来后 又立刻回过头去 浮尸兽巢穴 好像还真是 听说这种妖兽非常喜欢群居 而且数量极其庞大 起码在50到100的预值 这人不会要栽在这了吧 你别乱说 我家哥哥很厉害的好吗 千万别栽在这啊 我刚压的星盘全部身家啊 兄弟 我压了三万 你压了多少 九块九 观众们继续议论 夏婉宁却没心思理会 因为他发现 江峰的斩妖数据 和现在的状态完全不对称 击杀96只妖兽 整个人的状态 竟然还和刚开始之前一样 这实在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雾草 果然是浮尸兽 这眼睛真吓人啊 观众惊呼 画面中 潮穴内的江峰 已经停下脚步 在他身边 无数双星红的眼睛窥视着自己 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畸形的声线 他一道剑气横扫 红色的气浪如潮水般 打在周遭的墙壁上 磅礴的气势 将波及的妖兽瞬间击溃 这一举动 也激怒了巢穴内的 其他大量的浮尸兽 他们纷纷摆动着触手 蜂拥而至地席卷而来 动静甚至让整个巢穴 都出现了晃动 这个数量 应该有一百只了吧 江峰心中暗爽 弹指间 刺死剑气再度轰出 这些浮尸兽 就和惊艳宝宝一样 让江峰脑海的数据不停响起 当前境界修为值 已达到800斜杠800 修为突破至五者无品 金色的光芒闪顺即逝 江峰再度突破了 江峰的击杀术 已经来到了137只 这一剑 秒杀了近50只妖兽 不够 还不够 感受无品所带来的气血上涨 江峰抬手又是一剑 原本四面楚歌的局面 硬生生被他当成了刷怪龙 血红的剑气在玉器术的操控下 萦绕在江峰周围 凡是想要近身江峰的妖兽 都会被这阵剑气 碾成残渣 他就犹如收割妖兽生命的死神 赤红的眸子像是在吃笑 又像是自身爽到了高潮 靠 疯子这么强的吗 张子诚眼貌惊心 一脸崇拜地盯着屏幕 这件招 这件事 这装逼的步伐 回头说什么都要江峰 好好教导一番 审核没有说话 但那美眸中的神情动态 一样都是浮尸兽巢学 可在江峰这里 却近乎变成了碾压式的局面 快看 另外的两个舞者也出局了 数据面板上 榜二赵汉彪和榜四八字胡的头像变暗 画面一闪 江峰的场景被切换 转而放在了出局的两人身上 赵汉彪站在沙丘上 他的大刀断成两截 身上破损不堪 脸上的伤口更是多达数十处 他不甘心地 回头看了眼角边沙丘下的裂缝 最终自身的数据 也只停留在了三十七至一阶妖兽 八字胡跟在身后不敢出手 他也受了点伤 浑身都非常狼狈 不一会 一位老者便闯入画面 是解救夏婉宁三人的那位宗师 淘汰画面中 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但场内观众都知道 这两人一定是遭遇了什么 才会被迫被场外援助救下的 视角重新切回到江峰这边 这时候的江峰 已经清理掉了大半浮尸兽 阴暗的巢穴内壁 近乎全是这些怪物的尸体 江峰一剑当面划开一道缺口 在气流的影响下 他踩着凝聚的气刃 快速离开了这个地方 此时 试炼场已经持续了足足两个小时 这人是踢场的吧 两个小时 大部分舞者都累趴了 这家伙还气血充足 简直太不科学了 那有什么办法 人家实力摆在这里 况且 试炼场又没规定具体时间 让他玩呗 咱们赚咱们的钱 你还别说 这江峰真就是个赤裸裸的摇钱术 江峰这一行 赚的可谓是盆满钵满 原本近乎600点修为 才晋升的修为 仅仅只是刷了两个小时 自己就舞者进过半了 什么也别说了 刷 必须死命地刷 第六十章 奇迹行者还在刷也 25号沙漠试炼场 数据更新面板 江峰 舞者四品 击杀一阶妖兽数量 157只 江峰 舞者四品 击杀一阶妖兽数量 182只 江峰 舞者四品 击杀一阶妖兽数量 217只 266只 271只 看着身后堆积如山的妖兽 江峰拍了拍手 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有 有人知道 试炼场的妖兽 一共有多少吗 这样下去 我感觉这家伙 得把沙漠场的妖兽 刷绝种啊 一名观众目不转睛 手掌伸进爆米花筒内 甚至比看电影还爽 杀灭绝 记得试炼场的场地 长宽高总面积 能容纳足足500多只妖兽 杀完应该不可能吧 初级场才500 高级场早就 突破1000了 张子诚一会看着江峰的 斩妖画面 一会盯着 蹭蹭上涨的数据分数 最终 他咽了口唾沫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 那个江峰吗 这可是近300只 一阶妖兽啊 这要是放在学校 恐怕早就炸了 江峰这时候 已经闯入了 深层裂缝的最底部 那些身处中层 和浅层的沙漠妖兽 自己近乎遇不到啊 反而都是一些 先前没有出现过的妖兽 已经抵达裂缝最底层了 会有所谓的 二阶妖兽吗 江峰眸子中的 期待一闪而过 300多只妖兽的击杀 自身的提升 可不单单只是 长点修为品级 这么简单 察觉大气流中 有妖兽经过 江峰立刻察觉了 源头的方向 一只巨型蜈蚣 扑附在阴暗的洞穴深处 头顶的位置 还插着一把 袖技斑斑的铁剑剑刃 张子诚看到这一幕 猛地站了起来 卧槽 那条追杀我的巨型蜈蚣 审核连忙让张子诚坐下 也不知道 这一惊一乍的性子 跟谁学的 那只巨型蜈蚣 不是无品吗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 深层裂缝里面 他略带一丝疑惑地 看向张子诚 张子诚挠了挠头 具体修为我也不知道 我就随便一鼓的 他黑黑一笑 眨巴了两下眼睛 审核一阵无语 不过好在 没有把实力估得太低 否则当时 要是真跟着怪物打起来 他们自己这三人 恐怕出局得更早 婉宁 你觉得那只妖兽的修为 能达到多少 话锋一转 审核看向夏婉宁问了起来 不知道 然而夏婉宁却摇了摇头 实力差距过大 他根本看不出来 其实力的层次 但保守估计 应该起码在六品左右 六品 审核薄唇轻起 重复了一句 似乎是察觉到江峰的靠近 巨型蜈蚣声红的瞳孔微微睁开 胸利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口气上巨大的铁钳 长满着细小的道刺 似乎只要轻微触碰 就能撕开人类的血肉 张子诚的铁剑 江峰心中一害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随即便反应过来 如果不是在数据面板上 看到张子诚出局的信息 他差点以为那家伙 死在了这只妖兽手上 他踏前一步 脚底风浪四起 席卷的空气 犹如刀刃一般 肆虐着周围的空气 颇有种生人物境的威势 正好有一些新玩意试试手 这些可都是好宝贝 江峰一手拿剑 一手持鞘 功不下压 整个人如同一只 叙事待发的猎豹 卧槽 这难道就是 传说中的双刀刘 不 不对 是三刀刘 这货嘴里又叼了一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江峰弄来了一并 通体雪白的银色刀刃 这把刀犹如双血 只是一眼 就让人心非泛起寒意 江峰咬着剑柄 这是三百多只妖兽中 某只妖兽死亡后的 首杀奖励 真正意义上报的装备 剑鸣 出血 并非这个世界的武器 而是一把妖刀 碰 一声巨响传来 江峰脚底的流沙 竟然发出了报名 众人定睛一看 不知什么时候 江峰脚底的流沙 已经结成了冰晶 冰晶碎成一地 然后悄悄没入了流沙之下 草 我刚才没听错吧 这货踩出了阴暴 那不是阴暴 只是单一力量 达到某种程度后 所产生的现象 一些宗师同样能做到 可问题是 这或不是宗师啊 江峰整个人 近乎迟顺一致事 来到了巨型蜈蜈蜈面前 双手刀刃舞出剑花 附带着刺死剑气袭击而下 巨型蜈蜈察觉不妙 但却并不逃避 他一头砸下 坚硬地假靠迎面撞击 竟然只出现了一道 几粒米深的划痕 巨型蜈蜈怒吼一声 强大的冲击力 还是把他震得亮枪后退 可江峰并不打算 给他反抗的机会 嘴角的出血 腰刀侧展而下 视线中 一条由双血结成的冰晶 拉出一条完美的弧线 丝丝寒意散发而出 下一瞬 腰刀破甲 烟红的血迹还未飞溅 就被森然的寒气 给结成了冰晶 冰晶很快沿着 巨型蜈蜈的伤口不断蔓延 只是几个眨眼 这只妖兽 便被冻成了一块冰雕 王 王极武器 是王极武器 这江峰 究竟是何方神圣 观众席先是短暂的宁静 随后所有人彻底坐不住了 王极妖兽 那可是媲美王极武者的怪物 只有前线的兽巢 才会出现的怪物 这个江峰 竟然拥有一把王极武器 喂 是吴老妈 试炼场这边有变数 那个叫江峰的少年 手里有一把王极武器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变化挂断 年轻直视眼神无比炙热 如果可以 他现在就想冲入试炼场 找到江峰了 即江峰斩杀巨型蜈蚣后 画面短暂变得昏暗起来 江峰把合金长剑收回剑鞘 另一只手则握着出血 他没有再继续深入 而是朝着裂缝上层的方向 折返了回去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 他是打算收工离开的时候 江峰脚步一顿 眼珠不由自主地偏移 向了身旁的一处洞穴内壁 里面匍匐的几只妖兽 瞳孔一缩 身体竟然本能地朝后退了退 这是感受到极度危险后的本能反应 坏了 冲我们来的 如果能够说话 这些妖兽绝对会举起求饶 可惜他们不会 不但不会 甚至还会在面临危险时受击 这波 江峰还没进入 一只巨型蜘蛛就冲了出来 他迈着细长的尖腿 朝着江峰脑袋急射 做事就要弄死眼前人类 然而 江峰却拿起腰刀出血 一剑挥出 泛起寒霜的剑气 硬生碰撞 蜘蛛妖兽立刻化作冰雕 江峰继续前进 他把出血放在眼前打亮了一番 却是叹了口气 哎 妖刀好是好 可惜只是体验卡 一个小时就没了 还怪可惜的 感受手掌上传来的嘶嘶寒意 江峰眼神再度变得凝重 他身影犹如虚幻 很快消失在了原地 黑暗中 江峰手握妖刀出血 近乎砍翻了整个洞穴的妖兽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他娘了 这货怎么还在刷怪啊 观众眼睁睁看着江峰手握 王级武器砍垃圾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这时候后的江峰正乐此不疲 这片沙漠试炼场 仿佛成为了他一个人的屠宰地 凭借玉气术 潜藏在身的妖兽 他都能将其薅出来 毕竟 氧气也是气嘛 当前境界修为值 已达到900斜杠900 修为突破至五者六品 斩杀掉眼前最后一只妖兽 江峰修为再度提升了一个品级 为了贯彻刷怪至上的思想 江峰又花了半个小时 逛了一圈整个试炼场 然而 他忽然意识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沙漠试炼场的妖兽 竟然被自己杀光了 第61章 约谈 我的发 杀光了 真的杀光了 坐在前排位的一个青年 看到这一幕 直接激动地站了起来 随后 其他的观众 也在短暂地延迟过后 纷纷犹如人浪一般 五者进的试炼场 这可是真正意义上 杀得片甲不留 估计25号场今天过后 就得暂停开售 去边界进货了吧 512只 可惜了 还以为整个试炼场的容量 能够700 做完这一切的江峰 沿着流沙间隙逆流而上 他握着手上的腰刀出血 口袋里的丹药 早就装得鼓鼓囊囊 他踩着气刃一跃而上 很快来到沙丘表面 和刚开始来的一样 够祥和的 江峰感叹一句 挥舞了一番手里的腰刀 再有半小时 这把刀就会消失 自己还怪舍不得的 系统 有什么方式 能把体验卡的奖励 变成永久道具的吗 江峰心念一动 在心底问道 击沙同种类的高阶妖兽 即可获得妖刀出血 当前妖兽 一阶巨甲千足兽 进阶妖兽 二阶你找暗妖 你找暗妖 江峰重复一句 记得理论课上 有讲过有关妖兽进化的知识 但种类太多 一时间根本想不起来 算了 还是等回头查查资料吧 江峰走向铁门 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他的脚步就又停了下来 一门之隔 对面竟然全部都拿着手机和摄像头 这些人的穿着 看起来都是记者 靠 差点忘了试炼画面 一直都是公平直播的 江峰服额 但转念又觉得 就算是自己表现优异 也不应该惊动媒体才对 江峰同学 对于这次的试炼场 请问 你有什么心得吗 江峰同学 有观众反馈 你根本不是舞者镜的实力 请问 在测量舞者修为的时候 你的数据是否属实呢 江峰同学 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 江峰意识到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 被占席的位置 负责打理的工作人员 朝江峰招了招手 江峰你好 我是安令分区20-25号试炼场的负责人萧云 萧云穿过记者人潮 主动握手表态 你好 江峰不明所以 介于您对我们试炼场的光顾 我们经理希望能和您沟通一下 萧云十分温和 语气也非常的客气 江峰看了眼通道口挤满的人群 很自然地点了点头 眼下能找个机会 离开大众事业 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否则天知道 要和这些突然而来的记者僵持多久 这边请 萧云旁若无人 直接替江峰打开了一条走道 周围的记者 还想要拿着话筒借机询问 然而刚一伸手 就被一拥而上的保安给阻挡了下来 江峰 我是试炼场总经理 王松 王经理找我师 豪华的总经理办公室 江峰坐在高档牛皮痴的沙发上 看着对面三十多岁的富泰男人 年轻人就是浮躁 呵呵 先喝口茶 王峰替江峰针入八分茶水 倒是没急着表明目的 看着双方蒸腾的茶物 他这才接着道 25号场的播放我看完了 场内一共512只妖兽 我想知道江峰兄弟是怎么全杀光的 王松靠在牛皮沙发上 期待江峰的答复 用这个 江峰拍了拍腰间挂着的合金长剑 剑鞘上还染着早已干涸的血迹 我知道 你的测试结果我都看了 四品五者 说句实话 这个层次 哪怕是剑术宗门的顶尖弟子 都不一定能够办到 王松呵呵一笑 自己经商多年 虽然看不出眼前年轻人用的什么手段 但绝对不可能是四品五者所能达到的高度 当然 他也没有质疑的意思 单纯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江峰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说道 王经理还是说正事吧 我朋友还在外面等我 四品五者斩 五百多只妖兽 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自己也不打算找借口唐托 不打算说吗 王松眼中闪过一丝遗憾 但很快恢复过来 别紧张 如果江峰兄弟不愿意透露的话 那就算了 不过这次找江峰兄弟过来 主要是想问问 你有没有兴趣成为试炼会员 试炼会员 江峰疑惑 但听名字却又有点眉目 王松解释道 就是试炼场的常驻选手 用来吸引观众和炒作热度 外面的记者相信你也看到了 那些并不是试炼场安排的 而是闻着未过来的 毕竟试炼场这片地方 时常就会闹出点新闻 这很正常 江峰恍然 他点了点头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噱头 一个招牌 你们想让我给试炼场增加活跃度 没错 你可以这么理解 王松十分坦然 不是处于这个目的 他也不会主动来找江峰了 一切都是基于 让试炼场的营收变高 他继续道 以你今天的表现 其实已经有很多观众 成为了你的潜在粉丝 观众戏很热闹 这一点相信出去之后 你的朋友也会告诉你的 江峰看着逐渐泡开的茶叶 五折场的观众 应该并不是你们的主力军才对 路过其他场次的时候 宗师场的人气 甚至会更高一些 在自己进入试炼场的时候 他就留意过 其他场次的观众数量 其实不然 观众们喜欢的是热血沸腾的战斗 因为宗师的观赏性够高 所以观众才会买单 而你 我的朋友 在测量仪器绝对保证情况下 我有信心 让你成为五折镜的宗师 王松信心十足 江峰的能力有目共睹 在五折镜的试炼场 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哪怕是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试炼场工作 也是头一回 看见江峰这样的人才 似乎是看出 江峰还是学生的身份 他又主动补充道 不需要你每天过来 一周两天 时间拟定 至于工资 每月十颗终极气血单 以及试炼场的免费在职使用权 这是标配 但我可以给你翻倍 第62章 开什么玩笑 和宗师打类台赛 试炼场的在职使用权吗 文言 江峰还真的认真考虑了起来 免费使用试炼场的这个条件 确实迷人 如果今后自己可以天天来刷集 那自身 修为提升的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可以谈 几乎是下意识 他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 成为试炼会员可以 但我并不想 以江峰的这个名义 不想以江峰的名义 王峰愣了一下 然而却是一笑呆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由 自己并不想顾问 可以 我会让后台帮你修改名称 江峰点了点头 之所以不用真名 自己确实有一些原因 一个是不想让自己 处于大众的视野下 上电视也好 被学校注意也罢 这种曝光 无疑是把双刃剑 有利也有弊 另外就是 不想让自己父母知道 毕竟在试炼场 和真正的妖兽厮杀 难免会让他们担心 对了 在这之前 成为会员之前 我们试炼场 都会有擂台赛的规定 王峰像是记起什么 又补充起来 擂台赛 没错 这个是除了测评机器以外 评定武者实力的 另外一种方式 王峰道 不过这只是其中一点 毕竟武道强者为尊 新会员都需要 和老会员打类 只有得到老会员的认可 才能正式成为会员 江峰喝了口茶水 脸上并没有太多神情变化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还想再检验一番 自己的实力 这个他倒是 没什么好担心的 别的不说 品级之下 手拿把掐 这点自信他还是有的 嗯 再补充一点 江峰兄弟 暂时咱们这还没有 无者尽的失联会员 王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江峰差点一口茶水 喷了出来 So 让自己和宗师单挑 开什么玩笑 要知道 每一个大境界 可都是一次实力的飞跃 他江峰还没飘到 和宗师比划手脚 放心 打类不论输赢 实力说明一切 王峰又打了一记强心剂 不过这个要效 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擂台赛是什么时候 有硬性规则吗 江峰询问道 虽说对手是宗师 不过自己倒还真想检验 和宗师之间的差距 擂台赛没有规则 时间我们随时都可以安排的 而且擂台赛也会有观众 他们的投票某种意义上 也决定着你能否成为失联会员 江峰 怎么突然觉得 自己变卑微了呢 有种被扑爱的错觉 不确定 再看看 明天下午吧 江峰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了下来 明天下午还是五道自习 所以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应付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王峰倒是个爽快人 见江峰答应 赶忙站了起来 江峰握手示意 这一握 或许就进入干部了 天色渐暗 江峰离开王峰办公室的时候 夕阳已经落下帷幕 半小时前 试炼场备战区 一个穿着简称的青年 快步跑了过来 在他旁边 还有一个两并斑白的老者 和一个看上去非常威严的中年人 中年人穿着特殊材料制作的服饰 胸口的位置 烙印着丝字的印花 小苏 人呢 老者双手后背 看着眼前的青年 吴老 25号试炼场的那个少年 好像被人提前接走了 叫小苏的青年 全名苏耀 是吴老的剑徒 他挠了挠头 倒是茫然起来 明明试炼结束 自己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结果还是慢了一步 吴老看了苏耀一眼 叹了口气 你说说 这样我怎么跟正要死的李队长交代 说完 他一脸歉意地 对旁边的中年男人鞠了一躬 吴老 我明白你看才心浅 不过既然那位少年都不在 我看 不如就算了 李队长看着铁门外面的荒漠 和残留的脚印 并没有职责 语气之中 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这年头 天才舞者哪有那么多 自己在职期间 隔三差五 就会有宗门说 遇到了天才的学生舞者 结果每次过去 不是三品 就是四品 这一类舞者 在郑妖司一抓一大把 要不是郑妖司 现在处于那新阶段 自己也不会大老远跑过来一趟 李队长 那个江峰绝对是难得的天才 四品舞者 就能使用宗师剑气 剑术天赋一柄 吴老似乎还想解释一番 但李队长却没心思在这里待下去 好了 我知道各大宗门都希望借用引剑名义 进入郑妖司 但我不希望是虚报 或者夸大其次的信息 舞者用出剑气 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大的笑话 李队长直见断然离去 完全没有给吴老两人面子 李队长 吴老还想说些什么 但话到嘴边 却难以启齿 这是这个月 他们宗门第四次 引剑大兴了 师父 郑妖司的资源 真的就这么重要吗 苏妖这时候 怯生生地询问 因为半杂了事 所以也没敢问江峰的事情 你还好意思说 守着试炼场出口 你都做不到 等回去剑踪 先便逼一晚 吴老气不打一出来 戳着苏妖胸口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知道错了 师父 苏妖没有反驳 不过眼神却放在了 离去的镇妖司 李队长身上 李队长离去的头顶 一台电子屏幕 这时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不由多看了一眼 25号沙漠试炼场 榜翼江峰 四品五者 击杀一阶妖兽总数量 512只 是 师父 苏妖指着银屏上面的 数据信息 连忙说道 那个少年的记录 还在 再又怎么样 人家现在指不定都走了 吴老一边指责 目光却还是顺着 徒弟手指的方向 看了一样 512只一阶妖兽 吴老一惊 他擦了擦眼睛 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然而再次睁眼的时候 这堂数据 却还是那么的扎眼 我说的没错吧 师父 这少年 真的把整个试炼场的 妖兽杀光了 苏妖有些激动 在自己接送师父 他就把这事情 原封不动地叙述过 可惜就连自己师父 都不相信 可是现在 一切都被证实了 杀 杀光了试炼场的 全部妖兽 吴老重复着这句话 回过神来后 想也没想地 就朝着出口走了出去 第63章 教学时间 疯子 你可算出来了 试炼场的经理 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怎么聊了这么久 试炼场外 张子诚迎着江峰 出来的方向走去 眼睛却上下 一直打亮的不停 夏晚宁和沈和两人 也跟着走来 两女神色各异 坐下来喝了点茶 跟我说了一下 有关试炼场的事情 江峰随便找了个理由 唐托了过去 疯子 话说 你那把白色长剑去哪了 张子诚转了一圈 发现对方身上 没有自己要找的东西 不由询问起来 他可看得清楚 那柄剑的威力 简直逆天 白色长剑 嗯 就是把那只巨型蜈蚣 砍成冰雕的剑 要刀出血吗 江峰暗想 观众席果然捕捉到了自己用刀的画面 那把剑砍完之后就报废了 我把他扔进了妖兽洞穴 啊 怎么会 那把剑看起来很新啊 还有 你的三刀流 能不能也教教我 真的帅诈了 张子诚喋喋不休 他是真崇拜了 江峰一脸无奈 只好答应对方今晚传教 距离集训营的筛选时间上走 帮张子诚提升一番实力 倒也不错 毕竟也不枉一副二字 四人很快打了一辆出租车 车厢中 交谈的对象 无疑不在江峰身上 特别是夏婉宁 担心中又带着好奇 对于江峰 能把试炼场 变成屠宰场这一点 自己是万万没想到的 审核苦笑 四品无者 竟恐怖如斯 不过对此 江峰没有解释 也没办法解释 他解释不了 也解释不清 晚间降临 车辆的进光 停在老城区的公路上 在送完夏婉宁和审核后 张子诚买来三把训练直刀 吭哧吭哧就下了车 江峰接过刀鞘 找了个安静地方 就开始培训起来 三刀流并不是很难的刀法 这些也仅仅是在基础的刀法领域 至于更高层面 江峰也不知道 来 挥刀 砍我 江峰双手握着刀鞘 并没有用嘴咬 因为咬刀在战斗中 并不是最实用的 张子诚用力点头 然后踏着遮影步 跑持刀而来 弯跃高挂 两人的训练直到深夜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刀法和剑法行义相通的缘故 张子诚学起来 还真有那么点刀客风范 张子诚急速而来 一刀侧斩 一刀横切 再加上遮影步的灵活运用 可以说 完全不输那些入门数月的刀法弟子 这就是系统攻法的魅力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能成行 江峰后退闪躲 步伐丝毫没有慌乱 然而 这时候的张子诚 挥刀速度 却骤然加快了几分 甚至肉眼都能看见残影 这是 遮影步的衍生用法吗 江峰一愣 迅速利用刀鞘回防 然而 这明显能命中的一击 却硬生生化作残影 穿过了十字 显然 这事就是遮影步的路数 怎么样 这一招 是我临时创的挥刀技巧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张子诚速度不变 一边袭击 一边得意洋洋地说道 速速速 然而话没说完 江峰的三把刀鞘 就全部插进了自己的刀刃之上 卧槽 张子诚愣在原地 一脸猛逼 江峰咳嗽一声 把遮影步 用在刀上的这个思路很不错 但如果你能加入一些 落音剑法的精髓 或许还真能成为一门自创的刀法 这一点他说的是实话 把遮影步和其他功法进行结合 还真的能发挥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今天的教学就先到这吧 回去好好消化丹药的精华 我有预感 集训考核之前 你能升入舞者三品 江峰从一片小巷中走出 张子诚跟在身后 真的假的 听你这么说 舞者晋级怎么跟完似的 张子诚满脸的狐疑 但是他又不得不相信 毕竟江峰本人 就是个赤裸裸的例子 江峰笑了笑 他很想说一句 肉毒未到嘴边了 生计能不快吗 望着老旧小区 楼层上亮起的灯光 张子诚也没多想 而是朝江峰挥手道别 他也住在老城区 而且距离江峰家很近 几百米的路程就到了 明天见 江峰同样挥手 对了 明天舞蹈自习 要不要继续练练 张子诚回头又问了一句 明天我有其他安排 先让婉宁他们 带你练练吧 哦 好吧 张子诚怂怂间 随后转身 没入了小区深处 一日 江峰上完早课后 就果断赶往了 舞蹈联邦的试炼场 他看了下手机 通讯录的联系人上 王松已经发了数条信息 两人早在昨晚离开的时候 就加上了联系方式 而擂台赛的开始时间 就定当在下午两点 江峰兄弟 你可算来了 我还以为 你要放我鸽子呢 王松今天的衣着比较清闲 把江峰带入办公室后 不由打去了几句 路上有点堵 不过应该没迟到吧 江峰带着合金长剑 目光却看向了旁边的 一张空白表单上面 这是A区的擂台赛名单 距离你的赛事时间还没到 这不提前叫你过来 让你了解一下对手和熟悉场地吗 王松拿过表单 然后又打开了沙发上的平板 继续说道 擂台赛一共三个赛区 A区就是咱们等会要去的战区 因为考虑到你的五道境界 我这边按照最低标准 给你分配了一位宗师三品的对手 江峰看了眼表单上的对手名字 王海峰 宗师三品 这是宗师进最低秀位的宗师了吧 江峰问了一句 是的 最低了 王松呵呵一笑 并不觉得不好意思 反而觉得自豪 对了 我的名称你 没有改吗 看着王海峰的对手 江峰两个大字赫然写在上面 江峰倒是沉起了脸 他不希望自己的名字暴露出去 这是事先就打好的预防针 第六十四章 匿名选手 江峰兄弟 别误会 这个只是我这边单独的一份 系统的后台 还没有给你拟定名称 当然 如果你这边没有想好合适的名称的话 我们也能以匿名的形式 帮忙隐藏信息 王松从容淡定地解释着 说完 他还把平板主动对到了江峰手上 屏幕上 下一场的对局就是自己 只不过对战信息上 只有自己的修为评级 其他数据均被隐藏了起来 对了 补充一下 擂台赛都是统一的制服和武器 这是 给予公平而制定的规则 王松递给江峰 一柄训练配件 手感很轻 但质感却似乎比自己腰间的 合金长剑还要高级 如果说下晚您赠送的合金长剑 属于B级武器的话 那么眼下 自己手里的这把 起码就是A级的武器 这在市场上 起码得五万块钱 公平 这个词语用在自己身上 怎么那么怪呢 江峰掂量了两下训练配件 暂时还没想到替换的名字 先就用匿名吧 王松点点头 然后递给江峰一副面具 鸟嘴 红色 金属质感 和配件的材料有些相似 但又没有金属那般沉重 A区 宗师吴平李源庆盛出 平板上 实时观测擂台的画面中 一位头发乱糟糟的中年人 双手握拳 站在了擂台最中央 而对手已经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江峰只是看了一眼 输掉的那位宗师 胸口一出鲜血 手脚的骨头 似乎也有大面积错位 一看就伤得很重 这TM的是打擂台吗 怎么感觉自己 被骗进传销窝点了 一股不妙感 从江峰心里升起 说实话 他不怎么喜欢 这种战斗方式 下一场比赛 将在五分钟后开启 请选手做好准备 江峰兄弟 到你了 祝你好运 王松拍了拍江峰肩膀 笑盈盈地走上前来 江峰嘴角一抽 这个时候 再看这位王经理 俨然一副传销头子的记事感 这笑容 多少在缅北干过电炸 江峰没有说话 为了试炼场的免费名额 这一单他必须要接 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很快 在工作人员 萧云的带领下 江峰很快进入了一片 热闹非凡的擂台区 和试炼场明显不同 擂台区的观众 就围坐在擂台四周 近距离直面观战 并没有看电影的那种虚无感 江峰只是略微扫看了一眼 台下的观众 以一个圆形包围了整个擂台场地 面积是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而擂台选手 则就是比赛的球员 只不过一对一的情况下 这个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擂台赛第九场 王海涛 宗师三品 对战匿名选手 舞者四品 请选手入场 悠扬轻快的女性声音 回荡在A区擂台赛中 和试炼场还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 这种比赛存在主持人 和解说两种职业 而这道女生 正是主持人欢欢 江峰戴上鸟嘴面具 很快沿着选手赛道 走入擂台赛中 头顶 主持人欢欢 站在特制的石柱顶端 穿着一件白者裙 拿着麦克风激昂地解说着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赛前公告 咱们擂台区 很少有舞者的选手 敢报名参与 而今天 咱们A区 却来了一位舞者四品的勇士 观众朋友们 请尽情地欢呼出来 观众席上一片呐喊 舞者打宗师 这不是降维打击吗 我打赌 这货绝对是第一次来擂台赛 连比赛规则都没摸清 看来有苦头吃了 擦 还戴着面具 名字也被隐藏了 这难道是想在这装逼 观众席上议论声不断 不过这种议论 很快就被高昂的欢呼 给掩盖了下来 江峰收回目光 平静地打量着对面的男人 三品宗师 绝对不能小觑 王海涛把手里 拿着的长棍 扛在肩上 也在打量着江峰 这人穿着一件黑色背心 皆是硕大的肌肉裸露在外 看样貌 只有三十来岁 但却给人一种 年轻气盛的娼望 王海涛作为咱们擂台赛的老打手 使用的宗师棍法 已经出神入化 不知道队上低了一个 境界的挑战者 是否会手下留情呢 要知道 前几名连胜场的宗师 可都惨败在了他的这根棍棒之下 主持人还在激情解说 从言语中 江峰听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这个王海涛的棍法很强 而且出手很辣 小子 听说你想成为咱们联邦试炼场的会员 四品的舞者还是别想了 给你个机会 扔下训练配件认输 我让你体面离开的机会 王海涛猝狂的嗓音传来 区区四品舞者 也想成为试炼场的会员 简直是痴人说梦 江峰没有反驳 只是拔出配件 朝王海涛做了个招手的动作 嘲讽 赤裸裸的嘲讽 观众席瞬间沸腾了 竟然有舞者在擂台赛上嘲讽宗师 这人怕是不要命了 是啊 我仿佛看到了 他全身骨折的 躺在地上等救护车的样子 主持人欢欢咳嗽一声 把话题拉回正轨 那么 第九场擂台挑战赛 现在正式开始 王海涛眼睛一眯 翻手握棍 脸色也渐渐阴沉起来 小子 那就让我试试 你的精良 自从进入擂台区后 他王海涛面对同等修为的宗师 就没败过 不曾想 这一次 竟然被一个区区舞者四品的家伙给挑衅了 虽然这场比试赢了圣之不武 但多少也得给这个新人一点颜色瞧瞧 江峰没有回答 鸟嘴面具下 他神情名重 踏着遮影步 已经率先冲了上去 训练配件迅速舞出一道剑花 朝着王海涛的面门袭来 王海涛催了一口 训练棍棒瞄准对手落点的地方 一击猛砸 强大的力道 让江峰暴退数十米 右手握着的剑柄 还在不断传出金属翁鸣的声音 好强的力道 这就是宗师的实力吗 江峰惊叹 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果然不是品级能够弥补得了的 小子 手麻吗 麻就对了 王海涛一跃而来 就像炮弹一般挥舞着训练铁棍 打算一棍将这个挑战者打出擂台 然而就在即将动手的瞬间 他瞳孔一缩 像是察觉到凶险一般 身形又果断向后连连倒退而去 第六十五章 看来你真的很想杀我呀 嗖嗖 两道磅礴剑气被江峰一扫而出 化成两柄连刃急速冲向目标 剑气 怪不得王经理会引荐这小子 成为试炼会员 王海涛气势更胜 他悬停在场地中央 两棍挥出 直接将剑气打散 不过江峰这时候却再次近身 在力量悬殊过大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这种弱势的打法 反倒让观众们一头雾水 刚才那一棍还没让他长记性 现在冲上去简直是找死 来来来 我开一下投票 一分钟时间支持王海涛的宋小星星 支持匿名选手的宋小音音 观众区甚至有人现场开直播 观看人数竟然还有五六百人 碰 江峰和王海涛进行了第二次碰撞 然而这一次 江峰竟然只后退了几步 王海涛冷哼一声 脚步立刻舞动起来 手上的训练长棍 也在这时开始高速旋转 是棍法 王海涛自创的乱披风棍法 这一棍法 可是打败了很多同级别的选手 王海涛这是打算对一名舞者动争阁了吗 主持人欢欢旁边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终于开口 他的声音带着激昂 卧槽 乱披风棍法 我新来的 这招式看起来很牛啊 废话 王海涛擂台十几把 未尝败计 靠的就是乱披风棍法打出来的 江峰凝神冷逝 棍法 他也略知一二 沙漠试炼场的妖兽 他基本把所有兵器的基础攻法都爆出来了 现在也算是全职低手 他发现 王海涛的步伐和武棍的动作并没有章法 就像是胡乱打出来的一样 江峰踩着遮影步急速后退 但王海涛追击的速度更快 不一会 他就被逼到了场地边缘 擂台赛 一旦离开擂台 就会默认判定出局 小子 回去好好再练练吧 王海涛怒吓一声 身形大弧度扭转 借着胯部双手握棍 朝着江峰脑袋猛砸了下来 这一下 如果结结实实挨上 哪怕是宗师 都可能当场暴毙 操 王海涛真下死手啊 坐在办公室的王松 看到这一幕 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让江峰参加试炼 本就只是想试试实力 后面将其引荐到镇妖司 然后拿下分后报仇 哪曾想 这王海涛这么不要脸 对一个舞者 直接下了死手 现在赶过去终止比赛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他不安地继续观看 然而下一秒 看到结果的他 那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去 画面中 江峰并没有被铁棍打中 而是诡异地避开了 如此迅猛的一次袭击 怎么可能 我明明打中这小子了才对 这是什么情况 王海涛盯着鬼魅般 避开袭击的江峰 鸟嘴面具下 他似乎看到了一双阴沉的眼神 正死死盯着自己 草 还真是玩命啊 如果不是把遮影布运用到极致 那一棍 估计还真得领盒饭了 江峰在心里抱了句粗口 同时已经不打算 把这名宗师 当成切磋对象了 他直接催动玉器术 平静的场地 瞬间气流肆虐 又是剑气吗 竟整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王海涛身形一闪 宗师静一速全面爆发 仅是一瞬 他就来到了江峰境前 手上的棍棒轰然砸下 撕破了空气 擦出阵阵暴鸣 甚至在棍棒周围 还隐隐附着浑厚的气浪 这是宗师气韧 哪怕只是擦上一下 身体都会立刻皮开肉绽 不对劲啊 王海涛今天怎么跟吃药了似的 打一个舞者 没必要动真格吧 我看过他的前几场战斗 这人打法一直这样 恨不得在场上杀了对手 前面几个宗师 基本不是半残 也都是小半个月下白床的那种 那还得了 难不成他想利用 卫台赛规则 在这里杀人 开什么玩笑 这得报警啊 弄出人命 可不好收场的 慌什么 人家大宗师不在那边坐着吗 王海涛再怎么刚烈 顶多也就是 把那舞者打个半残 绝对死不了人的 观众区最开始的欢呼 已然消失 发现比赛的严峻后 纷纷议论起来 甚至开直播的那位老哥 人气都涨到了三千 王海涛眼中露出一抹凶利 与之伴随的极度之情 更是一闪而过 可是 就当自己棍棒 即将砸在对方头顶的时候 一柄长剑 硬生生将其格挡了下来 长剑上闪烁着诡异的星红 而江峰周遭 也都是这些斜碎般的气息 什么 王海涛愣了两秒 看着对方纹丝不动的剑人 脸上的不解 迅速转变为了惊恶 看来 你真的很想杀我啊 江峰森然的声音 从鸟嘴面具里传递出来 仅剩的两个窟窿中 悠悠的红光向外宣泄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揭开他的面具 就会发现 此时的江峰 宛如一只恶魔 冷漠赤红的双瞳 似乎只有杀意 这股杀意无比的纯粹 笑 小子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王海涛不傻 察觉到异样的他 立即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 然而回应他的 不再是江峰 而是一道道莫名习来的剑气 这些剑气 从四面八方凝聚 仿佛在王海涛身上 装了GPS定位 一旦成形 就会迅速袭去 更诡异的是 这剑气并不是无色或者白色 而是血一样的星红 刺死剑气状态下的自己 仿佛进入了 某种狩猎状态 意识清醒的情况下 自己的修为 似乎临时提升到了七品 沙漠试炼场中 首次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 就有类似的感受 只不过那时候并不强烈 反而是这一次更加明显了 这是刺死剑气 给自己带来的效果 全方面的修为提升 江峰踏出一步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王海涛身后 此时的王海涛 还在奋力抵挡 来自四面八方的红色剑气 察觉到危险靠近的时候 已经晚了 江峰腰间长剑瞬间出鞘 低剑落下 千军一发之际 王海涛竟然挡住了 这一次的袭击 可是下一秒 他傻眼了 只见江峰拿出剑翘 以剑刃之势 再度挥出一击 砰 训练铁棍瞬间断裂 江峰一脚飞踢 同样伴随着红色气刃 直击对方腰部 王海涛避无可避 硬生生挨上了这一下 肋骨瞬间断裂树根 一声惨叫 回荡在肋台当中 可是江峰并不理会 紧接着收剑入翘 画掌维权 红光遮蔽下 这一拳破空声巨大 打中王海涛的时候 甚至气浪 直接冲破了对方身体 一拳穿透 是拳法 王海涛当场跪在地上 捂着血骷髅般的小腹 疼得呲牙咧嘴 江峰冷漠地俯瞰了一眼 玉器树的催动下 四面八方再次形成刺死剑气 打算当场将其抹杀 这种剑气 甚至连那只巨型蜈蚣的假铐 都能轻松撕裂 更何况是人类血肉 住手 然而就在袭击即将落下的瞬间 一名白衣老者 却从场下冲了上来 他腰间长剑挥出 巨型剑浪 瞬间将刺死剑气 碾成鸡粉 江峰遮影不躲避 并未受到伤害 不过他的目光 却始终注视着这位老者 只是一次出手 江峰就断定 这人实力不在宗师之下 卧槽 打宗师出手了 第66章 寄生妖兽 观众区的方向 不知道是谁高呼了一句 让在场所有的观众全部清醒 他们还沉浸在江峰突然爆发的状态下 没人能想到 舞者四品的家伙 竟然把三品宗师吊起来打 这简直逆天 开 开什么玩笑 那舞者是假的吧 等等 那剑气 我好像在哪看过 红色剑气 好像是昨天沙漠试炼场的那个新人 叫什么来着 我查了一下 数据被屏蔽了 昨天沙漠场的榜翼 也变成了匿名选手 观众区热议起来 主持人举着麦克风 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警惕 就连解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江峰的这一系列操作 场内 只剩下一位大宗师级别的舞者 和带着鸟嘴面具人的对视 至于王海涛 早就因为疼痛 昏死在了当场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秦 单名源自 大宗师镜 见到舞者 同时也是这片竞技场的执法者 秦源苍老的声音传来 疲倦的眼窝周遭不满褶皱 但看人的眼神却很清明 话落的同时 属于大宗师的气势 向外宣泄 卷起了一阵阵风浪 江峰没有说话 而是把对方气势外泄的风浪 凝聚成了一柄饼红色气人 显然 他现在心情并不怎么好 但他也没打算 和这名大宗师叫板 这只是表面立场的手段 他就是要杀了这个宗师禁舞者 解决对自己的一大威胁 擂台赛虽然不限制舞者 在战斗中杀人 但这毕竟影响不好 对你 对他 对试炼场都没有好处 没必要做得这么决绝 秦源注视江峰的眸子 并无愤怒 反而带着一些赞赏和期许 希望你这话 不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江峰表现得风轻云淡 只是这番话 任谁都能听出来 话音的不悦 表面一套 指的自然是当下的情况 至于背后一套 那是否存在偏袒 只有这人自己知道 秦源把剑收回剑鞘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回答了江峰的疑问 那是因为 你没有动用权力 不过 你能打败远超 你自身境界的舞者 这实属罕见 江峰却不由一正 他没想到 这个叫秦源的大宗师 竟然连自己有没有动用 全力都知道 看来宗师镜上面 才是真正卧虎藏龙的地方 给我个面子 这次的事情我来处理 盛场还是算在你这边 怎么样 秦源再次开口 他主动略过话题 清理擂台 也是他的责任之一 场外观众都在看着 这样下去 肯定不是办法 江峰犹豫了 但只犹豫了两秒 他收剑入鞘 四面八方的血刃 也在瞬间消失 这个时候 选择和一位大宗师 产生冲突 绝对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可以说 江峰是被对方实力 强行妥协的 观众区根本听不到 两人交谈 但看到如此华丽的一幕 还是忍不住惊呼 他们没想到 一名舞者 能把一位宗师 吊起来打 更没想到 大宗师上场 竟然还试图 用剑气力威 而与此同时 南山省的一栋写字楼内 五名穿着 直发警服的人聚在一起 目光全部聚焦 在墙上的投影幕布上 幕布上的画面 呈现直播样式 正是江峰所在的 A区试炼场 这是安令市联邦试炼场 有关舞者在擂台区的 实时战斗画面 各位有什么想说的吗 会议主位上 一位三十出头 面容刚毅的男人开口 浑浊的嗓音 给人一种 与生俱来的危险感 于对 这位匿名选手的实力 明显不在舞者境 难道是试炼场 刻意隐藏了这人的实力 手腕缠着纱布的女人 眉头一皱 而且这红色剑气 很奇怪 也很诡异 连说的没错 我仔细观察过 这人的出招路线 剑法 拳法 刀法 基本都略有精通 甚至是对手的棍法 也相得一张 全能行舞者 这年头 算是不多见了 基础五道分支 练习的时间若是足够 确实能达到这人的水准 只不过看身材体型 年纪似乎很小 哎 确实 就是可惜名字被隐藏了 不然我还真想 和这人切磋切磋 我说老张 好歹你也是快 升入王境的人了 去和舞者切磋 你比那个棍法宗师 还无耻啊 会议室的人 你一言我一语 虽说是在分析 但整体氛围却非常融洽 鱼队咳嗽一声 重新把话题 拉回自己这边 我不是让你们看 这个鸟嘴选手 是旁边那个 蜷缩在地的棍法宗师 棍法宗师 连不由把目光 放在王海涛的画面 他眯着眼 黑色的毛子下 这位宗师 如同死狗般躺在地上 身体蜷缩在一起 保持这种姿势 已经有段时间了 王海涛身上的血迹很多 这人甚至还在一直颤抖 但怎么说呢 仔细观察的话 总给人一种不正常的感觉 等等 不正常 连的瞳孔骤然收缩 瞬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是寄生妖兽 他看向队长 试图让对方 证实自己的猜测 其余人也都是一证 寄生妖兽 迷雾边界 不应该有长城军队助手吗 这是怎么可能入侵进市区的 老张脸上也出现一色 对于寄生妖兽的恐怖 一旦寄生在宿主体内 甚至能让高境界舞者 瞬间毙命 这可不是件小事 如果让妖兽爆发在市区 严重可能直接危机市民生命 现在还不确定 不过以这名宗师的表现来看 确实是被寄生兽入侵的迹象 渔队指着对方捂住的小腹道 他在极力克制兽化 如果观察仔细的话 被鸟嘴舞者一拳打穿的腹部 已经愈合了 一般来说 这种恢复速度只有兽才能做到 而且战斗过程中 这人的理智也有问题 多半被寄生妖兽侵蚀了一段时间 他继续观看直播 最主要的 还是寄生妖兽的修为等级 哪怕是一阶寄生兽 也有可能影响一名尊敬舞者 先去联系安令的镇妖丝 让他们提前准备一下 希望不要高于二阶修为 是 老张立刻站起身来 然后迅速走出了会议室 第67章 这特么就是哥斯拉 后生 你的剑术很精湛 能告诉我是什么剑法吗 擂台赛场 秦元看着江峰离开的背影 悠悠问道 红色剑气 从古至今 他还不知道 宗师之气能够变色 遮影剑法 江峰想了想 本来是想说落音剑法的 但对方明显是见到专修的舞者 这显然会被眼识破 这遮影剑法 其实是昨晚和张子诚对练的时候 那家伙想出来的 也是沿用了遮影布 和其他剑术的结合 遮影剑法 秦元重复一句 倒也没有深思 而是回身 准备带着身负重伤的王海涛 离开这里 然而就在自己其他身手的瞬间 一根锋利的兽骨 从王海涛脊椎生长了出来 紧接着接二连三的兽骨 纷纷向外宣泄 王海涛浑身上下的皮肉 也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均裂着 仿佛一只异变的怪物 秦元立刻向后退步数米 在他的视线中 两根尖锐的兽骨 从王海涛小腹刺出 整个人犹如褪皮的外衣 被当场撕碎在原地 卧槽 这什么情况 那宗师怎么突然裂开了 妈的 快跑 这是妖兽 观众席的人看到这一幕 浑身汗毛道理 这些人基本都是普通人 只有极少数的的舞者 那也都是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此时面对突然一变闯入的妖兽 场内立刻陷入了恐慌 甚至距离出口近的 直接跑了出去 好 粗狂的兽鸣震耳欲聋 属于王海涛的那张脸 依然没了全貌 甚至连皮肉都被漆黑的鳞片掩盖 王海涛的身体迅速膨胀 很快就展露出了他真正的模样 警告 检测到宿主即将遭遇三阶上谷凶兽 首杀将获得封后奖励 江峰脚步一致 几乎是在寿命爆发的瞬间 系统的提示就接踵而来 三阶上谷凶兽 误判了吗 思存之际 他已然看见一只约高三米 灵甲直立的大蜥蜴 这东西和哥斯拉 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三阶凶兽 上谷摩西 江峰神情严肃 媲美大宗师级别的妖兽 这绝对不是自己能够应付的存在 他看了眼旁边的情缘 企图让对方解释缘由 情缘说 这是寄生妖兽 这种妖兽能寄存在人体 侵蚀人类意识 甚至控制行为 知道屈翘养分不够 亦或者宿主身体受损 才会主动出来 花音落下 上谷摩西已然一掌戏向了最近的情缘 情缘步落流星 原来的地方巨大的兽掌拍击而下 直接将整个擂台场打得四分五裂 这等威力 完全不是一阶妖兽能够抗衡的存在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的袭击让这只隐藏的妖兽提前受化了 没错 情缘点点头 不过还真的感谢你 否则这种潜藏的定时炸弹 如果在视中心爆发 后果不堪设想 人体定时炸弹吗 江峰训练常见瞬间出窍 刺死剑气猛地斩出 却只是在对方小腹砍出了一刀血痕 效果不算显著 不过好在起到了一些作用 如此一来 江峰也就放心了 毕竟 如果破不了对方防御的情况下 自己就非常被动了 擂台区这时候 立刻拉起了警报 不仅是擂台区 试炼区亦是如此 不要让这只寄生妖兽离开这里 如果进入其他试炼区 把里面的妖兽放出来 这片地方就完了 情缘拔剑 灰红的剑浪横扫而去 上古摩西单位横扫 直接将其抵挡下来 同阶段的情况下 这只妖兽并不须情缘 上古摩西咆哮一声 树眼下的绿色幽光 十分甚人 然而诡异的是 这只妖兽 竟然没再打算袭击眼前两人 反倒是朝着疏散的人群跑去 动手 情缘踏步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几秒钟不到 就来到了妖兽境前 聂处 看见 情缘举剑下批 带着肃杀之势 朝对方脑袋落下 宗师之气 大宗师之势 这是属于三进强者的强势一击 所谓试法 便是剑势 枪势 权势 这种试法能让武者的攻击 提升一个极高的层次 甚至比气更加凶利 上古摩西察觉凶险 抬手便要进行抵挡 不料剑刃上所附着的剑势过于锋利 就算坚硬到刺死剑气 都无法完美破防的甲铐 竟然在一瞬间被切割 任奸深深刺入了其中 江峰似乎有所感悟 之前这名大宗师 抵挡刺死剑气时 所挥出的剑浪并不是剑气 而是剑士 趁着情缘拖住上古摩西之际 江峰也踩着遮影步冲了上去 鸟嘴面具下 给人的感觉只有神秘 玉气术卷起无数红色剑气 全部朝着上古摩西身上攻击 没留一丝余力 上古摩西怒吼一声 林甲瞬间绽放赤红光泽 一道火焰光柱 从这东西嘴里喷出 抵消剑气的同时 还灼烧了大片场地 卧槽 这特么就是哥斯拉 江峰大受震撼 等待火焰光柱消失后 他看见了几名被活活烧死的观众 这些都是被波及的无辜者 随着林甲上的红光消失 上古摩西再度恢复成了 原本漆黑的模样 除此之外 这东西的小腹里面 似乎还寄存着什么东西 里面竟然有生物在蠕动 江峰能够清晰地看见 在刺死剑气滑出的血痕下 呈现出了一只幼年妖兽的轮廓 操 这是黎一代娃 江峰傻了 三阶妖兽就算了 体内竟然还存在着一只小型妖兽 秦元也看到这一幕 似乎是发觉对方弱点 他直接朝着对方小腹 发起了强袭 上古摩西自然不会让其得逞 林甲色泽再度变化 这一次变成了蓝色 炫目雷电再度喷出 这次直接锁定了秦元的位置 宛如雷阀般的光幕宣泄而下 电鸣声不断 周遭甚至直接蔓延出了 无数细小的雷点小虫 这些雷电 在接触于静下的火焰后 还直接爆炸了 江峰瞠目结舌 这算是打出元素反应了 第六十八章 终极剑术攻法 雷法破绽 安岭视镇妖丝 一个男人正斥着上身 站在训练场内击打着沙袋 羞羞的破空声从拳风处响起 伴随着力量的不断爆发 像是发泄着心中的不悦 碰 经过特殊加工的专业沙袋 被直接贯穿 沙利顺着洞口流淌在地 他看了眼手机 碎裂的屏幕上 只有一条消息 安岭联邦训练场 速度集合 又出任务 昨晚才刚解决一道兽巢裂缝 整天竟是些屁大点的事情 还不如让老子去前线 真他娘憋屈 男人骂骂咧咧打了个 收到 把桌上的耳麦戴在脑袋上后 就离开了训练场 夏侯胜 速度加快 别磨磨蹭蹭 迟到一秒钟 一百个俯卧撑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又不是神仙 路上总得花点时间吧 听着耳麦传来的声音 他直接推开窗户 一跃跳了下去 足足五十楼的高度 这人没有半分犹豫 甚至很享受高空坠落的快感 就当他即将接触到地面 快要摔得四分五裂的时候 整个人却直接诡异地弹射了出去 阴天 暴雨 室内并无法感知到 外界的喧嚣和环境变化 然而此时联邦试炼场方向 冲天的红色光注道观天际 让宣泄的雨点瞬间蒸发 三街妖兽 就已经这么恐怖了 那王静 尊敬的妖兽 又当如何 难不成你是一方领主 江峰手中长剑被烧的通红 注视着遍布伤痕的上古摩西 这玩意身上 几乎全是被刺死剑气 砍出来的血痕 可尽管如此 外伤就算再多 这只妖兽 都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秦源和其他的一些舞者 正在和这只妖兽纠缠 这些都是后面 陆陆续续赶来的宗师 也是试炼场中的打手 不过显然没讨到任何便宜 正常情况下 一进舞者对战一街妖兽 舞者本就是弱势方 就更别说此时的三街妖兽了 江峰看了眼四周的席位 由于场地较大 再加上其他区域的地方 也在疏散人群 导致现在都还有人留在原地 其中 他甚至还看到一个 拿着支架录像的胖子 多危在旦夕了 这人竟然还在直播 他不知道 仅仅五分钟的功夫 这人的直播间人数 就突破了一万不止 甚至热度还在继续上涨 兄弟们 老弟现在可是在用命给你们直播 有没有打赏的大佬 给小弟一口饭吃 直播绝对保真 安令市联邦擂台区 突发人类一变 数名宗师 大战三米大蜥蜴 老铁们宣传宣传 卧槽 感谢我飞机哥送来的音音一号 我飞机哥太给力了 江峰打算上去阻止 这种事态蔓延的速度 如果逐渐扩大 只会更加加重市民的恐慌 可就在自己动手的下一瞬 江峰发现 这胖子原本的欣喜瞬间凝固 整个人表情僵硬 格外的反常 嗯 江峰皱眉 他握紧剑柄 下一瞬 胖子的身体开始膨胀 面部也随着膨胀挤压的变形 然后长出了一堆堆的肉流 警告 检测到宿主即将遭遇二阶上谷凶兽 首杀将获得丰厚奖励 卧槽 又兽化一个 江峰冷汗瞬间遍布全身 他不清楚 这种兽化是否有迹可循 如果是无差别兽化 那观看比赛的数千名观众 岂不是都有兽化的可能 而且这些大部分都已经被安全撤离 一旦这些人进入市区外面 江峰不敢想象 还愣着做什么 舞者就别参合这事情了 赶紧离开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忽然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一名穿着执法警服的中年男人 与江峰擦肩 朝着上古摩西的方向袭击了过去 身后还跟着几名穿着同样服饰的青年 死 鸟嘴面具下 江峰看了眼这人服装背后的字迹 他想起了当时在郊区森林里的服饰 这人多半和森林的死人有关 江峰猜测 不过对方这时候 已经握着手中长剑 砍中了上古摩西的脑袋 好快的速度 江峰连连感叹 随即眼神一鸣 因为剑刃很快化作巨型光木坯砍了下去 这不是气刃所能达到的高度 而是剑士 又是一名大宗师 前来支援的人便多了 江峰也没闲着 他注视着变成肉流腰瘦的胖子 踢着高温灼烧的剑刃就冲了上去 是人 或许他还会犹豫三分 是兽 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掉 星红的光芒 在玉器术的凝聚下逐渐成形 江峰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 已经一剑斩在了这只妖兽身上 除此之外 他还顺便将这人直播的手机 给砍成了两半 肉流妖兽鼓起身体 小腹下面竟然长着口气 他从嘴里突出了几颗黑色粘稠的球体 江峰利用遮影不闪避 肉球落在地上 瞬间把附近的场地腐烂 刷 刺死剑气 四面八方切割而来 眼前二阶妖兽身上血花四剑 江峰没留任何对方可还手的机会 只要是被自己卷起的气浪 都会化作星红剑气进行收割 不一会 这只二阶妖兽就被乱剑砍死 恭喜宿主首杀二阶上古凶兽 独找肉流怪 获得奖励 终极剑术攻法 雷法破绽 修为加实 雷法破绽 在对手前后左右 生成四道破绽 每击破一道破绽 可引下一道闪电雷法 四道破绽 全部击破 将召唤一道紫霄神雷 雷法破绽 不愧是玄幻攻法 这等威力 用紫霄神雷斩妖 岂不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轻松 江峰跃跃欲试 二阶妖兽能直接爆出终极剑术 那三阶妖兽的奖励 无疑只会更好 还不清楚雷法的威力 江峰决定直接去找那只哥斯拉 试试深浅 看了眼断成两阶的手机 他瞬间飞奔了出去 上古摩西的腹部已经身受重伤 大量血迹向外倾斜 里面的兽胎也在向外蠕动 这只上古摩西 在众多宗师和大宗师的围殴下 逐渐陨落 好 又是一声爆鸣 上古摩西的灵甲颜色调换 他直接开启了无差别攻击 炽热的火柱四处宣泄 整个擂台区几乎被燃烧了大半 甚至几名宗师闪躲不及 被高温烧穿了半条手臂 第69章 雷绝翠体 李队长 有很大问题 绝对和正常妖兽不一般 你可要小心啊 秦远捂着被冻穿的胸口 看着赶来的男人 脸色终于舒缓起来 寄生妖兽不能和常规妖兽相提并论 毕竟一阶段就能影响尊敬舞者 就更别说眼前这只三阶的了 而且 这只妖兽可能在三阶段修为的中上游 你们处理困难很正常 李队长长剑出鞘 剑刃上泛起光芒和剑气不同 这种光芒犹如实体 并且很快凝聚成了一柄巨大的光芒剑刃 刷 警示一瞬 上古摩西就被砍在地上 好 好强 不愧是王静强者 剑意果然刚烈 周围的宗师纷纷张望 所谓剑意 便是以气化形 形意相通的境界 他能与手中武器相通 与周身环境相通 而那巨大光芒形成的剑刃 便是这位王静强者 结合自身意志 所挥出的一剑 夏侯胜 还没赶来吗 李队长全然没有理会周围人的喧嚣 而是朝耳麦淡淡询问了一句 他全名李云 隶属于安岭镇腰分支的队长 也算是一个市区的执法者 这次若不是接到上级指令 自己还不知道 联邦试炼场出了这么大的事 毕竟 昨天被一个剑宗长老引荐过来的时候 都还无比正常 李云继续挥剑 上古摩西倒在地上 灵甲的光幕不停闪烁 吊着最后一口气 射出了一道烈焰光柱 抵消了迎来的剑人 不过所产生的余波 还是将它震退了一段距离 李云周围的三名镇妖丝成员 立刻上前补刀 打算当场处理了这只妖兽 可是 随着苍穹上的一道雷阀落下 直接强行打断了三人的行动 嗯 什么情况 还有其他妖兽吗 李云也露出一丝疑惑 凭借王静意志的感知 他并未察觉到妖兽的靠近 正当众人疑惑之际 第二道雷阀也再度降临 前后两道雷电轰击在上古摩西身上 直接当场将这只妖兽 打入了麻痹状态 这道雷阀 难道是更高的王级妖兽 李云不由私存 虽然他的意志感知不到妖兽的存在 但这也只是基于修为悬殊的影响 如果是能媲美自身王静实力的妖兽 感知不到倒也实属正常 可是下一秒 他的这股猜测 就被打得烟消云散 因为意志探测中 他发现了一名舞者 是他 舞者面带鸟嘴面具 心红邪气的窟窿下 这人身形鬼魅 围绕在上古摩西身边 灰剑似乎寻找着什么 近距离接触三街妖兽 这个舞者不要命了吗 李云握着剑柄 正打算上前阻止 然而随着鸟嘴舞者的一剑落下 猛然 天空中再度降下一道雷阀 蓝色闪电直击上古摩西的腹部 什么 李云瞳孔收缩 一脸的惊异 这些雷阀是这名舞者打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才只是舞者镜而已 震惊之余 鸟嘴舞者第四道袭击也已然发动 江峰看着上古摩西灵甲上 亮起的最后一道蓝色纹路 刺死剑气一剑就砍了上去 轰隆 暴雨降至的天空传来一声巨响 第四道雷阀降下 直接把上古摩西打到了冰死状态 似乎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上古摩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撕开了小腹的皮肉 将腹部中的兽胎释放了出来 高高隆起的皮肉被利沼撕开 一只小型摩西顺势爬了出来 然后朝着人群较少的方向迅速逃窜 与此同时 属于雷法破绽的最后一道雷法降下 紫霄神雷如同一把悬在半空的利剑 当场刺穿了上古摩西的身体 磅礴的电名肆意乱窜 上古摩西周遭的地方几乎都被电网覆盖 场面极度震撼 江峰正要用遮影步后撤 脑海这时却再度响起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首杀三阶上古凶兽 上古摩西获得奖励 初级修炼功法 脆体雷爵 修为加三十 脆体雷爵 雷爵之下 可汲取雷电为氧料 脆炼本体 综合修为大幅度提升的同时 掌握初级控雷技巧 下一顺 原本被雷法洗礼后 肆意篡动的电网 仿佛得到某种指引 纷纷朝着江峰所在的方向蔓延了过来 这些电网营绕在江峰周围 然后迅速没入皮肤之中 充盈的电流仿佛激起了全身血液 苏麻之中 江峰能够感受到自己小腹的位置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一点点凝聚 他抬手 剑刃上不知什么时候 早就电鸣乍响 浑身上下都充斥着危险的电流 不过他能感受到 这些电流的威力并不强大 至少比不上雷法和紫霄神雷 当前境界修为值 已达到900斜荡900 修为突破至五者七品 江峰 等等 江峰又查看了一边修为面板 据进阶五者八品所需修为 4121000 真的五者七品了 也就是说 自己仅仅只是 吸收了四道雷法 加上紫霄神雷所散布的电网 修为就直接冲破了一个品阶 甚至距离下一品 也几乎过半 这哪是基础脆体雷诀 这简直就是修炼神器 而且雷法破绽和脆体雷诀 简直绝配 相当于自己可以利用这一操作 无限套娃 很难想象 高级脆体雷诀 究竟有多恐怖 李云眼神身份凝重 他看着失去的雷阀 被上古摩西洞穿的上空 暴雨倾盆落下 那股浩荡之势 让他震撼万分 就和自己曾经见证 王级妖兽最强的一击一样 秦元更是出力在原地 他也注意到 上古摩西尸体旁边的鸟嘴舞者 明明之前擂台赛的时候 这人还没有这样的实力 难不成是什么名门弟子 可是普天之下 哪有舞者能召唤天雷的 快追 别让那只小型寄生妖兽逃走了 不知道是谁突然喊了一句 原本呆滞的宗师们纷纷回过神来 然后迅速朝小型摩西离开的方向 追了上去 这只刚刚出生的妖兽 只有一阶的水准 但即便如此 也要比那些字母级别的妖兽 强大许多 李云则是半迷着眼 一个踏步来到了江峰面前 你到底是谁 李云语气充斥着不善 他的杀意不强 但很纯粹 在搞清眼前人身份之前 他不会动手 因为他知道 舞者也分善恶 有的舞者会垂涎某些 快速提升实力的方法 从而走向深渊 在自己看来 眼前这个鸟嘴面具 就是如此 第七十章 裂缝 小型受潮 舞者 江峰平淡回答 身上仍有电鸣流转 普通舞者 为什么不摘下面具 还是说 你想隐瞒什么 李云平淡追问 但江峰能感受到 对方的杀意 明显更加强烈了 面对王静舞者 江峰见识过 那巨木的一剑 仅是一剑 就能将上古摩西 砍到重伤的家伙 自己完全没必要招惹 对此 他直接摘下了面具 那是一副 清澈俊朗的学生面孔 锐利的瞳孔 充斥着 还未磨灭的蓝色光泽 和烟红残余 给人一种 说不上来的怪异 舞者 江峰 学生 李云下意识联想 碰 然而这时候 擂台区外围的墙壁 被人一拳砸开 一个体型健瘦的男人 湿漉漉地闯了进来 他手里 还提着一只 死去妖兽的尸体 那是上古摩西肚子里的幼崽 李云眼珠横移 看向来人的方向 又看了下手表 夏侯胜 这次行动你 足足迟到了15分35秒 回去93500个俯卧撑 操 要不是路上出了点状况 老子早到了 夏侯胜嘀咕一句 不过并不在意 近10万的俯卧撑 似乎这个数字 对他来说 并不是难事 李云看了眼江峰 倒是把剑人收了回去 目光放在夏侯胜身上问道 出什么事了 夏侯胜扔掉摩西幼崽 街道外面出了一些妖兽 不过已经被老子解决了 是寄生妖兽吗 不是 就是普通妖兽 普遍在一到二阶的样子 夏侯胜注意到面前的江峰 哟 无者静 我擦 三阶妖兽 你小子杀的 有点东西啊 江峰点了点头 简陋的 夏侯胜竖了根大拇指 这架势可不像是简陋的 老子在你这个境界的时候 顶多就弄死几只二阶妖兽 兄弟有没有兴趣 来我们镇妖丝发展 正好这几天 咱们私里确认 你来的话 老子带你 夏侯胜黑黑笑着 对江峰一顿夸赞 最后还直接当着自己队长面 开始招募队友起来 李云拇指扣动剑翘 刚收回的剑刃 再度亮出寒芒 夏侯胜迅速闭嘴 先前的大大咧咧一下收敛起来 江峰看着眼前莫名其妙的两人 字里行间中 也听到了一些信息 其中 镇妖丝这三个字格外谎言 镇妖丝是什么地方 他接过夏侯胜的话问道 执法机构 李云解释道 你也可以理解为 专门处理都市 潜在爆发妖兽的组织 你不了解镇妖丝 嗯 江峰点点头 我之前在郊区森林时候 看见过你们这类服饰 不过已经被妖兽遗弃了 李云和夏侯胜相识一眼 你说的是老城区附近的那片森林吗 李云问 见江峰点头 他嘀咕一句 果然 妖兽裂缝 已经开始逐渐蔓延至市区了 妖兽裂缝 江峰还想问些什么 夏侯胜率先一步开口 他一排脑门 像是记起了重要的东西 草 差点忘记了 老子过来的时候 就听到外面有市民说 他们看见了一些妖兽 这些妖兽 该不会是从裂缝里面跑出来的吧 哄 然而话音刚落 外面就传来了市民恐慌的声音 李云神色凝重 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 先把外面的妖兽处理掉 这些妖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诞生 寄生兽的出现 可能还存在着某些关联 最后看了眼江峰 李云弹剑而出 然后踩着剑柄腾空而起 遇见离开了这个地方 草 老子好歹也是王静 当初就不该学拳法 连玉武装逼都做不到 夏侯胜催了一口 看着江峰笑了笑 老子叫夏侯胜 以后要是想来镇妖司 直接报老子名字 说完之后 他脚步下压 巨大的力道 直接沿着上古摩西灼烧的窟窿 弹射了出去 其余三位镇妖司的人 也纷纷玉武离开 场内只剩下了情缘 和几名受伤宗师 夏侯胜 江峰重新戴上面具 注视这人离开的方向 他没想到 这人竟然也是王静的实力 不打算继续在这逗留 他脚步倾塌 凭借玉器术 也朝着宣泄暴雨的外面去 秦元咽了口唾沫 他走到死去的三街妖兽尸体周围 武道雷伐 早就把这只妖兽 打成了浇湖 这等力量 真的是武道能够早救的吗 秦元喃喃自语 另外一边 安令义中 周山急匆匆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与其一起离开的 还有学校其他班级的班主任 半小时的谈话 他们得知了联邦试炼场的情况 上面虽然在极力压制消息的蔓延速度 但互联网的传递速度 终究过于夸张 现在整个安令市的市民 已经开始不安起来 开什么玩笑 试炼场周边已经被妖兽侵占 甚至还出现了人员伤亡 先把武道自习的学生们召集回来吧 别出了乱子 唉 武道这些年 虽然也有妖兽在市区的仙里 可是这一次 一小时不到 就出现了足足百余之妖兽 太诡异了 教师们交谈着 回到各自班级 周山也推开一班教室 经过半小时的等待 自己安排的学生 几乎已经全部回来 但后排角落的一个座位 却始终无人 张子诚 江峰去哪了 周山神情严肃 同时心里那颗不安的心 也在逐渐升起 他担心 江峰会在受潮爆发的街道 我 我不知道 张子诚摇了摇头 他确实不知道江峰的去处 江峰也没告诉他 周山又看向夏婉宁 然而对方眼里也是茫然 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 周山深吸口气 把现在市区附近的 一起兽巢事件 告知了众人 并进行着安抚 这是必要的工作 然而话音落下的瞬间 整个教室都不镇定了 联邦试炼场接到 诞生兽巢 寄生妖兽 存在潜伏人类屈翘的可能 目前最高 已经出现三阶段妖兽 卧槽 武刀又要栽变了吗 他们都是卫生乱世的新生代 就连试炼副本的一阶妖兽 对付起来都很棘手 就更别说三阶段的恐怖妖兽了 周山敲了敲桌子 这件事会有专门的 执法人员过去处理 大家不要慌乱 然而 这番话并没起到太大作用 已经有人打算 收拾东西回家了 我家就住在试炼场 街道附近 我不能待在这了 我要回去 我老爹专门开滴滴 接送那一片区域 刚刚打过去 竟然没人接通 下晚宁站起身来 因为他也给江峰 拨打了一通电话 然而电话里却显示着 对方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第71章 一样 都给我安静 周山面色一沉 他扫尸哄闹不安的学生 好在宗师敬的修为 还能对这群学生起到些作用 要是这些学生的境界再高一些 恐怕自己也无能为力了 窗外的暴雨 还在不停倾斜 警笔声游荡在街道上的每个角落 整个市区似乎都在这一刻 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 轰隆 一道暴鸣乍响 电光闪烁在客室 把一众女学生都吓得惊叫起来 一名男生瞳孔 看向窗外的某个方向 瞳孔映射的景象 始终难以磨灭 那是一柄犹如闪电凝聚而成的紫色巨剑 只是刹那间 巨剑的虚影便猛然下坠 造成了巨大的温鸣 好恐怖的闪电 迄今为止 哪怕是宗师致敬 他也没见过这种威势 一定是 某只王级妖兽入清静市区了 我之前听大学的朋友说 王级妖兽就存在这种毁天灭地的力量 有同学开始议论起来 舟山见状倒也没有说些什么 只要这些孩子别离开教室 一切都好说 是寄生妖兽 我爸联系郑妖司了解了事情实况 刚才那道紫色闪电 大概率就是寄生妖兽释放的 凌川这时候放下手机 因为家庭缘故 他了解到了最新的信息 什么 寄生妖兽 那是什么东西 有位女生惊愕地询问着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寄生妖兽这四个字后 心里总有种不安的情绪 凌川看向这位女生 身材小巧 长相并不算漂亮 但却非常可爱 有种萌化萝莉的济世感 他叫宋思思 是平日里众多崇拜自己的女同学之一 凌川说 寄生妖兽 就是某种依靠特殊能力 寄存在人体的妖兽 这类妖兽非常强悍 哪怕是一阶妖兽 都能轻松影响一位王晋的强者 她的语气十分笃定 而且 她们还能在人体中 吸食人类的修炼资源 进一步成长 非常可怕 全班人听到最后一句话后 早就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甚至有些女生 更是双腿一软 险些摔在地上 宋思思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心跳在不停加速 她才五指二品 但近在眼前的危机 却让她感受到了战力 疯子啊疯子 你不会在联邦街道对吧 你一定在家对吧 哥们还等着你回来教我刀法呢 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后排的张子诚看着手机里未读的文字消息 江峰的头像已经变成了灰色 那是掉线后的状态 不过在尝试了一番后 她便整个人都颓然地趴在了桌子上面 江峰应该是在老城区 信号不好 所以才接不到电话 应该不会特意跑到市中心的 沈和回头看了眼江峰的位置 不由安慰着一旁的夏婉宁 不过 夏婉宁却始终看着窗外 忧心忡忡地望着走廊的尽头 她似乎在渴望一个熟悉的身影 可是期待了许久 那道熟悉的身影都不曾出现 轰隆 这时候 窗外的暴雨倾盆宣泄 雷鸣声中 先前的紫色闪电再次绽放了出来 不行 我要去找江峰 终于 夏婉宁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她不能在这地方继续等下去了 哪怕是心里最坏的那个想法 自己也要见上对方最后一面 夏婉宁 现在整个市区已经开始戒备 不要出去 那些妖兽不是你能应对的 周山走到门口 拦住了夏婉宁 她知道夏婉宁想做什么 正因为知道 所以她才要阻拦 旁边的林川也起身 她走向夏婉宁 婉宁 周老师说的没错 咱们在教室里 等待镇妖司和武道联邦的 无者解决就好了 然而夏婉宁却没有理会 她定定地看向周山 周老师 江峰是安宁一中的学生 更是咱们一般的一份子 您应该也不想她出事吧 我只在受潮爆发的附近区域观望 让我出去 好吗 夏婉宁尽力克制着破窗离开的想法 但如果周老师不答应 自己一定会这么做 审核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但又默默收了回去 只是坐在自己的位置 不知所措 非去不可骂 江峰的事情 我已经联系了教导主任 他们会在附近 寻找有关江峰的线索 周山不置可否 而是正色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似乎是看出夏婉宁的决心 她长吸一口气后 最终又无奈地叹了出去 也没等对方答复 周山反倒有些无奈 我可以让你出去 不过必须要在我的陪同下 这一点能做到吗 这是一种妥协 但扪心自问 江峰也是自己的学生 自己又何尝不想 尽快将其带回教室 夏婉宁只犹豫了几秒 然后便果断答应了下来 只要能出去 总比一直待在教室的 这种无力感 要强上许多 周山点点头 又看了眼班级里的其余学生 一番叮嘱后 这才主动把大门打开 周老师 让我也跟你们一起吧 身后一道声音传来 林川上前一步道 他说 我昨天刚升入舞者四品 就算是陪同 一路上也能和婉宁同学 相互之间有个照应 周山想了想 倒也没有拒绝 让林川看着夏婉宁 倒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否则自己还真担心 夏婉宁到时候会突然变卦 周老师 我也要去 教室后排 张子成站了起来 他犹豫一番 竟然也想要进入寿潮区域 不行 有林川同学和夏婉宁同学就够了 你们所有人都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本会我会让其他老师过来管理班级 如果你们谁中途出了教室 一切后果自己承担 周山想也没想 就将其拒绝了下来 他扔下这么一句话告诫众人后 便带着两人直直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的其余人没有参合 因为他们知道 几人要去的是 妖兽爆发的地方 以自己的实力 去了也是炮灰 甚至连那些嚷嚷着想回去的同学 也都默默收回了书包 没办法 妖兽的恐怖 刚才的闪电 他们都有目共睹 要恨 也只能恨自己无能 张子成也无奈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他撑着脑袋看向窗外 正正出神 哎 疯子 哥们我只能在教室替你祷告了 然而当周山三人离开教室后 原本安静的教室再度开始喧闹 所有人都没注意 先前一脸震惊 捂着胸口 颓坐在椅子上的宋思思 嘴角竟然止不住颤抖了起来 他面色死灰地滑落在地上 客桌下面 他双手抱着膝盖 蜷缩在角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手臂上的皮肤 竟然长出了一片片细小的鳞甲 甚至是脖梗也变得淤红一片 阴影中 他是那么的无助 他想要发声 但是喉咙似乎被长出来的东西堵住 渐渐地 他甚至连一动都做不到了 然而这一切 都因为宋思思坐在教室后排的缘故 没有一个同学察觉到如此的异样 第72章 邪舞 哗啦啦 稀稀利利的雨水击打着百游马路 市区高耸的建筑上 一只巨型多足蜈蚣盘踞 暗褐色的假铐 烙印着一些怪异符文 双瞳也呈现出邪性的暗红色 李云遇见赶到联邦街道 看见眼前景象 他立刻警惕起来 因为这并不是街道唯一的一幕 放眼四周 已经有不少数不清的妖兽 游荡在附近了 他们甚至还有朝其他地方蔓延的趋势 百游路上的黑色蝙蝠 楼盘窗延的猫妖 甚至是苍穹 都有一些鸟类妖兽盘旋 没人知道 这些东西 是从什么地方入侵而来的 他奶奶的 老子刚刚赶过来的时候 都没这么多妖兽 这才多久 全他娘渣堆在这里了 夏侯胜落在李云身旁 说话的同时 手里还提着一颗小型妖兽的头颅 似乎是赶来路上顺手解决的 然而这时候 那只盘踞在窗延的猫妖 忽然跳了下来 他锁定几名疯狂逃窜的市民 直接从数十米的高空弹射而出 巨大的冲击力 把楼盘镇的摇曳不断 而奔跑的人群头顶 黑色的阴影 也在不断扩大 人们惊叫 然后整个人都瘫软在了地上 猫妖张开獠牙 锋利的指甲闪烁寒芒 打算一找结束这群人类的生命 然而下一瞬 一道破空声响起 恢红的剑士从后方展来 猫妖察觉危险 但可惜晚了 随着轰隆一声 如此庞大的巨物便被瞬间轰飞 三阶段的暗夜猫妖 这附近三阶妖兽这么多吗 李云皱了皱眉 这种妖兽 一般拥有高额的移动速度 哪怕是大宗师面对起来 也非常棘手 不过 李云并不是大宗师 而是王静 每个境界的实力 都是一场蜕变 无论是人还是兽 都逃脱不过这种规则 队长 这附近的妖兽 不会莫名其妙出现的 估计是某道妖兽裂缝被打开了 必须先找到裂缝的位置才行 夏侯胜朝着耳脉说道 他闪身 来到一头三阶妖兽面前 王静之势抬手迸发 他一拳拳横空砸下 身后仿佛出现了一道道 灰暗模糊的全是虚影 眼前妖兽就跟沙包一样 被他玩弄于掌尖 没用 围着市区外围查找过了 没有找到裂缝的实体 耳脉中 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不过随着阴色与现实重合 夏侯胜很快看见了郑主 这是一位穿着现代服饰 站在兵器上 遨游天际的女人 我说小红 你到底行不行呀 欲物都找不到妖兽裂缝 夏侯胜黑黑一笑 光着膀子抬头仰望 甚至连妖兽杀包都不打了 叫小红的大宗师全名萧红 她瞥了眼下面的夏侯胜 要不是打不过 自己早就一刀劈死之为所难了 没错 她是刀法学者 也是安令镇妖丝小队中的一位 裂缝不会出现在这么显眼的地方 眼下先把这些妖兽处理了再说 别让这些东西 蔓延进更深的市区了 李云同样遇见在上空 作为这片区域的管理者 镇妖丝的职责就是如此 其他地方的妖兽 已经被人解决了 目前只有这一片区域还有妖兽出没 萧红落在一头妖兽尸体上面 一身红衣被暴雨打湿 不过身上并没有留下多少战斗痕迹 被人解决了 李云和夏侯胜都不由问了一句 嗯 是一个戴着鸟嘴面具的人 修为虽然只有舞者 但实战表现的能力实在是太怪了 萧红怂了耸肩 虽然自己是大宗师 但还是能一眼看破 比自身修为低略的舞者 你说的原来是那家伙 老子还以为那小子已经离开了呢 夏侯胜一语识别化中人 不过他想不明白 舞者为什么要掺和进处理妖兽的事情上 就算实力强悍 那说到底还不只是个舞者 我现在越来越怀疑 这人是邪舞了 李云一剑斩杀一头一接妖兽 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 邪舞 夏侯胜若有所思 不由问道 那些弑杀成性的舞者吗 这个年代 难道还有这种修炼邪恶功法的舞者 至少对他来说 成为舞者这些年来 确实没有遇到过邪舞 只是听说过这一类人的存在 当然有 只不过群体很少 而且散布在全国各地 这些舞者不会轻易暴露在大众视野 但他们 每个人都拥有着不符合常规舞者境界的实力 李云道 所以我怀疑 那个叫江峰的小子 很可能是邪舞的人 否则当今世上 怎么可能会有舞者实力 能跳脱出自己原本境界 那个人现在在哪 这边的妖兽 你们先去处理 萧红 你带我去 李云没有选择在这边逗留 而是遇见来到萧红这边 他看了眼夏侯胜 让寺里面的其他人 先处理寿朝的中心区域 裂缝很可能就在这附近 草 怎么又是老子干苦劣 夏侯胜搭拉着脸 他也想过去凑凑热闹 不过抬头一看 萧红已经带着李云 朝着另外一边的方向离开了 这时候 一只一接的赤足余妖正好路过 他看了眼一脸不爽的夏侯胜 发现眼前人类也正好盯着自己 大眼瞪小眼 两者相互对视了数秒 夏侯胜很快悲急生乐 不让老子凑热闹 那揍揍你们这些沙包 也不是不行 赤足余妖直感觉身体一轻 一只大手直接将自己提了起来 紧接着 沙包大的拳头就抡了过来 另外一边 江峰拿着从联邦 重新取回来的合金长剑 刚斩下一头妖兽的头颅 训练长剑 虽然要比合金长剑的品质高上一阶 但那毕竟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恭喜宿主守杀二阶上古凶兽 上古血服 获得奖励 初级修炼功法 翠影术 修为加实 翠影术 利用黑暗翠炼自身阴影 影子存在于虚无 并非实体 但无条件听命于施术者 黑暗元素吸收越多 影子修为越强 翠影术 江峰尝试使用这番功法 然而却没有任何反应 难不称一定要在夜晚才能使用 还是说 需要在有影子的情况下 江峰站在巷子里面 黑暗下 只有那副鸟嘴面具里 闪烁着红光 他的手臂受了点伤 那是被一只比上古摩西 还要强大的妖兽造成的 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 自己的遮影布 在斩杀一只二阶妖兽的时候 竟然提升至了终极水准 现在的遮影布 出了对手袭来的物理攻击 连魔法手段都能抵挡 甚至移动速度 比寻常还要快上了一倍不止 哎 可惜那只妖兽的能力 是造成精神创伤 然后再影响现实 江峰略表惋惜 这种攻击手段 遮影布的闪避手段 完全起不到效果 所以 他回头看向向外暴雨倾盆的街道 数十只妖兽尸体躺在地上 这片区域的妖兽已经死光 他需要去其他地方赚惊艳了 然而正在这时 玉器术却感应到了 有强大危险 正在朝自己这边迅速靠近 震妖丝的人 不对 是妖兽 第73章 什么破系统 破镜还要杜竭 江峰遮影布迅速跃起 沿着巷口跳入楼顶 一般来说 十几米的高度 对一名只有五折镜的人来说 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才对 可是江峰不是正常的舞者 随着视野的扩大 他看见一只长着三颗脑袋的生物 朝自己这边的方向冲了过来 蛮横的力道 甚至直接冲破了一栋高楼 请告 检测到宿主即将遭遇三阶上谷凶兽 首杀将获得丰厚奖励 三阶凶兽 凋零三头蛇 又是一只三阶妖兽 系统声音刚刚响起 这只妖兽 就从朝自己这边 吐出了一道粘稠的毒物 江峰一剑挥出 剑气吹拂 化作一道红色风墙 直接将所有沿途飞来的毒物搅碎 这是击杀二阶妖兽后 爆出来的技能 风墙 能够抵挡一切飞行手段的攻击 不过这个 跟自身修为有关 修为越高 风墙也就越坚硬 反之 修为越低 哪怕是一招剑气 也能轻松击破 不过 既然现在的风墙 能够抗住三阶妖兽的袭击 那江峰的实力 自然就不能以普通 五者镜的修为来算了 三头妖兽 这系统该不会把这东西 误判成八旗大蛇的表兄了吧 江峰御气 化作数十道红色剑气 朝着凋零三头蛇 绞杀而去 可惜这些刺死剑气 被三头蛇一尾全部打散 江峰眯着眼 周身立刻荡起雷鸣 借助遮影部的速度 利用脆体雷法的增幅 它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三头蛇失去目标 竟然茫然起来 可下一瞬 江峰一剑直接砍在了其中一只蛇妖的侧面 一道雷法硬尸而来 密集的乌云中亮起密密麻麻的光泽 随后朝着三头蛇的削手劈下 好 三头蛇惨叫一声 雷法的威力是恐怖的 哪怕是三阶妖兽也扛不住 然而江峰却没有大意 因为自己在使用雷法破绽的时候 属于这只妖兽的破绽 竟然有十二处 正常情况下 一只妖兽 甚至是人 也只有四处雷法破绽 也就是说 这东西有三条命 三副身体 看来脆体的养料又有了 感受第一道雷法降下后凝聚的电网 江峰的修为瞬间上涨了两百多点 好好 先定个小目标 今天上宗师 没等三头蛇反应过来 江峰便打算再一次出手 这只妖兽院没有上古摩西强悍 虽然都是同等的三阶妖兽 但上古摩西终究是寄生妖兽 天生的品质就注定造就了差距的存在 不过三头蛇的三的脑袋 虽然共用一副身体 但大脑却并不相同 另外两颗蛇头 察觉江峰后 果断一口咬了上去 然而 江峰却不予理会 借助遮影部规避伤害的同时 第二道破绽 也被应声击破 雷阀再度降下 紧接着 第三道 第四道 接连不断的雷阀落下 直接把三头蛇的其中一颗 脑袋垫得昏昏沉沉 随着最后一道紫霄神雷降下 这只蛇头当场昏厥了过去 而三头蛇的其他两个脑袋 也被这最后一道紫霄神雷波及 全身爬满了电虫 当前 进阶修为值已达到一千斜当一千 修为突破至五者八品 据进阶五者九品所需修为 三九九 一一零零零 读取系统信息 江峰站在这只掩掩一吸三头腰身上 眼里却闪过一丝惊讶 这颗脑袋竟然还没死 江峰手握长剑 做事便打算一键结束了这颗脑袋的生命 可就在这时候 被紫霄神雷击中的这颗脑袋 竟然猛地睁开了眼睛 甚至全身都出现了无比磅礴的蓝色光泽 这是闪电 和那只哥斯拉一样 全身灵甲 竟然都被雷电给点燃了 江峰立刻跳下蛇身 他发现 除了这颗脑袋有异样外 其余脑袋并没出现这种症状 江峰不由费解起来 因为闪烁雷电光泽的那颗脑袋 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而且看上去更加强大了 这玩意似乎把雷阀吸收了 这么离谱吗 江峰脸一黑 毕竟当时的上古摩西 也做不到这一点才对 还是说 当时上古摩西是火元素灵甲 在遇到雷元素后 直接超载了 有点圆 既然有元素反应 那我打个扩散 应该不过分吧 江峰立刻划出无数剑芒 玉气术卷起这些化作刺死剑气的气刃 朝着三头蛇轰击过去 剑气随风 被玉气术影响后 这些肆意卷起的剑气 就犹如连刃一般 切割着周围的生物 升起雷电光泽的 那颗蛇头 双眼贩子 嘴里很快吐出异样的闪电 闪电迎面大中刺死剑气 化作锋芒的剑气 便在空中迅速扩散 那原本红色的剑气 瞬间染色 变成了一道道附着雷网的电刃 只是可惜 这些电刃 还没击中三头蛇身 就全部消散了 另外两只蛇头对视一眼 双双吐出了先前那团不明的黑色毒物 江峰决定不跟这些妖兽耗着 闪躲这些毒物的同时 雷网破绽再度打出 还是那只遭受紫霄神雷的蛇头 能抗住一次雷网 难不成你 还能一直抗不成 吸收总得有个限度 他不信这只蛇头 能一直吸收雷网的攻击 很快 在遮影步的闪避下 第二道紫霄神雷再度降临 闪电蛇头再次倒在地上 江峰感觉身体一爽 自身再度突破了 当前境界修为值 已达到1100-1100 修为突破至五者九品 据跨越宗师境界所需修为 477-1200 需承受首次雷罚天结 卧槽 江峰人傻了 怎么垫妖兽还不行 还要垫自己啊 看着跨越宗师境后 需要承受的雷罚天结 江峰已经联想到 后面的大境界跨越画面了 这系统误判就算了 现在提升还跟修线一样镀结 玄幻世界的结 那是能随便镀的吗 希望到时候镀结的时候 别把我一雷劈死了 爽完后的江峰 仿佛进入了闲准模式 手里的剑顿时就不香了 好 然而 江峰是爽完了 被第二次紫霄 神雷命中的三头蛇 就不一样了 那只本身附和了一次雷电的蛇头 得不到释放闪电的机会 再一次吸收大量雷电元素 整个脑袋直接炸成了畜末 不过 虽然杀了一个脑袋 但系统却没有任何提示 也就是说 需要将剩下的两颗脑袋全部斩杀 自己才能享受爆装备的缓解 想到这 江峰看向三头蛇的另外的两颗脑袋 手中剑鸣乍响 一个顺步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他想知道 三条命的三阶妖兽 究竟能爆出什么样的装备 一分钟后 十六道雷阀接连落下 直接把这只三阶上古凶兽称的自爆 当前境界修为值 已达到1200 1200 修为已达到五者进巅峰 请在三天内 进行首次天节 余期修为清零 翠体雷爵所吸收的雷电达到饱和了 看来修为没办法持续增长了 不过翠体的效果似乎还在 江峰感受着被雷电包裹的身体 其中蕴含的力量 绝对远比这个世界的五者进巅峰 强上不少 看着摊在地上的妖兽尸体 系统的声音再度浮现了出来 第七十四章 天照之火 恭喜宿主首杀三阶上古凶兽 凋零三头蛇 获得奖励 初级修炼功法天照之火 修为加三十 以饱和 天照之火 释放无法熄灭的黑色火焰 火焰会持续灼烧至生物死亡 冷却间隔 一天 江峰心脏漏条一拍 这是首次出现存在冷却间隔的功法 而且这能力 离谱 简直离谱 这种功法竟然才是初级 真不敢想象 终极和高级会夸张到什么程度 江峰打算去找先前那只 把自己打伤的妖兽一血前耻 有这天照之火 是神似乎也不是很难的事吧 只不过 会不会受到境界限制 那就不得而知了 队长 那个鸟嘴面具的舞者在这边 等等 他的修为好像变了 这个层次 好像是宗师 萧红玉刀飞在半空 注视地下巷口的人影 对一旁的李云说道 只不过 他的语气带着疑惑 甚至是不解 他们被先前足足十六道雷伐吸引 如此恐怖的力量 本以为是诞生出了王级妖兽 结果除了一些普通妖兽的尸体外 最高修为的 也只是一只三阶的蛇妖 江峰抬头看向半空中的两人 他没有说话 而是透过红光下的孔洞 静静打量着对方 李云一个闪身来到江峰面前 看了眼旁边的三阶妖兽 淡淡问道 你杀的 江峰点点头 没有否认 不过随着修为的成长 和雷法的翠体 他现在已经能完全看清李云的动作了 舞者竟巅峰 李云眯着眼 他一只手已经握在了剑柄上面 似乎在等待江峰自己解释 如果不幸的话 找来一头三阶妖兽 我再杀给你看 江峰退后一步 他自然感受到李云身上的威胁 两次被这人质疑 甚至是敌对 已经让他有点失去耐心了 江峰觉得 自己以前就是太好说话 所以凌川 沈和 乃至于一些小人物 都喜欢找自己的麻烦 现在 这名所谓的镇妖司队长 也是如此 记得擂台区的时候 你的修为才舞者中上游左右 短短数十分钟的功夫 现在达到舞者竞巅峰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李云眉头一皱 在自己王进实力的威压下 这人竟然还能反抗 实在太不正常了 事实就是最好的解释 江峰不打算在这里逗留 这次受潮 他需要将资源最大化 所以少一秒 就会少一次爆装备的机会 他转身想要离去 然而一柄剑人 却无声无息地架在了自己脖子上面 做什么 江峰眼神一冷 玉气术下意识流转 将李云手中的剑人弹飞 李云愣了两秒 什么情况 刚刚自己手里的剑 被空气弹开了 你不是舞者静 李云冷眼道 江峰笑了 这么多年 舞道都是这个定位 能不能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舞道提升很难的 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好不好 这么多年了 修为长没长 有没有认真修炼 对于这个李云 他不想忍让 收不收剑 江峰声音低沉 浑身已经荡起树到紫色电鸣 如果我不收呢 李云眯着眼 王进气势一扫而出 你的境界和实力不符 而且提升速度也不在正常水平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和邪武有关 萧红退后两步 王进气势对他这个大宗师来说 都需要全力以赴 不敢怠慢 他不敢相信 眼前这位舞者静巅峰的家伙 竟然直接挑衅 荒谬 太荒谬了 江峰没有说话 但是以李云周身十米范围内的空气 却在一瞬间 全部化作了红色的气人 舞者静能用出剑气 这家伙 萧红腾出一片地方 他觉得队长的可信度很高 眼前这个鸟嘴面具的人 大概率是个邪武 碰 下一瞬 无数剑芒同时发动攻击 朝着李云无差别袭击而来 李云剑身横扫 一刀锯木剑刃扩散开来 瞬间将这些剑刃撕碎 王进之势 能感知周遭的环境变化 这个范围大概是200米 江峰的一举一动 全在他的感知当中 区区舞者静邪武 也敢挑衅王进 李云剑身寒光闪烁 凭借感知 他能轻松知道对方的具体位置 甚至做到落剑的精准 可是下一秒 他的瞳孔却猛地一阵收缩 江峰消失了 没错 就是消失 连王进之势都无法感知 紧接着 江峰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李云身后 烟红的鸟嘴下 一柄绽放雷电的剑刃断然落下 直逼对方要害 开什么玩笑 这人什么时候过来的 李云立刻警惕起来 这个鸟嘴邪武 绝对不能以正常舞者静的实力衡量 来不及躲闪的他 直接选择了提剑格挡 随着闪电与铁器之间的暴鸣 天空中的乌云悄然凝聚成形 一道蓝色闪电迅速落下 李云按道不妙 一个后 踏瞬间拉开数十米 哄 青石砖气城的水泥地面 直接开裂 这道雷法的攻击 起码也是大宗师级别 李云看向江峰的眼神 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尽管刚刚通过感知 察觉到了这人的异常 但还是没想到 袭击上古摩西的雷电 有朝一日也会落在自己身上 江峰握着剑柄 他没有再次攻击 因为剑刃在颤抖 仅仅只是一次格挡 和王静武者力量的初次交锋 让他感受到了棘手 就跟打一个自带反上甲的人战斗一样 不过这种现象 江峰绝对不会让对手察觉的 而与此同时 前往联邦街道的周山三人 遇见正在赶来的路上 周老师闪电的源头还在 林川指着中心街道不远处的一处地方 那个地方 刚才足足落下了十多道雷电 周山神情严肃 正在考虑要不要过去查看情况 中心街道那边的妖兽 有镇妖丝在解决 我联系了那边的人 如果有江峰的痕迹 他们会联系我的 思索片刻 周山还是决定看看 高阶妖兽或许自己对付不料 但是远观搜寻的话 还是不成问题的 夏婉宁注视闪电落下的方向 有些出神 婉宁 江峰可能只是暂时失去联系了 他不会有事的 林川试图安慰夏婉宁 趁机刷一波好感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似乎很希望看到江峰受伤的样子 夏婉宁点点头 但早已已经没有心情交谈 就到这停下吧 再往前一些 我们可能会被发现 周山落在一处街道外围 这里经过暴雨的冲刷 到处都躺满着妖兽的尸体 以及挥发后的浓烈腥臭 林川看了眼这些妖兽尸体 然后倍感惊异 这些妖兽 似乎都是同一个人击杀的 剑痕和伤口都如出一辙 嗯 可能是在这边处理 入侵妖兽的镇妖司人员 周山回答道 夏婉宁踩过躺满积水的水洼 似乎发现了什么 连忙走进了一处漆黑的巷口 他捡起一部破碎不堪的手机 手机无法开屏 但型号和外壳却格外眼熟 这是江峰的手机 第75章 你想死吗 轰隆 一道惊雷乍响 光线短暂点亮了小巷里的昏暗 江峰的手机 林川也走了过来 夏婉宁手上却是拿着一部受损严重的手机 江峰难道真是在这里出师的 周山感觉事情不妙 刚才的闪电距离自己这边很近 那起码是三接妖兽 乃至王级妖兽才能爆发的能量 江峰大概率出事情了 夏婉宁立刻转身 朝着闪电落下的方向跑去 他感觉江峰很可能就在那里 婉宁 那边不是我们能涉及的地方 林川想要拉住夏婉宁 然而却被直接挣脱了 夏婉宁可不管能不能去 是否会有王级妖兽的存在 他现在只想找到江峰 夏婉宁的速度很快 没有第一时间制止 他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 唉 就知道会这个样子 周山摇了摇头 他不能放弃自己的学生 做好应敌准备后 也和林川一起跟了上去 夏婉宁飞驰在暴雨中 每每踩过一片积水 他都会观察周遭的环境 企图找到江峰的影子 江峰 你到底在哪 夏婉宁感觉鼻子有些酸涩 尽管内心极度不相信江峰会出事 可当自己看到那不老旧破损的手机后 这种念想似乎就破碎了 晶莹的泪珠从他眼角一出 在暴雨的冲刷下 淹没在积水中 最终 在穿过一条巷子后 他停在了巷口 林川和周山紧随其后 只不过眼前一幕 让他们立刻屏住了呼吸 因为这里就是闪电的源头 萧红察觉到巷口的三人 瞥了一眼 但是却没有理会 震妖丝的人 可是他们为什么 和一个戴着鸟嘴面具的人 打起来了 林川下意识开口 不过紧接着 鸟嘴面具就引下了一道落雷 袭击另外一位剑修武者 是李队长 安令正14的直视 周山一眼认出交手的中年男人 只不过另外一边的鸟嘴面具 他却只觉得眼熟 李队长 林川似乎记起来了 这是一位王静实力的强者 在整个安令 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没想到 竟然有人能和这位队长 打得有来有回 这个鸟嘴面具 到底是什么人 周山默不作声 一番观摩下来 他只觉得 鸟嘴面具的出招技巧 甚至是身法都诡异万分 似乎和正常舞者不太一样 夏晚宁却目光灼灼 他的眼神始终放在 鸟嘴面具手中的长剑上面 合金长剑 这是 自己曾经 送给江峰的武器 这个鸟嘴面具 难道是江峰 夏晚宁暗暗呢喃了一句 江峰 林川听到后 感觉十分荒谬 江峰怎么可能和王静舞者交手 宁宁 你不要乱想了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江峰的 不 这个人一定是江峰 我不会看错的 夏晚宁却突然笃定 她踏前一步 虽然面具遮住了五官 但服饰 身材 以及那柄长剑 绝对不会有错 萧红注意到夏晚宁的举动 立刻闪身上前 横刀将其拦了下来 镇妖丝指法 离开这里 萧红的语气冷淡 这种场面 就连自己都参合不进去 她可不想让这三个 莫名其妙的人捣乱 可是紧接着 一道无形剑气 却迅速朝着她这边的方向逼劲来 萧红有所察觉 侧刀砍向正前方 那是一道红色血气形成的剑芒 但却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悄然凝聚的 江峰看向三人的方向 鸟嘴面具下 她早就凭借玉气术 得知了夏晚宁的到来 这道剑气 便是刚才形成的 不过一次分神的功夫 李云迅速找到江峰的破绽 她以王静之势 拉近于江峰的间距 随后一件城市 朝着对方消首斩去 这一击 如果躲不掉 是必死的下场 可是江峰 只是略微摆动了一下身形 属于李云的攻势 就早已荡然无存 甚至连一片衣衫都没有划开 虚影 李云只觉得自己是打中了一片空气 根本没有命中食物的质感 凭借多年来的战斗经验 她本能朝身后躲闪 下一秒 一道雷刃 就擦着自己鼻梁切割而下 她甚至已经感觉到 鼻尖火辣的痛感了 电光火时间 李云抬剑打出一道剑花 剑花迅速分裂 以无差别的形式扩散开来 江峰运转遮影步 可是这一次 需要闪躲的数量过于庞大 她终于还是被一道剑气击中 鸟嘴面具被切割下一半 露出了江峰真实的模样 那被揭开的左脸上 已经爬满蓝色符咒 血色下的眼瞳 还能看到一些漂浮的红色力气 果然是邪舞 李云终于笃定 她在耳脉中轻贺 萧红 动手 原本拦住夏婉宁三人的萧红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竟出现在了江峰头顶 萧红手里的刀刃 在这一刻 变成了诡异的金色 金色的刀光贯彻在江峰身上 竟然一时间 直接限制了她的行动 这是一种诡异至极的刀法 江峰尝试利用遮影步闪避 但无论如何 也逃脱不出这金色般的牢笼 李云这时候顺步而来 做事就要将眼前的邪舞 就地正法 李队 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还请不要伤害我的学生 然而一道声音传来 失去看护的周珊忽然动身 挡在了江峰面前 因为她看到了鸟嘴面具内 少年的真实面貌 她相信了夏婉宁的话 这个人就是江峰 一旁的凌川皱着眉 因为这时候的江峰 确实变了很多 滚开 然而眉等众人反应过来 李云却是一剑将周珊打飞了出去 宗师静在王静的实力面前 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 周老师 凌川越向半空 正好将其接住 但她发现 周珊胸口 已经多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虽然李云的出手并不算重 但这样的伤势 对一名宗师来说 起码也需要调养几天才能恢复 你想死吗 看到这一幕的江峰眼神彻底阴沉 她手中竟然凝聚出了一团黑色火焰 这是系统爆出来的天照之火 而这火焰 本来是自己打算对付高阶妖兽用的 可是现在 她有了另外的打算 狂妄 李云不屑冷哼 拒目见任横扫而来 你真以为以无者尽的实力 能和我有一战之姿吗 她始终相信 三个大境界的修为是 无法逾越的勾取 眼前的江峰再怎么厉害 都无法跨过这件事实 江峰冷笑一声 不再多言 因为一道黑色火焰 竟直接点燃了 笼罩自己周身的这些金色光幕 下一瞬 黑色火焰便以催枯拉朽之势 沿着光幕点燃了萧红的刀刃 萧红下意识察觉不妙 但可惜还是晚了 因为她只看见一道极致的黑色火焰 沿着刀刃蔓延到了全身 火势愈演愈烈 几秒钟不到 萧红手里的刀刃就化作黑色烈火的燃料 消失不见了 这是什么东西 第76章 黑火焚身 萧红感觉浑身上下都在被灼烧 这股火焰诡异万分 因为她发现 这黑色火焰无法熄灭 金色牢笼瞬间溃散 江峰的身影转瞬即逝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她全身附着雷电 一脚将沐浴在黑火中的萧红踢飞 该死 这家伙怎么这么多鬼术 李云不由暗骂 她果断放弃了袭击江峰的打算 而是转身 朝着下坠的萧红而去 队长 这些黑火有问题 不要靠近我 否则 你也会被点燃的 萧红忍受烈火 灼烧之痛大喊 什么 李云眉头一皱 但手掌已经触碰到了 这些不断蔓延的黑色火焰 下一瞬 火焰仿佛找到了燃料 沿着萧红的身体 迅速朝着李云的身上蔓延而去 一股刺痛立刻遍布全身 好好享受一番 什么叫黑火分身吧 江峰似乎知道结局已定 甚至都没有回头去看一眼 她来到舟山面前 从口袋里取出一颗水晶丹药 将其送入了对方嘴里 这是愈合丹 玄幻世界的丹药 能够立刻治愈伤口 甚至起到短暂提升实力的作用 这样的丹药 它还有非常多 都是击杀妖兽爆出来的 似乎 自从遮影不公法出现后 这个系统就彻底进入了玄幻世界 雷法破绽 脆体雷绝 脆影术 甚至是天照之火 无论哪一种 都是超脱这个世界力量的存在 你做什么 凌川站起身 他警惕地看向江峰 只不过 因为江峰现在的变化 他竟然有些不敢与之对视 他看了眼远处被黑火灼烧的两人 感觉后背都在发凉 不过很快 收回视线的他 就察觉到了舟山的异样 那先前被李云一箭划开的伤口 竟然在愈合 而且速度奇快 这是疗伤丹 凌川难以置信 他很像询问江峰这东西 从哪弄的 但这一次 他选择了沉默 玄幻里的丹药 果然要比高五世界的丹药效果显著 而且还不是一心半点 这次回家 争取一次性 把爸妈和妹妹的事情 一并解决了 江峰默默注视着 舟山小腹伤口的愈合速度 思绪正想着 一道熟悉的声音 就从身后转了过来 江峰 嗯 江峰正欲回头 结果一副娇躯 就扑向了自己怀里 宁知的清香飘入鼻尖 江峰能感受到 少女抱得很紧 告诉我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来市区了 不告诉我 为什么你出事了 也不跟我说 下晚宁略带责备地 敲击着江峰后背 不知什么时候 他的眼角已经红了 虽然结果是好的 但他却不想再有一次 这样的经历 他不在意江峰 这一天的变化 他只知道 眼前的这个少年是安全的 是自己熟悉的那个人 这就够了 江峰张了张嘴 他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那原本无处安放的手掌 悬在半空两久 最终也只是轻轻拍打着少女的后背 林川站在原地 全程看着这一幕 语中情人 可惜这一切并不属于自己 江峰 你知不知道 你刚刚可是杀了一个 安令市镇妖司的执法队长 这可不是件小事 全国安令市镇妖司执法部门 有上百处 市级 省级 乃至于总部 都会向你追责的 林川深吸口气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正常一点 他这番话并没有错 镇妖司本就是维护治安的执法机构 江峰杀了镇妖司的队长 也就等同于和执法部门作对了 然而江峰却笑了笑 他轻轻松开夏婉宁 目光直视林川 那又如何 如果我不出手 刚才那一件 周老师必定撑不过救援 难道他杀人就该杀吗 江峰气定神闲 眼里却非常决绝 林川一时哑口 是啊 执法机构就可以随意杀人吗 嗨嗨 这时候 处于昏迷的周珊 咳嗽两声后 渐渐清醒了过来 夏婉宁擦了擦眼角 这才和江峰分开 周老师 你感觉怎么样 夏婉宁关切地问道 周珊摇了摇头 他把目光放在江峰身上 此时的江峰脸上 还有半边鸟嘴面具 但原本的皱印和血瞳 却已经消失了 江峰同学 镇妖司的执法机构不好对付 这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学业 集训营 乃至高考 可能都会对你造成影响 你要做好准备 周珊眼底暗淡 眼神中有过愧疚 但更多的还是无力 无法否认 从本质角度出发 江峰做的没有问题 这个我会想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江峰回答道 周珊点点头 他继续说 你知道李队长为什么想要杀你吗 因为他们认为 我是邪武 江峰想起这个词 但却不知道 邪武到底是什么 周珊解释道 武道分为正义手续和邪恶手续 所以也分舞者和邪武 不过邪武的出现 是在大灾变时期 现在已经很少了 因为邪武的修为 无法用常规舞者的境界修为衡量 所以邪武的能力 也要远远大于常规舞者 江峰点了点头 他问道 那邪武一般都是依靠什么来修炼的 杀戮 杀戮 江峰一愣 七代周珊揭开迷雾 没错 就是杀戮 邪武需要依靠杀人 来修炼一种邪恶功法 这种功法可以提炼被杀者的修为 补助自身 简单来说 一个舞者境的邪武 若是击杀过一位大宗师境的舞者 并将对方体内修为提炼 那么他的修为就能立刻上升一个台阶 甚至是直接步入宗师境 但这样做会有一个弊端 因为这种境界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所以邪武若是想要一直拥有这种能力 就需要不断狩猎 不断杀人 天穷上的雨水似乎停歇了 周珊望着即将进入黑夜的天空 解释着和邪武有关的信息 所有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邪武 真是个可怕的名字 周珊看了眼远处 已经失去动静的郑妖师两人 那黑色的火焰已经熄灭 并不是被雨水浇灭的 而是随着生命的萧王 火种自动溃散了 他摇了摇头 在江峰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四人走到烧湖的两名郑妖师人员面前 此时的李云和萧红已经面目全非 成为了面目一具猙獰的骄尸 看得出来 李云想过反抗 但尽管自身是王静实力 也振脱不出天照之火的焚身球龙 江峰心里格外平静 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他不清楚 这是不是刺死剑气所带来的影响 一道电话铃声突然传来 周珊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好在手机并没有摔坏 喂 我是周珊 什么事 什么 学校爆发受潮了 而且 源头是从我班诞生的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回来 周珊脸色难看 得来的消息竟让他一时有些喘不过气 江峰眼皮挑动 一种不妙的感觉 油然而生 小可可能出事了 第77章 执掌雷电的神明 周老师 学校出什么事情了 林川也走向前 根据周珊的反应 事情多半非常严重 周珊宁重道 有学生被寄生妖兽感染了 现在校区已经爆发了很多类似的案例 听说是我们班的宋思思导致的 宋思思 夏婉宁想到了这位可爱的短发女生 周珊说道 寄生妖兽似乎可以提前催醒 其他寄存在人类驱窍里的同类 宋思思一变后 妖兽的声波让其他感染者一同一变了 整个学校 没人统计出来有多少只寄生妖兽 但绝对比市区现有的普通妖兽多 周珊说完 便打算遇见带着几人离开 然而 江峰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江峰 你怎么了 夏婉宁好像看出了江峰的担心 她安慰道 小可不会有事的 江峰点点头 婉宁 我可能要先去学校一趟 你要不先跟周老师一起 夏婉宁先是一愣 她倒有些为难起来 凌川默不作声 他们都身为舞者境的舞者 自然无法遇见飞行 这若是换作其他人 她凌川第一个不信 可是眼前这个人是江峰 一个把王静舞者都杀了的怪物 他是真服了 周珊只是笑了笑 他朝旁边的凌川示意了一下 老师现在的状态 遇见能力倒是有限 如果江峰同学有能力 帮老师减轻一下任务量倒也不错 江峰明白过来 他立刻遇气凝聚出一道巨型气刃 然后带着夏婉宁站了上去 那周老师 我们学校见 江峰丝毫不拖泥带水 随着气刃雷光闪烁 江峰和夏婉宁两人 便瞬间跨出一大段距离 消失在了原地 好快的速度 周珊心中暗叹 这还是当时那个江峰吗 凌川早就说不出话来 才在周珊遇见的剑刃上 两人这才起身离去 不过他们离开后不久 这片地方就又出现了 几道急切的身影 圣哥 队长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竟然有人敢袭击郑妖司 真不怕官方的肃清吗 该死 听队长的口吻 对方是邪武 邪武这种人 不能用正常境界衡量 大家要小心了 夏侯胜听着周深 跟着的三位队友交谈 心里甚是杂乱 根据定位最后出现的区域 队长就是在这片地方消失的 草 都探娘给老子搜 找到那个邪武 老子要把他二弟卸了 夏侯胜一拳 砸在旁边巷口的青石砖上 卸气的一拳 直接让墙壁塌陷 他记起来了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 队长不久前就提起过 江峰 可能是邪武 难道真是这家伙杀了队长 夏侯胜难以置信 一个看起来很好说话的少年 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安令一中 江峰四人遇见抵达学校大门 然而 此时的学校 却已经围起了警戒 联邦的警务人员 做了适当的封锁 虽然这些对妖兽来说 一点用也没有 龙玉的血腥味 从远处飘来 学校的操场上 到处是被妖兽厮杀后 留下来的学生尸体 也一直有学生惊恐尖叫的声音 学生都被转移了 林川看向漆黑一片的教室 走廊上 除了几只妖兽掠过的身影 就只剩下了染红的墙壁 很难想象 他们离开之后 学校到底经历了什么 先去临时避难所 江校长他们 把所有学生都聚集到了那里 周山直接无视了 教室走廊徘徊的妖兽 奔着另一边的方向而去 临时避难所是灾变后 官方要求所有机构 必须建立的场地 就是为了防止有朝一日 再次被妖兽袭击 只是周山没想到 这一天的到来会这么快 夏婉宁和林川紧随其后 江峰看了眼这些落单的妖兽 系统的危机提醒一直在持续 不过这些都是一些一阶妖兽 江峰悄悄运作玉器术 形成的刺死剑气 悄无声息地将这些妖兽全部斩杀 到手的经验和奖励 不要白不要 虽然这些一阶段的妖兽 抱不出什么好东西 江峰 夏婉宁回头看了眼 江峰若无其事地跟了上去 孩子们请保持安静 声音会让更多妖兽察觉 只要我们撑住支援的到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吴岳作为教导主任 正在尽力安慰着这些学生 突如其来的寿潮 已经让不少学生丧命 这种恐慌是难以磨灭的 所以他只能尽力尝试 临时避难所里 容纳了整个高中的学生 其中涵盖的不仅仅只有高三 江小可此刻就握着匕首 全身紧绷地注视着前方 他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猫 他的脸颊有很多血痕 甚至是手臂的位置 还出现了几道 被妖兽抓伤的痕迹 如果不是自己哥哥 曾经给的药育起到了作用 恐怕他也和一些同学一样 死在了突然爆发的寿潮之中 毕竟 高二和高三最为悬殊的本质 就是舞者的品级 可以说 在高二能成为舞者的 都已经是天才了 恰巧江小可 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小可 你哥不是也在这个学校吗 为什么我在避难所 没有看到他 江小可身后 一位被血染红的白山女生 不由询问 他叫陈梦梦 是江小可的同学 现在 也是唯一的同学 江小可没有说话 他最先就寻找过江峰 甚至是夏婉宁 可是结果却不尽人意 我哥他不会有事的 江小可目视前方 盯着庇护所出口的位置 在那里 江校长带着一众教师 镇守在出口 外面时不时会传来震动 那是巨型妖兽行走 带来的声响 忽然 震动声停止了 江庆舟眉头一皱 可下一瞬 庇护所头顶的天花板 猛然碎裂 一只巨型妖兽的手掌 将庇护所直接碾碎了 江小可察觉到危险 带着陈梦梦迅速闪开 头顶的碎屑倾盆落下 几名学生躲避不及 当场被埋在了下面 好不容易才被压制的恐慌 这时候不降反增 江庆舟拔剑迅速切割 趁着这只巨型手掌 还未抽回的时候 将其斩断 撕心裂肺的吼叫 从外面响起 受伤的妖兽 仿佛变得狂躁不安起来 很快 接连不断的袭击 开始朝庇护所方向而来 该死 竟然是一只三阶妖兽 江庆舟迎牙紧咬 在决定一番后 他竟选择了出面迎敌 外面 他看见一个 足足七八米 长相四人四兽的生物 这是寄生妖兽的一种 由于在人类体内寄存太久 一些体态都已经逐渐拟人化 如果不是这东西 浑身上下都长有兽的鳞片和兽尾 这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巨人 察觉到有危险靠近 这只妖兽立刻回头 目光锁定了一跃而上的江庆舟 他看了眼自己残缺的手掌 血肉的翻涌下 新的手掌很快生长了出来 他怒吼一声 朝着眼前人类一拳轰下 锋利的骨刺生长在皮肤上面 只要有生物接触 就会被上面的骨刺勾住 然后撕开一片皮肉 江庆舟连连躲闪 但还是不料被一拳袭击 好在他利用健身抵挡 皮肤并没有碰到这妖兽的灵甲 轰隆一声 江庆舟坠入庇护所内 天花板上再次被砸出了一道窟窿 江庆舟吐出一口鲜血 仅是一次袭击 妖兽的力量 就足以让一名同街的人类舞者吃扁 可想而知 更加往后的妖兽 究竟恐怖到了何种程度 周围其余游荡的妖兽 被突然的动静吸引 纷纷朝这边蔓延而来 甚至有些妖兽 直接沿着破损的天花板 钻入了内部 下一瞬 庇护所大乱 巨人妖兽抬脚 便打算覆灭这片人类领地 甚至连同族的妖兽也不放过 它就像一个冷血无情的杀戮机器 然而 它的脚还没有落下 就被一道染着雷鸣的剑刃斩断 下一瞬 随着天空中凝聚的乌云 抱起一道闪电 这只妖兽 被瞬间劈地倒在了地上 江庆舟看向天空上出现的一道虚影 这道虚影 让它感到无比的熟悉 可是虚影之上 那无尽的雷鸣中 却又好似一尊神明 一尊执掌雷电的神明 第78章 失踪的张子诚 神明 这个世界真有神明吗 江庆舟捂着胸口 打算站起身来 这时候 一只二阶扶妖张开獠牙 快速袭击了过来 江庆舟想要躲闪 可是负伤的他竟然慢了一拍 胸口被扶妖撕开了一条缺口 猙獰的伤口鲜血四溅 然而周围的情况 却更加不容乐观 因为他看见 已经有低年级高中学生 被扶妖残杀致死 剑扶妖又冲入人群 江庆舟忍痛拔剑追去 江小可拉着陈梦梦 在人群中不停逃窜 身后 一只一接狼妖正在快速袭来 双方的距离不断拉近 陈梦梦带着哭腔 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判断能力 只能跟着江小可东奔西跑 可是下一秒 原本逆行的人群突然散开 一只獠牙猙獰的扶妖 朝自己这边冲了过来 速度甚至比狼妖还快 江小可瞳孔一缩 他悬停脚步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眼睁睁看着 两只妖兽包夹过来 而后果 就是成为一滩被撕碎的烂肉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陈梦梦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似乎在等待死亡的降临 然后彻底地解脱这场闹剧 江小可则是抬起匕首 打算最后一搏 就算是死 我也要在你们这些恶心的东西身上 刮一片肉下来 江小可十分决绝 虽然自己只是一个刚入五者境的新人 很快 五米 三米 一米 江小可抬刀 朝着面前扶妖斩下 可这一瞬 扶妖和狼妖却止住了脚步 两柄烟红长剑 刺穿了这两只妖兽的身体 扶妖立刻栽倒在地 露出了身后 戴着半张鸟嘴面具的少年 可 江小可难以置信 眼前的人竟然是自己亲个 他迅速回头 然而身后的狼妖也早被解决 夏婉宁擦去脸颊的血痕 对江小可露出了一道微笑 婉宁剑 江小可感觉如梦似幻 如此危机的关头 大哥和嫂子竟然同时出现了 先把这些妖兽解决了再聊 江峰立刻使用玉器术 凝聚刺死剑气 无尽剑芒 仿佛寻找到目标 追寻着每一头妖兽袭击而去 系统的提示音源源不断 只是可惜 修为在饱和后 无法储存这些经验 否则在经历天节后 他的修为绝对会再次上升一个台阶 夏晚宁点点头 手中常见不入人群 他的实力还无法应对二阶以上的妖兽 所以 他很明智地选择了低阶妖兽进行处理 高三的舞者 也在反抗着爆发的兽巢 寄生妖兽 作为天生比妖兽种族强大的一类 哪怕是一阶段 也相当棘手 小可 就留在这里 剩下的交给你哥 江峰轻轻擦拭妹妹脸颊上的血字 然后化作雷电 朝着高阶妖兽而去 不过在离开时 他在妹妹周身 凝聚了数十道刺死剑气 只要有妖兽靠近 这些剑气就会瞬间锁敌 陈梦梦看着离开的江峰 一阵傻眼 你哥 好厉害 江小可也是第一次见江峰火力全开 本以为上次副本试炼的成绩 已经足够优秀了 可现在来看 那似乎完全不是江峰的实力 五月灰五落鹰剑法 游走于妖兽之中 可惜他也不过大宗失禁 面对群宫的妖兽 他也束手无策 很快就被妖兽 打得浑身是伤 可在下一瞬 一道闪电剑气划过 周身的妖兽竟然被一招秒杀 他整个人都正在了原地 有高手 五月试图寻找剑气的源头 可是这一眼看去 他才发现 整个庇护所 几乎遍布了这种类似的剑气 高三驱 林林手握长枪 以一己之力 抵挡了数只一阶妖兽的围攻 将身后的学弟学妹 护在身后 审核也在尽力抵挡着兽巢 可是他们 都处于无休止的被动下 用不了多久 就会因为体力透支 而被杀死 林林女神 审核女神 你们得挺住啊 是啊 大家的命可都在你手上 千万不要放弃啊 有几名高三班级的学生 带着哭腔 他们的修为不高 也才不过五者一品 成为了当下当之无愧的吊车尾 林林没有说话 她的所有注意力 都在对抗妖兽身上 因为稍不留神 就会死 这可不是考核 而是真正的玩命 审核更是连连后退 尽管她的剑术天赋颇高 但还是无能为力 最终被一只妖兽 一掌打飞在了墙上 角落的学生面面相去 脸上带着惊恐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 将其搀扶起来 审核的缺口被攻破 妖兽的蔓延 立刻有了方向 那些一直在暗处的妖兽 迅速冲入 打算享用这顿人类美参 众人十分绝望 林林 也因为突然暴增的妖兽 而被打得连连后退 原本微弱的防线 瞬间破碎 就当众人感觉死亡的逼近时 他们眼前忽然雷光乍响 一个少年的背影 出现在他们前面 仅是一剑横扫 就将袭来的妖兽全部斩杀 卧槽 这人是谁 难道是高三的天才 有人惊呼出声 但因为雷鸣过于耀眼 所有人都下意识忽略了这道声音 沈和捂着胸口狼狈起身 他看着站在面前 犹如神明的男人 江峰 是我眼花了吗 沈和吐出一口鲜血 记忆里 那个属于江峰的片段 不断呈现 江峰扫看了眼周围 虎视眈眈的妖兽群 回头淡淡朝沈和问道 张子诚呢 张子诚 沈和咳嗽两声 他神色灰暗道 他不在庇护的人群里面 什么意思啊 江峰眉头一皱 自己几乎走遍了 避难所的每个角落 可还是没有找到张子诚的影子 沈和说 兽巢爆发后 张子诚就失踪了 同时失踪的还有宋思思 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但却是不在庇护人群 宋思思吗 江峰知道 造成兽巢源头的 就是成为寄生妖兽的宋思思导致的 而张子诚 这个结果眼上 和宋思思一起消失 诡异 太诡异了 江峰淡淡应了一声 蕴藏雷法的剑刃再度横扫 将这群还打算 基于杀人的妖兽 尽数斩杀 如果不是周遭涉及太多普通人 他就直接引下天雷 进行大面积清理了 大致看了眼地上躺下的尸体 好在被妖兽杀死的人 并不算多 江峰 外面有情况 夏婉宁快步而来 他的衣衫 已经被血迹全部染红 大头扎着高马尾的黑发 也仿佛成为了 炼狱下的彼岸花 什么事 江峰下意识 顺着夏婉宁来的方向看去 天穷上 黑暗已经彻底落下帷幕 而一只妖兽人身的巨人 却诡异地爬了起来 外面那只妖兽有问题 他似乎能不断重塑肉身 周老师和凌川刚到 就被这东西盯上了 江峰眯着眼 若有所思 难怪一剑将其斩杀后 系统没有给出奖励提示 原来这东西根本没死 回过神来 他取下了半截鸟嘴面具 放在夏婉宁手上 我出去看看情况 替我照顾好小可 第79章 自动挡攻法 轰隆 巨雾爆破的声音 从庇护所外面传来 江峰一跃而出 来到了学校外面 江峰 零零柳眉微醋 他收起长枪 望着上空少年消失的背影 这些雷电 还有漂浮残余的红色气息 是怎么回事 玲玲不知道原因 但单单凭借江峰的实力 他知道 这个人的实力 绝对已经跨出了常规圈 他调整好状态 既江峰离开后 他也一步踏出 紧跟了上去 夏婉宁握着半边鸟嘴面具 他没有在意玲玲 眼下 他需要去保证江小可的安全 其余人默不作声 因为妖兽并非完全被江峰处理 此刻仍有少量的妖兽 顺着缺口 进入了庇护所内 为什么会有爆破声 江峰来到上空 俯瞰下方的巨人妖兽 他发现了爆炸的源头 这只妖兽的袭击 在一定情况下 会自爆 当然 只是袭击的部位自爆 是妖兽的某种特性吗 江峰这样想着 通过先前遇到的大蜥蜴 三头蛇这一类三阶妖兽 都存在某种诡异能力 眼前的三阶巨人 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正想着 一道人影 却猛地从烟尘里倒飞了出来 那个人是 林川 江峰正想利用空气凝聚出的网 将其接住 然而 一道身影 却矫健地冲了上去 林林踏入半空 将手上昏迷的林川接住了 江峰看了眼 仅仅是一次爆炸 林川的半条手臂 已经血肉模糊 浑身上下 更是数不清的伤口 周山猎切地从地上爬起 这只妖兽 就算是大宗师镜的江校长 都对付不了 他身为宗师镜 自然也无能为力 周老师 你们先回庇护所吧 这只妖兽交给我好了 江峰剑柄附着雷电 在黑夜下闪烁出耀眼的光泽 就像绝望下的火炬 一般醒目 周山点点头 林川的伤势 需要尽快医治才行 如果伤口逐渐恶化的话 很可能会影响他今后的修行 江峰默默看了眼灵灵的方向 他明白周山的想法 想通过自己的丹药 暂时稳住林川的伤势 毕竟 这颗丹药之前 连被王静武者 砍出来的伤势都能愈合 治疗林川 自然也不在话下 可问题在于 江峰愿不愿意给出如此珍贵的丹药 亦或者说 江峰还有没有这种丹药 林林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他也把目光看向了江峰这边 也罢 江峰面无表情地 从口袋里拿出一颗透明丹药 然后朝林林扔去 林林接住后 江峰只说了一句 让你搁吃下去 林林点点头 看了眼手上的透明药丸 也没过多犹豫 就将其送入了林川的嘴里 周山终于长舒口气 这是林家的天才 如果折在学校 事后绝对会被林家肃清的 他由衷地 想要感谢江峰 可眼下却不是时候 因为巨人妖兽下一轮攻击已经袭来 目标竟然是刚加入战场的林林 不过江峰自然不会让其如愿 经过二十多道雷阀的脆体后 加上遮影布和玉器术的加持 他的速度早就超过了三阶妖兽的范畴 他的眼瞳浮现烟红 数十道刺死剑气轰出 直接把即将逼近的手掌斩落 这还没完 江峰闪身从原地消失 借助雷电之势 他找到了这只妖兽的四处弱点 然而这一次 他没有一道道击破 而是一次性将其全部打完 一秒钟 四道弱点全部击破 瞬间 阴暗的天际下 乌云密集的比往常还要浓郁 一道紫光从黑暗中亮起 下一秒 雷光乍响 五道雷阀硬身而来 瞬间将眼前妖兽电的血肉横飞 解决了吗 江峰等待着系统提示 五秒钟过去了 十秒钟过去了 半分钟过去了 系统一直没有动静 毫无疑问 这只妖兽还活着 江峰 这只妖兽能够一直重铸肉身 你小心点 周山在远处提醒 他们先前的袭击 其实已经对这只妖兽造成了一定伤害 可惜 奈何对手的恢复能力太强 江峰点点头 因为事实也是如此 可惜了 如果天照之火还没进入冷却的话 这个技能功法绝对能完美压制 正想着 眼前的巨人妖兽已经开始凝聚血肉 妖兽的鳞片和一些切割后产生的液体 正在迅速回溯 仿佛进入了轮回的某种特定程序 趁这只妖兽还未完全复原 江峰又是一剑 刚凝聚出的手臂被再度斩落 可是没过一会 就又接回了正轨 玲玲抱着自己哥哥 但目光也时刻关注着战局 只不过眼前的场景却让他皱眉 高阶妖兽的恐怖是一回事 而江峰的成长才是惊艳所有人的亮点 其实不仅是他 富商的江庆周 周山 甚至是沈和 以及一些其他的高中学员 不过江峰对这些倒有些见怪不怪 因为经历过这一次的受潮后 他也找到了自己需要走的道路 高考 格局小了 目前来看 这只妖兽的特性就是修复自身 不断地拼接修复 但如果我能阻止这种拼接呢 一个念头 从江峰心中诞生 他以迅雷之势 冲到这只妖兽面前 直到静静 他才发现 这东西 原来就是个多重生物的巨核怪 其中有人类的 也有妖兽的 江峰斩下一道雷刃 沿着巨人妖兽复原的头颅 切割而下 原本盗飞的头颅 仿佛得到牵引 还想重新回到本体上面 这时候 江峰踏着遮影布将这颗头颅连续击砍 然后利用雷法破绽 迅速引下惊雷 产生的高额闪电 直接将这生物的脑袋击穿 碾碎 江峰御器术 捡来一个垃圾袋 将飞泻的残枝碎里 一并纳入囊中 然后打劫 封死 一气呵成 不过 虽然将其封锁在垃圾袋中 江峰还是能感受到 一股牵引力持续不断 不过并不强 哪怕是将这东西隔离之后 也能凭借感知感应主体吗 江峰看了眼 倒在地上 已经将其他躯干复原的无头巨人 这玩意还在移动 他二话不说 按照刚才的操作 连同对方手脚一起卸下 只留下了一个躯干 不到五分钟的功夫 江峰附近 已经出现了一堆 垃圾袋堆积的恶心肉块 这些肉块 被玉器术压制得死死的 只要没人将其划开 里面的肢体就飞不出去 这只妖兽停止行动了 周山第一个注意到 巨人妖兽的情况 江峰看了一眼 他知道 这只妖兽并没有解决 只是暂时限制了而已 第一 恭喜宿主 翠影术已自动启动 翠影术 被动 黑夜状态下 自动拾取周身100米内的负面情绪 滋养本体影子 影子拥有本体1分之1的能力 但不具备智慧 翠影术 主动 能够操控周身100米内任何单位的影子 当前影的修为过低 操控上线数 3 黑暗元素加1 黑暗元素加1 江峰 自动挡的攻法 虽然不是系统包装备的提示 但只要有提升 江峰倒也不会挑剔 就是不知道 这攻法除了对影子有用外 本体是否能收益 江峰略微感受了一下 除了对本体没提升外 他却是能感受和控制周围人的影子了 不过正在这时 江峰眼神却忽然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他在控影的过程中 捕捉到了一个异类的影子 他顺着这道影子的源头看去 转身的时候 学校小树林附近 一条眼镜蛇躬身直立 蛇童死死盯着自己的方向 察觉到被人类发现后 眼镜蛇又不急不慢地转身 消失在了树林的阴影中 第八十章 遵级兽 蛇? 江峰瞳孔闪烁着电弧 妖兽聚集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普通动物存在 是陷阱 还是特有的一种指引 江峰并不清楚 周老师 不要接触这些尸体袋子 我马上回来 江峰决定去看一眼 因为这条蛇离开时候的眼神非常诡异 那种感觉 仿佛就是在故意告诉你某种信息 周山张嘴想要询问 然而一道雷光闪烁 江峰早就消失在了原地 这等速度 起码超越大宗师了吧 周山很不理解 以前修为并不出色的学生 虽然在临近高考的时候 有了成为黑马的潜力 可是 如此突飞猛进 修为实力直逼王进的现象 是怎么回事 周山不由想起了 镇妖司里队长的那句话 江峰 真的是邪武吗 没人知道 他回过头去 庇护所方向的妖兽 基本上已经被解决 好在高阶妖兽 全部被江峰清理干净 剩下的一阶妖兽 还掀不起太大风浪 夏婉宁带着江小可来到外面 两女期待的人没有出现 他们不约而同地 把目光放在了周山和玲玲身上 玲玲同学 先把你哥带到庇护所吧 让他休息一会 应该就会清醒了 周山叹了口气 看着一片狼藉的校园 随处可见的血液尸体 以及妖兽的断肢残骸 这一幕 像极了战场上 真正对抗受潮的长城守卫军 他转过头 来到夏婉宁身边 说道 江峰可能观察到了什么 已经离开了这里 咱们在这里 等着就好了 如果有危险 以他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老师我也帮不上太大的忙 周山并没有夸大其词 因为这本就是事实 夏婉宁点了点头 他收回手里还握着的长剑 手里仍然紧紧 牵着江小可的手掌 另外一边 江峰踏着遮影步 来到眼镜蛇离开的小树林 这里的树枝不算密集 但一些杂草 难免会阻碍视野 学校的小树林并不深 甚至在平时 一些情侣还会在晚自习之前 亦或者是放学后 在这里做一些黑黑的事情 可是现在 这里一片寂静 寂静到 就连衣服摩擦树叶的声音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嗯 有人 呼的 江峰止住了脚步 凭借玉气术感知 他察觉到了 周围气息流动的变化 可是下一瞬 两道不明液体 从灌木丛中建设而出 江峰下意识躲闪 然后顺势在空中凝聚 刺死剑气 毒液落在树梢上 迅速腐烂 凋零 而刺死剑气 也只是将眼前灌木丛 展开了一道缺口 想跑 江峰眼神一宁 瞬间跨越数十米的距离 来到目标单位近前 目光所及之处 正是先前的那只眼镜蛇 眼镜蛇跑过一段距离后 被江峰擒住 被一道雷刃斩下后 蛇手便立刻分离了 死亡后的眼镜蛇身体 在随着神经反射 抽出了几秒后 这才安静地死去 江峰不觉得 这只眼镜蛇 吸引自己的目的 就是为了杀死自己 他正纳闷 一只普通的动物 怎么可能有这种觉悟 眼前场景 却让他心脏漏条一拍 因为距离自己 五六米左右的老树下面 竟然还坐着一个少女 少女的出现 没有任何痕迹 就像是凭空诞生的一样 而在少女旁边 一个寸头男生 被全身捆绑地 掉在了树枝上面 这人没死 而是昏迷了过去 少女江峰认识 是宋思思 而那个男生 则是张子诚了 江峰全身都不由警惕 眼前的宋思思非常平静 甚至平静到脸上 还挂着怪异的笑容 宋思思 你是寄生妖兽 江峰眯着眼 他不知道宋思思 还能不能听懂人类的语言 但他觉得 有必要交涉一番 因为 宋思思还在维持人类的特征 而一般妖兽是 无法做到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张子诚还在这家伙手上 怎么 你打算杀了我吗 我难道不是 你的同学宋思思吗 宋思思精致的脸上 裂开一道血痕 白皙的皮肤下 似乎藏着某种恐怖 他语气怪异 声线还是宋思思的 但却和宋思思生前的 说话方式完全不同 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气势 甚至是对一个种族的 蔑视和厌恶 你以为我不敢吗 江峰阴沉着脸 虽说是在威胁 但是系统却迟迟没有 给予自身答复 他也拿不准对方的实力 毕竟 能维持人类形象 而不受化的妖兽 实力绝对不能小觑 难不成妖兽在没暴露之前 就连系统都检测不到吗 江峰想起了 当时擂台赛时候的王海涛 好像确实如此 而且说不定眼前的这只 还有可能是个王级妖兽 哦 人类舞者静 准王静的实力 那倒还真有些意思 宋思思打量一番江峰 得出这样的评价 他接着说道 不过 费这么大心思让你过来 我可没想着 活活把你打死呢 虽然人类都该死 江峰先是一愣 但紧接着 却又是一头雾水 一眼看出 自身修为境界 甚至是实力 对方能力绝对没的话说 可后面的话 又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他叫张子诚对吧 宋思思指着掉在树枝上的张子诚 这家伙可是说 你们是最好的兄弟呗 我想你应该不会 亲眼看见他 被我寡在这里吧 宋思思弯着眼眉咯咯咯地笑了 他甚至毫不在乎 江峰会在这时候突然袭击 江峰拳头紧握 无形中 无数道刺死剑气 已经悄然盘旋在周遭的密林周围了 只要江峰愿意 这些血刃能瞬间 将眼前的宋思思绞杀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这只寄生妖兽 有什么能耐 江峰冷哼一声 下一瞬 数百道剑气四面八方袭来 万剑穿心之势 朝着宋思思飞速袭来 妖兽 笑话 我可是高贵的伪装兽 妖兽这类低肋的种群 又如何配得上 和我们伪装兽一族相提并论 宋思思不屑冷哼 她大手一挥 某种不存在于现实的力量 直接撕裂了所有袭击而来的剑气 甚至连江峰也在瞬间被轰飞了出去 碰 落在地上的江峰难以置信 什么意思 妖兽和兽的本质也有区别吗 而且 眼前的宋思思 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力量 不 不对 没有疼痛 刚才那道袭击 怎么会没有痛觉 反应过来的江峰 立刻看向宋思思 然而下一瞬 宋思思却已经来到了江峰面前 那小巧可爱的脸蛋上面 还是那副不屑的厌恶表情 她掐住江峰的脖子 一只手将其提了起来 然后一字一顿道 我可是伟大的尊极兽 你凭什么觉得 你能杀死我呢 话音落下 画面定格 江峰觉得 心脏仿佛漏跳了一拍 随后整个视野的景象 竟然在一瞬间 全部破碎了 第八十一章 无尽折磨 尊极兽 江峰眼中的画面在瓦解 崩碎 可是新的世界 却又在重塑 重塑的世界还是一样 但唯一不同的是 江峰眼前的宋思思消失了 她仍旧坐在先前的老树旁边 脸上挂着长久不散的微笑 看到了吧 这才是我们兽族真正的力量 比起那些妖兽 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变种的动物罢了 宋思思优雅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她一步一步朝江峰走去 每走一步 周围的气势就会沉重一分 甚至是江峰的玉气术 都无法控制这股力量 糟了 威压太重 身体无法移动了 江峰表面并无波澜 可内心却暗暗心惊 宋思思伸出一根食指 勾在江峰下颚上 她轻轻上挑带动着江峰的脑袋 怎么 不是想杀我吗 宋思思嘲弄道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知道你为什么会过来吗 江峰无法移动 自然也无法回答 宋思思似乎很享受这种 肆意操控人类生死的感觉 她抚摸着江峰那些染在眼眶周围的蓝色纹路 因为你在和那条蛇对视的时候 就被我影响了吗 她挥了挥手 原本出现的威压瞬间消散 但也仅仅只是江峰身上的威压消散了而已 周围乃至整片树林近乎都在宋思思的威压笼罩下 这个女人 不 这只尊级兽过于恐怖了 对视那条蛇的时候就被影响吗 江峰仔细一番回想 确实觉得有大问题 先不说 为什么会因为一条眼镜蛇而深入未知的领域 就算放在往常 自己也不是那种莽撞的人才对 她想到了一种能力 精神干扰 也是一类特殊舞者的能力 他们有个特殊的名字 叫精神念师 精神念师能够凭借强大的精神力 来操控一个人 甚至是周身的任何物体 这种舞者非常稀少 但已经发现 都会被直接纳入军队 因为他们是绝对强大的后手力量 不过这种能力 在书籍中记载的妖兽 也有少数能够掌握的存在 是不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呢 宋思思冷哼道 精神能力 在我们兽族 可算不上有多稀有 也只是你们人类传承了我们兽族的部分血脉 这才有了极少概率掌握精神力量的舞者出现罢了 这本就是我们兽族的能力 江峰道 如果你影响我过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说这些 那你大可以直接去庇护所开演讲会议 以你的能力 这并非是件难事 笑话 我堂堂兽族尊者 那群人类又有什么资格 宋思思看向江峰 既然你不想聊 那我给你三个选择好了 第一 让我在你身上种下兽种 成为我下次复苏的素体 作为条件 我不但会放了那家伙 还能让你一直活下去 甚至是那群人类我也可以收手 第二 我可以放了你们所有人 但你需要替我办件事 作为筹码 这个人需要成为我的素体 宋思思指向掉在空中 一摇一晃的张子成 接着 目光阴沉道 第三 所有人 今晚都会死 包括那些庇护所的人类 他看向江峰 留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 好好掂量哦 江峰沉默片刻 他注视宋思思 如果是在精神干扰的影响下 选择还有意义吗 还是说 你只是喜欢单纯地享受 这种愚弄人类的感觉 宋思思转过身朝老树走去 你可以这么理解 当然 强制占据一副屈翘 对我来说 自然不在话下 但我更喜欢你们人类 臣服我们兽族的样子 宋思思咯咯笑了 笑声犹如银铃一样清脆 却又让人无形中 感到了振振寒意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柄染着雷光的长剑之初 江峰立刻出现在宋思思面前 结果剑刃 迅速砍下一道雷法破绽 下一秒 天空便降下了一道雷法 江峰接连打出剩余三道破绽 响引下紫霄神雷 对抗眼前的宋思思 找死 宋思思眼神一冷 她随手一挥 上空的数道闪电 便被瞬间打散 化作了无数细小的电网遍布周围 就在她准备挡下 最后一道紫色闪电的时候 一只漆黑如墨的手掌 竟然将自己牢牢困在了原地 宋思思一愣 她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自己的影子竟然站了起来 并且阻止着自己的行动 就这么短暂一瞬的功夫 紫霄神雷急速下坠 迎面披在了宋思思身上 连同着宋思思的影子 一起笼罩了进去 江峰连连向后退去 紫霄神雷的力量是恐怖的 作为十大神雷之一的雷法 绝对有着极强的攻击能力 她能看见 宋思思光滑的皮肤上面 无数道裂纹正在撕裂 露出了里面交呼的鳞片和甲铐 哪怕是尊吉兽 也扛不住紫霄神雷的袭击吗 江峰心底刚浮现出这个念头 紧接着 她的瞳孔便骤然收缩 因为第二个宋思思 竟然从黑暗的树林中 重新走了出来 江峰下意识想要后退 可是宋思思只是微微抬手 江峰整个人就被瞬间控制 然后倒飞着了回来 她只觉得 对方就是一块巨型磁铁 自己被引力牵引到了磁力的轨道 死死贴合了上去 碰 江峰眼前的画面再度崩碎 第一个宋思思 犹如破镜一般 消失在了自己眼前 甚至没留下任何的痕迹 人类果然都是狡猾的生物呢 既然你这么想死 你说我该不该让你如愿以偿呢 宋思思笑盈盈的脸上 立刻争鸣起来 那原本纤细的手掌 也在瞬间布满灵甲 剑人的甲铐刺入江峰胸口 一颗心脏 被她活生生地挖了出来 江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席卷全身 她只觉得 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 很快视线陷入模糊 窒息感瞬间遍布全身 她好像快死了 面对遵纪的强者 似乎是自己最荒谬的一个决定了吧 不 或许是宋思思影响着我呢 意识弥留之际 江峰脑海中闪过很多画面 可是又很快消失了 她艰难地抬起头 看向眼前逐渐从猙獰 转为正常的宋思思 宋思思染满血迹的手掌上 鲜活的心脏很快暗淡 可是她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就像扔垃圾一样 将其扔在了地上 折磨才是死亡的开始 放心 你会很快适应这种痛苦和绝望的 宋思思的话音落下 江峰发现 自己的意识竟然又开始逐渐清晰了 而这时候 第三个宋思思却也走了出来 她面带笑容地走到江峰境前 噗哧 血花见射 江峰的肝脏被取了出来 紧接着 第四个宋思思 第五个宋思思 肾脏 肺脏 啊 啊 江峰终于忍受不住痛苦 惨叫出声 可是宋思思却像是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无情掠夺着江峰身体里的所有零件 这是个极度漫长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 在江峰死之前 永远不会终止 第82章 火烧精神事件 时间逐渐消逝 密林之中 已经诞生了不知道多少个宋思思 天空的月亮 已经变成了血色 江峰则全身是血的 绑在了树干上面 她的身体 五脏六腑 乃至皮肉 都被掏空了 这样的现象 正常人应该早就死了才对 可江峰却仍然能够保持最为精神的状态 就和宋思思说的那番话一样 折磨 才是死亡的开始 江峰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她只知道 每间隔一秒 自己身上就会多出一些伤口 甚至在所有器官和血肉被包下后 他们还会重新生长回来 然后继续开始新一轮的折磨 期间 江峰已经因为痛苦昏迷了数十次 可是每次却又在痛苦中醒来 如此反复的情况下 江峰的精神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她的眼神麻木 冷漠 已经逐渐看不出一个正常人本该有的样子了 她的精神状态都似乎出现了问题 舞者竟能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还真是少见 不过很快 你就会是我的了 宋思思贪婪地看着江峰 就像是欣赏自己的战利品 她打量了一番自己现在的曲窍 眼神却带着些许厌恶 果然 普通舞者的身体还是太脆弱了 如果不是依靠本尊强大的实力得以持续 这副身体恐怕早就碎成渣了 宋思思感慨 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这个叫江峰的人类精神世界彻底崩塌 哪怕没有兽种 我也能立刻将其夺射 这是寄生兽的一大能力 他们除了寄生在人类身体外 还能主动进行掠夺 但掠夺的前提是 对方的精神世界存在缺陷才行 否则一旦失败 结果和陷阱也就没什么两样了 宋思思利用兽骨打算 直接将江峰的脑袋碾碎 让其永远地迷失在自己制造的精神幻想中 让我好好珍惜你的身体 那么现在 你可以死了 宋思思猙獰地笑了 锋利的兽骨瞬间斩下 这时候 江峰的眼珠却平移地看了过来 那种死记和默然让宋思思微微一愣 下一秒 一道黑火瞬间从江峰身体中绽放 并且眨眼便笼罩了自己和一旁的宋思思 第一 凌晨已至 天照之火冷却完毕 江峰不知道 自己到底经历了多久折磨 也不知道具体过去了多长时间 他只知道 系统出现的那一刻 第二天来了 属于天照之火的冷却被结算 并非一定需要满足24小时 而是凭借着零点的刷新 开什么玩笑 为什么这东西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都无法熄灭 宋思思下意识向后面躲闪 可是黑火的经过 除了扩大火势 根本没有任何熄灭的迹象 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直觉告诉他 这些黑火 要远比先前的几道雷阀 恐怖得多 江峰注视被黑火烧断的树枝 他落在地上 麻木地站在原地 两久后 这才把脑袋歪过来 看着宋思思 快阻止他释放黑火 宋思思察觉不妙 他立刻呼唤 周围诞生出来的众多宋思思 下达了一道简短的指令 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被不断侵蚀 那原本的世界 硬生生被烧出了一道缺口 不过由于现实的环境 和梦中一致 这才导致 看不出任何变化出来 江峰仍然一言不发 他淡淡 唤出脚下虚影 紧接着 第二道火焰诞生而出 随后便是宋思思的影子 好在有了先前的经历 宋思思可以提防了 自己脚下的影子 然而尽管如此 突然被操控的影子 在释放天照之火下 还是点燃到了他的皮肤 三道天照之火 在翠影树的加持下 发挥出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其余被精神力捏 找出来的宋思思 甚至没来得及动手 就被浪潮般的火海淹没 树林上到处都是 摇曳的黑色火焰 净全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能力 宋思思一边试图压制 打算蔓延的黑色火焰 一边已经想着 该如何占据 眼前这副人类身体了 力量 除了人类 受的欲望 反而才是最可怕的 江峰也没想到 翠影树能够享有 宿主的七成力量 竟然连带着技能 都一起学习了 呲呲呲 虚构的世界在破碎 黑火烤焦了虚无 也烤焦了世界里面的 一切投影 江峰的身体 也不再变得那么空虚 反而是最为正常的状态 宋思思则靠在 那棵老树下面 这时候 也被强制从精神世界 脱离了出来 没办法 只要再待上一会 那些黑色火焰的 扩散范围 就会不断扩大 他似乎发现 这人好像始终 都在同一个位置 没有挪动过 宋思思一直都在 这棵老树下 只是任何人都没有发现 他又抬头看了眼 倒挂树梢的张子成 这货还在昏迷 不过宋思思却已经醒了 他只能强行 终止精神干扰 但可惜 江峰的创伤无法终止 他仍然是 那副冷漠茫然的样子 随着精神世界 被天照之火撕开 江峰先前的亢奋 一扫而空 他捂着脑袋 身体一个亮呛 险些摔倒在地 似乎从精神世界解脱后 江峰累计七八个小时的精力 一股脑地宣泄出来 瞬间让其再度晕厥了过去 宋思思捂着手臂上 一道持续灼伤的黑色伤口 这里是天照之火 入侵精神世界后 一并被自己带出来的诡异 作为精神层和现实层 两个不同维度的东西 竟然能跨越层级 这简直就是一件 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 只是他并不知道 天照之火 并非高五世界的功法 而是玄幻世界 本尊竟然差点被这人类算计了 宋思思的手臂还在渗险 不过天照之火 却并没有恶化 或者说扩散 他似乎利用某种能力 阻止了火焰的蔓延 乖乖成为我的屈窍吧 你会死得有所值得的 宋思思掐住江峰的脖子 然后将其提了起来 哎 只是可惜了 如果你的精神完全损坏了 那该多么有趣呢 宋思思锋利的指甲 撕开江峰胸口 指甲很快没入皮肉 并从里面渗透了不少的黑色血液 同时也是一种下骨的手段 更是宋思思口中的兽种 一旦兽种进入人体 几乎等同于埋下了一颗 随时爆炸的寄生兽定时炸弹 第83章 义父 我来救你 扑通 扑通 江峰的心跳正在剧烈抖动 她的精神严重受损 如果不是天照之火 即是把自己从精神世界拉出 恐怕只要再多沉沦一会 自己的意识就得永远留在那 宋思思将兽液注射进江峰的身体里面 只要自己能够取代眼前的人类 自己的实力绝对能再上一个台阶 武者竟就能够拥有和本尊抗衡的实力 这个人类一定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难道是深渊裂缝里的能量? 宋思思想到了一个古老的记载 传言 大灾变时期 有三位武者强大到了能够掌握法则 甚至是一镜化半神的地步 人族都称呼他们为圣者和半神 三位圣者凭借强大的法则力量 强行打开天穹 撕开了一道紫色裂缝 裂缝横跨天际 倒扣在天穹之上 这道裂缝里面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生灵的痕迹 据说 无论是人类还是兽族 只要靠近那道裂缝 就会被磅礴的深渊禁锢 牵引 最终永远地陷入里面 没有力量能够脱离 这东西便是深渊 而这道裂缝 也在后来被称为了深渊裂缝 三位圣者强行撕开深渊裂缝 利用法则之力与天道相悖 虽然将兽族几乎全部囚禁 在深渊的囚龙里面 但作为代价 三位圣者也遭到天前 一同迷失在了裂缝当中 而这三位圣者 却在临死前将自身陷阱 利用死后的法则之力 给后人留下传承 圣者死后的能量消散于天地 他们最终的目的都如愿以偿了 据说 得到传承的人类 都会拥有某些特殊的力量 而这些力量 绝对凌驾于武者和兽之上 之前江峰表现出来的能力 就和这所谓的传承极其相符 法则之力 这个人类 真的会是那些圣者传承的后人吗 宋思思收回手掌 兽中已经种下 只要自己愿意 随时都能吞去现在的皮囊 成为新的江峰 她只手提起江峰 眼里的贪婪溢于眼表 属于宋思思的皮肤开始碎裂 她的皮肤 犹如崩碎的镜片玻璃 属于瘦的灵甲和骨刺 将这副皮囊刺穿 很快就露出了一个 和人类体型极其相似的怪物 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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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到宿主正在遭遇 五阶上古魔兽袭击 首杀将获得巨额奖励 五阶魔兽 八旗蛇女 系统的声音 在宋思思真正成为妖兽后 便开始不断提示起来 只是可惜 这些提示根本无法弄醒江峰 八旗蛇女 抬起兽化的脚掌 眼瞳早就变成了诡异的忧虑 甚至是全身都被晶莹的灵甲包裹 最重要的一点 她还保留着人类女性的身体特征 并非一丝不挂 而是包裹在了灵甲之中 江峰和八旗蛇女的身体 很快都绽放出了夺目的绿色光幕 这些光幕扩散在四周 就像深夜里的萤火 十分夺目 来吧 人类 来自法则的力量 八旗蛇女吐出蛇性 也就在同一时间 她和江峰的脸上 都出现了某种诡异的变化 江峰的面部 竟然开始泛起了一片片晶莹的灵甲 这些灵甲沿着头部 一直向下蔓延 很快连脖梗 手臂 甚至是胸口 都被这些灵片取代 江峰似乎再往一个瘦的方向转变 而眼前的八旗大蛇 则正在消失 这种消失和江峰的转变十分一致 她要取代江峰 而取代则需要将自身彻底 和一个人类融合 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 如果不是八旗蛇女 知道江峰的精神 遭受严重创伤 自己也不会这么快做出选择 因为一旦失败 面临的 就将是替眼前的人类做嫁衣 当然 成功的收益 绝对是成正比的 她瞥了眼 掉在树梢上的张子成 这个人类需要解决掉吗 我可不想在寄生的时候 有任何的意外出现 八旗蛇女回过头 放开了准备寄生的江峰 她需要更大的保障 所以张子成必须处理 落在地上的江峰 身体迅速退散 先前的灵甲很快消失 八旗蛇女走到张子成旁边 她的指甲很快生长出锋利的骨刺 瞄准张子成的心脏刺下 可就在即将命中的一瞬 张子成的身体 竟然诡异躲闪掉了这次的袭击 八旗蛇女瞬间警惕起来 她快速退后两步 双死吗 她仅仅注视着 虽然张子成就是个普通的舞者 但八旗蛇女 却还是十分的谨慎 因为 她和张子成交过手 知道这人的手法 和江峰很像 半分钟过去了 然而 被绑在树枝的张子成 仍然一副死鱼模样 她的身体 甚至还因为刚才闪避的动作 不断摇晃着 八旗蛇女再次靠前 这一次 她果断出手 可是无法移动的张子成 却又一次抽搐 躲掉了她的袭击 八旗蛇女脸色阴沉 她大手一挥 绳子硬生而断 然而落在地上的张子成 没有任何反应 眯着眼睛 似乎是在做梦 她抠了抠屁股 甚至还翻了个身 竟敢戏耍本尊 八旗蛇女 拔下身上的一根骨刺 骨刺很快化作千万细小的利刃 朝张子成射去 每一道袭击都直逼要害 张子成一个翻身 将利刃躲掉 似乎是在无形之中 却又像是本能的反应 很快 张子成的身体 开始变得虚幻 这些骨刺 竟然全部都被她规避了过去 似乎是身体的本能 给张子成带来了不适 原本昏睡的她 忽然睁开了眼睛 可就在这时 一柄骨刺利刃 却急速射向了自己裤裆 卧槽 张子成一个机灵 吓得尿都漏了几滴 好在千钧一发之际 她翻身 将其躲了过去 好狠毒的女 张子成正想开口 结果发现 眼前的根本不是人 而是妖兽 这不由让她一下子 就反应了过来 她看见地上碎的 到处都是的皮肤 那张七零八岁的脸庞 她竟然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那是宋思思的脸 眼前这只妖兽 就是从宋思思体内 跑出来的 疯子 卧槽 这鬼东西 这么凶的吗 连我义父都不是对手 张子成脚步一踏 眼神也凝重了许多 忽然 她似乎感觉身体 好像变轻盈了许多 身体里的某种禁锢 好像被解除了 不对 好像是义父给我的 那颗洗髓单 被全部吸收掉了 完美闪避吗 八七蛇女眼神凝视 因为天照之火的缘故 可惜自己 无法再次使用精神威压 否则刚才对视的那一瞬间 眼前的人类 就该死于穿心之苦了 她再次甩出无数细小的骨刺 张子成踏出遮影布进行躲闪 尽管眼前的袭击十分迅猛 但她仍然能无上进行闪避 她发现 随着自身修为的提升 和洗髓单的全面吸收 自己的遮影布也得到了某种提升 这些袭击竟然都能躲闪 张子成眼神坚定地 看向远处昏迷的江峰 她双手握拳 大喊一声 义父 我来救你 八七蛇女不由冷笑 狂妄的小子 紧接着 尊敬威压显现 张子成瞬间呆愣在原地 第八十四章 我杀了你 红月照高空 漆黑的天际下 张子成不知不觉 来到了一处寂寥的森林当中 这是什么妖术 张子成赤手空拳的四处张望 忽然 她看见八七蛇女 静止从森林当中走了出来 然而下一秒 张子成只觉得意识恍惚 再次看去的时候 自己的胸口 却早已经空空如也 在她身后 第二只八七蛇女出现 并将她的心脏 活活挖走了 碰 八七蛇女冷峻的毛子里 充满了蔑视 她直接徒手捏爆了张子成的心脏 死吧 低烈的人类 八七蛇女 伸出布满骨刺的手掌 准备直接掐断对方的脖子 在一位尊敬兽面前 张子成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反应能力都没有 没办法 如果现实世界的张子成 能够凭借遮影布 躲闪任何的物理攻击 那么 精神世界的袭击 对她来说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降维打击了 甚至八七蛇女 连折磨她的想法都没有 只想尽快处决了眼前的人类 所以 张子成的精神一旦消亡 那么现实中的她也一样会死去 而在现实中的江峰却并不知晓 天空密集的乌云中 一滴滴雨点开始落下 然后很快变成倾盆大雨 江峰脑海里的声音持续不断 在外界的刺激下 她的眉心不由紧促了一下 感受脸部倾斜的湿润 意识里那道十分熟悉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 请告 检测到宿主正在遭遇五阶上古魔兽袭击 首杀将获得巨额奖励 五阶魔兽八七蛇女 请告 建议宿主立刻远离 江峰一瞬间清醒过来 她麻木的脸上多了一丝警惕 转头看向一旁 张子成正呆愣在原地 她的胸口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鲜红的血迹沿着裂痕滑落 和雨水掺杂在一起 短时间已经汇聚了一小滩血泊 而在对面 八七蛇女也同样站在原地 只不过她的目光不在张子成身上 而是一只注视着江峰的方向 江峰顿感不妙 这家伙使用精神袭击的时候 还能留有余力地观察现实中的情况吗 她手掌一挥 欲气术地操纵下 江峰不动声色地 把落在地上的合金长剑拿在手上 张子成身上的伤口还在变多 几乎是以每秒增加一道的趋势增长着 脖梗骨头碎裂的声音 手骨折断的声音 滴答 滴答 张子成嘴角 眼眶开始一出现来 江峰眼瞳很快变为红色 刺死剑气的增幅在下一瞬迸发 原本还有些虚弱的江峰 立刻变了一副面孔 赤筒下 她看见八七蛇女的手臂上 还残留着一丝黑色火种 始终没有熄灭 这东西是天照之火 从精神世界燃烧到现实的诡异之火 没想到 强如遵级的八七蛇女 都无法将其彻底消除 江峰眼神不由一沉 她似乎想到了对付这只兽的办法 她手掌抬起 利用脆影术的控影能力 直接将八七蛇女的影子换了出来 粘稠黑暗的影子从地面站起 贴在八七蛇女的身后 手中却已经凝聚出了一把影子形成的匕首 匕首上闪烁着雷电 江峰打算利用影子打出一道雷阀破绽 哄 剧烈的声响传来 天空的雷阀降下 在命中八七蛇女的时候 发生了一阵暴鸣 暴鸣的鱼浪吹得整个森林都在摇曳 江峰用手护住前额 赤色的眼瞳下 她看见八七蛇女四周雷网盘踞 而那道黑火 则在雷电的作用下 也绽放出了剧烈的爆炸 雷阀与黑火的交融 打出了更为强烈的元素反应 而在雨水的传道下 电雨水的赶电 水与火的蒸发 风浪的扩散 诸多元素接连碰撞 短短几秒钟的功夫 八七蛇女身上 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效果 能成功吗 江峰不奢望解决 眼前这只实力远在自己之上的兽 只要能够中创 并带着张子诚托离 就已经是上上千 然而这一切似乎太过于美好 现实终归 还是打破了江峰的幻想 江峰 你还真有点不太老实呢 八七蛇女的声音冲破风浪 随着她大手一挥 周围竟在短时间内 又归于了平静 她提着张子诚的尸体 一步一步朝前走来 视线里 八七蛇女极度厌恶地 把张子诚扔在了地上 就像扔垃圾一样 江峰瞳孔收缩 只感觉耳畔多了一些嗡鸣 她看着张子诚的尸体 滚落在雨水下 在被周遭的电网传导烤焦 四处残缺的肢体 早已经不成模样 张子诚死了 被八七蛇女 在精神世界给活活折磨死了 江峰赤红的眸子 极度冲血 疯子 你诚哥我现在已经半步舞者进了 这次副本试炼 诚哥照你 卧槽 疯子 你这剑法 牛逼啊 紫诚飘零半生 只恨魏风民主 承愿拜为义父 义父牛逼 回忆就像一把刀 狠狠扎在江峰的心口 可是眼前 雨水滂沱下 却只剩下了张子诚见冷的尸体 我杀了你 江峰瞳孔迅速冲血 他身上的雷光乍响 甚至已经顾不上天上雨水 给自己带来的感电效果 仅仅只是一个瞬间 江峰就从原地消失了 杀我 八旗蛇女阴沉的脸上竟然笑了 你凭什么杀我 尊敬的威压瞬间迸发 直逼袭来的江峰 这道威压一旦命中 江峰绝对会被当场震慑在原地 可是江峰却不避讳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丹药 甚至看都没看 就将其全部塞进了嘴里 这些都是击杀妖兽暴的东西 有玄幻世界的丹药 也有高五世界的丹药 哇 江峰吐出一口鲜血 可换来的 确实高额的速度 力量等多方面的增幅 他遮影步运转到极致 八旗蛇女只看见 江峰的身体就像空气一样 无形穿过了自己释放的尊敬威压 完美闪避 又是这该死的能力 八旗蛇女陈吟 他身上还染着被狂风扩散的天罩之火 但是他却丝毫不惧 死吧 他的手掌迅速汇聚出 无数细小的骨刺席向江峰 并在下一秒 绽放出了更为强烈的威压 不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是属于尊敬特有的能力 领域 领域之中 他即使这里的主宰 第85章 跑 嗖嗖嗖 江峰的身子就像黑夜里的流星 带着一阵风浪冰冷的 朝着八旗蛇女袭击而来 砰砰砰砰砰 漫天的刺死剑气 随同江峰一起绞杀着落下 八旗蛇女只是抬手一握 所有剑气瞬间溃散 既然你一心赴死 那么本尊这就成全你 八旗蛇女的整个身体 渐渐变得虚幻起来 随着领域内的场景 被血色浸染 煞时间 整个天地的时间流速 都仿佛变慢了 八旗蛇女握着的手掌张开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整个世界都在褪色 领域之内 被自己笼罩的这片区域 开始死去 凋零 除了八旗蛇女自己 所有建筑都在这一瞬 失去了色彩 甚至也包括了江峰 江峰义无反顾 眼神中除了英红的血色外 便只剩下了无尽的杀意 不够 速度还不够 由于对方领域的影响 江峰的速度也在变慢 她直接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一把不知名的丹药 一口塞进了嘴里 原本 系统报完装备后 是直接传送至江峰现有的 衣物口袋 亦或者手上的 可当江峰接连斩杀过多妖兽后 系统的奖品 这才被动存储在了 系统特制的空间里面 燥热 急寒 恶心 舒缓 各种各样的感受 宛如走马灯 警示一瞬 丹药给予自身的各项增幅 都在这一刻起到了作用 江峰的身体 开始变得膨胀 隆起 眼神也有红转黑 身上更是多出了数不清的奇怪纹路 她知道 系统爆出来的玄幻丹药 有部分存在副作用 但眼下 已经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江峰抬起 逐渐化为灰白的剑人 速度再次跨越一个层级 她一剑斩下 这一剑 带着天穷上灰白的闪电 带着逐渐凋零的世界一起 刷 一道剑痕在凋零中划出光亮 江峰与八旗蛇女擦身而过 八旗蛇女身上长满尖锐的骨刺 她手掌高举在空中 这个姿势 似乎是想要掐断江峰的脖子 但可惜 袭击好像落空了 只要是物理手段 你都能躲过去吗 八旗蛇女转身 蛇尾猛地横扫在江峰停留的位置 然而下一瞬 兽尾只是扫断了周围灰白的老树 江峰却早就不见踪影了 她看向天空上 一道被黑火烧穿的缺口 和那白色剑痕划开的微小缝隙 江峰跑了 她带着张子诚的尸体 全面运转玉器术 脆体雷厥 脆影术 甚至觉得 这个速度仍然不够 她又从口袋里 掏出最后一把丹药 塞进嘴里 此时 如果用一个境界来平定江峰的话 那么依靠三把丹药的临时辅助 江峰甚至可以在几个回合内 轻易击杀多名亡禁舞者 江峰纵身一跃 趁着灰白的底色 还未完全将自己淹没时 顺着眼前的裂缝缺口 逃脱了出去 八七蛇女默默站在原地注视着 她没有去追 因为天穷上 那道无法磨灭的黑火 还在燃烧 这东西 她很忌惮 自从江峰把这东西 带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后 天照之火 就像一颗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 她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 来去压制这个炸弹 避免她不会随时爆掉 只是一次阳攻吗 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 拿走那个人类的尸体 八七蛇女渐渐收回领域 也罢 兽中本尊已经种下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本尊也能轻易将你找到 脱离尊吉兽的领域后 江峰终于如释重负地 放缓了移动的速度 这就是尊吉兽的实力吗 太恐怖了 江峰心脏 至今还在剧烈跳动 张子诚的死 虽然让江峰感到极度失落 甚至是愤怒 但她却没有因此失去理智 面对这样的对手 胜负概率只会是石灵开 八七蛇女时 江峰自己灵 没有任何胜算 她看了眼已经血肉模糊的张子诚 这终究不是梦 也回不到过去了 张子诚死了 江峰强忍心中的不适 从树林中一跃而出 她第一时间来到了庇护所内 凭借玉器术的感知 她很快就锁定了人群中的夏婉宁和江小可 哥 江小可原本坐立不安的情绪立刻消散 她看见江峰过来的身影 正想要扑上去 可下一秒 她似乎意识到什么 赶忙止住了脚步 就连一旁的夏婉宁 都不由惊恶地捂住了嘴巴 因为 江峰肩上正扛着一个死人 一个他们彼此都非常熟悉的死人 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跟着我赶紧离开这里 江峰凝聚两道刺死剑气 然后让两女踩在了剑气之上 江峰 出什么事了 庇护所的妖兽 应该都被清除了才对 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一旁 沈和担心地问了一句 她也看到了死去的张子诚 心里也感觉 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因为留下来的人都会死 江峰一改往日的作风 语气冷漠地让人感到不适 周山 吴越 江庆州三人面面相去 江庆州第一时间做出决定 然后毫不犹豫地折返了回去 我去组织学生教师 现在就走 江峰不予理会 而是带着夏婉宁和江小可 急迟而去 这一晚 注定不会平淡 江峰俯瞰夏空的都市 即便是夜晚 多处高楼街道都在狼烟四起 她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而是尽量远离安岭市区 因为她不确定自己的行踪 会不会被八气蛇女锁定 她不想牵连家人 然而江峰的离开还没多久 身后就冲起了一道光木之柱 江峰心脏不由漏挑一拍 她一咬牙 没有回头 反而全力预见 前往了更远的地方 快 所有学生现在赶紧到各自的班级集合 吴越穿梭于庇护所当中 踩着地上还来得及清理的血污 她心里的不安也开始放大了 周山来到自己班级 审核带队 他们高三一班的学员 伤亡也超过了一半 甚至个别负伤严重的 连一动都做不到 审核焦急地看向周山 似乎是在询问 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时候 一道声音却吸引了两人的目光 玲玲同学 这是纪律 庇护所内的所有学员 必须得到应有的看护 你不能擅自离开 审核看向三班的玲玲 她正背着已经清醒 但仍然疲倦的玲川 拿着那赶快要断裂的长枪执意离开 却被班主任给拦了下来 玲玲没有说话 她沉默地转过头 望向天空破晓的那束光幕 她纵身跃起 丝毫不顾师生情谊 直接从残缺的天花板上跳出 带着自己哥哥 远离了庇护所的区域 玲玲同学 回来 三班班主任正想拦截 结果一阵报名 直接将她的耳膜击破 整个庇护所的地形 被瞬间炸得凹陷了下去 第86章 领域杀人 轰隆 燥热的燕浪 席卷了整个庇护所 剧烈的报名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周围的学生傻愣在原地 甚至一些教师 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被瞬间淹没在了火海之中 快跑 又有妖兽袭击过来了 人群中 不知道是谁惊慌地喊了一句 把因为恐惧 而陷入呆滞的人群唤醒 立刻 原本寄疗的人群 瞬间慌乱起来 甚至连审核眼里 都闪过了深深的惊恐 跑 你们全都要死 一个身材妙慢 但却四人四兽的女人 悬在苍穹上空 俯瞰着脚下 这群如蝼蚁般的人类 八七蛇女还是出来了 不过她舍去了宋思思的皮囊 反而是维持着自己本身的形象 审核抬头 然而她却被无形的威压 给震慑在原地动弹不得 不 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这道威压给震慑在原地 有些身体素质薄弱的 甚至直接昏死了过去 江庆舟暗叹不妙 她意识到了江峰所说的话 很可能会应验 但没想到 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这只妖兽 为什么和我们见过的那些妖兽 不太一样 是寄生兽吗 它们难道本就可以维持人类的形象 江庆舟十分疑惑 但可惜 自己似乎只能把疑惑带入地底了 身为大宗师的自己 都无法对抗这人的威压 很难想象 眼前的妖兽 究竟恐怖到了何种程度 无从得知 百年前 你们人族将我兽族赶尽杀绝 把我们困在一条裂缝里 曾经 我们求死不得 如今 我们赐死不懈 放心 待深渊裂缝再度开启之时 你们至少要比那一批人死得轻松 八七蛇女 宛如死神宣读着祷告 她微微抬手 展开领域 黑色垂幕下的世界 被灰白取代 更替成了凋零的世界 这一刻 所有人的身体 都开始朝着灰白的色调转变 并且在此的基础上 无数的八七蛇女也从四面八方走了出来 领域内的一切都沦入了八七蛇女的精神世界 在她的精神世界里 自己便是唯一的主宰 她要让眼前的人类也体验一遍折磨之苦 不过这与当时对江峰使用的精神幻术不同 这个幻术能影响到领域内的所有人 而且 现实外面的人也同样能够看见 灵灵此刻 就靠在远离庇护所的巷口边上 她的胸脯一起一伏 脸上还有一丝残余的侥幸和恐惧 她把灵川放下来 甚至都不敢窥视远处天上的恐怖 因为她试过 但仅仅只是一秒 自己的位置就差点被对方的精神探查到 可怕的怪物 灵灵庆幸自己做出了最为正确的决定 因为自己在离开庇护所的时候 就差点被突如其来的威慑侵袭 好在这东西的距离有一定限制 否则罚站的那群人里面 一定会有自己 而另外一边 一个穿着亚麻衣衫的短发少女 飞驰地穿梭于巷口 她眺望远处那片灰白的领地 一滴眼泪顺带着滑落了出来 她掏出手机 拨打了自己大伯的电话 可是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叮铃铃的手机铃声还在不断外呼 然而领域中 江庆舟却目光呆滞地站在原地 她的胸口被锋利的骨刺贯穿 整个人如同木桩一般 已经失去了任何的生命迹象 她死了 被骨刺活活定死在了原地 八七蛇女抽出手中骨刺 头也不回地走向了下一位待宰的人类 辞了 血迹滴落在凋零的地板上 这一幕正好被远处的江赫看到 不 大伯 江赫脚不停顿 只觉得双脚一软 跌倒在了地上 平时父亲江庆船忙于工作 基本上都是托大伯照顾 大伯是最宠他的长辈 可是眼下 该死的妖兽 江赫握紧双拳 他抬头看向漂浮在上空的女人 领域之外 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冲了上去 似乎想打算杀了那只妖兽 危险 结果千钧一发之际 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 抢先一步把江赫拽住 然后拉了回来 远在几公里外的八七蛇女 只是瞥了一眼这边的方向 并没在意 那可是遵级妖兽的领域 老子可是卯足了劲 才把你拉回来 你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离开这里 夏侯胜用纱带 把自己的拳头紧紧包裹 上面还残留着很多 红色和黑色的血字 这一晚 他们镇妖丝可没闲着 一连下来 处理了不少的妖兽 甚至还把意外出现的裂缝 给关闭了上去 那玩意竟然直接出现在了 试炼场的宗师试炼区 放开我 我要去救我大伯 江赫想要挣脱 却发现 怎么也挣不开这些人的束缚 哪怕自身是宗师静 也无法做到 救人 老子队长也死了 连杀人凶手都没正式找到 老子王静都救不了 你个小丫头能救 夏侯胜拉紧拳头上的纱布 他们和八七蛇女的领域 就只相差几米的距离 可即便如此 他那王静的实力 都感受到了 其里面带来的无上恐怖 呜呜 江赫鼻子十分的酸涩 他蹲在地上 默默把头埋进了膝盖下面 没了 冯三叔没了 大伯也没了 他自言自语的呢喃 脑海里是一段接一段的回忆 对了 江峰呢 他也在安岭役中 他难道也死了 呼的 江赫像是记起什么 他赶忙颤抖地 捡起地上的手机 然后直接给江峰 打了一通电话过去 多 正当他以为江峰的手机 也和大伯一样 也遭遇和大伯同一个袭击的时候 电话那头却接听了电话 江赫如释重负 至少心情有了一定的缓和 他在安岭 本就没有太多认识的人 这次受潮 一个个熟悉的人接连死去 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如果你是想去学校找你大伯 我劝你最好放弃这个念头 那只兽 不是我们能衡量的存在 江峰带着两女 停在一处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门口 只是可惜兽朝出现后 整个安岭都人心惶惶 根本还有人敢在夜晚开店 江赫点点头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旁边的夏侯胜脸色一变 他和几位同属于镇14的成员对视一眼 然后统一看向了地上的江赫 你再联系江峰 第87章 暗线 碰 一声嗡鸣从灰白的领域内传出 请客间 气浪如狂风般宣泄 将整个街道的建筑吹得近乎倒塌 江赫泛红的毛子才刚抬起来 正疑惑这些人怎么也知道江峰 结果就被这道气浪吹得倒飞了出去 夏侯胜起身接住江赫 然后带着其余镇妖丝队员迅速远离了这个地方 他娘的先离开这里 这一趟看来必须得赶紧通知省级干部才行了 再被这只妖兽祸害一段时间 恐怕整个安岭都得沦陷 夏侯胜眼神凝重 最后一眼看向灰白领域的时候 那片空间已然消失 只剩下了一片虚无的残骸 这等恐怖的力量无法理解 就像是一面无缺的镜片突然间崩碎 让人猝不及防 与此同时 庇护所的区域 原先被控制在原地的活人已经全部倒在地上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残留着致死的伤口 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 地面 墙壁 到处是尸体留下的残骸和血字 八气蛇女走到一个浑身是血 眼神呆滞的女生面前 她用手轻轻勾起女生的下额 看着对方小巧精致 却又狼狈不堪的脸蛋 咯咯地笑了 你叫 沈和 八气蛇女 眯着眼睛 冷冷地发起询问 沈和痴痴地点了点头 似乎并非出于本能 因为从表面来看 她就和一副玩偶一样 已经失去了人类最为重要的东西 灵魂 这是被精神世界摧残后的迹象 哪怕是不久前的江峰 也险些被折磨得失去意识 你似乎一直不看好那个江峰呢 八气蛇女抚摸着沈和的脸庞 悠然说道 沈和依旧茫然地点着脑袋 呆滞的目光始终没有移动 八气蛇女不语 而是提起沈和飞向了高空 她俯瞰周围崩碎的环境 甚至没有去看一眼 这些死去的人类 最终 她的目光看向了远处的一个方向 那里是江峰离开的位置 江峰 裂缝开启之前 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 八气蛇女的身体 渐渐被灰白色取代 然后淡漠在了现实之中 与之一起的 还有她手上提着的审核 南山省 某写字楼的顶层 南山省郑妖司总部会议室 于对 安令现在的情况 不容乐观啊 连推开会议室大门 把手里拿着的文件 递给了主位的中年男人 男人名叫于景 省籍郑妖司的执法队长 也是这些市区安危的主要负责人 他同样穿着一身黑色的刑警制服 半白的短发梳成一个大背头 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严肃感 而在她胸前 金色雕刻的私字勋章 格外显眼 于景结果文件 报告上面写的是 有关安令市 遭遇受潮裂缝的紧急报告 我听说安令的执法队长 都被干掉了 而且 凶手似乎不是手 会议室左侧 一个男人结果话茬 他身形较胖 但身上的气息 却只强不弱 他没有名字 队里的人都叫他老张 的确不是兽 我调取了附近的监控 这个人 其实你们都认识 连苦笑着坐在会议室 前排唯一的座位上 倒是结果老张的话 我们都认识的人 难道是省级镇妖司的人 喂 我说老张 你消息那么灵通 该不会早就知道 这事了吧 几名镇妖司成员 倒是讨论起来 他们纷纷 把目光看向老张 老张双手拖着后脑勺 靠在椅子上 我老张当然知道 他看向众人 反问了一句 江峰 你们认识吧 江峰 那个打出红色剑气 打败宗师镜的舞者学生 没错 就是他 而且他现在的身份 嘖嘖 不简单呢 老张十分感慨地摇了摇头 行了 老张 别得瑟了 连瞪了对面 老张一眼 转头看向其余人道 根据安令镇妖司 临时传来的加密音频 以及现场的监控和验 这个叫江峰的人 大概率是邪武 注意 我说的是邪武 并非普通舞者 你们应该都明白 邪武的危害 其余人相互对视一眼 邪武这个名词 他们并不陌生 因为高层的镇妖司 一直都有另外一个身份 郑邪司 郑邪司 正是专门制裁邪武的机构部门 与郑邀司不同 郑邪司只前行在黑烟 寻找那些潜藏于世界各个角落的邪武 于锦这时候摆了摆手 他合上资料 打断了众人的交谈 不管这个叫江峰的人是不是邪武 眼下我们郑邀司的工作 并不在这人身上 不要忘记了安令市区现在的处境 老张点点头 确实 邪武由郑邪司出面就够了 眼下 我们应该是想想 该如何处理安令市的麻烦 我的人告诉我 安令医中的庇护所出现了严重瘫痪 灰白色的囚龙几乎笼罩了整个学校 里面的人好像全部死了 不论教师还是学生 嗯 连整理的这份档案上已经记录了 你们都可以看看 上面已经下了通知 如果安令镇妖司今晚还是没能处理妥善 那我们南山镇妖司就需要出面了 雨景揉了揉太阳穴 会议一下子变得沉默起来 灰白的囚龙 里面的人全部死了 这种诡异的现象 会是王级妖兽做的吗 叮铃铃 这时候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雨景看着会议室上的专用电话 然后果断按下了免提键 喂 南山省镇妖司总部 雨景 什么事 雨景率先询问 我是夏侯胜 安令市镇妖司副队长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浑浊粗叶的声音 雨景没有说话 而是等待对方继续说话 夏侯胜那边传来一些轰鸣 导致电话线路出现了短暂的盲音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他继续说道 安令市现在有一只高级寄生兽无法处理 目测阶级起码在尊级以上 现在需要上级部门紧急调遣 否则安令市很快就会沦陷 高级寄生兽吗 难道那些黑白的囚龙 领域 老张若有所思地想着 如果真是领域的话 那起码也是媲美尊敬的程度了 夏侯胜短暂沉默了一下 他回答道 兽化人形 这只兽的领域非常危险 目测范围在五公里内 这只是现有的距离 好的 我知道了 于景脸色渐渐沉下 他挂断电话 然后起身 其余队员也纷纷起立 所有人调试好装备 十分钟后 我要在大厅看到你们 是 第八十八章 哥要去杜劫了 昼夜的苍穹被乌云笼罩 仅有的月光失去光泽 波光淋漓的水面 偶尔荡起波纹 将岸边原本清晰的人影照得模糊不清 江峰扶着一棵枯树 吐出一口黑血 一次性服用太多丹药后的副作用 还是显露了出来 他现在有些晕血 甚至出现了四肢乏力的现象 他感觉 自己胸口有一团无法熄灭的烈火 在狠狠灼烧 连烟尘都把嗓子熏得呼吸不畅了 哇 又是一口鲜血吐出 夏婉宁和江小可来到江峰身边 夏婉宁用手放在江峰背上 企图帮忙舒缓身体的不是 江小可则抱住江峰手臂 两女的眼角红润的 已经有些肿胀了 哥 江小可担心地望着江峰 她语气仍然有些哽咽 张子诚的死只是一个开端 这意味着庇护所里的人都有 被杀死的可能 在他们离开后 身后那道灰白世界 就深深烙印在了江小可的心里 那种死气 寂寥 宛如黑色禁区的地带 只让她觉得心底发凉 小可 哥没事 江峰一屁股坐在草坪上 她望着平静的湖面 短短的几分钟 自己全力施展加速 现在就连江峰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她只知道 远离那片灰色地带 自己才能活下去 夏婉宁一眼不见 她坐在江峰旁边 心情非常复杂 她始终望着一个方向 那里是安岭市区的位置 但现在 那里安静得可怕 哥 外面的妖兽 一定会以市中心 扩散到老城区那边的 我们走了 爸妈他们怎么办 江小可也坐在一旁 她担忧爸妈的安全 因为那片地方生活的 几乎全是普通人 哪怕是一只一街妖兽 都能轻易屠杀整片区域的活人 而且 紫诚哥的父母也 似乎是意识到什么 江小可说到一半的话 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江峰麻木地看着 偶尔荡漾漪的水波 听到张子诚三个字 他似乎回过神来 不由看向了 旁边草坪上冰冷的尸体 我不能回去 那只兽盯上我了 不过 他似乎有什么 必须要做的事情 短时间 应该不会把注意力 放在我身上 江峰说 市区的大部分妖兽 基本已经被解决了 爸妈那边不会有事的 不过明天 我会重新把你们送回去 今晚过于危险 至少 也要等待这兽 离开安岭才行 盯上你了吗 你说的是那个 蛇尾灵甲的女人 夏婉宁被江峰带离的时候 曾远远窥视过安岭的上空 她看见过那个 极其恐怖的怪物 江峰沉默地点了点头 她拿出一颗白色丹药 送入嘴里 这是自己仅剩不多的恢复丹了 她需要在最短时间 把自身的状态 恢复到最佳状态 夏婉宁没有继续询问 她看向江峰腰间残缺的剑刃 合今常见现在的状态 已经是一柄彻彻底底的断剑了 这是被精神领域里的 世界影响后的结果 那股灰白会渐渐吞噬 所有拥有色泽的活物 然后溶解消化 最终被铜化成一样的灰白 江峰虽然逃了出来 但剑刃在滑开精神世界的那一刻 就已经近乎于报废的状态了 感受到身体恢复了一些气血 江峰终于从草坪站了起来 橙子是因为我才死的 如果不是我实力太弱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江峰握紧拳头 他来到张子诚的尸体旁边 心里十分愧疚 别这么说 橙子如果还活着 也不会怪你的 更何况 妖兽入侵 是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事情 下晚宁安慰着江峰 江小可也点头附和道 哥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已经被庇护所的那只扶妖杀死了呢 江峰苦笑道 可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塌糊涂 不是吗 显然 安慰的话 对江峰起到的效果甚微 他现在感情淡漠 遭遇幻境穿心之苦后 江峰的心境已然发生了变化 他没有了往日的谦和 反倒是多出了一些陌生的冷力和淡然 江峰蹲下身子 打算轻轻合上张子诚睁开的毛子 这似乎是死不瞑目的不甘 他的剑道才刚刚开始 舞者之路也才踏足分后 可是 在突如其来的寿潮中 这样的少年 说死就死了 然而自己的手掌刚一接触张子诚 他就感受到了某种东西在牵引自己 哥 你 你后面 子诚哥的影子活过来了 江小可忽然站起身 指着江峰身后无声无息站着的漆黑人影 与其万分惊恶 甚至是夏婉宁也十分诧异 爹 恭喜宿主 翠影术汲取黑暗元素 已达到上限 已提升至中阶 中阶翠影术 一 操控周身500米内任何单位影子 当前可控影数量 十 二 本体与影之间可任意位置调换 翠影术升级了 江峰平静地转过身 看着身后站立的人影 天空的乌云散开 月光洒在众人头顶 照射出了一道微弱的影子 张子诚的影子 也正是这个时候被自己操控的 可这又能改变什么呢 江峰解除控影状态 等待影子默默回到张子诚的身体 乌云天 霞光月 杜劫期限快到了 他望向苍穹 似乎再做一个决定 很快 江峰眼神坚定 似乎已经有了抉择 他现在就要在这里渡天节 原因有三 其一 今晚正好是暴雨天 哪怕是渡节 也不会被太在意 天气的影响 会成为自己专属的烟雾弹 但如果是白天的话 晴空霹雳过于突兀 被人发现不说 如果把八旗蛇女引来 那自己死得只会更早 其二 自己需要尽快提升实力 通过和八旗蛇女的交谈 他隐约察觉 这个世界要引来新的蜕变了 深渊裂缝也好 纯血的兽也好 亦或者是所谓的邪武 这些未知的东西 充满了太多威胁和不确定性 江峰知道 若是只凭借现有的能力 和玄幻功法 绝对无法支撑自己活下去 而最后一点无他 江峰不想再失去身边的任何人了 小可 婉宁 亦或者是父母 他单脚迈向湖面 雷法蔓延在水面 沿着涟漪的纹路四散开来 感电特性瞬间以自身扩散了开来 哥 你要去哪 江小可小跑跟了上来 但他只是停在了岸边 江峰挤出一丝笑容 他摸了摸江小可的脑袋 半开玩笑道 哥要去杜劫了 第89章 阻止他 这东西想撕开裂缝 杜劫 江小可狐疑地看向江峰 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对于杜劫这两个字 他并不陌生 因为这只是修仙小说里面 才会特有的一种修炼方式 可是这里是正常的世界 活人的世界 武道为尊的世界啊 夏婉宁挽住江小可的胳膊 他的脸上 也像是有一层无法拨开的迷雾 对于江峰 这几天确实变了很多 不 准确来说 应该是从副本试炼那个时候开始 自己所认识的江峰 就仿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 但是他却没有主动询问 江峰身上的秘密 如果他想说 自然会告诉自己 江峰 答应我 不要冒险 诸事顺利 夏婉宁凝重地看着江峰 他明白 自己并不能为眼前的男人做点什么 所以 也只剩下了苍白无力的祝福 嗯 江峰点点头 诸事顺利 说完这一声 他便转身 朝着湖对面的位置走了过去 哥 江小可伸出小手 想要抓向江峰 但最后 也只是悬在半空弱弱喊了一声 江峰没有听见 他踩着雷光荡漾的水面 声音已经越来越小 系统 十分钟后 帮我开启肚截 江峰在心中默念 爹 武者杜劫期将在十分钟后降临 警告 杜劫雷伐将会根据杜劫者体制 进行模拟生成 杜劫者越强 雷伐越恐怖 请宿主做好准备 江峰神情凝重地来到湖泊对面 他没有选择在湖中央这种显眼的地方杜天节 而是一跃飞进了前方的树林当中 好在一路上并没有妖兽出现 系统也没给出任何提示 这也意味着 这片森林属于人类的领地 里面并不存在妖兽 亦或者裂缝的存在 就这里吧 江峰落在一片空地上 周围树林环绕 退出了一片还算空荡的地形 他将系统爆出来的所有丹药 一并取了出来 仅剩的六颗丹药 两颗治疗丹 两颗体魄丹 一颗宁神丹 以及一颗易容丹 除了最后一颗丹药 对天节没有实质作用外 其他丹药或多或少都有些帮助 轰隆 然而正在这时 原本静谧的天空忽然又重新聚集了大量的乌云 江峰抬头看去 只见自己上方已然聚焦出了一片 通过乌云形成的黑色漩涡 在漩涡的中心处 是比黑暗还要深邃的静静 来得真快 十分钟都没到 就已经开始聚焦雷伐了 这是提前针对我而弄出的施法前摇吗 江峰盘腿坐下 这片森林很快被头顶的黑暗笼罩 他将摆好的丹药通过玉器树 悬浮在自身周围 等待着这场雷伐天节的落下 胡对面 夏婉宁和江小可坐在岸边 他们哪也没去 而是就这么看着江峰离去的方向 然后静静等待那个少年的回归 婉宁姐 你看我哥离开那边的天空 为什么那边平白无故 多出了这么多的乌云 江小可想起了江峰和自己说的那句话 哥要去杜劫了 难道 这是真的吗 夏婉宁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不过 你哥既然没打算让我们跟上去 多半是想处理一些私事 他扭头看向江小可 半开玩笑道 说不定 你哥真去杜劫了呢 仙人可比舞者厉害多了呢 什么嘛 婉宁姐 你也学我哥开玩笑 江小可抱着小腿 悬在半空的心脏 始终无法放下 毕竟 那种东西 现实中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呢 自己也就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 人类迄今为止最强大的舞者境界 也就是圣者境 根本没有仙人一说 夏婉宁不语 因为天空上的乌云 这时候 已经聚集到了一种十分恐怖的地步 他似乎明白 江峰为什么要独自离开了 凌晨一点 安令市 五名穿着执法警服的人员欲物 飞行在城市上空 他们划过月牙 静止飞向了市中心的区域 安令竟然被妖兽破坏成这样子了 这得多少只妖兽才能做到 老张踩着一柄乌金长剑 俯瞰着下方寄聊的街角 以及还未完全熄灭的狼烟连连感叹 今晚过去 恐怕全国都知道 受潮入侵市区的信息了 不 说不定现在 消息就已经在各个社交媒体上传了个遍 林 能感知到附近妖兽的痕迹吗 最前面 于景气息内敛 他目视前方 观察着视野里的每一处地形 队长 附近的妖兽 几乎全部被处理了 五公里内 也没有任何临时的妖兽裂缝 连双手缠着绷带 作为一名王静上层的拳法家 拳术精通的加持下 他能捕捉到很多容易被人疏漏 甚至是观察不到的细节 这是拳法舞者修炼后所特有的一项独特能力 官方的说法叫做格斗体感 尽快找到那只尊纪妖兽 希望这东西还没有入侵第二具人类的去巧 于景廷在安令义中的教学楼顶 底下不远处的庇护所已经破败 变成了一片灰白的地带 而在区域当中 站着骑马一排排如同雕像的死人 他们无疑不是灰白的格调 但显然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迹象 这是尊敬妖兽的领域 看来安令市的负责人说的没错 尊纪的寄生妖兽出场就是王炸吗 老张一跃落在庇护所附近 他用手触碰地面的灰白痕迹 微风吹拂 这些东西就像尘埃一样消散了 不过尽管如此 残留的灰白印记 还是把他的一根手指侵蚀 让老张短暂失去了对自己手指的掌控能力 诡异的东西 老张起身回到队里 并将事情一一说明 不过说到一半 他忽然慎重地看向了众人身后的位置 其余人纷纷反应过来 然后全部转身看去 他们发现距离自己遥远的一片地方的上空 竟然聚集了非常浓郁的乌云 只不过因为距离的缘故 他们并不能听到乌云里传出的雷鸣声 那只兽已经利用领域的能力离开了吗 老张下意识进行着联想 可随即 另外一片区域的上空 竟然也出现了一遍 这片地方距离众人并不算远 应该还在暗里 最主要的是 在一遍的天空上 还能隐约看见一个人形轮廓 浮在半空 哼 尖锐的闪电落下 然后化作灰白的色泽 划在天空上 下一瞬 原本的天空被迅速撕裂 本就无形的空气 竟然被一道闪电划开了一道缺口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有两处地方一变 连上前两步 感觉事情并非安宁负责人描述的那么简单 远处可能只是自然现象 附近这个 才是我们这次要找到的目标 鱼锦的身体化作流光飘散 离开的时候 只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阻止他 这东西想撕开裂缝 主动制造裂缝的缺口 让更多的兽从间隙里出来 第九十章 我第一次渡截 你拿上股神雷劈我 逆临中央 嘎嘣 江峰咬碎一颗体魄丹送入嘴里 全身紧绷地坐在原地 天杰这种东西 搞不好一雷就会劈死自己 毕竟 这可不是什么正统的玄幻事件 体魄丹可以短暂维持我身体最巅峰的机能 甚至还能一定程度地增加刃 对付天杰的话 应该会有些作用吧 江峰正想着 此时天空已然形成了一圈圈黑色漩涡 甚至密林周遭 也传来了鬼哭般的风霄 不少树叶和尘土肆意纷飞 整个树林都被这突然地一变打破 警告 雷伐天杰将在十秒后降落 此次天杰雷伐判定 三色神雷 三色神雷 位列上古十大雷伐之一 极为纯正的雷电 天生蕴含着金 红 蓝三种颜色 每道神雷都能诛杀妖灵 惩治邪碎 是上古雷伐记载中十分强大的雷电 住 雷伐一旦降下 杜杰者不可 擅自离开 否则极大概率会被天道强行诛杀 十 九 八 江峰听着系统的提示 以及对天杰的评级后 全身都不由紧绷了起来 靠 特么的 我第一次杜杰 你拿上古神雷劈我 听着系统还在不停地进行计数 很快就数到了最后一秒 然后 轰隆一声巨响 只见江峰头顶的那黑色的漩涡当中 隐隐盘旋出几股蓝色光幕 这些光幕开始不断聚焦 重合 最终组成了一道巨大的闪电箭矢 急速下坠 江峰只感觉后继传来一阵凉意 强大的凶险朝着天灵盖袭来 这道雷阀 绝对要比自己使用所拥有的雷阀 更加强大 蓝色 三色神雷其中的一道神雷吗 江峰眼神一鸣 立刻运转出粧体雷厥 尽管自身修为已经达到上限 无法将雷电转化为修为点数 但在雷阀的庇护下 自身至少能提升极大程度的抗雷效果 哇 很快 第一道闪电猛地落在江峰头顶 然后像是宣泄的潮水 撞击在石头上后 四散分离 形成了一条条蓝色细小的电网 江峰只觉得天灵盖一阵酥麻 以江峰盘踞的地面 瞬间均裂成无数珠网 不过 幸好在体魄丹和雷阀的庇佑下 自己本身并没受到任何创伤 显然 这一道神雷大概率是最弱的 漩涡中的雷鸣声还在持续 下一秒 第二道闪电便紧随气候 这一次 闪电的颜色发生变化 由最开始的蓝色 转变为了炽热的红色 并且速度更快了 甚至是远在几千米地面上的江峰 都能听到空气被撕裂的声音 他不敢解除雷阝 只能硬扛下这第二道雷法 嘖嘖嘖 江峰身上被灌上一层层电网 脆体雷厥就像是永远吃不饱的深渊 疯狂汲取着周围的这些雷电物质 反观江峰 这时候却咬着牙 脸上已经出现了乏力的迹象 该死 这第二道神雷的威力 起码是蓝色神雷的一倍不止 赤红色的闪电显得特殊而又纯粹 这道闪电在击中江峰后并没有散开 而是仍然维持箭矢的形状 似乎想要彻底击穿前面的阻挡物 江峰身上萦绕的蓝色电纹开始增多 他已经将雷法运用到了极致 可是在红色神雷的焦注下 效果却微乎其微 渐渐地 江峰能感觉到身体传来的灼烧了 似乎附着在自己身上的这些红色电网 都是温度极高的火焰 江峰毫不犹豫地 拿起地上治疗丹送入嘴里 他有种预感 自己如果强行抵抗的话 光是这道红色神雷 就能活活抹死自己了 他咬破嘴里的丹药 随着药效进入味蕾 那些灼烧感 这才减缓很多 刺死剑气 既然无法从正面瓦解 那就只能用其他方法进行辅助了 江峰的毛子 这时候迅速变得通红 他勾动手指 下一瞬 所有剑气全部轰向红色神雷 只不过 这些剑气就像是飞蛾扑火 只要接触到神雷 就会自行消散 该死 第二道神雷 怎么就如此恐怖 江峰正心想着 忽然 他发现 红色神雷的威力 似乎减轻了 不 不对 刺死剑气 并非没起到作用 只是效果甚微而已 江峰眼前一亮 既然有作用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东西能够被外力化解 如此一来的话 抵挡下来 也并非没有办法 当然了 以江峰现在的体力 也能耗光这道神雷的能量 只不过这样一来 自己就无法面临 第三道神雷的袭击了 他逃不了 进退都有可能送命 这就是系统特有的提升方式 还真是坑宿主不偿命啊 想也没想 趁着治疗丹的药效没过 他开始不断凝聚出 刺死剑气 一百道 两百道 三百道 四百道 一层层剑气 以江峰为中心 向外叠加扩散 最终堆积到一千层后 他这才止步 倒不是江峰不想凝聚 而是自身的境界修为 无法凝聚出 更多的刺死剑气了 不过 一千层的刺死剑气 估计也够了 下一秒 在江峰玉气术的催动下 十层红色剑气席卷 这等攻势 哪怕是王静武者来了 也吃不消 随着剑气的不断输送 江峰能清楚地感觉到 落在自己身上的 这道红色神雷威力 减小了很多 就当所有剑气 全部打散后 江峰抽出短剑 迅速横扫 直接将悬在半空的 红色闪电 打得四处溃散 可是没等江峰喘息 天穷上 又落下了一道神雷 这一次是金色 也就是这三道神雷中 最强的一道了 而当这道金色神雷 出现的瞬间 整片森林原有的黑暗 被瞬间照亮 一种神圣 而又威严的感觉 迎面来 江峰只觉得天空上 好似有神明在窥探自己 不过这种被注视的感觉 随着金色神雷的落下 很快就消散一空了 这一次 江峰毫不犹豫地 把剩下的辅助丹药 全部吃了下去 治疗丹迅速弥补 红色神雷带来的创伤 凝神丹增强精神力 体魄丹强化肉身 但尽管如此 江峰还是觉得 那种致命的凶险 仍然还在 然而不等他多想 哄 一道报名迅速落下 速度之快 几乎只是一个眨眼 强大的冲击波扩散出去 掀飞了几棵小树 刮起了远处湖面上的涟漪 此时江峰的位置 已经烟尘缭绕 这一次雷伐迅猛到不可思议 甚至可以说是干脆利落 不过好在烟尘散去后 地面上仍然还能看到 一个人影坐在地上 只不过 地形却凹陷了好几米 金色的电弧 在尘埃中时影时现 地面上 蓝 红 金三种雷电相互交融 凝聚 就像是有意识的小蛇 沿着最近的活物 蔓延了过去 江峰此时浑身是血的 坐在原地 他的全身都有 不同程度的撕裂 这些都是在金色神雷落下的 瞬间造成的 那些电网 犹如刀刃一般 切割着江峰的身体 眼下的江峰 可谓是彻底的皮开肉战了 滴答 滴答 江峰一动不动 如果不是皮肉内渗出的鲜血 此刻的他 就像一尊活脱脱的雕像 第九十一章 十全剑 呼啸的狂风 肆意在湖畔周围 树叶纷纷开始不停地摇曳 树枝纷飞 坐在湖岸边上的夏婉宁和江小可 莫名觉得心头一紧 这股威势 是从江峰离开的树林扩散的 江峰那边多半是遇到问题了 婉宁姐 我哥他肯定是舒适了 咱们赶紧过去 江小可立刻站起身 做事就要朝着湖对面跑去 身为舞者一品的他 想要过湖虽然不难 但在这如此强烈的狂风下 却已然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 哪怕是夏婉宁至今的修为 也很难办到 因为这些狂风中 还夹杂着某些特殊的电流 这些电流颜色各异 而且十分危险 夏婉宁有预感 这些电弧绝对不能触碰 否则后果绝对不是小伤这么简单 他赶忙拉住江小可的胳膊 小可 我们过不去了 只能在这里等着 夏婉宁美眸里也充满着担忧 但是他的理智却还在 他指着胡按周围的这些电弧道 你没发现 这些东西在有意阻拦我们前进吗 什么意思 江小可一愣 随即也冷静了下来 他看向周围的湖面 这时候自己才发现 以湖水为界限 无数细小不规则的电弧盘居在周围 乍一看 就像将整片地方围了起来 不想让人进去一般 这 这些闪电式 江小可话说到一半 已经本能地看向了远处凝聚在上空的漩涡 夏婉宁点点头 是漩涡里面落下的闪电 三种颜色能正好对上 所以说 我哥真的是在杜劫 江小可难以置信地 张大了嘴巴 或许吧 夏婉宁没有肯定 他带着江小可 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位置坐下 避免不会遭到这些电弧的袭击 另外一边 雨景凭借尊敬的速度 已经早早来到了裂缝撕开的位置 而其余镇妖丝成员也纷纷紧随其后 在他们眼前 是一片灰白的世界 世界里 一个蛇身灵甲的女人悬浮半空 在女人旁边 一条灰白的裂缝 被活生生地撕开 甚至还能听到 里面有生物在哀嚎 毫无例外 这些哀嚎声 都是曾经被关押进虚空的妖兽 而眼前这个女人 则打算撕开裂缝 将被困的所有妖兽都放出来 别让她得逞 雨景雨气冷立 她握剑 身影很快变得虚幻起来 下一瞬 静诡异地出现在了八七蛇女的身后 人类 竟然敢闯进本尊的领域 找死 八七蛇女 瞬间蹦射出尊敬威压 蓬勃的气势向四周扩散 竟然短时间 把其余赶来的镇14队员全都震慑在了原地 不过雨景却并不受影响 她反而是挥出一剑 剑人附着赤红的烈火 并在下一瞬扩张 形成巨大的烈焰囚龙 将对方包裹在内 可惜压制没超过一秒 就被八七蛇女眼花的骨刺扫开 她的眼瞳 从原本的忧虑 转变为了死寂的灰白色 这是铜朔 也是她独有的一种精神攻击手段 任何人 只要被她的眼瞳注视 就会被拉入精神世界的幻境 而在环境里 八七蛇女近乎等同于无敌 可是 身为省级镇妖丝的执法队长 雨景又怎会看不出来 她凭借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在余光瞥见对方异常的瞬间 便直接闭上了眼睛 紧接着 她手里的剑刃 再次被火焰附着 并在接下来的几秒钟 凭借赶支 朝着八七蛇女灰 砍出了数百道烈火剑气 一瞬间 周围的温度 就立刻翻了一倍 遵级武者吗 这把武器倒有点意思 八七蛇女微眯着眼 她打量着对方手里的剑柄 从她的眼神里 似乎已经看出了答案 灼热的烈火迅速围剿过来 不过八七蛇女却不为所动 很快 烈火剑气 在即将靠近八七蛇女的时候 迅速变成了死记的灰白 然后直接消失在了 这片领域形成的世界里 上等王级妖兽铸造的武器 像你这样的人类 在你们的世界地位 应该不低吧 八七蛇女踩着空气 一步一步地走来 她的右手 无数的骨刺开始疯狂生长 很快也形成了一把剑 这把剑虽然是用骨头做成 但通体也为红色 能让你们这些人类 见到本尊的这把剑 也算死得其所了 你们该庆幸 这是在我的领域 否则受足上层的武器 你们这辈子可都见不着 说着 八七蛇女立刻消失 凭借领域的特性 她瞬间来到羽瑾身后 然后毫不犹豫地刺下 红色的骨剑没有火焰 但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危险 余瑾没有回话 反而是在八七蛇女动手的时候 也展开了属于她自己的领域 没错 作为尊敬武者 她也有领域的能力 而她的领域 是一片赤红的世界 这片世界 在灰白的格调中极为突兀 似乎根本无法兼容 该死 这只妖兽的威压 竟然能影响我们这么久 远处 反应过来的其余镇妖丝成员 纷纷赶到后怕 仅仅只是简单的震慑 竟然让他们这群王进武者 停滞了四五秒的时间 要知道 四五秒对于一位尊敬的对手来说 已经可以让其做到杀死他们几十次了 赶紧去支援队长 这只妖兽很不简单 连双手握拳 凭借格斗体感 他一跃朝着八七蛇女的方向冲了上去 连 别冲动啊 老张刚想劝解 但还是晚了 唉 连这家伙 什么都好 就是太忙了 还是让队长把他送出来吧 我们先去关闭裂缝 不能让那些深渊里的妖兽跑出来了 老张叹了口气 然后招呼其他两名成员 来到了那条被八七蛇女撕开的裂缝旁边 这两名镇妖丝成员 都是王进四品的舞者 一个叫万天 一个叫万帝 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万天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银针 毫不犹豫地插入裂缝当中 随后以自身气血为限 竟然直接就开始 对着眼前裂缝缝了起来 老张和万帝同样如此 这是封锁虚空裂缝的唯一方法 舞者境界越高 所修复深渊裂缝的速度就会越快 八七蛇女在被羽颈的领域包裹后 杀意境险 手中红剑连续挥砍 每一次挥砍 自己都会增加一道分身 短时间 倍数叠加的情况下 八七蛇女就砍出了上千道袭击 八七蛇女的速度非常快速 若非是在自己的领域里 这种袭击 哪怕是尊敬舞者都无法招架 就在羽颈思寸如何化解的时候 连这时候悄然出现 然后一拳朝着八七蛇女的心脏轰击 找死 八七蛇女冷立的眸子 瞬间和连完成对视 下一秒 她手中的红色骨剑 直接刺入连的胸口 这一刹 连的意识 仿佛被强行拉入了一片新的世界 仅是一个照面的功夫 她就被八七蛇女 拉入了精神幻境 哦 对了 本尊忘记介绍这柄剑了 幻境中 八七蛇女掐住连的脖子 一字一顿道 记好了 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十拳剑 你会死于幻境 被封印在虚无的意识里 你出不去了 第九十二章 烈火领域 死于幻境 连身上的威压过于庞大 以至于 她就只能这样僵持在原地无法移动 八七蛇女受骨化作的手掌 深深嵌入她的脖子 然后把她钉在幻境模拟的墙面上 除了疼痛 连只剩下了无尽的恐惧 很快 八七蛇女的身形暗淡 她渐渐退出幻境 只留下被钉在墙壁上的连 独自享受这份黑暗 在这里 周围没有任何实质的景象 只有一片虚无和深邃的黑暗 不一会 黑暗里就慢慢传来了脚步 这些脚步僵硬 迟缓 但却非常的清晰 连瞳孔迅速收缩 王静的感知被幻境封锁 她只能依靠本能地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 然而 黑暗里 几具死气沉沉的尸体 拖着满身血迹 朝她的方向走了过来 这些尸体有男有女 甚至还有和连年纪相仿的人 爸妈 小花 这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连难以置信 她的身体奋力挣扎 然而盯着自己的骨刺 却不动分毫 脚步声越来越近 忽然 巴搭一声 一只惨白枯搞的手掌 搭在了连的肩膀上面 连抬起头 对方正视自己的父亲 可还没等连说话 属于父亲的尸体 便一口咬在了她的脖子上面 紧接着 妈妈 妹妹小花也开始重复父亲的动作 连身上的皮肉 被一点点撕开 血迹渲染在自己死后亲人的嘴上 很快 画面变暗 世界消失 连死了 第一次死在了幻境中 但可惜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因为八七蛇女说过 被封印在幻境里的人无法出去 自然也就不会死亡 幻境之外 八七蛇女从精神世界脱离 转眼便发现 雨景这才化解掉 自己打出的上千次斩击 这倒不是因为雨景能力不行 而是因为 八七蛇女 可以自由操控幻境内的时间 他可以做到幻境一日 限时一秒 也可以反过来 雨景刃肩上的烈焰骤然膨胀 烈火领域下 他没有第一时间发起强袭 反而是接触飞速下坠的莲 将其放回了地面 领域下 来回也不过两秒的功夫 拥有人类意识的兽 你很危险 雨景眼瞳散出烈火 以他自身为中心的一片区域 开始自燃 火势很快席卷成了一片风暴 所以呢 你想杀了本尊 八七蛇女目光阴沉 灰白的瞳孔注视眼前人类 企图直接将其拖入精神幻境 然而这一次 八七蛇女的精神袭击 好像失败了 雨景竟然没有遭受影响 不 并非不是没有影响 而是这种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 被雨景化解了 因为在他的视角里 每当那些灰白世界 想要入侵自己的时候 周身的火焰 就会将这些东西 一一灼烧殆尽 他的瞳孔泛着火焰 这不是耍帅装逼 而是为了对付对方的精神攻击 雨景说 杀你 不够让我泄愤 话音落下 他周身的烈火领域猛然膨胀 竟有一瞬 几乎吞没了八七蛇女的 整片黑白世界 猖狂 八七蛇女手持十拳剑 周身气势扩散 两刀剑斩 瞬间将对方领域内的火焰切割 火焰被一分为二后 正好能看见 藏匿其中的雨景 他大喝一声 手中火箭 迸射出一场滚烫的能量光柱 这道光柱犹如激光一样 仿佛能瞬间动穿任何单位 八七蛇女眼底闪过惊异 他显然没意识到 对方竟然还藏有后手 他全力向一旁躲闪 可惜距离太近 一条手臂就这样被活生生动穿 切割了下来 雨景神色冰冷 他手里的剑始终维持着激光般的烈火光柱 肉眼可见能有两三米长 这是一把由王级的熔岩地蟒 为材料炼制的武器 其武器的特性便包含着这只妖兽的部分能力 雨景身形一闪 领域下 他的速度和八七蛇女不相上下 但凭借先手的主动 他始终都占有上乘的优势 因为八七蛇女的优势在于幻属和精神伤害 如今被完全破解后 光凭近战能力完全不可能是雨景的对手 不一会 八七蛇女就被打得连连后退 先前的狂妄转而也变成了凝重 该死 这个人类的领域太克制我了 灰白世界无法影响它 我的幻术很难对其起到作用 八七蛇女不动声色地握紧十拳剑 他还有机会 那便是用十拳剑刺中对方 但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他正在思考该如何对策 转头不由撇见远处的三名武者 很快 心中便有了方案 他嘴角挂起一抹诡异的微笑 察觉到雨景又一次朝自己袭击而来后 他果断朝老张的方向移动了过去 雨景立刻反应过来 然后果断改变了方向 正当八七蛇女举起十拳剑 即将刺中最近距离的老张时 雨景的火箭也猛地刺出 很快 画面定格 老张修复裂缝的手掌微微一僵 他只有一瞬间感觉到了危险 从身后及时而来 他回头看去 肥胖的身体猛地后退两步 草 视线中 八七蛇女举着十拳剑 骨刺距离自己的后脑上 就只有那么几公分的距离 但是在八七蛇女的小腹上 却还插着另外一顶火箭 火箭点燃了八七蛇女的身体 然后将其迅速淹没在了火海当中 随着八七蛇女的身体消失 雨景的轮廓便很快呈现了出来 对 队长 老张张了张嘴 还没询问 就被雨景的话给打断 那只妖兽跑了 跑了 老张指着被烈火炙烤的灰烬 欲言又止 一道用幻术捏造的分身而已 雨景淡淡解释了一句 他收回自己的领域 看向三人问道 裂缝的情况怎么样了 老张说 刚好修完 不过这道裂缝有点不太一样 似乎只是一个衍生的东西 并不是我们之前 见到的深渊裂缝 什么意思 雨景问道 怎么说呢 这次的裂缝 就是个仿造品 里面虽然有妖兽的痕迹 但是那些都是通过特殊能力 捏造出来的假象 老张微微停顿 然后继续说道 不过我用气血银针封锁的时候 意外探查到了一些其他的迹象 这个仿造的裂缝 似乎可以连通其他真实的深渊裂缝 连通真实的深渊裂缝吗 雨景重复了一句 把这东西先带回镇妖丝 如果真是这样 或许前线的兽巢 能更快地将其解决 老张点了点头 像是记起什么 询问道 对了队长 连呢 雨景身形一闪 然后又很快出现 这一次 他却抱回来一个女人 正是连 他被那只妖兽袭击了精神 不过好在只是暂时沉睡了 回头让总部的精神念师帮帮忙 应该就能摆脱出来 轰隆 然而话音刚落 一道金色闪电便从距离自己数十公里的天空上劈了下来 遥远望去 天穷上 不知什么时候 已然盘踞 形成了一片漩涡地带 雨景眯着眼打亮了一番 然后领域便再次开启了 下一秒 老张等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莫名消失在了原地 第九十三章 大灭 符文之刃 湖畔森林 金色落下帷幕 江峰赤着上身 衣着几乎被最后一道天结雷法碾成了粉末 他身上的血迹已经干涸 头发也乱糟糟的 就这么木讷地坐在原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周围的那些电网在爬满江峰身体之后 便又渐渐地消失了 叮 恭喜宿主完成天结 修为突破至宗师境界 当前境界修为值已达到13001300 修为突破至宗师一品 当前境界修为值已达到14001400 修为突破至宗师二品 当前境界修为值已达到15001500 修为突破至宗师三品 嗨嗨 沙哑的音调从江峰喉咙里传出 忍受浑身乏力的酸痛 他艰难地睁开了眼睛 他没有死在金色的雷法中 而是奇迹般地扛了下来 终于突破了吗 江峰喃喃自语 感受身上气血愈发浓郁后 他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金色闪电 这种天结当真是恐怖呢 他回想起不久前遭遇的一幕 金色雷法下坠之时 江峰硬生生承受了这道闪电的全部伤害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江峰竭尽全力地运转脆体雷绝 在所有辅助丹药都被消耗掉的情况下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他利用脆影术分担了大部分雷法伤害 因为脆影术得到升级 自身的控影数量上升到了十个后 他便在一瞬间操控了周围 一切有可能呈现出影子的物体 那一瞬间 加上自己的影子在内 老树也好 灌木丛也罢 所有被金色神雷照射出影子的物体 都在下一瞬成为了江峰的操纵体 并通过影子享有江峰漆成能力的特性 他便同一时间操控着十道影子 运转了脆体雷绝 雷绝的特性便是吸收所有的雷电伤害 那一瞬 原本承受百分百金色神雷伤害的江峰 立刻得到缓解 不过尽管如此 十道影子也还是无法收纳全部的金色神雷 反而是在不久后 全部被雷光轰击的灰飞烟灭了 但好在被雷绝吸食后的金色神雷 威力骤减 江峰这才勉强撑了下来 可即使这样 江峰身上现在也都是皮开肉战的状态 不过好在 这一切倒是值得的 江峰缓缓挪动身子 然后从原地站了起来 思绪收回间 系统的提示也走到了尾声 当前境界修为值 已达到1700、1700 修为突破至宗师五品 据境界宗师六品所需修为 1728、1800 恭喜宿主完成首个渡截任务 获得多个奖励 奖励一 上古功法 大灭 大灭 恶魔的化身 能够短暂化为绝对理智的恶魔 在恶魔状态下 可免疫大部分精神袭击 且状态结束前 综合能力提升三倍 奖励二 上古剑法 符文之刃 符文之刃 相传 符文之刃是某位游走于大陆之上的流浪者 自创的剑法 据说符文运转之时 哪怕是断剑也能重铸 而断剑重铸之刃 也必将会是骑士归来的时候 使用方式将手中武器注入符文之力 可让其拥有短暂超脱于正常武器的能力 符文刃下是放逐的疾风 两套上古功法 听完系统提示 江峰十分惊愕 他没想到 杜劫成功后 系统竟竟然还会报奖励 而且这一次 还是所谓的上古功法 大灭和符文之刃 江峰原本疲倦的眸子闪过一丝兴奋 但很快就一闪而过了 因为除此之外 他自身的修为 也一跃进入了宗师境界的武品 这还仅仅只是在杜劫成功后 吸收完残余的三色神雷后 所带来的好处 很难想象 若是将完整的三色神雷吸收 自己的修为 会不会直接飞跃至王境 江峰环顾四周 他发现 自己所在的地方 明显低于正常地面的高度 显然 这是雷伐降下后 地形被破坏后 所得到的景象 现在的江峰 就站在宛如陨石坑的中央 他没有继续在这里逗留 而是身形一闪 诡异地消失在了原地 在遮影部的带动下 他速度已然达到了 正常王境上层的实力 湖畔对面 江小可和夏婉宁 仍然等待着 他们没有远离 夏婉宁的无条件信任 让江峰心头一暖 随着平静的湖面 被疾风带起一圈圈波纹 他很快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了两女的面前 啊 哥 江小可明显被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发现是江峰后 这才松了口气 我回来了 江峰摸了摸妹妹脑袋 转头看向一旁的夏婉宁 婉宁 谢谢你替我照顾小可 难道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夏婉宁笑了笑 望着天空逐渐散开的漩涡 他终于确定了不久前的一变 就是眼前这个少年带来的 哥 你真渡劫去了呀 江小可心里似乎有很多疑问 因为这一次看见江峰 他能明显感觉到 自己哥哥的实力 已经远比学校的老师高出许多了 那你相信 哥是在渡劫吗 江峰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江小可一愣 显然没有想过 江峰会这样回答 他不由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江峰笑了笑 他转过身去 走到张子诚的尸体面前 然后将其抱起 诚子 你好好休息 剩下的路 我替你走 江峰在心中默默自语 并很快利用雷法 在湖畔的岸边 弄出了一片大的土坑 他要把张子诚葬在这里 没有火化 也没有入关 因为时间上并不允许 而且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向张子诚的父母交代 夏婉宁 拉住江小可的小手 静静站在江峰身后 看着张子诚的身体 一点一点地被泥土掩盖 十分钟后 江峰埋下最后一块泥土 简单用一些花草树叶 装饰了一番周围 尽量让其向真正的目的 江峰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夏婉宁声音柔和 轻声询问道 回安岭 至少你们是安全的 江峰回答道 那你呢 夏婉宁继续问 我现在被镇14通缉 学校也被毁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当个流浪见客倒也不错 你可以跟我去南山省 我父亲在那里 到时候我让他帮你 还是别麻烦叔叔了 看他外面的世界也好 江峰摇了摇头 其实他不愿回去的原因 还有一个 因为自己体内 还有八七蛇女种下的兽种 这种东西 属于极其不稳定的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而且 兽种极大可能存在定位的能力 如果后续八七蛇女追杀而来 江峰也怕牵连周围的人 江小可这时候却说 哥 你要是走了 那我跟爸妈怎么办 江峰一震 他看向妹妹 认真中带着一丝愧疚地说道 是哥的错 不过哥很快就会让你 拥有保护爸妈的能力的 他伸手 想要吕顺妹妹脸颊处 吹乱的长发 不料下一瞬 一股威压 就迅速朝自己这边的方向 蔓延了过来 江峰手掌僵硬地悬在半空 他看向身后的方向 然后下意识便打算带着两人离开 但他似乎低估了 这股威压侵袭的速度 因为在下一瞬 自己头顶的天空上 就多出了四道陌生的人影 第九十四章 江峰才不是邪武 于叔说 下晚您望着头顶四名舞者的方向 原本紧绷的心 一下子就舒缓下来 因为 他看见了一个熟人 一个和自己父亲十分交好的熟人 平时不论是军区还是家里 父亲夏清风 就经常和这位叔叔喝酒常谈 而且 于瑾对自己也非常亲切 原来并不是妖兽 江峰没有说话 但是面临对方释放的威压 他依然不敢松懈 嗯 于瑾追着金色神雷来到这处湖畔 然而异想的妖兽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几名普通的舞者 他眼珠微动 感知让他能很清楚地察觉到 领域内的变化 其中也包括了声音 显然 他也看到了下方的夏婉宁 他先是一愣 随后便不由诧意起来 小妮 你怎么在这里 于瑾的语气舒缓很多 但是在外人面前 他仍然还是那副威严的模样 我们被妖兽追杀 所以才逃到了这里 夏婉宁先是一喜 但是很快眼神就没落了 他倒没有撒谎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从兽巢开始之后 危险就没停息过 妖兽吗 于瑾落在地面 缓缓走来 不过他倒没有收回自己的领域 嗯 是一只蛇身人形的妖兽 当时学校的庇护所 被那只妖兽入侵 我们运气好逃了出来 夏婉宁半真半假的说辞 似乎没有被怀疑 他本来是 想要上前的 但是看见于瑾仍是一副凝重模样后 反倒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江小可只是默默抓着哥哥手腕 他注视对方的几名男人 其中 有一人还抱着个昏迷的女人 这个人有些肥胖 他正是老张 而被抱着的 则是 已经被封印在精神世界里的脸 小妮 这些都是 你同学吗 于瑾点了点头 他看向一旁的江峰 和江小可 嗯 夏婉宁点点头 他主动介绍了起来 不过在提到江峰的时候 于瑾的毛子 明显闪过一丝光泽 他自然记得 安令镇妖丝通缉的对象 就是江峰 除此之外 舞者擂台上 江峰也曾戴着鸟嘴面具 跃及祭拜过宗师境界的舞者 只不过当时观察的时候 这人才只有舞者四品 可是这才一天没到 对方却连夸一个大境界 来到了宗师舞品的层次 这提升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些吧 队长 老张轻声喊了一声 他似乎在示意着什么 不过于瑾没有反应 他似乎有自己的打算 江峰 你好 于瑾主动打了个招呼 你好 江峰语气平淡 看不出对方意图 于瑾浅笑 似乎是察觉到 对方身体紧绷的反应 他这一次 才终于收回领域 周遭的灼热退散 冷风贯彻在众人心口 扶过脸颊 反倒让人增多了一丝清醒 其余镇妖丝成员 不知道队长的意图 但是他们 也没有做出擅自出手的决定 虽然明知道 眼前这个年轻人 可能是一名邪武 甚至是邪武中的翔楚 说不定是因为夏婉宁在这里的缘故 客套了一番 于瑾终于进入正题 他主动询问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刚才天穹上那道漩涡 是什么情况 不太清楚 我们也才刚到不久 江峰脸部红星不跳 即使对面站着的 是一位深不可测的舞者 夏婉宁和江小可 也都点了点头 江峰不说 那他们干脆也不说了 于瑾不语 而是把目光主动放在了江峰身上 很快 一股威压再次呈现 只不过这一次 威压被特定地进行了释放 反倒只有江峰一个人 察觉到了凶险 前辈 这是什么意思 江峰皱着眉 他感觉到身体的气血被压制 不过好在进入宗师后 自己的精神力便强了不少 这才没有第一时间 被压制在原地 没事 刚刚在你身上 好像感受到了妖兽的气息 所以试探了一下 于瑾倒也不避讳 直接说出了原因 江峰眼神淡漠 他知道对方是在试探 无论是试探八七蛇女种下的兽种 还是自己是否是那所谓的邪物 但总归这种感受 让他很不舒服 他平静问道 那前辈有试探出什么吗 很可惜 一无所获 于瑾倒 不过你这个年纪 能达到宗师境的中上层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怎么样 有兴趣到我们镇妖丝做作吗 又是镇妖丝 江峰思绪翻云覆雨 在那么一瞬间 他想到了 对方问出这种话的很多种可能 然而他还是拒绝道 不了 镇妖丝那种地方 可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进的 于瑾也不生气 他走到夏婉宁面前 那小宁你 先跟于叔回去吧 毕竟安令后续的治安 可能不会那么安全 现在学校被毁 你也没必要再待在那里了 我 夏婉宁不由看了眼旁边的江峰 江峰点点头 这种情况 既然对方是夏婉宁的熟人 又和他父亲有交集 那让其带回镇妖丝 倒也不是件坏事 夏婉宁想了想 不过于瑾已经伸手 把他带到了自己身边 如果前辈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那婉辈就先告辞了 江峰想主动离开这里了 他有预感 他总觉得 眼前这些镇妖丝的人 对自己有动手的打算 只不过似乎碍于夏婉宁 他们反倒都还保持着和善 回安令吗 需不需要我们送送 于瑾说道 这倒不用 前辈多虑了 江峰凝聚出两道刺死剑气 并不避讳在场人异样的目光 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眼神 红色的剑气 如果不是修为境界特别高的人 恐怕还真没办法对武器的攻击进行染色 当然 于瑾的火箭 还是能够轻易做到的 江峰带着江小可 踩在剑气上 和众人打了声招呼 然后头也不回地 朝着远处急迟了过去 而等江峰走后 一旁的老张终于忍不住道 队长 那人不是安令阵14通缉的邪武吗 怎么把他放走了 邪武 夏婉宁听到 他转过头看向老张 江峰才不是邪武 老张先是一愣 然后看向了队长 于瑾没奸一条 他点了点头道 他确实不是邪武 他身上没有邪武的气息 不过倒是好像 和妖兽有什么牵连 啊 他不是邪武 那这么说 安令阵妖司那边 就是单纯的弄错人了 还有 和妖兽有牵连 这是什么意思 老张一连问出了好多问题 一旁的万天和万地也凑了过来 他们似乎也是一头雾水 于瑾说 安令那边的阵妖司我不清楚 但我刚才已经用领域进行过试探了 如果江峰是邪武的话 李英会激发他身体里的杀意 可他没有 至于他身上存在的妖兽气息 我还没办法完全肯定 这个气息很熟悉 和那只蛇女很像 但若隐若现 或许是我感知错了吧 他又看向天穹上的乌云 漩涡没有了 金色闪电也没有了 他只在森林里面 找到了一处巨大的陨石坑 除此之外 便是一无所获 第95章 恶魔 凌晨三点 江峰带着江小可回到老城区 这片地方的排水管道 做得并不算好 经历了一晚的暴雨之后 地面上仍然还有大量的积水 没有被排出 红色的剑影划过夜空 最终 两人在一栋老旧名楼停了下来 江峰沉着脸 他发现 老城区的街道上 已经出现了大面积坍塌的迹象 显然 这里 也被妖兽波及了 先回家看看爸妈他们 江峰马不停蹄地 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赶去 江小可则攥紧拳头 心里不安的情绪一直弥漫 啊 忽然 寂静的黑夜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惨叫声 声音的来源正是自己家小区的方向 糟了 是赵阿姨的声音 江小可想起这道声音的主人 正是自己家楼下的邻居 江峰加快速度 几秒钟的功夫 横跨街道 静止飞入了小区里面 然而眼前的一幕 他却发现 几只面目猙獰的妖兽 正游荡在外 甚至是亮着的居民楼内 枯黄的灯光下 也都是这些妖兽的影子 这片地方 似乎被妖兽占领了 江峰看向小区三楼的方向 在那里 一个窗口正亮着灯火 而在灯光的照耀下 却呈现出了两个瘦弱的人影 以及一只倒挂在窗檐上 半具身体 已经埋入房间的巨型蜘蛛 房间里 江大勇把王小丽死死护在身后 他手里 拿着一把厨房菜刀 上面还残留着还未干涸的血迹 甚至是房间里 都还有一只血淋淋的妖兽尸体 老婆别怕 老子现在修为虽然废了 但以前可是专门对付这些东西的 只要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这些鬼东西 动你一根头发 江大勇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身为普通人 凭借以往的作战经验 杀死一只妖兽 已经胜过了绝大多数的舞者 不过这似乎也已经是极限了 大勇 咱们的日子好像要过到头了 我就知道 小峰和小可 今晚没回来一定是出事了 肯定是这些东西害的 王小丽虽然是个妇人 但她的眼神却十分坚定 她感叹了一句 然后也拿起了房间里唯一的木凳子 嗯 咱们两个老家伙 跟这些妖兽拼了 今晚能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 还能赚一个 江大勇挥舞菜刀 朝着窗户口的蜘蛛妖兽 一刀砍下 蜘蛛妖兽怒吼一声 前足锋利的 如同刀刃一般 很轻易地 就将其挡了下来 巨大的力气 直接把江大勇先飞 然后重重砸在了墙壁上面 王小丽则是举起木凳子 全力砸向这只妖兽 结果同样被蜘蛛妖兽 挥来的前腿打飞 落在了江大勇旁边 甚至在她的小腹上 还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小丽 江大勇还想要站起来 可是胸口剧烈的疼痛 让她趴在地上难以动弹 好 就在这时 蜘蛛妖兽发出尖锐的声音 她浑身用力 整个身体终于全部钻入了房间里面 这只妖兽 没有打算给两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他们生来就会杀死人类 这似乎是本就设定好的程序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江大勇看见这只妖兽 朝自己的方向走来 恶心的前额一张一合 巨大的口气 似乎可以一口气轻松将自己吞没 这一次 江大勇再次感受到了 面临妖兽的绝望 她闭上眼睛 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刺 力气刺入皮肤的声音传来 整个房间似乎都变得安静了 江大勇紧闭的眼睛 深深皱了一下 然而如约而至的疼痛并没有出现 她不由看向一旁的王小丽 然而王小丽只是晕厥在了血泊里 同样没有受到伤害 这是怎么回事 江大勇不由看向蜘蛛妖兽的方向 然而她却发现 这只妖兽已然被分成了两半 而在妖兽尸体上面站着的 正是江峰和江小可两人 爸 妈 江小可快步上前 一把抱住受伤的父亲 眼眶早就湿润起来 甚至在看到旁边重伤昏迷的母亲后 整个人都聚颤了一下 江峰收起闪烁符文的断剑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刚刚恢复丹 送进母亲嘴里 恢复丹和治疗丹的效果都差不多 只不过相对于和速度而言 恢复丹的效果反而会更加快捷一些 不一会 王小丽就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就连她小腹上的伤口也慢慢愈合了 江大勇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但她却没心思询问这些 反而是看向江峰和江小可两人 小峰 你们到底去哪了 外面是不是出事了 江小可擦去眼角的泪水 哽咽着说道 市区被妖兽入侵了 死 死了好多人 江峰说 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以为兽巢应该已经被镇妖丝的那些人解决了才对 没想到 还是有疏漏的地方 江大勇点点头 果然是这样 我和你妈还打算去找你们的 结果还没出小区 就发现老城区多出了好多妖兽 如果不是我以前在队伍里打拼过 知道该怎么躲避妖兽 恐怕现在和你妈早就是两具尸体了 江大勇十分庆幸 但是一想到外面 可能到处都是徘徊的妖兽后 这种庆幸又很快被绝望和无奈给淹没了 爸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外面的妖兽我来解决 你和妈待在这里 就好了 不要出去 江峰安慰了一句 他的玉器术已经感知到了周围最近的妖兽气息 他走到江小可面前 然后拿出了手里的断剑 并将其附上了诡异的符文 这符文在杀死这只妖兽的时候 他就使用过来 其实具体能力和当时使用妖刀出血 倒是没多大区别 符文能够自行修复断剑 并将其附着一层十分强大的剑气 并且在符文的影响下 每一道斩机都能扩散出这样的剑气 江峰将其称为放逐之风 江小可拿着这把符文武器 只要不是王级左右的妖兽 基本上一刀一个不是问题 把断剑交给妹妹后 江峰一跃跳出窗台 月光的照耀下 妹妹和父母都注视着江峰离开的背影 然而似乎是视线恍惚了 他们看见 江峰的身体近乎被鲜红浸染 后背竟然也生长出了一对十分诡异的翅膀 这种现象一闪而顺 这一刹 江峰开启了大面 第九十六章 养气也是气 小峰 外面那些妖兽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对付的 江大勇反应过来 正想要劝住 可是江峰一个眨眼就消失在了原地 爸 您就别担心了 我哥一个人能应付这些妖兽的 江小可上前安慰 他搀扶着江大勇 缓缓靠在墙壁上面 然而江大勇是摇了摇头 小峰这孩子 我能不知道吗 他虽然在学校取得了好的名次 但现在可不同 外面那些全都是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妖兽 嗨嗨 江大勇因为兴奋剧烈咳嗽起来 他继续说道 更何况 小峰还只是一名普通舞者 你 你快去帮你哥 不用管我和你妈 那怎么行 我哥可是专门交代给我的任务 江小可果断拒绝 他掂量了两下江峰给自己的断剑 然后认真道 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江大勇半张开口 犹豫了两秒后 也只是叹了口气 唉 一柄断剑而已 你哥这是想自己承担外面的风险啊 想了想 江大勇倒是没在劝说了 因为他发现 小可也不过堪堪舞者一品的修为 严格意义上来说 也就比自己这些普通人强上一些而已 真正面对妖兽起来 没有实战经验的加持 反而很难取胜 小可 如果这次我跟你妈都没能撑过去的话 这两块镯子 你们就好好拿着 家里面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咱们两个长辈庸碌一生 也就凑出了这两件还算有价值的东西 江大勇似乎早有准备 他从一旁的木制抽屉里 拿出个老旧的小红盒子出来 并打开将其递给了江小可 盒子用一层黄色的油布包裹 里面赫然躺着两块橙色相近 大小相同的玉琢 嗨嗨 这时候 王小丽的伤口也已经恢复大半 他看向江小可也点了点头 显然 这是这两个长辈早就做好的决定 爸 妈 你们胡说些什么呢 江小可没有接过镯子 他明知道这是父母的心意 可就是做不到接受 小可 别不听话 江大勇轻贺一声 正想把玉琢塞给江小可手上 可突然 房屋大厅外面却在这时候 传来了几声异响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破开玄关大门 然后闯了进来 三人很快闭上嘴巴 认真听着声音的方向 啪哒 啪哒 像是小孩光着脚丫走路 但又感觉是什么粘稠的东西 拖在了地上 江小可握紧断剑 借助房间里微弱的光线 想要窥探外面 突然 一柄如同钢钉般的尖锐物 猛地刺穿墙面 甚至距离江小可的眼珠 就只剩下了几公分的距离 不过好在这东西的长度似乎不够 并且很快就又从 捅铺的窟窿口收了缩了回去 一秒钟过去了 两秒钟过去了 江小可后趴地咽了口唾沫 刚才突然的袭击 没有任何征兆 甚至差点就要了自己的命 正当他想要后退两步 保持艰巨的时候 忽然 那原本被钢刺捅穿的窟窿里 诡异地露出了一颗惨白的眼珠 眼珠和江小可对视 然后再下一瞬 又诡异地消失了 刷 没有丝毫犹豫 近乎是下意识 江小可果断挥出了手里的符纹断剑 因为刚才的对视 他就已经断定了对方的身份 是寿无疑 下一瞬 江小可手里的断剑 便闪烁出了耀眼的黄色光幕 剑柄上符纹流转 似乎被赋予了生命 紧接着 诡异的现象发生 原本残缺的断剑 被这道光幕自行修复 甚至比原本的剑身 还要大上数倍不止 乍一眼看去 就像是一柄巨大的阔刀 剑剑在江小可的挥舞下 释放出一道半弧形的月牙剑气 剑气十分巨大 上面还伴随着金光闪闪的奇怪字迹 那是符纹 碰 连通主卧和客厅的墙壁 被一整个击穿 卷起了大片的烟尘 甚至将潜藏在黑暗里的妖兽 也给一并斩成了两半 吼 妖兽尖锐的吼叫声响彻四周 但随着重物落地的声音收尾 烟尘散去后的江小可才发现 外面客厅躺着的 竟然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刺猬 很难想象 这么大体型的妖兽 是怎么模仿婴儿走路的 江小可愕然地站在原地 短短十秒钟的功夫 她经历了一场 杀兽与被杀的生死角逐 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 自己手里的这把断剑 竟然真的有那般恐怖的威力 要知道 眼前这只骑马也是二阶段的妖兽了 一旁的江大勇和王小丽 早就呆愣在原地 不知道说什么了 直到断剑上的符文消退 让其重新回到 剑任原本残缺的模样后 他们这才双双回过神来 另外一边 江峰听到家里的方向 传来报名声后 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不过在发现那些金色符文后 便又安心下来 此时的他正开着系统 爆出来的上古功法 他的脸上被奇异的红色纹路渲染 全身上下都盘踞着黑红的气息 看上去十分危险 这便是大灭的恶魔形态 江峰凭借这个形态 短期内给自己增加的三倍增幅 杀陷阶段的妖兽 只要是一到二阶段的妖兽 几乎都是一拳一个 不一会 这片小区的妖兽 便堆成了一座小山丘 江峰提着最后一只妖兽 扔进临时堆积的山丘 利用恶魔生长的翅膀飞在半空 可惜了 这些妖兽的修为都太弱了 根本测试不出我目前的实力 江峰心中有些失望 他现在迫切地想知道 自己和八七蛇女的差距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替张子诚报仇 解决自身被种下兽种的问题 毕竟 他可不想到时候 沦为那只妖兽的躯俏 做别人的嫁衣 这次离开 我得尽快找到 解决这些事情的方案了 江峰正想着 忽然他的视线 好像模糊了一下 难以察觉的一幕 被江峰捕捉 他迅速便警惕了起来 是精神攻击 不过对方的修为应该不高 处于恶魔形态的江峰 精神力大涨 对于刚才的袭击 他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江峰凭借玉气术的感知 很快锁定了 潜藏在附近的妖兽 还会屏蔽自身 对外界的感知吗 不过不好意思 氧气也是气 显然 玉气术的感知 并非只是周围流动的气体 还有所有单位 呼吸出来的空气 江峰目光平移到 几百米处的 一栋烂尾楼内 找到你了 第97章 受潮的幕后者 刷 一道雷阀 猛地从天空上降下 威力直接洞穿水泥 砸在了烂尾楼内的黑暗里 下一瞬 江峰出现 而他面前 一只四人模样的黄皮子 被雷阀命中 直接躺在了地上 黄鼠狼 能维持和人类模样的妖兽 多半和八七蛇女 属于同一个种族的兽 说不定也能拥有 和人类沟通的能力 他手掌附着雷电 将这只目测 只有二阶左右修为的妖兽 提了起来 雷鸣在这东西的脖子上乱窜 但是江峰却精确控制着雷电 没让其在黄皮子身上爆炸 别 别杀我 黄皮子惊恐地看着江峰手掌上 萦绕的这些雷电 刚才的雷阀 自己仅仅是承受了一下 就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果然 如江峰所料 这只黄皮子 能够和人交流 黄皮子在求饶 这东西的体型并不大 也就一个青年的身材 甚至非常瘦削 蜡黄的皮肤上 还有一些妖兽伴随的毛发 就连屁股上的大尾巴 都没有隐藏起来 似乎 这些异类的兽都是如此 八七蛇女 哪怕维持着人身 也会保留很多兽身上的特征 比如灵甲和蛇尾 不杀你 你告诉我 凭什么 江峰冷笑一声 不禁反问道 不过说实话 他还真没打算 第一时间杀死这只妖兽 毕竟像八七蛇女这样 能够交流的兽 实在是太少了 眼下有一只实力弱小的同类 江峰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黄皮子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 然后善善道 我知道策划这场兽潮的幕后者是谁 我可以告诉你 但你不能杀我 他双手作一 这副动作就像是在求饶 毕竟 他要是知道对方一个宗师镜的人类精神力 就有如此恐怖的程度 那借自己一万个胆子 他都不会去招惹眼前这个人类 哦 江峰似乎没太大反应 而是面无表情道 你想说那只蛇形的尊兽 八七蛇女吗 八七蛇女 黄皮子惊呼一声 你怎么会知道八七大人呢 难道他已经苏醒了 江峰冷着脸没有答复 他手上的力度微微变大 黄皮子顿时惨叫连连 反应过来的黄皮子立刻说道 不 不是八七 八七蛇女 策划兽巢的幕后者不是他 那是谁 江峰追问道 对于黄皮子的回答 他其实还是有些意外的 因为 以八七蛇女的能力 确实有能力策划出这么一场兽巢 可是仔细一想后 却又并非如此 八七蛇女是一只高傲的兽 它其实其他地下的种族 其中就包含了妖兽 而这次兽巢主导的对象 就是妖兽 除此之外 看黄皮子的反应 八七蛇女也是被动苏醒的 这就更加能够说明 事情另有缘由了 可 嘿嘿 先 先松开我 江峰直接将其扔在角落 并在周围布上了一些雷电化成的气人 摔在地上的黄皮子不敢多言 他咽了口唾沫 缓了口气后 这才小心翼翼说道 策划这起兽巢的 不是我们兽族 也不是那些妖兽 而是你们人类 我们人类 江峰眼睛一眯 脸色迅速冰冷起来 依据是什么 他问道 黄皮子说 我没有你要的依据 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联邦失恋场 如果那个地方还没被毁的话 你会相信我说的话的 江峰道 那你知道 这个人叫什么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黄皮子努力回想了一下 但还是摇摇头 我也只是从众多兽巢里苏醒的兽之一 所以 你是在耍我吗 江峰徒手泛起雷光 一道气刃迅速打出 瞬间切割掉了一块水泥墙面 黄皮子联邦说道 我以兽族的兽品担保 而且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可以带你 去联邦失恋场 因为那里 就是整个兽巢爆发的开端 江峰沉默片刻 他不太相信 眼前这只兽的话 不过联邦失恋场 确实是个可疑的地方 毕竟 第一只寄生妖兽 就是从联邦失恋场内诞生的 看来确实有必要去一趟 联邦失恋场才行 江峰瞥了眼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黄皮子 不过这只兽 他需要提防一下 毕竟没人知道 这种天生敌对的生物 心里到底打得什么算盘 说不定 那里潜藏着更大的凶险 也不说定 那 那个 该告诉你的 我都告诉你了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 黄皮子挤出一道 十分僵硬的笑容 他奢望地 看向眼前青年 我说过不杀你 可没说放你走 江峰想也没想 直接利用雷电 在黄皮子周围 凝聚出了四道雷电形成的墙壁 这些墙壁 正好在四个方向 将其围了起来 在我没回来之前 你最好别想着离开这里 江峰指了指 这些雷电凝聚的墙面 如果你不想体验 刚才落下的那道雷阀的话 最好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黄皮子原本的渴望之情 立刻面如死灰 无耻的人类 他一屁股坐在水泥地面上 黑暗里默默注视江峰离开的背影 不由骂了一句 江峰就当没有听见 他身形一闪 不一会 此时 家里面已然变得狼藉一片 江小可握着符文断剑 和爸爸妈妈坐在一起 他们看见江峰身上的变化 差点没认出来 小峰 还是江大勇率先开口 他看着对方一身黑红邪气的少年 甚至是那身后生长的黑色羽翼 有那么一瞬间 他还以为又被某只新的妖兽盯上了 嗯 是我 江峰点了点头 然后静止朝着三人走了过来 顺便解除了恶魔形态 看见重新恢复正常的江峰 王小丽和江大勇总算松了口气 爸 妈 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太多 你们就不要问了 我和小可会保护好你们的 江峰蹲下身来 从口袋里拿出好几颗金银剔透的丹药出来 江大勇刚到嘴边的话 被硬生生噎了回去 他只好接过一颗丹药问道 这是什么 不平 对你们的伤势有很大帮助 江峰说道 他看向一旁的妹妹 小可 你的修为需要尽快跟上来 这两颗丹药是为你准备的 这些都是江峰自己猎杀妖兽之后 爆出来的奖励 而且全部是对修为有帮助的灵药 第98章 成为武者 对修为有帮助 难道是像上次你炼制出来的那种药剂吗 江小可端向着手里两颗明晃晃的珠子 这东西入手冰冷 而且还有少许沉重 就像一块寒铁 差不多 江峰解释道 这是修行丹 里面蕴含着极寒属性的上等草药 短期内能快速提升修炼者的修为 甚至是武力和洗髓效果 真有这么神奇吗 江小可文言 已经有些跃跃欲试的冲动了 毕竟上次的药育 哪怕只是简单泡了一回 自己就一跃成为了武者 而且对江峰的这些奇珍异宝 他已经深信不疑了 江峰点头示意 随后看向爸妈 这些是洗髓的良药 可以改善你们 常年无法修炼武道的体质 以后哪怕是正常修炼 都会比一般武者的速度要快上许多 小峰 你确定就这几颗丹药 能让我们也不入武道吗 江大勇十分激动 能再次成为武者 对他来说简直太过于重要了 这意味着 自己能再次进入长城守卫军 能再次以军人的身份为武道 为平民做出贡献 他渴望那种战场 已经数十年了 不过一旁的王小丽 反倒是把丹药递给了一旁的江小可 妈当了这么多年普通人 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就算成为武者 妈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进行修炼 这颗丹药 还是留给小可吧 既然这东西能改善体质 那一定能对小可 有着更好的帮助的 王小丽握住江小可的手掌 松弛的皮肤上布满了皱纹 她紧紧握着女儿手 目光甚是宠溺 妈 这是个专门给你们的丹药 我不能要 况且 我这也有呢 江小可果断拒绝了 现在的局面 普通人已经沦为了底层中的底层 一旦危机来临 甚至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她可不希望 母亲今后会变成那样 是啊 小丽 你就听孩子们的吧 你也不想以后出事了 还总麻烦孩子们吧 江大勇也在一旁劝说 这可是能改变现状难得的机会 妈 我知道您想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我们 但这些对我来说 弄到其实并不困难 况且 现在的局势已经变了 江峰捡起打翻在地的木凳 然后坐了上去 她看着镂空墙面外的夜色 淡淡道 不久的将来 灾变一定会再次降临的 这只是时间问题 王小丽犹豫了 仔细一想 似乎孩子们说的也对 今天的遭遇 如果没有孩子们及时赶到 或许自己已经死在了这里 但如果自己拥有自保能力的话 结果是不是就会更好呢 终于 王小丽点了点头 然后果断把手里的透明药丸 吃进了肚子 江峰看了眼江父和妹妹 你们也感觉 把这些不要吃了吧 吸收药效还需要一定时间 我可以给你们护法 江小可嬉戏一笑 那就辛苦哥了 父亲没有说话 但眼神已经述说了很多东西 江峰点了点头 趁着这段时间 他也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这一整晚的精力 从宗师被寄生妖兽开始 再到自己被指认邪悟 然后八旗蛇女苏醒 张子成被杀 自己被种下兽种 庇护所被覆灭 最后到渡劫进阶 宗师进 老城区沦陷 明明这么多的事情 竟然全在一个晚上 降临到了自己身上 这一晚 江峰失去了很多 也得到了很多 但他宁愿这一切 能回溯到一天前 如果自己不去参加 什么联邦会员的擂台 是不是就不会有 这些事情发生了 拾起这些烦闷的思绪 他开始检查 自身所有作战功法的 进度情况 系统查看功法详情 江峰心念一动 让系统帮忙查询起来 定 正在打开详情页面 提示 由于宿主领悟的功法 过于杂乱 系统以自行协同整理归纳 遮影步 闪避形中阶功法 速度越快 免疫物理和法术攻击的 概率越高 刺死剑气 技能型成长功法 随着修为提升而提升 红色的剑气能提升 使用者的攻击欲望 玉器术 技能型成长功法 随着修为提升而提升 感知周身500米内 任何气体的变化方位 雷法破绽 技能型初阶功法 击破弱点 可降下雷法 累计击破4到弱点 将换下紫霄神雷 脆体雷绝 修炼型初阶功法 汲取周围闪电脆炼本体 闪电可增强体魄 以及转化修为 脆影术 技能型中阶功法 可操控周身影子数量 可自由和影子进行互换身位 天照之火 技能型成长功法 无法熄灭的黑火 会随着修为提升 变得越发强大 大面 技能型上古功法 化身恶魔 全属性增幅三倍 免疫大部分精神伤害 符文之刃 技能型上古剑法 唤醒符文 用于强化自身武器 武器可释放一道符文剑气 朔 阶段功法分为初阶 中阶 高阶三个阶级 成长功法只能根据宿主实力 进行提升 变 当前进阶修为值 已达到18001800 修为突破至宗师六品 据进阶宗师七品所需修为 3151800 系统 功法需要怎么升级 江峰大致扫过一眼 因为汲取三色神类后的修为 本就快进入宗师六品 然后不久前处理完老城区的妖兽后 进阶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自己反而是对这些功法的提升 更感兴趣 功法提升各有不同 需要宿主自行领悟 江峰 退出系统空间 江峰发现 爸妈和小可 已经进入了修炼的冥想状态 她用玉器术 感知了一番周围 发现没有危险后 自己也很快进入修炼状态 早晨八点 沉露消散后的世界有些渐冷 带着凉意的清风 扶过死寂的城市 穿过街道 进入了这片老旧的城区 清晨的第一束暖阳 照射在江峰一家人的脸上 无声的小区 显得十分萧琐 江小可柳眉舒缓 感受清风带起的发丝 萦绕在脸颊 她很快睁开了眼睛 哥 江小可发现 江峰早就醒了 于是便打了声招呼 不过江峰没有说话 而是拉住江小可 来到了小区楼下 哥 你怎么了 是不是昨晚又出神妖事了 联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 江小可不由开始担心起来 不是 江峰说 过几天我会离开安岭 我打算先教你一些功法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回来 所以你要替我好好照顾爸妈 第九十九章 离别 啊 怎么这么突然 虽然昨天就知道 江峰已经有了这样的打算 但江小可还是表现得非常诧异 嗯 哥也需要变强 不然怎么更好的来保护你们呢 放心吧哥 我一定会照顾好爸妈的 江小可也认真起来 但随即她却又兴奋到 对了 你昨天给我的那两颗修行单 简直太夸张了 一个晚上 我的修为竟然直接上升了两颗品节 所以 你现在已经达到五者三品了 江峰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然后把剩余从妖兽身上爆出来的丹药 一并得给了江小可 这些是我目前弄到的所有丹药了 里面有一些可以用来修炼 也有一些是负责疗伤 以及增强体魄和气血用的 江峰从口袋拿出好七八颗丹药出来 这是自己的全部身家了 因为系统只有首杀新的妖兽 才会报奖励 昨晚的那些妖兽 基本上都在之前被自己击杀过 所以也就没拿到太多的丹药 江小可没有伸手 而是问道 这些都是你炼制出来的丹药吗 江峰点了点头 算是默认 闻言 江小可这才接过丹药 江峰从手里拿出两把断剑 一柄是由木头雕刻而成 还有一柄则是当初夏婉宁 赠送给自己的合金长剑 她将木制的断剑扔给江小可 这是自己清晨临时专门为妹妹雕刻的武器 虽然有些粗糙 但使用还是不成问题的 哥 给我一柄断剑干嘛 江小可把丹药收好 结果断剑倒是有些疑惑起来 昨晚自己手里拿着的符纹断剑 她很快就意识到了 随后满眼都荡起了兴奋之情 哥 昨晚你给我的那把符纹断剑 原来不是武器 是一个攻法 那不然 江峰道 拥有这么强大的威力 又怎么可能会是一把普通武器呢 说完 她倒是想到了 之前使用的妖刀出血 不过这么一比较的话 符纹之刃的等级 或许在王级左右 和出血类似 但一定强过出血 很快 江峰便调动符纹之刃 运转在剑身之上 原本的断剑 瞬间成为了一把巨型的大剑 她来到江小可身边 用独属于自己的方式 进行着传教 这些功法系统在发放的时候 我就已经熟络地领悟了精髓 虽然有些功法 的确不适用于武道世界的人学习 但稍作修改的话 还是能有个不错的反响 昨晚的江峰 可并不只是冥想休息这么简单 她还适当给自身的所有功法 都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更改 这种更改 只是为了更好的 让舞者适应和学习 毕竟 玄幻世界的功法 需要掌握的东西 武道大部分可没有 所以 经过一整晚的研究 江峰对遮影布 刺死剑气 以及符文之刃 都做了删减和改变 特此 在一个上午的时间专业辅导下 江峰也几乎把这三种功法的精华 都交给了江小可 江小可握着手里的木质断剑 上面同样闪烁着某些诡异的奇怪符文 只不过 这些符文的色泽并不是金色 而是淡淡的黄绿色 看来这已经是修改过最接近符文之刃的功法了 江峰如此想着 他也没办法做更好的优化 不过尽管如此 他还是十分惊讶的 因为江小可的学习能力简直妖孽 仅仅一个上午的功夫 遮影布 刺死剑气 甚至是符文之刃 他都已经领悟的大差不差了 剩下的也只是强化训练和熟悉罢了 江峰正想着 忽然 一道红色剑气呼啸而来 是江小可使用的刺死剑气 刷 一道雷光从江峰手指处划开 然后瞬间将迎来的剑气打散 残余的雷网在空中滋滋作响 然而红色的剑气后面 竟然还藏匿着更大的凶险 这是一道黄绿色的符文剑斩 这道剑斩完美被刺死剑气覆盖 隐藏在了暗处 有点意思 倒还学会自主创新了 江峰抬起断剑再次挥出 同样是一道雷刃 但这一次 却隐隐有着雷伐之势 下一瞬 江小可的符文剑气 轰然溃散 在空中直接消散一空了 什么嘛 还以为这一招能扳回一局呢 江小可有些失望 鼓囊着小嘴 一屁股坐在小区公园的长椅上面 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估计宗师进的都打不赢你呢 江峰走到妹妹面前 伸出手掌揉了揉她的脑袋 这倒是实话 真的吗 江小可眸子很快又恢复了清澈 甚至还有一点点开心 你可什么时候骗过你 江峰没好气地戳了下江小可的额头 江小可吃痛 她脸上表现得不满 但内心却又非常享受 这种感觉很奇怪 有种说不上来的安心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快回去吧 太晚了 爸妈该担心了 江峰倒没在意江小可的表情变化 而是不由提醒了一句 你这就要走了吗 江小可不太情愿道 确定不回去看看爸妈 算了 总会有机会的 江峰收好断箭 她看着阳光下坐在公园椅上的妹妹 那些单药 可就交给你保管了 下次再见的话 我可是会检验你的修为的 可不许懈怠 江小可乖巧地待在原地 放心吧 可别被我追赶上了 尽说些大话 江峰伸出手指 正想最后再戳下妹妹的额头 不料却被对方给躲了过去 江小可的身子再变淡 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这是遮影布的能力 江小可做了个鬼脸 这一次她没有让江峰得逞 江峰笑了笑 她收回手掌 然后转过身挥手道别 好好照顾自己 爸妈问起来 你就随便帮我编个理由就好了 知道了 哥 江小可同样挥手 破旧的小区 她坐在阳光下 看着阴影里渐行渐远的江峰 少许的出神了 哥 你似乎真的变了呢 江小可喃喃自语 脸上的微笑 也渐渐归于平淡 直到江峰的身影消失后 她这才起身离开 回到了自己家的那栋小区里面 第100章 断横的徽章 老城区烂尾楼 告别江小可后 江峰并没有离开安岭 而是重新折返回了这栋破旧的废弃楼房中 空灵的脚步在楼梯口回荡 很快 脚步便静止进入了一处 无法被太阳光线折射的房间 算你还老实 不过 我倒是挺希望 你试试这球龙的质量 江峰逆着光线 走到黄皮子面前 毛子里闪过些许失望 人类 兽巢已经结束 如果你真的想找到兽巢源头的话 发起者的话 现在可不是跟我聊这些的时候 黄皮子蹲在雷网盘踞的角落 他微微抬头看向江峰 毛子里的冷光在黑暗下非常醒目 我这不是来了吗 江峰上前一步 他挥了挥手 黄皮子周围的雷网便全部消失 嗯 黄皮子全身迅速紧绷 就在这些静止解开的瞬间 他就已经想到了逃跑的路径 只不过 对于眼前的男人 他有些不太自信 因为他知道 一旦企图离开 必定会激怒这个人类 到时候 自己估计也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最终 他还是收回了这个念头 事实上 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因为在江峰接触电网的同时 以整栋烂尾楼为原新的区域 几乎都为满了刺死剑气 只要任何一道出口 有目标离开 这些剑气便会瞬间轰出 打对手 一个出气不易 走吧 跟我去联邦试炼场 江峰转过身朝外面走去 察觉到黄皮子没有移动 他又补充一句道 还是那句话 最好别耍一些小聪明 我能抓住你一次 就能抓住你百次 当然 后果你自己承担 他的脚步渐行渐远 很快便从阴影中 走到了阳光下 这个人类 真的是宗师进武者吗 看来想走真没那么容易了 黄皮子不由在心中盘算 忽然 一道红色剑气 从外面激射而来 速度之快 在他躲过 这道袭击之后 竟直接把水泥地面给切穿了 黄皮子咽了口唾沫 虽然自己的精神攻击 也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一想到 这可能只是对方随手的一次袭击后 他果断掐灭了逃跑的念头 联邦失恋场 江峰遇见来到上空 他俯瞰下方的城市 虽然已经白天 但昨晚被妖兽清洗后的场景 仍然还在 塌陷的高楼 破损的房屋 寂寥的街道 以及一些废墟下悲鸣的幸存者 他们虽然没有死 但似乎 这样的一幕 比让他们死了还难受 施救小队 正在全程搜救这样幸存下来的人们 无论是宗门 官方机构 还是一些没有归属的散人舞者 他们都在做着 一个老者身边的青年 好像注意到了头顶的一样 他抬头看了一眼 然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苏耀 发什么呆呢 老者瞥了眼青年看去的方向 然后询问了一句 他是之前观看江峰屠杀试炼场的吴老 这次的兽巢 并没有将他们波及在内 师父 我刚刚好像看见 上空有人消失了 苏耀想也没想 就把刚才看到的景象说了出来 自己只是区区无者 而自己师父 却早就迈入了宗师的门槛 想必对方一定比自己更加清楚 然而吴老却扭过头去 胡说 天上哪有什么人 就算有 你师父 难道还感知不到吗 他拍了下苏耀后脑勺 然后催促着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离开了 联邦场 江峰的身影重新出现 他跳下之前 被上古摩西喷射火焰 灼烧出来的孔洞 回到了之前自己鄙视的擂台区域 在江峰旁边 黄皮子紧随其后 如果此时有人在场 绝对会惊呼出声 一个人类 这个时候 竟然能和一只妖兽和平相处起来 这简直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这就是最开始 寿潮爆发的地方 江峰上前两步 禁止走向王海涛的尸体旁边 这个人是寿潮降临后 第一个死掉的舞者 他认为 或许能在这人身上 弄到点什么线索 可是一番检查下来 却一无所获 告诉我 我要的答案在哪里 江峰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他直接走到黄皮子近前 略带威胁的语气问道 自己现在能给予这只妖兽 短暂的活动空间 完全是因为对方有一定的价值 否则自己早就把这东西杀了 说不定还能爆出点什么好的装备 在那里 黄皮子在空气中嗅了嗅 然后走到擂台区域的 主持人场地附近 江峰紧随其后 黄皮子在解说台上四处翻找 不一会就从手里 拿出了一块损坏的徽章出来 江峰结果打量了一番 嗯 和炼药师类似的徽章 不过这个 似乎是专门为舞者而设定的 江峰想到了之前韩明 赠予自己的二品炼药师徽章 反观这一块 银色的图案上有很多星辰 这些星辰点缀着光芒 一共四颗 全部都被两柄匕首交错插着 按照炼药师的品级推算 匕首应该是这块徽章主人常用的武器 两柄应该指的是境界 四颗星的话 大概率就是品级了 也就是说 这块徽章的主人 大概率是一位宗师镜四品的舞者 江峰如此想到 不过一旁的黄皮子 却主动打断 他用手指了指徽章中间的一条勾芡 那是被锋利的金属划出来的痕迹 正好横着从中间分开 江峰示意黄皮子说下去 黄皮子点点头 这是舞者徽章 每个舞者在进行授权认证的时候 都会分发 完成的舞者徽章 在你们人类世界权威性应该是很重的 可是这中间的一横 却大有来头 别废话 江峰催促道 黄皮子笑了笑 他继续道 沿着徽章 用金属武器撕开一条横线 这种做法我恰巧知道 这是一种叫邪武人类特有的入会象征 邪武的入会象征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这些徽章都是邪武的身份 江峰目光变得凝重起来 如果真是邪武在幕后操纵的话 那似乎很多地方都有可能说得通了 其中 有关安令镇妖丝的执法队长 为什么那么笃定自己是邪武的存在 或许就是和这个有关 就只有一块徽章吗 江峰不由询问 他可不希望自己跑这么远过来 就只是为了拿一块邪武的徽章 如果是昨天晚上过来 或许还能找到点其他收获 可惜这个点大势已去 能帮你找到一块徽章已经不错了 黄皮子说 要是再晚一点 说不定连徽章都捞不到手 第101章 邪武王松 联邦机构有专门坚定徽章的机器 如果真是邪武的手笔 为什么寿巢结束后却又不趁热打铁 提升自身的修为实力呢 江峰感到十分不解 邪武部都是需要汲取人类浑尸的气血 来强化自己吗 大好的机会不来 恐怕还有比这场寿巢更大的阴谋在内 江峰很快来到一台 贝利爪刮花的机器附近 然后将原武者掉落的徽章 放进了卡槽 好在机器并没出现故障 不一会就正常运作了起来 姓名 王松 境界 宗师晋四品 最近一次鉴定时长 三个月前 江峰看着显示器上面检验出来的报告 这个名字 他似乎在那听过 猛的 他在脑海里迅速搜寻有关王松的记忆 一分钟后 他眼底的迷雾被解开 但他一时间竟然有些难以置信 没错 是邀请自己成为联邦会员的王经理王松 怎么会是他 江峰拿着徽章打量了几眼 他觉得 王松应该 只是一个普通人才对 连舞者都不算 就更别提邪武了 可是一想到从试炼场离开后 就一直没有见到这个人后 他心底怀疑的天平 又不自觉地朝另外一边倾斜了过去 而在一旁的黄皮子 趁着江峰短暂失神的功夫 已经敲咪咪远离了这片地方 这是自己为数不多能逃离的机会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争取一下 开玩笑 对于人类 他可没留太多的信任 可就在自己即将迈出最后一步 向着门外出口离开的时候 黑暗的长廊镜头 却在这时突然传来了脚步 踏踏踏 脚步声很快 既打乱了黄皮子逃跑的节奏 也把私存中的江峰拉回了现实 猛的 江峰周身猛地迸发出一阵气势 竖刀雷刃沿着黄皮子的方向切割而来 看威力 绝对要远在刺死剑气之上 黄皮子迅速躲闪 澎湃的雷刃轰击在他身后的墙壁 造成了巨大的响声 下一瞬 原本行走的脚步忽然停止 紧接着变得更加急促起来 谁 江峰眯着眼扭头看向走廊 在黑暗里 他能清楚地看见一个人影正站在那里 原来是江峰兄弟 这才多久没见 怎么连我 这位试炼场经历都忘记了 随着话音落下 一个男人走出黑暗 他穿着西装 看上去十分的正常 王松 江峰没想到 这个人竟然还杀了个回马枪 不过他神情自若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啪 啪 啪 王松一边鼓掌 一边缓缓走来 他说道 江峰兄弟 人类和妖兽之间的共处 这一幕属实 让我感到了一些意外呢 江峰默默拿出了 一直佩戴在身上的合金断剑 你说 我现在是该叫你王经理 还是邪武呢 王松眉头一挑 倒也没有否认 他指着江峰手里的那块 徽章冷冷道 把它给我 江峰没有理会 反而是直接将其 揣进了自己的口袋 不知死活 王松整个面部 忽然变得争鸣起来 他的眼瞳在冲雪 甚至是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十分微妙起来 起码是大宗师级别的水准 不 可能还要更高 是王靖 这个王松 宗师的境界 竟然爆发出了 王靖界的实力 他十分果断地 朝江峰袭击而去 手里也在这时候 多出了一柄精致小巧的匕首 匕首上面附着暗红色的气刃 看上去十分的凶险 这就打算动手了吗 看来 兽朝最终的策划者 应该和你脱不了关系了 江峰手中 断剑立刻亮起符文 金色的纹路 迅速修复剑身 江峰抬手一展 放逐之锋从剑刃迸迸发而出 威力之大 甚至撕开了周遭的空气 碰 只听一声巨响传来 王松直接被江峰的一道剑斩给 打飞在了墙壁里面 仅是首次的交涉 江峰这边近乎是压倒性的优势 王松掀开身上堆积的碎砖 正诧异对方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 然而四周却突然插下了 四道闪烁雷光的剑刃 剑刃以上下左右的方位 将王松封锁 然后形成了一张四方形的囚笼 这是江峰在使用雷法破绽时候 结合玉器术在一起搭配的能力 本质上和雷法破绽一样 只要触碰四周任意方位的雷网 就会被直接触发相对应的弱点 随后降下一道雷法 而四处雷网要是被全被触碰 那将会引下紫霄神雷 我问 你答 不服气 你可以出来和我继续单挑 江峰顺步来到王松面前 他现在没时间和这人打游击战 只想尽快把事情解决 然后处理自身受众的问题 你 你也是邪武 王松捂着胸口 他看着周围不断发出雷鸣的电网 直觉告诉他 最好不要去碰这些东西 而之前想要离开的黄皮子 看到这一幕 早就不由咽了口唾沫 自己前不久 可就被这玩意 限制了近乎十个小时 江峰瞥了眼黄皮子的方向 他没有说话 仅凭自身的气势威压 就足以让这只妖兽 丧失逃跑的念头了 随后 江峰这才转过头来 看向王松 邪武 江峰不屑道 这种鸡肋的修炼功法 我还瞧不上 他的手掌 也在这一刻 蔓延出庞大的雷电 江峰无视了雷法破绽的囚龙 他直接掐住王松的脖子 开始了第一轮的审问 告诉我 关于安岭这起兽巢爆发事件的始末 兽巢吗 王松伸手反抗江峰 掐住自己脖子的手掌 原本阴沉的面部忽然笑了 江峰眉头一皱 不知所以 王松说 江峰兄弟 兽巢只是我们伟大主人的第一步 我只是一个执行者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所谓的妖兽裂缝 深渊裂缝 你难道不想知道 里面到底关押着什么吗 百年前的灾变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些圣者的遗留 你难道不感兴趣吗 王松越说越激动 江峰的这个问题 好像正中眉心 让王松无比兴奋 仿佛作为一个执行者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第102章 上古剑法 浮空斩 江峰皱着眉 对于裂缝和圣者的事情 自己早在八七蛇女口中 就听到过一些信息 但尽管如此 再次听到 还是让他略感惊讶 如果自己 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 高三舞者 或许永远都无法窥探 这个世界背后真正的一幕 不过 江峰的重心 却并没有第一时间 放在这上面 因为这对自己来说 还太遥远了 这就是邪舞吗 还真是些疯癫的家伙 之前从那些镇妖丝口中 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他还觉得 可能只是一些 被欲望驱使蒙蔽的正常人 但现在看来 似乎是自己想多了 主人 你的主人是谁 江峰问 以你一个宗师尽修为的舞者 还没资格知道主人的名字 王松身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涌现了大量的骤印 从脸部到身体的各个关节 他似乎变了 变成了一副完全陌生的样子 这才是你们真正的模样吗 江峰面无表情 既然你不说 那我只能让你下地狱了 话音落下 江峰手掌一鸣 然后剧烈的电弧 开始肆意乱串 他直接以自身手臂为接触媒介 释放了脆体雷绝的闪电 然而 王松的眼神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陷入了呆滞 他的全身仍然变不骤印 但在雷电的宣泄下 他已经没有 先前抵抗的那么剧烈了 王松死了 在咒印出来后的不久就死了 这种现象无法理解 就死了吗 不 不太对劲 江峰感觉事情不对 他直接将王松扔在了 雷法破绽的电网中 尸体翻滚后 撞在了上面 然后触发了一阵阵电鸣 滋滋 电流声从王松的尸体上绽放 下一瞬 原本僵硬的躯壳 忽然抽搐了一下 江峰眯着眼 手里紧握着合金断剑 随时做好反击的准备 一秒钟过去了 两秒钟过去了 可到第三秒的时候 死去的王松 却突然诡异地直立了起来 他的身体仍然僵硬 但却莫名给人一种凶险的感觉 这是 诈尸了吗 江峰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 如果是被雷爵脆体后 所引导的雷电杀死 那也不应该是这副模样才对 轰隆 紧接着 先前王松触碰到雷法破绽的方位 猛然降下树道闪电 王松摇曳的身子 甚至还没站稳 天花板就被雷电击穿 然后宣泄在了他的头顶 啊 王松惨叫的声音回荡开来 这声音听起来很嘶哑 就像是硬生生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 雷光散去 然而江峰发现 王松并没有被雷法击倒 反而是麻木地站在原地 他歪着脑袋打亮着周围 脸上的黑色皱印 也在这时候 越发地鲜艳起来了 人 人类 王松的目光忽然看向江峰 他双手无力下垂 走路一摇一晃 但是整个脑袋在看见江峰后 却像是固定住了一样 显然 江峰被盯上了 电网盘踞的囚龙不断发出嗡鸣 可是王松根本感受不到疼痛 哪怕皮肤被电烤的焦黄 也全然不顾 人类 人类 杀 死 人类 王松穿过电网 硬抗下剩余降落的雷阀 以一种十分恐怖的速度 朝江峰这边冲了过来 他的口水滴落在地板上 然后腐烂 破败 如同行尸走肉 请告 检测到宿主即将遭遇四阶上谷凶兽 首杀将获得封后奖励 四阶凶兽 王松 什么 王松是兽 江峰一惊 与四阶凶兽对应的 自然就是王级妖兽了 怪不得王松能在瞬间发动 王进武者的实力 但是等不到他过多思考 对方的袭击就已经降至了 江峰全身躺满雷电 他的身影虚晃 仿佛没有了实体 碰 下一瞬 江峰身后的墙壁被整个击穿 王松面目猙獰 可是当他静止穿过江峰身体的时候 他的眼神立刻就疑惑起来 没错 江峰动用了遮影布 在大量免疫物理手段的情况下 王松的袭击自然是落空了 不过江峰身后 却出现了一片空荡塌陷的区域 江峰能清楚看见 王松的手掌 已经变成了一根根锋利的兽骨 王级妖兽 既然送上门来的 那就拿你来报手单奖励吧 只见王松脚下的阴影 忽然站立起来 这东西 拿着影子凝聚的断剑 猛地刺入王松的身体 随后 剑身的符文开始运转 一道剑气 沿着王松腰间撕裂 直接将其整个腰斩了下来 王松的身体 只是略微僵硬了一下 然后就以惊人的方式愈合了 这种速度非常快 符文之刃 也没办法对这东西造成伤害嘛 江峰诧异王松的恢复能力 这不由让他想到了 当时庇护所的三阶段妖兽 似乎这两只兽的能力一模一样 难道 江峰不禁猜疑 之前的那只巨人妖兽 就是王松的手笔 哄哄哄哄哄 想到这里 江峰果断趁着对方没能清醒 立刻将剩余的雷阀弱点击破 引下紫霄神雷 王松身体顿住 身体的骤印仿佛察觉到凶险 竟然在下一瞬 自动在他身上游走起来 哄 紫霄神雷化作箭矢 朝王松脑袋劈去 与此同时 王松身上的骤印也一跃而出 全部汇聚在了他的头顶 这些骤印 难道也和邪武之间存在着某些关系吗 江峰不打算就这样旁观 他的身体已然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 他的身后便诡异地展开一双两米宽的黑色羽翼 江峰开启了大面 是的 他要直接处理了眼前的王级妖兽 又或者说是所谓的邪武 在全身属性增幅三倍的情况下 以现在江峰的实力 哪怕是王级巅峰的妖兽 也未尝不是对手 他将断剑高举 阵阵雷往交错盘踞着 然后以一种诡异的形式 朝着天空蔓延而去 下一瞬 天空的乌云逐渐散开 漩涡周围 一道紫色雷鸣降下 承接在江峰的断剑之上 江峰迅速开启符温之刃 借助大面的三倍增幅 主动引下紫霄神雷 被第一道紫霄神雷牵制的王松 察觉到江峰这边的动静 那原本麻木的身子开始移动 他身上的皱印 在不断抵抗雷法 而自己 则如同一具尸体般前行着 搜 江峰迎风斩下 伴随金色符纹的紫色电鸣 便开始迅速膨胀 随着一阵白光 照亮整个试炼场 巨大的暴鸣 直接将这片地方 炸出了一道深深的陨石坑 而坑中的王松 早就血肉模糊 恭喜宿主 首杀四阶上古凶兽 获得奖励 既能行上古剑法 浮空斩 浮空斩 无差别袭击任何悬空敌人 第103章 地底裂缝怪物的咆哮 邪武王松死后 江峰的身边聚集了一大群人 江峰 地底裂缝下 便是空间传送星空的所在地 而这些怪物 便是从这里出现的 镇妖司给江峰发来消息 江峰为了解决后患 决定前往 说道 大家准备好了吗 其他人纷纷回应 准备完毕 江峰点头 然后拿着手中的长剑 率先冲入了 那个巨大的空间裂缝之内 众人也不敢迟疑 纷纷紧随气候地跳了进去 哄 就在众人都跳入 那巨大的裂缝之中的时候 那个通往地底深处的裂缝 突然闭合 当他闭合之后 周围便便地漆黑起来 伸手不见五指 而且 这种漆黑 仿佛还在持续 越来越严重 江峰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仿佛坠落深渊般地 急速朝着深处滑去 耳边只能听到呼啸声响 过了许久 那种让人窒息和恐惧感 终于减轻了很多 眼前出现了几缕光线 再次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无穷尽的绿色植被 看着那些高耸的树木 以及茂密的枝叶 江峰知道 他们已经穿越了 那条地底裂缝 到达了另一端的地下世界 老大 怎么会有这么多绿色的植被啊 真奇怪 一个小弟疑惑地对着江峰问道 江峰摇了摇头说道 这片土地的气候环境 本就与别处截然不同 此刻江峰他们身处的 这块地域的植被非常繁盛 远超他们之前所待的那片山林 而这一带 更像是被一层浓雾笼罩一样 除了一望无际的绿色之外 什么都没有 众人都在观察着四周 生怕遇上什么危险 老大 你说这些草丛里藏的是什么东西 我看他们挺像鳄鱼的 又一名小弟说道 鳄鱼 听到这个词语 江峰顿时警惕起来 因为他曾听说过 地底之下 存活着一些未被发现的凶兽 这些凶兽的实力并不强悍 但是却喜欢群居生活 你们退后 江峰提醒众人道 老大 要不咱们把这些野菜挖回去吃吧 江峰瞪了他一眼 别胡闹 众人闻言也都停止了交谈 蹬随在江峰身后 朝前行走 忽然 江峰脚步停了下来 因为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隐约可以看见 一个巨大的红色影子 朝他们快速靠近 众人立马摆出了防御姿势 准备迎战那个红色的庞然大雾 老大 什么情况 那个小弟刚说完话 江峰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只听他说道 是凶兽 什么 那么厉害 我们能打赢吗 废话 江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心想你压脑袋装的都是江湖吗 连这都分辨不清楚 还能做什么事 不等他继续骂下去 那个红色的庞然大雾 便来到了他的面前 众人皆是目露惊骇之色 这哪里是什么庞然大雾啊 根本就是一棵参天大树 哦 突然 那棵参天古树 张开了血盆大口 朝着他们咆哮起来 似乎十分愤怒 那个小弟吓傻了 嘴巴微微张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跑 这时候 江峰喊了一声 便飞速地逃窜 其他的小弟反应过来之后 也是疯狂地逃命 江峰等人一路狂奔 身后则跟着一个个庞然大雾 妈呀 救命啊 一名小弟大叫一声 双腿瘫软倒了下去 显然已经是跑不动了 其余人听到这声音之后 也是纷纷停住了脚步 转头朝后方望去 一个个脸色煞白如指 只见一棵巨型的古树 从他们的身后追击而来 这古树树干 直径至少有三四米宽 粗壮无比 上百米高 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城市 妈呀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快逃 众人尖叫起来 江峰咬牙切齿地盯着后面 紧追而来的古树 这东西可不是蓝星植物 感觉是星际古树内的东西 好在 如今江峰已经练久了上古剑法 在战斗力上大大提升 否则这么多的古树追杀下 估计早死翘翘了 不过 即使他现在的战斗力 不输给普通武者 但若是碰上一两颗的话 还有剩算 但是成千上万颗一起追杀过来的话 那就完全没戏了 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嘶哑的咆哮声 从身后袭来 那是一条足足有水桶般粗细的蟒蛇 那蟒蛇身上布满灵甲 散发出幽冷的光泽 那一颗硕大无比的脑袋 正死死地锁定着江峰 张开血盘大口 便向江峰吞噬了过来 江峰猛然回头 只见那蟒蛇张开血盘大口 便朝自己哭来 江峰眉头紧簇 右臂一阵 一道灵力的剑气 破空而出 刷了 剑气刺在那蟒蛇的灵甲之上 发出金属相撞的清脆响声 江峰一愣 这一剑虽然刺破了那条蟒蛇的灵甲 但是却只是割出了一丝浅浅的血痕 看来这畜生的皮厚度不弱呀 那畜生见江峰伤了自己 显得更加愤怒了起来 张开大口就咬了下来 速度极快 江峰瞳孔猛地缩紧 急忙闪躲 那畜生的大口 堪堪擦着江峰的衣角而过 留下了一道焦黑的痕迹 果然不好惹啊 老大 那名负责探路的小弟 惊慌失措地喊道 江峰一抬头 便看到那条蟒蛇 竟然将他们这些人 团团包围了起来 糟糕了 这些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一个个都绝望起来 他们甚至连跑都没有力气跑了 只能站在原地等死 哈哈 小子们 乖乖受死吧 这时 远处的红色巨蟒大笑道 江峰神情阴沉 这一次 他已经无法顾及到其他人了 你们赶紧离开这里 我来挡住这些怪物 江峰对那些人说道 那些人闻言一愣 然后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江峰 我们走 江峰不由分说 拉着他们的衣领便扔到了后方 然后一把抓起了身旁的一柄短刀 朝那些怪物冲去 啊 那些怪物见到猎物 竟然敢主动攻击自己 顿时暴怒无比 纷纷张开大口吐出了一团火球 休休 江峰挥舞着短刀劈砍而出 斩断了数个火球 然后朝一旁躲闪 躲避着那些火球的攻击 江峰不愧是身怀逆天功法的男人 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 仍旧游刃有余 不过 即使江峰身形敏捷无比 却依然难免被那些火球击中 不过幸亏江峰战力足 每一刀都恰好斩碎那些火球 第104章 进入虚空门幽暗林 这是什么怪物 这火球 怎么是黑色的 什么情况 这是死记守望 那古老的深渊下的恐怖生物 就在这时 有几名年纪较轻的学员 认出了这种生物 不禁惊呼了出来 这一刻 所有人都慌乱了 死记守望 传闻中在古老的时代 曾经存在过 他们喜欢群居 而且很残忍 最喜欢猎捕食物 将它们当成美味的晚餐 快点跑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江峰此刻正与那些火球纠缠着 听到众人的话语后 他才知道了 这种生物的真实性事 老大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我不想死在这里 一名学员哭丧着脸 对江峰问道 放心 有我在 没事的 我们先撤离这里 再做伤了 江峰对众人安慰道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他们不想死在这里 必须活着出去 才能提升自我 于是他们便开始朝着深渊森林外围撤离 那些古树健壮不甘的私民 但也不舍得放弃自己的晚餐 砰砰砰 一个个巨大的拳印 轰击在地面上 激荡起了漫天 沉土 妈的 这帮混蛋 老子非弄死 你们不可 江峰暗骂了一句 随后他抽出了背后长刀 好 就在这时 又一只怪物从后面袭来 滚 江峰一刀横扫而出 扑吃 一刀斩掉了这只怪物的脑袋 瞬间那只怪物化为一滩农业 散落一地 呼 江峰松了一口气 这时他才有机会查看周围的环境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这么荒凉 江峰看着四周那荒草栖栖的景象 不由地说道 这里和之前他们待的那片山脉 根本就不像是同一个世界 更不是同一片区域 老大 这里是虚空门幽暗林啊 突然一个小弟说道 虚空门幽暗林 江峰难难自语地说着 老大我看你实力强大 要不然我们一起闯闯这虚空门幽暗林吧 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 我们正多人一起 就算遇到危险 也好有个照应 这时 那几个刚才吓得半死的小弟 纷纷看着江峰 开口说道 嗯 你们愿意冒险一波 也好 不过你们要答应我 遇到什么事情 立马逃跑 别管我 江峰郑重地警告道 要知道 这是一次提升实力的机会 所谓机遇与危机共存 若是你们运气够好 说不定能得到莫大的机缘呢 江峰继续劝说道 明白 那几名小弟 纷纷点头答应了江峰的要求 随后 江峰一步踏入那幽暗的森林内部 其余人则紧跟其后 这一片密集的丛林 仿佛亘古以来 都是如此般静谜 安静 但是越是如此 众人心里反倒越是害怕 毕竟谁都没有来过这里 对这里充满了恐惧 敖恩突然一阵狼笑声传出 让人浑身毛骨悚然 只见在那些参天大树的遮盖下 两双冰冷湿血的毛子 缓缓睁开 随后两匹体型庞大的巨魔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这巨魔全身披挂着乌青色的鳞片 力找争鸣风锐 嘴巴中还露着森寒的獠牙 透射出一股邪性的感觉 尤其是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凶利气息 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靠 两头二阶统领级的凶兽 完蛋了 我们今天肯定要交代在这里了 那几名年轻人脸色苍白地叫嚷着 江峰也皱起眉头 看着这两头凶悍的巨魔 眼中闪烁着金芒 这些家伙 显然也是察觉到了江峰等人的存在 因此准备吃掉他们 增加自己的实力 不仅如此 这些巨魔身后 还陆续出现三头巨魔 他们都是二阶统领级的凶兽 散发出来的气势丝毫不亚于那两头巨魔 这下麻烦大了 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吗 一名青年男子面带恐惧的表情 其余几名青年也皆是一副绝望的神色 他们的身子颤抖不已 哼 我就不信杀不了你们 江峰面色凝重的喝道 他直接拿出了那杆银枪握在手中 这杆银枪通体成银色 枪身宽阔厚实 散发着凌厉的气息 这银枪乃是一件玄器 虽然是玄器 但是威力堪比顶尖灵气 死 随后江峰施展出一招高级武技 狠狠地轰向那三头巨魔 砰砰砰 三颗银枪打出的银色枪影 狠狠地轰砸在了这三头巨魔的身上 爆发出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碰撞声 一阵火花蹦践而出 江峰的银枪竟然硬汉那三头巨魔 将它们给轰飞了出去 嗯 看到这一幕 江峰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老大太帅了 没错 老大简直是无敌的 这几位小弟看着江峰赞赏道 好厉害 老大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我也是 没想到老大这么强了 这些家伙感叹道 他们一边说着 一边注意着远处的动静 以防止那些凶兽偷袭 不过此时那两头二阶统领级的巨魔 却没有攻击过来 他们站稳脚步 一脸忌惮地盯着江峰手中的银枪 你们不是想吃我吗 来啊 我就站在这里 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冲过来吃我 江峰看着这两尊巨魔挑衅道 好 这时 这两尊巨魔愤怒地咆哮着 朝着江峰冲去 刷 看着这两头二阶统领级的巨魔冲来 江峰挥舞着银枪就刺了出去 瞬间 江峰这一击爆发出了数百万斤的可怕力量 直接朝着这两尊巨魔轰杀而去 碰 刹那间 这两尊二阶统领级的巨魔 就被江峰一枪给洞穿了身躯 鲜红的血水喷一耳出 这两头巨魔直接惨死 江峰将手中银枪存储空间 他转过身就朝着远处走去 你们快跟上 第105章 神秘莫测的能量波动 看到江峰离开 这群小弟连忙跟了上去 这片诡异阴森的幽暗森林 足足走了一个小时 他们终于走出了这幽暗森林 结果 他们一踏入这幽暗森林 一个个脸色就变得难看无比 这片幽暗森林外 到处都躺着巨魔尸体 全部都是被利沼撕成碎肉的巨魔 整座幽暗森林 都弥漫着浓郁的腥臭味 显得无比的压抑沉闷 这群人全部呆滞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当即那群小弟 一脸猛逼的样子 江峰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惊讶的神色 走 随即江峰沉声道 他们再次踏入了 这幽暗森林之中 很快 这森林内便传出各种凶残的兽吼声 有巨兽嘶吼声 也有妖兽低音声 甚至江峰他们 还听到了一声唬啸声 好 顿时一道唬啸声响彻森林 这一刻 这些人彻底被震慑到了 而且 伴随着这唬啸声 一只只庞然大物 出现在他们眼中 这时 江峰他们总算是见识到了 这凶兽森林 真正的可怕之处 随便一株普通的植物 都有可能隐藏着可怕的毒虫 一旦被咬一口 必死无疑 老大救命啊 这时 一个家伙大喊道 随即江峰他们目光扫去 只见一群黑乎乎的毒蝎子 朝着他们迅速而来 这群家伙 直接躲在江峰 和另外一位青年身后 瑟瑟发抖地叫道 江峰神色微变 他猛地催动全部的功法力量 同时 他将这把银枪拿了出来 灌输进其中的元气 哼 瞬间一团璀璨的金光 从银枪中释放出来 去死吧 这江峰爆喝一声 他双臂一震 手持长枪 爆发出可怕的气势 宛如一尊战神降临 随后这金色的光芒包裹着 这银枪 直接朝着这些毒蝎子 轰沙而去 虚空一颤 滔天的能量席卷四方 瞬间这群毒蝎子 就被摧毁掉了 化为灰烬消失得干净 看着这群毒蝎子 全部覆灭 剩下的人 神情都显得十分激动 老大你也太牛逼了吧 那七八位小弟 一脸崇拜的神色看着江峰 这些东西 实力最多相当于 炼神境初期的实力罢了 根本挡不住我们一招 江峰淡漠的土道 他们继续前进着 老大这里有一块石碑 这时 其中一位小弟 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石碑说道 去看看 随即这江峰一星人 直接就来到了这块石碑面前 这上面写着啥啊 一个小弟 看着这石碑上的字念叨着 好像是一幅图案 江峰目光扫去 看着这石碑上的字迹说道 什么图案 这几个青年纷纷问道 随后 江峰直接拿起这块石碑 仔细端向了一番 扮上后 他目光凝视着这石碑中间的位置 在这石碑正中心有 这一幅巨型蜘蛛网状图案 而在这蜘蛛网中央 则是镶嵌着 一块拳头般大小的金盒 这块金盒 闪烁着一股神秘莫测的能量波动 这 这难道是 传说中的九品陵园 看着这块金盒 这群少年神色一惊 一脸骇然的表情 看着这金盒 随后 他们直接跪在地上 对着这颗金盒不断磕头 显得十分虔诚 老大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紫色的电弧在闪耀着 这个年纪较大 长得略微壮硕的青年 突然说道 什么电弧 江峰眉头一皱 这青年说道 我记得 好像是一条蛇在闪耀着雷电一样 蛇 听到这青年的话 江峰目光注视着这块石碑 眼中泛着异彩 随即江峰直接盘坐在地 运转着是神诀 开始吸收炼化这颗金盒的能量 随着这颗九品陵园能量 进入江峰身体之中 顿时 一道道紫色电弧闪耀而出 在这电弧下 江峰全身毛孔张开 散发着紫色光辉 一股浩瀚如海的能量 充斥着其全身 让江峰整个人的精神 都变得无比亢奋 完全沉浸在了修炼中 转眼间 这颗九品陵园能量 就被江峰全部炼化掉了 而这时他脑海中浮现出了两个大字 是魂 哄 顷刻间 江峰的灵魂 就好似经历了某种蜕变 江峰整个灵魂变得更加强大 而且仿佛诞生了灵质 江峰整个人身上的气息 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江峰睁开双眸 其瞳孔闪耀着射人心魄的光芒 刷刷 这时 远处一群人影朝着这里冲来 该死的畜生 你们今天统统都得死 一道冰冷无情的声音 直接传入了江峰等人耳朵中 随后这群人就出现在江峰他们面前 为首的乃是一个身披盔甲 一脸凶煞之气的男人 他浑身散发着一股恐怖的气势 至于其余之人 他们全部身穿铠甲 手持兵器 眼中透着嗜血的目光盯着江峰等人 你们是谁 江峰目光凝视着这群身穿铠甲之人 你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这为首的铠甲男子 看着江峰等人冷道 你是 江峰眉头紧皱地 注视着这个铠甲男子 我乃星辰店的护卫队长 王勇 铠甲男子自傲道 原来是星辰店的人 你们星辰店的人 怎么会在这里 这时 其他人纷纷一轮道 哼 想要打劫我们 简直找死 兄弟们 给我杀 一个不留 这群人中 那位领头的家伙 看着王勇直接喝道 刹那间 数十位穿着铁蟹铠甲的 星辰店强者 挥舞着武器 就朝着王勇他们杀去 扑吃 这时 王勇直接出手 挥舞出一柄长剑 一剑劈出 瞬间就斩杀了三人 砰砰砰 其余的几位星辰店之人 纷纷被斩杀在地 鲜血建设出来 就凭你们这些废物 还敢和我们星辰店斗 简直是不知死活 王勇看着这群倒地的 星辰店之人 冷哼道 随即他目光扫向了那群 手持火焰刀 背负弓箭之人 这是你们自己送死 怪不得我们 你是什么人 竟然敢对付我们 这群人神色一沉 我乃星辰店护卫队队长王勇 王勇冷喝道 我们奉主人之令 带着你们 前往古荒山脉寻宝 当即将封神色一惊 你们是星辰店的护卫 这些人 难道也是知道了 空间裂缝的事情 要知道 空间裂缝 可是链接宇宙无数面位的通道 其中有着许多珍贵的宝藏 和机缘存在 若是能进入空间裂缝中 夺取这宝藏和机缘 便足以一步登天 飞黄腾达了 第106章 远古异族 空间裂缝开启 所以 这个消息早已传遍了各地 只是这个世界距离上次 空间裂缝开启 才过去没有几百年 这个世界 竟然又开启了一次空间裂缝 这次你们遇到我们 算你们运气不好 死定了 王勇冷笑一声 他就朝着这群人走去 大哥 他们都很厉害 要不先撤 当即其他几个小弟 看着这个为首的男人 连忙说道 没用的东西 滚蛋 这个青年冷喝一声 他直接冲了过去 他们一场激烈的厮杀展开了 不过这群人 明显没有任何胜算 毕竟这个星辰殿的 护卫队长王勇 实力可不低 其真正的实力 达到了超凡劲圆满 虽然这个境界并不算高 但其肉身力量极其可怕 再配合这武技和武器 就算超凡劲圆满的武道强者 都难以抗衡 这个星辰殿护卫队长王勇 将其所掌控的星辰之力 催动出来 瞬间就将这群人 全部压制住了 最终这群人惨死 而这王勇 毫发无损 看到这 江峰的眉头紧皱 他没想到 这星辰殿护卫队长的实力 竟然这么强悍 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应对 这种级别的战斗 我不管你是谁 既然敢打我休息 今晚就必须死 王勇看着江峰 一脸阴森森的土盗 他身子暴射而出 瞬间就出现在江峰面前 直接一拳砸出 虚空传出刺耳的破碎声 一股凌厉丰锐的权益 朝着江峰镇压而下 又要摧毁掉他身躯 这个星辰殿的护卫队长 果然厉害 死吧 这王勇眼中 透着冷冽的寒芒 一脸蔑视地看着江峰 他这一拳蕴含的威势 都不知道恐怖多少倍 就算是五阶帝军级别的 武道强者 都挡不住他这一招 碰 不过结局 却是和刚才一模一样 王勇再次被震退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 而江峰依旧毫发未损 怎么可能 你的实力这么强 这个王勇神色一愣 其眼中露出了一抹 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着江峰 不愧为江峰 果然厉害 你有资格去深渊之地 对面那些强大的远古生物了 此时王勇也是甘拜下峰 江峰实力之强 超乎了他的预料 深渊之地 远古强者 江峰喃喃自语地说着 他眼中充满疑惑的神色 随即这王勇就详细地 将这片区域的情况 告诉了江峰 听完对方的话 江峰的内心 则是掀起了滔天骇浪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里 竟然是一个秘境 在这远古大陆中 拥有着无数远古强者 和远古兽类存在 而这些强大的兽类体内 都孕育出了金河 和其他强大妖兽的血液 他们每一滴血液中 都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同样 他们的血液和妖兽金河 蕴含的能量 都是非常庞大的 只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限制 这些远古强者 无法踏入这片世界 所以这个远古大陆 才被称之为禁忌之地 一旦踏入其中 必死无疑 但这远古兽类 却能踏入这片世界 甚至 在这片世界生存繁衍 而这些远古兽类体内 便蕴含着 无比丰厚的宝藏和机缘 据说在远古大陆中 只要实力够强 随意猎杀远古兽类 或者是采摘到一株药材 就足以成为人上人 这些人都想从远古兽类中 获得巨大的利益 但凡是踏入这片区域的人 没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 没想到 我竟然有幸踏入这禁忌之地 只是如今这个世界 被禁止进入远古大陆 我该怎么回去呢 江峰暗暗撕存着 刷刷刷 突兀间 一阵阵破空声响起 这群身穿盔甲的 新陈殿士兵 全部赶了过来 他们的实力 全部都达到了超反径 参见队长 参加副队长 当即 这群新陈殿士兵 来到这两人面前 半跪教导 这两人乃是 新陈殿护卫队长和副队长 他们分别拥有着 涅槃进初期 和涅槃进后期的实力 这群蝼蚁都处理干净了吗 没有留下尾巴吧 这个新陈殿副队长 目光扫了江峰和其他人眼 放心 全部灭绝了 这群人沉声说道 嗯 你们去准备一下 马上开始行动 这个新陈殿副队长直接说道 江峰受邀请 这次要去深渊之地 那里可是存在着 远古生物的神秘地方 传说 那是来者宇宙深处的 远古强者陨落后所化 这些远古生物中 更是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尤其是其体内蕴含的 远古凶兽血脉 更是让人垂涎三尺 一旦炼化吸收其血液中的能量 便有很大机会 能让武道修为提升一节 只不过因为这片世界 限制武者踏入这禁忌之地 导致无数年来 这片区域中诞生的远古凶兽 和远古异族 越来越少了 变得稀薄起来 若非这次这些远古异族 和远古凶兽 纷纷冒出 恐怕这里 都不会再诞生一尊 超凡进强者了 此刻江峰跟着王勇 来到一处密室中 这密室中 摆设着许多的盒子 王勇拿出一个木箱 交给了江峰 里面是一颗灵丹 服用后便可提升实力 不过需要循序渐进 切记不可操之过急 王勇对着江峰说道 多谢了 江峰看着这颗灵丹点了点头 不客气 这是你应得的 王勇轻声说着 随后他转身离开了这里 只剩下江峰待置在原地 他一脸猛逼的表情 这灵丹 可谓是价值连城啊 而且还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 这是星辰殿中专门培养 强者所炼制的顶尖灵丹 这等级别的灵丹可以帮助 超凡镜舞者 快速突破到黄武镜 可惜江峰手中 没有任何弹药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试一下 江峰喃喃自语地说道 随即他便将这颗灵丹 吞入腹中 哄 刹那间 江峰感觉自己体内 犹如一团火焰在燃烧一般 其整个身子 仿佛都要燃烧起来了 其浑身皮肤成黑红色 好似煮熟的龙虾一般 额头不满汗水 嘴角溢出了血迹 显然江峰承受着莫大的痛苦 他双眸紧闭 咬牙忍耐着 轰隆隆 很快 江峰全身的经脉穴位中 释放出浓郁的能量 这些能量宛如 一条河流一般 涌入到其脑海中 他直接借助这股能量 开始冲击五胜之路 这股能量 源源不断地注入到江峰体内 让其体内的真气 蜕变成元气 哄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伴随着一道轰鸣声 江峰的境界 顺利地突破到了五道宗师